第六百五十四章 霸道行径 天珠 周元低声念叨着那第三道圣文之名 暗暗咋舌 这名字可真是霸道呢 他微微感应 发现那道天珠圣文在进入他的体内后 直接顺着经脉流转 最后悠悠地进入到了弃腹之中 显然 这些圣文拥有着极强的灵性 会自主地找寻落脚之地 不过就在周元对此没有太过在意的时候 他面色忽然微变 因为他察觉到 当那天珠圣文进入弃腹内部后 他弃腹中盘踞的那一道七色助神异宝 竟是在此时爆发出阵阵波动 周元心头一惊 急忙观测 只见到弃腹之内 那七色助神异宝原本盘踞于弃腹中央 可此时 那天珠圣文慢悠悠地而来 七色助神异宝顿时慌忙避让 天珠圣文毫不客气地将主位占据 然后似是看了看七色助神异宝 下一刻 只见到天珠圣文内 有着一团光芒爆发而起 直接将那七色助神异宝缠绕 最后犹如是化为大嘴一板 一口就将七色助神异宝给吞了 这一幕直接是将周元看得目瞪口呆 带得回过神来时 顿时怒骂出声 不要乱吃我的东西啊 那七色助神异宝可是他费尽心机才搞到手的 虽说眼下已经见到了八色助神异宝 可他怎么也不会嫌弃助神异宝过多的 你给我吐出来啊 周元将意念传递而去 天珠圣文拥有灵性 必然知晓他的意思 不过 天珠圣文只是如液体般的蠕动 根本没有如周元之意 将那吞下去的七色助神异宝给吐出来 周元见状简直是欲苦无泪 看来这一道七色助神异宝真是肉包子打狗了 周元心中哀叹一声 脚步一退 四周环境动荡起来 他再度回到了那飘舞着诸多光团的星空之中 然后直接走向那三道孕育着八色助神异宝的光团 虽然七色助神异宝被吃了 但好在这里还有着八色等级的 我此次的贡献拿一道八色助神异宝不过分吧 周元眼神有些火热地盯着眼前的八色助神异宝 此次夺风虽说是苍玄宗诸多圣子之功 但周元倒并非是子谦 他在其中的处理当之一道八色助神异宝 那我就先收走我的了 周元自语一声 然后便是不再犹豫 手掌一握便是取过了一道八色助神异宝 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精纯而磅礴的元气 他眼神愈发地火热 他心念一动 光团碎裂 其中孕育的那道八色助神异宝便是被其直接吸入体内 这一次周元以元气将这八色助神异宝团团包裹 这才小心翼翼地送入弃腹之中 你可别再给我吃了 周元发出一道警告声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将八色助神异宝送得离天珠圣门远一点的地方 但是就在他刚刚将八色助神异宝放下的那一瞬间 周元便是惊恐地见到 那天珠圣门唰的一声就掠了过来 周元惊害欲绝 急忙就要将八色助神异宝送出弃腹 但已经完了 那天珠圣门似乎对这种助神异宝拥有着无法想象的压制 只是稍稍表露念头 八色助神异宝甚至主动地飞了出去 然后被那天珠圣门一口吞掉 周元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连八色助神异宝都被吃了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周元头疼欲裂 这天珠圣门怎么禁给他搞幺蛾子 没了助神异宝 他突破到神府境时 可是有些麻烦呢 怎么会这样 这天珠圣门似乎见不得有助神异宝出现在他的弃腹之中 他的这种行为有点像是兽王占据自己的领地 任何其他兽都不可进入一般的感觉 周元沉吟了一下 又是取来了一道六色助神异宝丢入了弃腹内 然后不出他所料 这六色助神异宝刚进起伏 就主动地飞到天珠圣门身旁 让他一口吞掉 周元嘴角微微抽搐 这个意思是 以后他就别想拥有这助神异宝了 那他在这玄缘洞天 辛辛苦苦打生打死的 究竟是为什么 你也太霸道了吧 周元感觉脑门疼 辛好累 此时 弃腹内的天珠圣门 微微震动 似是有这一道模糊的信息传递而出 有你在 不需要任何助神异宝 周元接收着那道信息 天珠圣门这般起宝虽无意识 但却灵性十足 似是知晓周元这位掌控者心中所想 周元心头微动 莫非这天珠圣门也能代替助神异宝的作用 那如此说来的话 这天珠圣门究竟算是什么等级的助神异宝 不过这一次 天珠圣门没有动静 似乎并不想回应 周元健壮 不由得撇撇嘴 这天珠圣门 比起破障圣门 地圣门 似乎是要显得更为的傲娇一些 但经由这么一说后 周元原本心中的担忧倒是消散 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些好奇与期待 他很想知晓当他在突破到神府境时 这天珠圣门究竟能有何作用 天珠圣门虽然没有显露出任何助神异宝的特效 可任谁都知晓他绝对非寻常之物 在他的帮助下 不知道时候他能够开辟出几重神府 难道是传说中的九神府吗 周元嘀咕 如果说之前 他恐怕还没胆子指望九神府 毕竟那太遥远 九色助神异宝从前从未听说过 可眼下 这天珠圣门的异样 却是让得他生出了一丝丝的期盼 而且他也是隐隐地感觉到 天珠圣门或许是因为存在于 玄缘洞天的缘故 所以其中汲取了极为庞大精纯的天地元气 此时他没有时间吸收炼花 待得此事之后 若是能够将其化为己用 那么他的实力 必然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按耐下内心深处的一些激动 周元眉头又是忽然一皱 因为他发现 当他得到天珠圣门后 他并没有得到 那有关第四道圣门的任何消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周元叹了一口气 没有线索的话 他如何去寻找那第四道圣门呢 苦思半上没有结果 周元只能摇了摇头 暂时地放弃 然后他袖袍一挥 只见那四周那诸多助神一宝 顿时如潮水般地呼啸而来 被他尽数地收入腰间的乾坤囊中 这玉碧之宝进了囊中 此行不屑 周元长笑一声 不再留恋 直接转身而去 空间波荡间 他的身影也是渐渐地消散 踏出玉碧 第六百五十五章 圆满完成 当周元的身影 自玉碧之中踏出时 他身后的玉碧 直接是绽放出光芒 最后在那无数道惊恶的目光中 渐渐地融化 短短不过十数席的时间 玉碧便是消融而去 再无踪影 这般变故 立即是在天地间 引来了一些惊化之声 周元也是有些惊奇地 看着这一幕 想来应该是他取走了 其中孕育的助神一宝 所以玉碧便是没有了 存在的意义 他转过头望着前方 然后他便是发现在 这狼藉的风顶上 楚清 李清禅 妖妖 以及其他圣子 都是来到了玉碧之前 这是和圣公的争斗 完全结束了吗 张太神已经率领圣公圣子 退出了第七风的争夺了 李清禅 红唇微起 那一对美目 带着一些异彩 不断地打量着周元 圣公放去了 周元有些惊讶 李清禅 红唇微起 你将金铲子都斩杀了 张太青也被摇摇重创 江太神如果还想斗下去的话 他们圣公死伤 会比我们更惨重 其他圣子也是木带异色 即便他们眼下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 但当再度看见周元时 心中还是难免有些震撼 那可是金铲子啊 圣州大陆圣子榜上排名第五 比孔圣与李清禅都高 而眼下周元能够将其斩杀 岂不是说他的实力 已经超越了孔圣与李清禅 诸圣子对视一眼 看来此次之后 他们苍玄宗的圣子排名 要有些动荡了 玉比消失了 孔圣看了看周元 放心 东西都取出来了 楚清师兄 其中发现了三到八色诸神一宝 七色诸神一宝有数十 其他等级的诸神一宝更多 他倒也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此言一出 在场的诸多圣子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就连楚清也是一脸惊叹地 摸了摸溜光的脑袋 在战斗结束后 他便是退出了那种状态 要知道 他们之前努力数个月的时间 如今也不是每一个圣子 都拥有着七色诸神一宝 而眼下周元竟说在这玉壁内 光是七色诸神一宝就有数十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他们苍玄宗这一代的弟子 起码有数十人 能够开辟出七神府 而七神府放在以往的话 就算是宗内的十大圣子 都是需要做许久的积累 才有一定的概率达到 更别说 那三道八色诸神一宝了 他们苍玄宗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 开辟出八神府的神府境了 三道八色诸神一宝 我已取走一道 周元看着众人 众圣子文言正了正 但即便是与周元不对路的 孔圣与赵竹 都是没有说话 因为此次第七风争斗 谁的贡献更大 他们都心知肚明 如果不是周元与妖妖 打败了各自的对手 楚清那边就算是拼了命 也只能与江太神 斗成两败俱伤 但如果将周元妖妖 换作是孔圣与李清禅的话 他们更大的可能 是输在詹台青与金禅子的手中 若是这样的话 那么眼下灰溜溜退走的 第七风的 或许就是他们苍玄宗了 所以如果连周元都没有资格 拿一道八色诸神一宝的话 那么其他人更加没资格了 楚清咧嘴一笑 露出白灿灿的牙齿 爽朗道 那是你自己用命换了的东西 没有任何人能够多说什么 那就先多谢各位师兄了 周元笑的 此地人多眼砸 东西就先不拿出来了 等玄渊洞天结束 到时候再禁数交出 楚清等人也是点点头 如今这里汇聚了 苍玄天各方势力 如果他们这边 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的 高等级主神医保 难免引人眼红 到时候出现什么变故 也尤为可知 此次玄渊洞天之行 我们苍玄宗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眼下只要等到此次争斗出现结果 便可回了 唯一遗憾的是 没和江太神真的斗起来 还想试试我这没金缩呢 李清禅白了他一眼 你那金缩 未曾真正凝练成形 此事一出 便是前功尽弃 而且就算出了 也不可能斩杀江太神 能够坐稳圣州大陆圣字榜第一 江太神的实力无需置疑 楚清的确很强 但如果拼到最后 即便两败俱伤 楚清的伤 也会比江太神更重 听到两人的话 周园抬头 看向其他的巨峰 圣公选择了哪座峰啊 如今剩下两座孕育着 八色诸神异宝的玉璧 都已被其他四巨宗看上 圣公想要抢夺 就得和他们交手 试问剑宗 与北明镇龙殿争夺的那一座 叶格说 周园目光眺望而去 果然是见到 远处那座巨峰上 如今显得极为的混乱 伴随着圣公的加入 三宗汇聚一起 厮杀激烈 问剑宗的宗明 在圣州大陆圣子榜排名第四 北明镇龙殿的唐校 排名第七 也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等 不过即便眼下 他们两人采取联手 怕也是无法阻拦下江太神 楚清说 李清禅说 若是他们选择薄命的话 圣公就算是圣 也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嗯 他们不会真拼到内部的 因为到了内部 可能他们连争夺 其他玉璧的资格都没了 正如同之前江太神 没有选择和他拼的 两败俱伤一样 那是因为江太神 还想要一条退路 那条退路就是失败后 争夺其他的玉璧 北明镇龙殿 与问剑宗同样也是 他们损失太大的话 说不定连其他那些 一流宗派都抢不过了 周元也是轻轻点头 犹豫了一下 我们要不要 给他们弄点麻烦 圣公与他们苍玄宗恩怨不小 能让得圣公不舒坦 那他们就舒坦 其他圣子文言 倒是跃跃欲试 不过这次 反而是楚清摇了摇头 虽然圣公损失了两大战礼 但也不要真的把他们逼急了 江太神不是省油的灯 一旦不要命地抱走 我们这里的圣子 必然有人不惊产子的后尘 钟圣子心头威灵 此次我们苍玄宗的损失 是历来进入玄园洞天中最小的一次 既然我身为队长 收获是其次 能够将你们再安然无恙地带回宗门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其他人文言 也是轻轻点头 不过 圣公虽然不好去招惹 但换个目标的话倒是可行 那天鬼府与圣公走得颇近 之前圣公暗算夭夭 也有他们暗中释坏 之前没有经历理会他们 眼下他们正好与百花仙公斗得火热 我们正好可以帮百花仙公一把 也算将这口气给出了 毕竟欺负了我们苍玄宗的人 哪能让他们好过 其他圣子文言顿时纷纷应赫 之前与圣公的争斗 基本是楚清 瑶瑶 周元三人在处理 他们并没有如何动手 眼下正好需要一个发泄的目标 周元与瑶瑶对视一眼 旋即后者美目转向楚清 倒是没想到 你竟然还有点 苍玄宗圣子之手的气度 楚清文言笑容一将 有些兴兴地叹了口气 我平时有那么差吗 周元也是笑了笑 然后将目光投向那天鬼斧 与百花仙公所争斗所在 双目微冷 这天鬼斧 就当是这玄缘洞天结束时的 一点小小天头吧 而完成这些之后 他们苍玄宗此次的 玄缘洞天之行 应该算得上是 真正的圆满了吧 第六百五十六章 大战落幕 其他六座玉璧的争夺 在持续了圆魔大半日的时间后 终于是在无数道 意忧未尽的目光之中 渐渐地落幕 其中两座孕育着八色 祝神异宝的玉璧 一座不出意料地 落入了圣公的手中 虽说他们之前 与苍玄宗争夺 导致金蝉子被斩杀 詹台青被重创 但圣公依旧可怕 因为江太神的存在 他此前的憋屈 在此时尽数的爆发 圣州大陆圣子榜第一的雄伟 展现的淋漓尽致 即便渐渐宗的宗明 与北明镇隆殿的唐孝 选择联手对抗 但最终依旧还是 双双败于江太神之手 至此奠定胜局 而落败的渐渐宗 与北明镇隆殿不得不放弃 将目标转向了其他的玉璧 这些玉璧的争夺者 是苍玄天中的诸多一流势力 而面对着两大巨头的 袭来 他们经过一番苦战后 依旧不敌 只能无奈地将玉璧拱手相让 至于另外一座孕育着 八色祝神异宝的玉璧 则是落入了百花仙公之手 当然 这之中少不得苍玄宗的处理 因为百花仙公与天鬼府的 实力不相上下 双方的血拼中 皆是有着圣子陨落 可谓是惨烈至极 但当苍玄宗这头门户参与进来时 双方的平衡顿时被打破 面对着苍玄宗与百花仙公的联手 天鬼府溃不成君 那天鬼府的圣子之手名为赵幽 在圣州大陆圣子榜排名第六 他对于苍玄宗的插手心头怒急 不过他也明白 苍玄宗为何会对他们出手 这必然是报复他们天鬼府之前 暗中与圣公配合一事 所以对此 赵幽也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面咽 只是在心中难免是将圣公 与江太神骂得狗血临头 他当初会选择帮圣公 无非便是觉得圣公实力更强 到时候争夺时 能够借助圣公的力量 但眼下谁能想到 圣公竟然输给了苍玄宗 这种时候 圣公自己都焦头烂额 哪里还能支援他们 所以最终赵幽只能选择放弃 率领着天鬼府圣下的圣子 转向争夺另外的玉璧 于是最终 七座玉璧 六座皆是落入了六大巨宗手中 唯有剩下一座 留给了其他势力争夺 而那一座玉璧封上的厮杀 可谓是血流成河 各方的圣子混战厮杀 鲜血将山头都是染红 最终不知道多少人命运于此 不过玄园洞天本就如此的残酷 为了争夺那一道机缘 性命都并不值钱 即便是圣子 面对着那一座山峰上的厮杀 其他六大巨宗 包括苍玄宗 都是未曾插手 因为他们知道 此时的其他宗派 都是杀红了眼 这个时候 就算他们插手进去 也不过是引起围攻而已 得不偿失 这般厮杀最后还是有了结果 战到最后的胜利者 是一方名为紫阳殿的一流宗派 实力虽说不及六大巨宗 但在苍玄天中 也是有着不小的名气 而当紫阳殿成为了 那座玉璧的最后胜利者时 也是代表着此次玄园洞天之争 终于是进入到了尾声 血腥气弥漫的天地间 在此时变得安静许多 各方势力皆是犹如 恶斗之后的狼 蜷缩着舔着伤口 弥漫着疲惫 周元立于封顶上 他望着那残破的山岳 神色倒是颇为的平静 修炼之道本就是争锋无数 于生死之间徘徊 这些年的修炼 已是让得他心智坚定 不会轻易就有任何的动摇 带他此次回贵宗门 将天珠圣文内蕴含的 精纯元气炼化吸收 我必然能踏入九重天 抵达太初境之点 周元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来到苍玄宗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初至苍玄宗时 他不过刚刚踏入太初境 而如今 他已是即将抵达太初之巅 神府尽可望 当初他从苍茫大陆离开 来到盛州大陆 所寻求的便是以最快的速度 拥有着抗衡武王的力量 这期间 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争斗 但任何的磨难 他都坚持了下来 如今 他距离曾经的目标 已是不远了 当他拥有着抗衡武王的势力时 那么他就将会回到大洲 将那些曾经的恩怨 彻彻底底地了断 武王 你断我父王手臂 回我母后寿元 占我大洲疆土 杀我大洲子民 夺我圣龙器语 周元凝望着远处 脑海之中 却是浮现着那一幕又一幕 而这一切的根由 便是当年武王窜州 从他济世的时候起 大洲便是处于大武的威压之下 苟延残喘 他那曾经拥有着雄心的父王 也是在现实的压制下 眼中的光芒被渐渐地磨灭 周元知晓 他的父王已经没有了 在于武王争雄的信心 周元也知晓 他的父王内心深处 必然是极为悲凉 大敌当前却是无力报仇 只能苦苦隐忍 并且将所有的期望 寄托在他这唯一的儿子身上 周元眼皮微垂 眼眸之中有着冷冽之色涌动 父王 您放心吧 你逃不回来的债 我会亲自帮你 一丝不辣地全部逃回来 父王 等着吧 这一天 不会太远了 风顶之上 空间忽然开始动荡起来 宛如波浪一般 不断地蔓延 空间渐渐扭曲 我们已和风主联系上了 太义是感应到我们位置所在 正在撕裂空间 形成通道 经营我们出去 李清禅望着那些空间波动 美目投向其他弟子 苍玄宗所有弟子准备动身 是 所有人皆是齐齐应的 神色振奋 此次玄缘动天之行 他们苍玄宗可谓是收获最大 最关键的是 还将圣弓给压了下去 简直就是扬眉吐气 周园目光看向其他地方 此时 其他巨宗所在的方向 也是由这空间波荡传出 显然都是在沟通外界的宗派长辈 玄缘动天之行 即将结束 空间波动越来越剧烈 最后猛然被撕裂开 宛如是形成了一道裂口 其中 有着磅礴浩瀚的元气 贯穿而至 将空间稳固 形成了通道 沧玄宗的弟子 速速出来 还有这一道声音 若隐若现地 从空间通道中传出 正是连衣封住 走 李清禅交贺一声 然后便是与楚清率先踏出 直接是迈入了空间通道之中 转眼消失不见 在他们之后 诸多苍玄宗弟子 也是跟随而上 周元来到空间通道前 然后转头看了一眼 这苍茫天地间 淡淡一笑 他知晓 当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传出去时 恐怕将会在圣州大陆上 陷起不小的震动 周元这个名字 或许也将会第一次地 传遍诸宗以及大陆 不知道到时候 大洲的父王母后 是否也会收到一些消息 心中思绪转动 周元再不犹豫 转身踏入空间通道 空间波动涌来 将他的身影吞没了进去 第657章 战果惊人 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空 有着诸多周身涌动着 强大元气波动的人影 凌空而立 磅礴的元气呼啸间 引得空间呈现扭曲之状 外界的海浪滔天 然而在他们的海面 却是平静如一潭死水 一座法舟之上 身穿宫装的连衣风竹 静静盘坐 身姿窈窍 他此时明眸望着前方的虚空 眸子深处 有着一丝紧张之色 他知晓 经过数月的争斗 这次的悬缘洞天 已是即将落幕 而眼下 各宗的弟子 也会纷纷从中而出 只是不知道 此次苍玄宗收获如何 伤亡如何 连衣风竹知晓 每一次的悬缘洞天开启 他们苍玄宗 都是有着圣子陨落 最惨的一次 十大圣子陨落将近一半 各封首席 已是死伤惨重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 圣公便是罪魁祸首 这一次 圣公的弟子 整体实力 依旧是要强于 他们苍玄宗 以双方的恩怨 他们在其中 必然会有所争斗 所以连衣风主不知道 苍玄宗的那些弟子 此次又将会付出 什么样的代价 盖斯的圣公 连衣风主迎牙紧咬 这圣公 当真是可恶到了极致 连衣风主 本座耳朵可还没拢呢 用得着这样当面辱骂吗 当连衣风主声音落下时 一道淡笑声 已是从天空中传来 连衣风主冷目看去 不远处的虚空 有着一座宛如元气俗化的 山岳耸礼 山岳之巅 一道身影盘坐 周身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正是圣公的那位四殿主 秦陵 骂了又如何 连衣风主 也就只会成口舌之力罢了 不过你现在火气就这么大 待会儿如果见到你 苍玄宗那些残兵败将出来 岂不是会将自身气炸掉 说不定是你圣公死的 没剩下几个人呢 此话连衣风主你自己信吗 连衣风主眉目冰寒 但却并未说话 因为他知晓 这只是他的愤怒之言 圣公弟子实力强横 更有着江太神 詹台青 金蝉子 三大圣子领头 苍玄宗这边虽说也不弱 但还是要弱对方一头的 秦陵桥的连衣风主不说话 嘴角的技巧更深 失败者的愤怒最是可笑 待会儿等到结果出现时 他还真是想要看看 那连衣风主的脸色 究竟会有多难看 这些年来 每一次的玄园洞天结束 欣赏苍玄宗那些难看的脸色 也是成为了圣公各位店主的一种乐趣 其他各宗的高层大多也是暗暗摇头 然后同情地看了连衣风主一眼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苍玄宗已经很多年没有从圣公的手中翻过身了 想来这一次也是并不例外吧 想想也是唏嘘 曾经的苍玄天第一种 如今却是被圣公压得翻不了身 而就在各方高层心中念头涌动时 这片天地间忽然爆发出了 紊乱的空间波动 空间开始扭曲 然后被撕裂开一道道通道 各方高层赶紧宁神以待 这些弟子都是他们宗门内 精心培养的精锐 如果在这里折损过多 那对他们宗派而言 也是极大的损失 在各方高层的紧张注视下 一道道空间通道不断地出现 最后终于是有着无数道光影 自其中爆射了出来 整个海面上空 都是在此时变得喧哗沸腾 连衣风主的毛子 紧紧地盯着不远处的一条空间通道 它已是能够从中感应到 一些苍玄宗弟子的元气波动 在它紧紧地注视下 那里的空间通道忽然一阵 然后一道道光影 急掠而出 楚清 清蝉 孔盛 叶歌 周元 那些光影一出空间通道 便是被连衣风主尽数分辨而出 它迅速扫过 美丽的脸颊上 顿时有着心细之色浮现出来 因为它发现 苍玄宗的十大圣子 以及首席 竟然全部都在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损伤 怎么可能 不过紧接着 它便是为这个结果愣了了 因为这些年来 他们苍玄宗的弟子 进入玄园洞天 还没有出现过圣子 首席 皆不云命的一次 这个瞬间 连连衣风主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于是他再度仔细扫拾一拳 最后方才将心中的大石彻底地封下来 呵呵呵 你们苍玄宗的弟子 是躲在外围区域 根本没深入玄园洞天吧 不远处 那秦陵殿主也是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当即计较出声 他同样很清楚 每一次的玄园洞天中 就算是他们圣躬 都会出现圣子殒命的情况 而眼下 苍玄宗这边竟然全员安好 当真玄园洞天是去游玩吗 唯一的可能 便是这苍玄宗根本就没有深入 只是在外围打转 连一封竹柳梅微粗 此时 其他势力的那些高层 也是将目光投射而来 若事情真如秦陵所说 那这一次 苍玄宗可要成为一个大小话了 这个时候 诸多出来的苍玄宗弟子 也是察觉到这一幕 当即神色有些古怪 李清禅率先走出 美目看向连一封竹抱拳道 顶封竹 此次玄园洞天之行 我苍玄宗斩获八色助神异宝三道 七色助神异宝数十道 其余等级助神异宝不计其数 此言一出 原本吵杂的天空 顿时为之一净 那些各方宗派的高层 皆是满脸的震惊 八色助神一宝三道 以往的玄园洞天 有时候连一道都难以出现 而这一次 苍玄宗竟然得到了三道 这个时候 谁还敢说苍玄宗弟子 只是在外围走了一圈 秦玲也是面色微变 玄疾阴沉沉地说 可笑 真当八色助神异宝是路边货吗 你说三道就三道 连一封竹也是美眸惊一不定 如果李清禅说 得到三道七色助神异宝 他还真能信一信 可三道八色助神异宝 会不会太不可思议了一下 李清禅翘脸平静 杀地方面 我苍玄宗斩杀圣公圣子 雷俊 铁魔 金蝉子 重创詹台青 如果说先前的话 是一道惊雷的话 那么李清禅这句话 则是宛如火山爆发 惊天动地 甚至连在场的那些各宗高层 都是忍耐不住 面露骇色 那雷俊 铁魔 在圣公圣子中也不是无名之辈 当然 最让得他们震动的是 金蝉子与詹台青 这两位可是位列圣公三大圣子 可如今竟然是一死一伤 满口胡言 秦灵豁然气深 眼神阴森地盯着李清禅 小女娃 大放厥词 简直可笑 我圣公圣子数量比你们多 实力比你们强 你们苍玄宗圣子一个没死 你竟敢说我圣公连金蝉子都被斩杀 詹台青被重创 你们凭什么 用嘴杀的吗 连衣封主 你苍玄宗如今交出来的弟子 都只会这种低级谎言吗 宽你何事 连衣封主看上去漂亮雍容 然而脾气却是颇为的火爆 直接堵了回去 之后他才柳眉清索 看向李清禅 微微犹豫 清禅 你所说可是数十 李清禅美眸看向周园 后者笑了笑 手掌轻拍腰间的乾坤囊 下一刻诸多光团 声腾而起 将他们团团包围 在那其中 有着两团光芒散发着八色光彩 璀璨夺目 这一刻漫天寂静 就连那秦灵都是眼神惊一不定 疯狂地闪烁 这一次的玄缘洞天中 竟然真的出现了这么多八色主神一宝 哼 算了 懒得与他们废话 等江太神他们出来 自然让他们谎言不攻自破 秦灵咬了咬牙 只是内心深处 隐隐地感觉到了一些不安 而就在此时 又是一道空间通道裂开 秦灵精神顿时一震 从中他感应到了圣公弟子的元气波动 其他宗派的高层也是在此时将目光投射而来 先前李清禅所说之事 是真是假 带得圣公弟子出来时 自然就有了准确的结果 而那诸多目光的注视下 空间通道内一道道光影 在此时急射而出 短短十数期 圣公弟子尽数现身 秦灵的视线第一时间扫尸而去 下一瞬 他的面色便是渐渐地变得阴沉起来 因为他发现这些现身的圣公弟子 气势皆是极为的萎靡 士气低落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他从圣公的弟子队伍中 并没有见到金蝉子 雷骏 铁魔等人 天地间 其他的那些各宗高层 自然也是察觉到这种情况 当即 面色忍不住的有些动容起来 对视一眼 眼中 难眼震动 如此来看 那李清禅所说 竟然是真的 这次的玄源洞天 苍玄宗 竟然斗赢了圣公 海面上空 各方势力的高层 皆是带着一些震动的 望着那些自空间通道而出的圣公弟子 从金蝉子等圣子的缺席中 他们就能够知晓 先前李清禅所说 必然是句句属实 此次的玄源洞天之争 苍玄宗竟然扭转了多年内 不敌圣公的局面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诸多高层心中有着惊异生气 因为从双方的整体实力来看 显然是圣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而在圣州大陆圣子榜前五 圣公就独占三席 江太神更是稳坐第一的宝座 而反观苍玄宗 唯有着楚清一人 双方不论是从圣子的实力 还是数量来看 都是有着差距 所以苍玄宗 怎么能够让圣公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的 秦陵面色也是一片阴沉 他看向江太神 声音中有着掩饰不住的震怒 江太神 怎么回事 金蝉子真是被苍玄宗所斩杀 江太神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秦陵咬着牙 是被楚清斩杀的 在他看来 苍玄宗内唯一能够对金蝉子产生威胁的 应该就是楚清了 至于孔盛 李清蝉都是要若金蝉子一线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是将其排除 而至于其他人 他更是想都没有想 江太神抿了抿嘴 然后摇头道 是被苍玄宗首席周元所杀 雷俊铁摩二人 也是被他所杀 此话一出 顿时在这天地间引起哗然之声 那些偷偷关注于此的各方势力高层 皆是面露惊涩 忍不住地发出窃窃私语 金蝉子一众圣子 竟然被苍玄宗的一位首席斩杀 这也太滑稽了吧 诸多人面喊一色 如果金蝉子是输给孔盛 李清蝉这些圣子 他们还没这么大的反应 可输给了苍玄宗一位首席弟子 那可就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了 那周元是谁 竟然有这般本事 一些目光也是不断地在 苍玄宗弟子那边扫视 莲一峰珠美丽的脸颊上 同样是有着浓浓的惊恶之色 显然这个答案 同样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周元斩杀了金蝉子 莲一峰珠美目闪烁 以往周元在他的眼中 只是最新一代弟子中 冒出来的翘楚而已 可在他看来周元跟诸多圣子相比 还是欠缺一些火候 或许再等一两年时间 他有可能取代楚清的位置 但并非是现在 然而眼下这种结果 却是打破了他的认知 莲一峰珠眸光看向了 立于苍玄宗弟子前方的那道年轻身影 此时的后者面容平静 仿佛并非是引起这一切波澜的主角一般 太出境八重天了吗 元气底蕴也是极为的雄厚 莲一峰珠有些感叹 这个少年的成长速度 连他都是感到心惊 与此同时 那秦陵听到江太神的回答时 面色也是难看到了极致 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 一众圣子死于苍玄宗 一位首席之首 此事传出去 简直要把圣公的脸 都给丢光了 周元 不过旋即 秦陵眉头忽然微皱 这个名字他似乎是听过 对了 是从公主那儿听来的 似乎公主还给江太神他们下过令 要让他们在玄园洞天中 将那周元抓来 但眼下来看 江太神他们显然是未能完成 原本对于此事 秦陵并没有任何的赏心 毕竟以他这般层次 一个苍玄宗的小小首席弟子 简直有如蝼蚁一般 可眼下 这个名字反而是让得他有些记忆深刻了 他目光微闪 冷冷地看了江太神等人一眼 没用的东西 回宫后自去领罚吧 而后他不再理会他们 而是将冷冽的目光 投向了连衣封住 以苍玄宗真是好大的本事 竟敢杀我圣公三位圣子 今日你苍玄宗不给一个交代 我圣公可不会善罢甘休 此言说出时 有着恐怖的元气压迫 铺天盖地的自其体内爆发而出 在其四周空间仿佛都是不堪重负 开始崩裂出道道的裂痕 面对着那等压迫 楚清 李清禅等人皆是面色巨变 在那种威压下 他们竟是动弹不得 似乎只要此时秦陵一个一年 就可将他们尽数地抹杀 双方间的差距 在此时显露无影 周元同样是感受到了 那种无边的威压 那种威压让得他喘不过气 不过他还是艰难地身形微测 将夭夭挡在身后 秦陵 你敢 不过好在的是 那秦陵的元气威压 刚刚笼罩而来 一旁的连衣封主便是立即察觉 当即柳梅倒树 翘脸寒煞 滔天的元气呼啸而出 连衣封主玉手一握 恐怖的元气 在其掌心间疯狂地凝聚 压缩 树袭之后 一枚金银剔透的花瓣凝联而出 在花瓣之上 仿佛是有着天然成型的纹路 漂亮到了极致 同时也危险到了极致 因为靠近他的周元等人 都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花瓣之中凝联 压缩了何等恐怖的元气 那种元气 稍稍泄露丝毫 就能够将它们生生地化为虚无 元英镜强扯 太强大了 叮 连衣封竹玉枝一弹 那一片金银花瓣便是化为流光 暴射而出 花瓣过处 空间直接是呈现崩塌般的迹象 无数空间碎片掉落 果夹在那花瓣周围 一枚花瓣足以毁灭 百里山岳 花瓣流光在秦灵眼中急速地放大 它一声冷哼 脚掌一动 脚下那座元气所化的大山便是暴施而去 与那金银花瓣碰撞在一起 所以说两者的体积天差地别 可当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却是有着无法形容的元气风暴横扫开来 下方的海面直接是在此时被撕裂出看不进尽头的深深沟河 四周的空间更是呈现直离破碎般的迹象 那海水之中更是不知道多少倒霉的元兽 在此时被生生战死 与这等元英镜强者的交手动静相比 周元他们那种显然是太笑而刻了 如果不是眼下交手的两人皆是有所顾虑 恐怕早就将这片海域掀得天翻地覆 余波渐散 秦陵与连一封主目光对碰在一起 皆是闪烁着寒光 秦陵 你真是当我苍玄宗好欺负不成 连一封主冷声道 秦陵面无表情 连一封主 你苍玄宗可不是以往了 今日你们不将那心狠手辣的小子交出来 你们就别想走 今日他们圣公可谓是丢大了脸 所以秦陵也不在乎了 反正这周元必然得抓回去 连一封主 我劝你好好想想 是不是要为了一个小小的首席 让我二宗彻底撕破脸皮 那对你们苍玄宗可没有半点好处 言语之间已满是威胁之意 后方的周元面色也是微变 还不带他说什么 一只略显冰凉的娇嫩玉手 忽然从后方身来 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掌 他偏过头 只见得夭夭翘脸平静地望着他 用仅有两人听见的声音轻声道 放心 没人带得走你 周元没有说话 伸起了一口气 手掌忍不住地紧握 果然还是太弱了 如果他足够强的话 直接一巴掌拍死这秦陵 圣公又敢说什么 连衣丰主一对眉目 幽冷地盯着秦陵 他没有再说话 只是在其光洁眉心间 隐隐间 似是有这一道光纹浮现出来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是惊骇地见到 似乎是有这一道无形的玉场 在此时缓缓地 自连衣丰主体内蔓延开来 那玉场过处 其中的一切 包括生命 似乎都沦为了 玉主之掌控 法玉 有着一些宗派的高层 骇然时声 连衣丰主长发飘扬 一对眉目 带着无尽的冰寒 锁定面色微变的秦陵 声音中带着决然之色 想要在我眼皮底下 将人抓走 秦陵 你圣公想站的话 那就站吧 第六百五十九章 违法玉境 尤如无形般的场域 以连衣丰主为中心席卷而开 其所过处 各方势力高层皆是纷纷色变 面露骇然之意 寻常弟子不知小奇厉害 他们如何不知 因为连衣丰主此时所施展的 赫然是唯有踏入法玉境的强者 方才能够掌控的法玉 法玉笼罩之处 法玉之主便是此间主宰于神灵 落入法玉的人 不仅自身元气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实诚实力发挥不出一半 而且此时天地元气被断绝 根本无法补充 大部分的元素施展出来 都将会如同在海底点燃火苗一般 出吃一声直接烟灭 而即便强行施展成功的元素 威力也会大大折扣 法玉强者想要斩杀元英镜强者 并不算多难 所有的强者都知晓得共理 法玉唯有法玉方才能够抗衡 但法玉强者就算是在六大巨宗内 都是极其的罕见 而苍玄宗内确定为法玉强者的人 似乎也就青阳掌教一人而已 难道这连衣丰主 也是踏入了法玉境 那秦玲在初见那法玉笼罩时 眼瞳也是猛的一锁 不过带得法玉涌来 他虽然感觉到身躯猛的一尘 但想象中那种被法玉压制的 元气难以催动的情况 却并未出现 他心头一转便是立即明了 当即袖袍一挥 在其身体表面有着无尽光泽流转 令得他的身躯晶莹剔透 无尘无构 庞博浩瀚的元气呼啸而出 直接将圣公的诸多弟子卷起 然后他奋力一阵 便是冲天而起 迅速地脱离了法玉笼罩范围 哼 连衣封主 你这种违法玉吓唬谁呢 脱离了法玉笼罩 秦玲面色微寒 先前他真是以为连衣封主 踏入了法玉境 若是那样的话 那他今日还真要危险了 但先前那法玉的压制程度 显然只是一个模子 并没有具备真正法玉的威能 这令得他有些恼羞成怒 感觉是被连衣封主戏耍了 此时其他宗派的高层 也是恍然过来 皆是抹了一把冷汗 如果连衣封主 真的踏入了法玉境 那苍玄宗的实力 可就要暴涨了 不过 连衣封主能够开辟出 这种违法玉 那也说明 他早已踏足圆影境巅峰 开始尝试领悟法玉 这般能力 放在苍玄宗内诸多圆影境中 恐怕也是能够名列前茅 而在那后方 周元等苍玄宗的底子 也是有些震撼地望着这一幕 此时的他们 皆是身处于法玉之处 自然是能够感觉到一种 无处不在的束缚 与压制之力 他们体内的元气 甚至都是停止了运转 如果不是连衣封主 对他们没有杀意的话 恐怕此时 只要需要心念一动 他们体内的元气 就会轻刻间暴动 直接反射爆炸 这就是法玉吗 周元舔了舔嘴唇 眼中满是骇然 那种掌控般的力量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在这法玉之内 连衣封主能够掌控一切 包括任何闯入者的生死 封主这不算是真法玉 顶多只能对天阳镜以下的人 取到绝对的压制 而元音镜的强者 能够轻易地挣脱逃离 一旁的李清禅悄悄地说 不过就算是违法玉 也很厉害了 封主身处其中 自身实力 能够得到极大的加持 元音镜的强者 虽然能够挣脱法玉 但也不敢在其中 和封主相斗 不然此消彼长下 有可能被真正的斩杀 周元微微点头 怪不得那秦灵 一见到法玉张开 便是如兔子般逃了出去 原来也是会受到压制 在那无数道敬畏的目光中 连衣封主扬起俏脸 美目冰寒地注视着秦灵 计讽道 你不是要抓我苍玄宗弟子吗 怎么跑了 秦灵面旁微抽 连衣封主 不要以为仗着有一道违法玉 本座就会怕了你 真要逗起来 你这破法玉 怕是支撑不了多久 那你下来试试 秦灵眼神一沉 他本来并不拒连衣封主 可却没想到 后者竟然摸索着开辟出了一道违法玉 如此一来 单独对上 他还真是落入一些下风 连衣封主 你苍玄宗真要为了一个小小首席 与我圣公交恶 说的我苍玄宗与你圣公 还没有交恶一样 秦灵 你不要白费口舌了 在我眼中 我苍玄宗的一个首席弟子 都比你这圣公的一殿之主更重要 你如果能代表圣公与我苍玄宗开战 那我就代表苍玄宗接下来 只要我苍玄宗还活着一个人 就与你圣公 道得不死不休 话到最后 连衣封主那美丽的脸颊上 有着浓浓的胸光浮现出来 狠得让人心惊 其他宗派的高层 皆是被连衣封主这种果决狠辣吓了一跳 这女人简直是个疯子 一言不合就直接动手 眼下还要战死至最后一个人 秦陵眼角抽搐了一下 她当然无法代表圣公与苍玄宗死战 因为那样的话 最后很有可能是便宜了其他巨宗 他们圣公可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 她先前抱起 无非是因为此次圣公损失太大 丢失了不少的颜面 所以她才想要借题发挥 试试能否震慑住连衣封主 将颜面找回 但她没想到的是 连衣封主虽然是女人 但凶狠起来 简直比男人还很无数倍 她凶 偏偏连衣封主更凶 开口就是不死不休 所以这一时间 她倒是被逼得有些进退两难了 秦陵殿主 玄缘动天之内 死伤乃是极为正常之事 各家也有着规矩 在其内全凭本事说话 生死各有天命 如今你圣公损失了一些弟子 就想要以示压人 未免是显得气量太小了一些 而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一道淡笑声呼的响起 诸多目光看去 那说话之人一头银发 正是问剑宗的银箫谷主 秦陵看了银箫谷主一眼 眉头皱了皱 眼下对付这连衣封主 就已经够麻烦了 没想到这银箫谷主 也掺回了进来 要知道 问剑宗可是素来中立 不过事情到了这般局面 秦陵也知晓多说无意 今日他们圣公这丢掉的颜面 怕是捡不回来了 哼 联衣封主 此事我圣公 可不会善罢甘休的 秦陵目光闪烁一阵 最终一声冷哼 袖袍一挥 磅礴元气 卷起诸多圣公弟子 便是直接顿空离去 不过在离去时 他还是撂下了一句狠话 只是这般虎头蛇尾 难免是显得有些 灰溜溜般的姿态 联衣封主 瞧得那秦陵离去 这才冷哼一声 心念一动 法御收回 他的目光 看了银箫谷主一眼 然后便是收了回来 他转过身 看向周园 小家伙 你那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 是在看不起我 是在看不起我苍玄宗吗 周园有些尴尬 这只是他本能反应好不好 毕竟如果从大局来看 两大聚中间对碰所造成的代价 必然远远不是他这么一个 小小的首席弟子 可弥补的 少胡思乱想 你进入玄园洞天 那是代表着我们苍玄宗 你在显地与人生死搏杀 为我苍玄宗扬名 若是我苍玄宗连你都护不住 岂不是含了所有弟子的心 今天不要说只是一个秦灵 就算是那圣公公主在此要人 她敢伸手 我就敢砍她 大不了 就如同我先前所说 直接开战 我苍玄宗就算是覆灭 也要拉上她圣公陪葬 瞧得这平日里在诸多弟子面前 优雅雍容的连衣风竹 此时强硬的模样 周园挠了挠头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内心深处 则是有着一些暖意流淌 这两年在苍玄宗 她对于这里也是有着感情 而眼下连衣风竹的行指 也令得她对这里的认同感 更加浓厚一分 轩辕洞天既然已经结束 那你们也就先随我回宗吧 连衣风竹凤幕扫尸凯 瞥了一眼此地那些 各方宗派高层 此次苍玄宗收获不菲 如果没有她再次震慑的话 难保一些家伙 不会见财其意 对这些小辈弟子做些什么 中弟子纷纷点头 然后便是施展身影 掠上了半空中 一座巨大的法舟 带得所有弟子接上去后 连衣风竹方才对着那银销谷主 禽手微点 也不说话 他郊区一动 直接出现在了法舟之上 周园立于法舟上 目光对着几个方向投去 那是左丘青鱼 绿罗 李纯军 真须 宁战他们所在之地 以目光作为告别 此次回宗后 以我的贡献 应该还能分认一些七色助神医宝 到时候 给他们每人送上一道 周园心中想着 此次在那悬缘洞天中 摇摇欲浮 左丘青鱼 绿罗 李纯军等人 他们明知不敌圣公圣子 却依旧是出手相助 这份情 周园可是记在心中 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感觉着渐渐启动的法舟 然后抬起眼目 眺望着遥远的方向 此次回宗后 他需要将这一次的收获 好好的消化 按照他的预计 他下一次出宗时 恐怕就该回往苍茫大陆 将那一切的恩怨 尽数地解决掉了 第六百六十章 圣公乘处 随着悬缘洞天历练的结束 其最后的结果 也是在短短数天的时间之内 几乎是传遍了整个圣州大陆 成为热谈 甚至其他一些大陆上 都是有所流传 毕竟此次的悬缘洞天的参与者 几乎是囊括了苍玄天内 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能够在这种级别的较量中脱颖而出 足以说明其优秀 假以时日未必不能成为苍玄天中 鼎鼎有名的顶尖强者 只不过那流传出来的结果 引得所有人大跌眼睛 毕竟如今的苍玄天内 圣公如日中天 这些年来 无论是宗派的实力 还是年轻一辈的质量 都堪称是苍玄天 诸多势力之首 以往的玄园洞天历练中 也是圣公屡屡拔的头筹 最为的亮脸 但这一次 结果却是有所变化 那多年来被圣公压制的苍玄宗 竟然翻身 反将圣公击败 再度夺得了 玄园洞天内最大的机缘 这般结果 无疑是引来了 无数的惊叹之声 而有关于发生在 玄园洞天内的详细情况 也是渐渐地传开 于是 诸多势力都是知晓 苍玄宗此次的逆转 其中起到决定性因素者 竟然并非是哪位圣子 反而只是苍玄宗 一位名叫周元的首席弟子 而圣公允命的三位圣子 包括金蝉子在内 也是被这位首席弟子 强势斩杀 这般战绩 可谓是璀璨夺目 让得无数人 瞠目结舌 显然 谁都没想到 这一次的玄园洞天 脱颖而出的人 竟然并非是位列 圣州大陆圣子榜第一的江太神 也不是第二的楚清 反而是这个 明不见经传的苍玄宗 小小首席 不过众人也知晓 历经这般战绩后 那周元再回苍玄宗内 必然不会再是首席 圣子之位 板上顶钉 这让得各方势力 忍不住地感叹 这苍玄宗 果然不愧是曾经 苍玄天内的第一宗 虽说如今有些落寞 但底蕴依旧是超乎想象 不可小觑 圣宫 大殿之内 气氛冰冷压抑 一身白袍的圣元公主 坐于最上方 她那银色的眼瞳 不起波澜地盯着下方 在那里有着诸多圣宫弟子 沉默的鬼拜 领首的位置 便是江太神 与詹台青 显然 他们都是参加 玄园洞天的弟子 你们让我很失望 圣元公主沉默了许久 方才许许地开口 诸多弟子身体一颤 前方的江太神 与詹台青 亦是低垂着脑袋 我圣宫 自微末而起 最终将苍玄宗 踢下了苍玄天 第一宗的位置 取而代之 即便是那苍玄老祖 盖世强者 依然在我圣宫谋划之下 落得个陨落之结局 圣元公主弹幕的声音 没有任何的起伏 在宽敞雄伟的大殿内回荡 当年的苍玄宗 我圣宫都没输几分 如今我圣宫反压 他苍玄宗多年 你们却是能够在 那玄园洞天中输给他们 是因为圣宫 让你们过得太舒适了吗 所有参加 玄园洞天的弟子 各领百到圣鞭之法 大殿内 那些圣宫的弟子面色 顿时一白 所谓圣鞭 乃是圣宫的一种刑法 鞭榻神魂 每一鞭下去 都是让人痛苦万分 这百鞭下来 若是神魂稍弱者 恐怕将会直接 被打碎神魂 不可谓不严苛 江太神 湛台青 你们身为弟子之首 责任最大 便各领五百鞭马 圣园公主银色眼瞳 盯着最前方的两道身影 你们可有异议 江太神与 湛台青两人 深吸一口气 没有辩驳 点头应下 他们知晓 此番失利 责罚必然无法逃脱 若是他们显露出 丝毫的抗拒 恐怕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毁灭般的惩处 现在的圣园公主 虽然看似平静 但想必内心深处 早已震怒 圣园公主 面无表情地 瞧着他们 沉默了一下 再读她 江太神 领完成处之后 已休养一月 一月之后 将会有人挑战于你 你若是输 这圣子守卫 便拱手相让吧 江太神闻言 微微一正 挑战于她 如今的圣宫 这一代弟子中 就算是瞻台青 应该也是 不可能胜过于她的 难道 圣园公主 是打算让宫内的护法 或者长老 挑战于她吗 这应该也没有 什么意义吧 在江太神心中疑惑间 她忽然见到一道身影 自殿外而来 那道身影挺拔修长 身穿黑袍 行走间 隐约血气荡漾 尚未走近 似乎众人 便是闻到了 石山血海般的味道 令人心急 江太神望着那道身影 眼瞳微微一锁 从后者的身上 她察觉到了一种危险的波动 诸多圣公的弟子 也是精益地望着那黑袍青年 显然对其感到陌生 他是武皇 本宫所收的弟子 圣园公主 瞧出众人的疑惑 淡淡地说 诸多弟子闻言 心头顿时一振 竟然是公主 亲自收下的弟子 这可是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的事情了 要知道 就算是江太神 都没有这般殊荣 武皇见过 诸位师兄师姐了 在那诸多目光下 黑袍青年抱拳一礼 似乎显得谦虚牛里 圣园公主 看向江太神 一月之后 武皇将会向你 发出挑战 你可愿接 江太神将目光 从武皇的身上收回 公主有令 怎能不从 一月后 我等着武皇师弟的挑战 身为圣州大陆 圣子榜第一 他自然也是 有着他的骄傲 在这苍玄天年轻一辈 即便是楚清 都只能以两败俱伤 来遏制于他 其他人更是不在他的眼中 即便是那个令得 他们此次惨白的周园 如果是单独对上的话 江太神有着把握 将其斩杀 圣园公主见状 这才点点头 都退下自取领罚吧 于是诸多弟子面色惨白 眼中带着巨色 愁云惨淡地纷纷退下 很快 大殿便是变得空空荡荡 江太神此次失礼 说明他实力还有所欠缺 这个时候能够出现 更强的圣公弟子 将其击败 自然能够压制下外界那些 认为苍玄宗底蕴庞大的流言 圣园公主 似是自语般的喃喃说 玄机 他眼瞳看向下方的武皇 一个月后 你若是能够打败江太神 那么你大武便可罚周 武皇闻言 眼中顿时有着金光暴射 玄机 他深吸了一口气 弟子知道了 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太久了 好好努力吧 希望你莫要让我失望了 圣园公主说了一句 然后她的身影便是渐渐地淡化 直接是凭空消散而去 武皇对着圣园公主 消失的地方行了一礼 然后抬起头 望着遥远的远方 眼中掠过一路 一丝亲密 抽元 你以为你在那悬园洞天中 出了一点风头 就很风光了吗 那是因为你不过捡了一个 最弱的金铲子而已 如果你对上了江太神 恐怕你早已是个死人了吧 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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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圣宫沉寂许久 如今也该现身 让世人知晓我武皇之名了 而这 就从那让你不敢面对的强敌 江太神身上开始吧 想必当你听闻到消息的时候 或许这圣州大陆 圣子榜第一 应该也是我武皇的名字了 那个时候 不知道你的脸色 会是何等的精彩 真的是很期待呢 与江太神等圣公弟子 遭受惩处的境地不同 当周元 楚清等人回到沧玄宗时 整个宗门内 都是处于巨大的欢腾之中 连青阳长教都是携着几位封主 在那宗门之前 迎接奋战归来的弟子 虽说这场争斗 只是各大宗派年轻一辈见 并不可能真的改变什么格局 但沧玄宗这些年 被圣公不断地压制 非常的需要这么一场正面的胜利 来提升士气 而周元他们此次的胜利 无疑是立下了一个标杆与榜样 那就是圣公虽强 但也并非是不可战胜 后今弟子想要追赶 自然就得付出更大的努力 不敢懈怠 山门之前 无数弟子望着归来的那些身影 眼神中充满着尊崇 特别是当他们再见到 那立于诸多弟子前方的周元时 那眼中的尊崇 变得更为的浓烈了 以往周元在沧玄宗内 虽说战绩也是惊人 但那毕竟是对内 而且那时候的他 与楚清 孔圣等圣子相比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谁都没想到 他的进步会快到这种地步 历经玄园洞天之后 周元必然能够名列 苍玄宗圣子之位 而且那排名 恐怕将会仅次于楚清 毕竟 就算是孔圣与李清禅 都没有把握战胜金禅子 但周元不仅做到了 而且还将之斩杀 此等实力 已超出了寻常圣子 如果说在进入玄园洞天之前 周元还只能说是在圣元风中 有着极高的声望 那么此次之后 说周元是未来苍玄宗 年轻一代的领军者 恐怕都不会有人觉得 他资格不够了 一座山峰上 圣元风诸多弟子 皆是齐聚于此 他们望着那自法州上 掠下的诸多身影 在那些身影最前方 能够见到楚清周元的身影 周元师兄这一次 可是太给我们圣元风长脸了 有着圣元风的弟子满脸的欢喜 看以后 还有谁敢说我圣元风无用 有弟子自豪地说 颇有种扬眉吐气之感 此地还有这些其他风的弟子 如果是以往的话 他们听见这种话 无疑要嘲笑一下 但眼下他们却没有说话 这无疑是一种默认 的确 从今往后 圣元风恐怕不会再是如同 以前那样 在苍玄宗内无人关注 在诸多圣元风弟子前方 有着一名轻衣少女 少女扎着瓦美 显得青春靓丽 此时的她 也是眸子明亮地 注视着周元的身影 牧师们 如今周元师兄 可是越来越厉害了 你之前还说要追赶他 眼下来看 可是不容易呢 一旁有只弟子 冲他笑道 周围也是有只笑声传来 显然 轻衣少女在圣元风中 人气相当不敌 而少女 正是周元在前往 玄园洞天之前 才进入圣元风的 木小蛮 这几个月下来 这位新入门的少女 已是成为了圣元风中 除了周元与夭夭外 名气最大的人了 少女娇美 又是充满着活力 而且她天性好强 性格爽朗 再加上本身 天赋的确绝佳 所以才短短几月间 就已是有着 展露头角之事 那般势头 倒是很像当初的周元 听得周围众人笑声 少女微微歪头 认真地说 有这样的目标 在圣元风 我才有追赶的动力 周元师兄能这么厉害 倒是让我觉得 加入圣元风 没有选择错误 她那名眸中 似乎永远都充斥着 昂扬的战役 宛如小狮子一般 在诸多弟子岁前方 沈泰渊副手而立 她听着后方的声音 苍老的面庞上 已是有着 欣慰的笑意浮现出来 看来真是老祖保佑 他们这圣元风 原本都快要落寞到极致了 谁能想到 却是流暗花明又一村 如今的圣元风 已是有这些长老的加入 渐渐地开始有着崛起之事 而且他们圣元风 前有周元这般蛟龙 后有穆小蛮这般后起之秀 看来未来的苍玄宗圣子之位 他们圣元风也要不甘落后了 而这一切都是从周元加入圣元风 来到他这一脉开始的 沈泰渊望着远处周元的那道身影 也是有些感叹 他们圣元风能有这般地步 其实周元才是最大之功 而他只是跟着沾光罢了 不过玄机 沈泰渊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沾沾自喜 因为谁让得他这老家伙眼光独到 当初舔着老脸 硬是将周元拉来了他这一脉 而如今 这松门内不知道多少长老 把他羡慕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在经过那盛大的迎接仪式后 周元等一众归来的弟子 又拜见了青阳长教以及其他丰主 等那诸多事情完毕都已是夕阳邪落 带着周元走出大殿时 整个人都感觉都虚脱了一半 那座玉璧内所得到的所有助神医保 他都交了出来 毕竟能够得到玉璧 那是所有圣子的集合之力 他不可能一人独占 不过这些交出来的助神医保 在长教了解情况后 按照各自贡献进行分配 所以他也不担心少了他那一份 当然 有关天珠之事 他自然是隐瞒了下来 此时关系到苍璇圣意那等质保 他不可能泄露半分的 走出大殿 他的目光便是一顿 只见得在那云雾弥漫的崖边 摇摇抱着吞吞 悄然而立 夕阳落江下来 在他的身上披上一层红霞 令得本就清冷的他 此时宛如嫡仙一般 来来往往的诸多男性弟子 目光都是忍不住 若有若无的投射而去 不过瑶瑶在苍璇宗的名声 比起周元指高不低 所以完全没有人敢上前打扰 你还没回去吗 周元上前笑着问 瑶瑶对于这些迎接 可没半点的兴趣 所以一开始就全程没参与 周元之前还以为 他先独自回洞府了 瑶瑶清澈空灵般的 眸子投向周元 他望着后者脸庞上的一些疲惫 眸光变得柔和了一些 然后红唇为奇 会等你一起 周元一正 他看着瑶瑶那绝美无瑕的 如玉脸颊 这一瞬间 他的内心仿佛是被他那轻柔的嗓音撞击了一下 有种莫名的感觉流淌开来 好 我们回家 周元脸庞上的疲惫在此时散去 露出笑容 回家吗 夭夭也是一正 旋即琢磨着这个词 红唇掀起了浅浅的互动 不知不觉间 对于那个居住了两年的小小洞府 原来他也是有这一点眷念 当然 他心中更清楚地明白 他对那里会有一点眷念 并非是因为洞府 而是因为 在那个洞府中 还住着另外的人 他所在意的不是洞府 而是人 摇摇玉手揉了揉怀中 打着瞌睡的吞吞 然后琴手微点 笑颜清晨 美艳胜过天边晚霞 嗯 回家 第662章 第二圣子 当周元回到苍玄宗的第三天 便是有着长教之令发出 即日起 圣元峰首席弟子周元 等圣子之位位列第二 这道消息一出 不出意外的 就在苍玄宗内 引起了一片沸腾 诸多弟子为之惊叹 这种一登上圣子榜 便是直接空降第二的情况 在以往的苍玄宗 极少出现 不过想想周元那惊人的战绩 诸多弟子也就释然 能够斩杀金蝉子那等强敌 足以说明如今周元的实力 就算是孔盛 李清禅二人 都是要弱气一些 他现在的实力 配得上这般为止 所以 就算是那以往和周元 有些不对路的剑来风 都是没有传出什么反对之声 即便是孔盛本人 在听闻后 也是保持沉默 然后选择了闭关 显然 面对着突飞猛进的周元 孔盛 也是感觉到了极大的压力 以往的他 只是将楚清当作对手 可在悬缘洞天中 当他见到楚清与江太神的交手时 他知道 以往他屡屡挑战楚清 后者都并不应战 恐怕是楚清知晓两者间的差距 故意不与其交手 如今想想 他的那种屡屡挑战 却是显得有些不自量力了 他太低估了楚清的进步速度 还一直以之前的眼光来评估 而眼下 他不仅被楚清拉得更远了 而且还被周元这种后期之秀所超越 这让得他知道 如果他再不奋力修炼 恐怕未来 他连这第三圣子的名次 都难以保住了 洞府 周元望着面前的传信卷肘 忍不住的有些感慨 两年前 他在进入苍玄宗时 看见了那圣子碑 当时他便是将真记在了心里 并且将其视为目标 不断地追赶 那时候的苍玄宗十大圣子 在他的眼前 颇有些高不可攀的味道 然而两年后 他不仅名列 苍玄宗圣子之位 而且 还高居第二 灯玄宗圣子并非就是他真正的目标 因为圣子可灭不了那大武 杀不了武王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静止来到洞府身处 盘坐于那有着精纯元气喷勃之处 双目微闭 观想气腹之内 气腹之中 元气星辰闪烁 在那中央的位置 宛如液体般的天珠圣文 缓缓地流动着 显得极为的神秘 有着古老的气息 自天珠圣文中生疼而起 气腹内的元气星辰与之接触 似乎是得到了某种淬炼一般 变得愈发的明亮 这天珠圣文存放于玄园洞天内那么多年 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其中的天地元气 虽说有许多被用以凝练的祝神异宝 但那流存下来的依旧是颇为的庞大 而眼下 这些精纯无比的天地元气 便是周元所垂涎的 伴随着周元的心念一动 气腹之内的盘踞的天珠圣文 便是在此时微微震动起来 下一刻 只见的滚滚雾气 自其中抱涌而出 那些雾气 赫然是天地元气所化 天珠圣文不断地喷勃着浓郁的元气 很快地雾气开始变得湿润 宛如有着液体化的迹象 这是天地元气极其精纯的表现 周元心中火热 无形的神魂之力在此时催动 顿时将那气腹之中弥漫的雾气搅动起来 最后一缕缕的雾气升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凝聚 凝联 约摸片刻后 那里的雾气渐散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颗璀璨的元气星辰 如此短暂的时间中 一颗元气星辰便是成型 这种修炼速度 就算是周元的定力 都是心头狂跳 而且它能够感觉得出来 那心凝联的元气星辰 精纯无比 并没有任何斑驳之项 乃是上上之品 显然 天珠圣文之中所蕴含的天地元气 精纯程度还要胜过周元的预料 真不知道这天珠圣文中蕴含的天地元气 尽数地吸收炼化 我的元气底蕴 将会达到何重程度 江太神的元气底蕴 达到了十万左右 带得我也是达到九重天使 应当能超了它吧 心中闪烁着诸多的念头 令得周元心头滚烫 虽说在玄园洞天中 他斩杀了金蝉子 但在元气底蕴上 他显然还是有些吃亏的 但如果此次能够做出突破 周元相信 他将会真正地赶超江太神 楚清他们 很快 周元便是抛出杂念 开始凝定心神 有条不紊地将那些自天珠圣文中 源源不断喷波而出的浓烈雾气 尽数地吸收 炼化 东腹深处 周元静静盘坐 在其周围的天地元气 也并没有任何的波动 令得此时的他看上去 犹如是在酣睡 并非是在修炼一般 不过唯有他自己方才清楚 此次的修炼 元气并非是从外界而来 而是从其体内的天珠圣文中出现 此时他看似外表安静 可在那气腹之中 却是在发生着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一颗又一颗的元气星辰 在那雾气升腾间 不断地凝裂 成形 周元的元气底蕴 也是在以一种足以让人感到震惊的速度 开始疯狂地暴涨起来 时间在周元的闭关中悄然地流逝 玄元洞天所带来的沸腾 则是渐渐地有所平息 不过任谁都能感受得出来 苍玄宗内的气氛 似乎是有些变化了 原本经历大圣 似乎应该好好休息 可那各大圣子却是纷纷选择闭关 显然 面对着周元这位后进弟子 这些老圣子们 也是如同孔圣一般 感觉到压力 哪里还敢懈怠 而有了圣子领头 其他弟子也是效仿 一时间 苍玄宗内修炼风气极盛 当苍玄宗内一片祥和之景时 在那极为遥远的苍茫大路上 大五王朝的王宫中 有着一道吉令传出 传遍整个王朝 然后 这沉寂许久的王朝 便是传出了一些动荡 兵戈之气 似乎是在酝酿 大五这头猛虎 将那胡视眈眈的目光 投向了东方 那里 盘踞着曾经被他们取而代之 并且驱赶出繁华地狱的 大周王朝 第六百六十三章 大周等你 大周王朝 王宫大殿 大殿之中 周晴坐于龙座之上 在那下方 是诸多大周的文臣武将 而此时 整个大殿 都是弥漫着一种紧张之事 紧张气氛的源头 是先前的一道急报 据探子回报 大五王朝之内 近来动静极大 诸多军队 在开始自各地 往大周边境汇聚而来 兵戈之气散发 这两年时间 大五王朝放弃了 之前对其他方向的扩张 反而加紧了 对大周的紧盯 边境之处 实有摩擦 这让得所有人都知晓 大五王朝 有着对大周动兵之心 而经过两年的准备 大五王朝 似乎是要有所动作了 大殿内 包括周情在内 所有人都是面色凝重 虽说大周 这几年实力有所提升 但相对于大五王朝 他们无疑是处于劣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五王 乃是神服劲的强者 在战场上 一名神服劲强者 所能取到的效果 无疑是决定性的 如今的周情 实力有所恢复 但也只是处于 太初境八重天 与五王之间 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周情心中沉重 面上却是不鲜 他看向下方 在那将领们的领头处 正是大将军 魏苍兰 这两年时间 魏苍兰的实力 也提升到了 太初境七重天 大将军 既然大五有进犯之心 我大周不可不放 周情沉声道 魏苍兰面色凝重的 抱拳领命 属下立即赶赴边疆 严阵以待 只是他的眼中 也是略过一些忧虑 毕竟大五太过的强大 即便他们大周 这些年实力暴涨 恐怕也不见得 就能将其胜过 他转头 与身后那名 郊区修长的女孩 对视一眼 那拥有着修长 笔直玉腿的女子 正是他的女儿 魏清清 他也是察觉到了 魏苍兰眼中的忧虑 心中只能轻轻一叹 王上 这大五强势 硬碰的话 对我们可没太大的好处啊 而此时 有这一道声音响起 魏苍兰看去 说话这一身黑袍 正是黑独王 此时的黑独王 也是面色有些发苦 他当初被周园擒货 立下了神魂之约 不得不受制于人 不过这两年间 他在大周 也是过得舒坦 但如今 大五突然有着进犯之心 这如果硬碰起来 恐怕好日子 就要到头了 毕竟黑独王 很清楚大五的力量 光是那神府境的五王 就难以抵挡 足以左右占局 周情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那你的意思 是想要我大周投降 黑独王尴尬地一笑 他如何不知晓周情 与五王间的仇恨 那是不可能调解的 于是 他只能心头愁苦地叹息一声 黑独王虽然没再说话 但他那种没信心的表现 也是影响了不少人 当即 大殿内更为的沉闷 周情 见到这一幕 心中有着一种 无力感升起 这些年 他在尽可能地 增强大周的实力 在那黑渊中 挖掘而出的一些傀儡 也成为了他们 大周抗衡大五最后的底牌 但真凭借这些 就能够阻挡神附近的五王吗 报 而就在这般气氛沉闷前 忽然有着急报再度传来 一名贾师迅速地冲进大殿 单膝跪地 面色潮红 禀告王上 先前英格收到来自 盛州大陆的情报 盛州大陆 周情一愣 盛州大陆他自然是知晓 与苍茫大陆 这种偏僻之地不同 那可是整个苍玄天的中心 不过苍茫大陆 与盛州大陆 相隔极为的遥远 以前周情 也根本没有心思 理会那里的情报 但自从周园离开大周 进入了苍玄宗后 他便是费尽心力 令得情报部门 花费不小的代价 偶尔地搜集 盛州大陆的消息 想到此处 周情心头呼的一动 莫非是 元儿有什么消息了吗 他心中涌起一阵激动 周园前往 苍玄宗已是两年时间 这两年内 他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 也不知晓这孩子 如今究竟怎么样了 听闻那苍玄宗内 天才如云 元儿在那儿 是否过得还好 说 王上 我们刚刚收到 与殿下有关的消息 贾尸迅速地说 此言一出 大殿内诛人的目光 顿时惊讶地投射而来 魏苍蓝 魏清清 率先看向那贾尸 然后对视野 有些惊奇 这位殿下 据说是前往了 苍玄宗修炼 但这两年一点消息也没有 没想到 如今终于有了回应 周园殿下 当初也是天宗之才 不过那苍玄宗乃是巨宗 汇聚着诸多大陆上的天才 周园殿下在其中 不知道如今如何 是否还是如当初 在苍茫大陆上 是那般出彩 魏苍蓝心中想着 但玄疾 他便是微微摇头 苍茫大陆太小了 在这里能够脱颖而出 却不代表着能够在 苍玄宗内等巨宗内 依旧优秀 黑毒王听到殿下二字 也是面色有些复杂 如果不是后者的话 恐怕如今 他还在黑渊中逍遥自在 这家伙两年没什么阴心 恐怕 也是在那苍玄宗内 混得不怎么样吧 黑毒王被周园 以神魂控制 虽然平日里不敢表露 但显然心中 还是有这一丝怨气的 禀王上 消息说 此前圣州大陆上 有一玄渊洞天 整个苍玄天 无数天骄 都是参与其中 包括苍玄宗 圣公等巨宗 而此次的玄渊洞天内 周园殿下强势杀出 斩杀圣公两位圣子 震撼圣州 事后归宗 殿下也是禁为 苍玄宗圣子 排名第二 那名家是面色激动 迅速地说出 当他话音落下时 整个大殿都是安静下来 连周情都是保持不了稳重 忍不住地张了张嘴巴 虽说苍茫大陆极为的偏僻 但他们还是知晓的 据说在圣州大陆 那些强大的宗派中 唯有着最为精锐杰出的弟子 方才能够被称为圣子 每一位圣子的实力 都是达到了太初境九重天 而且那些圣子的元气底蕴 可不是他们这些太初境可比的 而如今 这消息竟说 周元于那玄园洞天中 斩杀了三位太初境九重天的圣子 并且如今还成为了 苍玄宗排名第二的圣子 魏苍兰一脸的震惊 他看向魏清清 此时的后者也是红唇微章 美眸瞪得滚圆 当初那个少年殿下 如今竟然成为了 苍玄宗圣子 那岂不是说 他如今的实力 已是能够媲美太初境九重天 而当初周元离开大洲时 似乎还只是天官境而已吧 黑独王也是目瞪口呆 半晌后 方才忍不住地吞了吞口水 大殿内 诸多臣子震撼了半赏 终于是回过神来 纷纷上前祝贺 周晴起身大笑 原本呢 因为大物而带来的沉重 在此时一扫而散 他面露红光 我周家圣龙 果然不会逊色于任何天骄 大将军 你领命去吧 我大洲 就算是清净一切 都会与大物周旋到底 魏苍蓝再度重重抱拳 然后与魏清清转身而去 不过离去时 他们的步伐 都是变得稳健了许多 显然士气大涨 他们都知道周晴的意思 那就是以大洲之力 尽可能地拖住大物 因为周园还需要时间 现在的他 应该距离抗衡神府境 已经不是很远了 只要他们能够 为他争取一些时间 未来大洲与大物之间 究竟谁赢谁输 还尤为可治 如果说之前的他们 在大洲与大物的交锋中 看不见什么希望的话 那么周园消息的传来 则是令得他们 看见了一丝曙光 周晴望着魏苍蓝离去的身影 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仰起头 摇望着远方 手掌紧握起来 圆儿 你安心在藏玄宗修炼吧 父王会倾尽一切 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 父王等着你 修炼有成 归来的那一天 整个大洲 都在等着那一天 第六百六十四章 第一易主 玄园洞天所带来的热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地在圣州大陆上 有所平息 这里毕竟是整个 苍玄天的焦点所在 每日都是有着无数的精彩 所以 即便是玄园洞天这等争斗 也无法将热议维持得太久 不过 就在玄园洞天热议刚降时 又是一则消息传出 在圣州大陆上 掀起巨大的震荡 圣州大陆圣子榜排名第一的江太神 于今日败于圣公弟子武皇之首 圣子榜第一 从此易主 这道消息一传出 顿时引爆了圣州大陆 各方势力纷纷关注 江太神之强 是这些年 他实大实地拼杀出来 苍玄天内的诸多天骄 对其也是分外的忌惮 视为强力 然而这些年来 也唯有楚清方 才能够对他造成威胁 其余圣子 坚是有着不小的距离 而此次的玄源洞天中 圣公虽然失利 但江太神的实力 依然有目共睹 若不是楚清 以两败巨伤为阻拦 苍玄宗想要取得优势 恐怕没那么容易 所以 即便此次圣公 在苍玄宗手中吃亏 但江太神 圣子榜第一的排名 依旧稳如泰山 毫无波动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传出江太神 被打败的消息 这是何等的突兀 与震撼 那武皇又是谁 怎么会有着这般实力 竟然能够打败江太神 无数的疑问生起来 不过很快的 这些疑问 便是被圣公主动 爆出的信息解释清楚 武皇 圣元公主亲自所收的弟子 来自苍茫大陆 多年来 与圣公中前修 未曾陆于人前 如今 一致太出境 九重田巅峰 甚至 圣公还将武皇 与江太神的那场交手 都是映照入流影石中 扩散而出 显示这场战斗 是堂堂正正 并没有任何的作假 各方的疑惑 这才打消 进而便是引来了 无数的惊叹之声 这圣公 不愧是如今 苍玄天内最强巨宗啊 这般抵御 让人难以触及 江太神 稳坐圣子榜 第一这么多年 诸多宗派天骄 都是无法将其害动 没想到如今 却是被圣公中的 更强者跳落 江太神已是很强了 那能够圣他的武皇 又该强到何种程度啊 看来之前的玄渊洞天 圣公还留有余地啊 否则若是这武皇 也参与的话 怎么可能会让得 苍玄宗拔得头筹 哎 圣公之侠 就算是苍玄宗 也是难以赶超啊 诸多的声音 在圣州大陆 各方势力间响起 面对着圣公 这位更强的武皇 诸多天骄 都是黯然失色 对那圣子榜 第一的位置 根本连垂涎的勇气 都没有 圣公的这种 霸榜般的行为 无疑是大大的彰显了 他们圣公 如今的实力与地位 引得各方敬畏 圣子榜第一 一主的消息 也是在第一时间 传进了苍玄宗 无数弟子 一时间为之一径 感到难以置信 江太神 曾经是压在苍玄宗 所有弟子头顶上的 一座大山 然而如今 这座他们苍玄宗弟子 前赴后继 想要超越的人 没有败在他们 苍玄宗的手中 反而是败在了 圣公弟子之手 他们连江太神 都没有打败 如今又出现了 比江太神 更强的武皇 这真的能够将他 追赶超越吗 苍玄宗的弟子 都是沉默了下来 他们感到极为的不甘 但最终化为颓然 圣公的弟子 就真的那么强吗 如果这武皇之前 也参加了 玄园洞天 那他们苍玄宗 还能取胜吗 这一刻 诸多弟子 因为玄园洞天 而起的信心 有些动摇了 在众弟子沉默间 清阳长教 已是召集各封主 其他各封圣子 除了依旧还在 闭关的周园外 皆是被招致 圣公挑在这个时候 忽然出了一个武皇 打败了江太神 看来是为了消除之前 玄园洞天之败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时殿内 清阳长教缓缓地倒 此事 对于我苍玄宗 弟子人心影响不小 不可小觑 见来封 邻君封主周眉 这是圣公的诛心手段 当真可恶 雪莲封的连衣封主 也是柳眉道书 他们自己闷在宗内捣过 神人知晓 又没做什么手脚 传出来的刘颖石 我已看过 那武皇的实力 的确非同凡强 应该是要比江太神更强 雷玉峰的雷君封主开口 在下方 楚清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 也是面色危险凝重 他们最是知晓江太神的厉害 而如今连江太神 都败在了那个武皇手中 此人又有多强 这武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以前从未听说过 李清禅的柳眉微醋 清阳长教说 此人也是来自苍茫大陆 说起来还与周元算是老熟人了 又是来自苍茫大陆 李清禅他们面面相去 那个小小的大陆 怎么这一两年 净出一些厉害的角色 不过让得他们意外的是 这突然间一鸣惊人的武皇 竟然还和周元是熟人 当初在苍茫大陆的圣级之地 周元与武皇生死交手 最终周元斩杀武皇肉身 而其神魂却是被圣公带走 如今来看 应该是圣公公主 为他重塑了肉身 李清禅他们面露惊涩 显然是没想到 周元与那武皇间 还有这等故事 清阳长教眼目深邃 为那武皇重塑肉身 此事应该是付出不小 那圣元公主 为何会如此相助于那武皇 难道真的是看中 武皇的天赋与潜力 他暗自摇头 到了他们这般地步 他们见识了太多太多 所谓天才 一世风光 但最终能走到哪一步 谁也难以知晓 凭借着某种感应 清阳长教隐隐地感觉到 那圣元公主 似乎是在图谋什么 清阳长教细想无果 只能暂时按捺下来 而且此次在收到 圣子榜第一义主的消息外 他还有着另外的消息 那就是苍茫大陆上 那大武王朝似乎开始打算 对大洲王朝开战了 以他的地位 那种偏僻大陆上的两个小小王朝 其实根本入不得眼睛 但此次的情况略微有些不同 若是仔细细量的话 眼下那圣子榜第一的武皇 便是出自那大武王朝 而他们苍玄宗的周元 出自大洲王朝 如今武皇刚刚显身 就夺得圣子榜第一 紧接着大武队大洲宣战 这背后或许少不得那位 圣元公主的影子 这是想要在这上面 将之前玄元洞天中书的场面 找回来吗 青阳长教眼目微微闪烁 传言周元 让他暂缓闭关 有事相伤 有这弟子领命 就要出去 不过旋即 青阳长教便是一挥手 将其阻拦下来 抬头看向远处 圣元峰的方向 眼中掠过一抹惊奇之色 轻笑一声 看来是不必了 而就在他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大殿内的李清禅等人 顿时感应到 一道狂暴强悍的元气波动 在此时轰然自远处的 圣元峰中爆发而起 璀璨的元气光柱 直入云霄 浩浩荡荡荡 而在那元气光柱中 一道修长的年轻身影 冲天而起 长笑如雷 回荡于天地之间 望着那一幕 李清禅他们 结实一惊 旋即动容 这个周园 这个家伙 竟然又突破了 第六百六十五章 实力暴涨 巨大的元气光柱 自圣元峰中 冲天而起 强悍的元气波动 肆虐开来 引得苍玄宗 无数弟子 惊恶的目光 投射而来 他们望着光柱内 那道修长身影 在听的那如雷般的 长笑声 皆是面露 动容之色 是周园师兄 他这事 又突破了吗 这是踏入 太初境九重天了吗 好强的元气啊 周园师兄的元气底蕴 究竟有多强 这谁能知晓啊 不过 周园师兄八重天时 便可斩杀圣子 如今踏入九重天 实力必然再度暴涨 只是不知 和那圣公的武皇 比起来如何 这 那武皇连江泰神 都打败了 可不是善累啊 无数的窃窃私欲声 在苍玄宗传开 诸多弟子皆是面子惊喜 周园 此次的突破 那么他们 苍玄宗的顶尖弟子 又将会多出一人 只不过 对于和武皇的对比 大部分的弟子 还是抱着一些悲观的心态 显然 武皇打败江泰神 登顶圣州大陆圣子第一 对于苍玄宗的弟子信心 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在那无数道敬畏的目光中 天空上的元气光柱 持续了半上后 渐渐消散 而周园的身影 也是闲路而出 他身心一动 直接落向了意识点之前 此时的青阳长教 各位丰主 皆是出了殿 还有这楚清 李清禅等人 目光紧紧地盯着周园 而当周园落下时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 瞳孔皆是微微一锁 体内的元气 竟是不由自主地 涌动而出 护住身躯 那是他们体内的元气 感觉到了外在的危险 自然而然地流转 清楚这般情况 代表着什么的他们 面色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变化 惊疑不定地盯着周园 在他们身前 即便是楚清 当周园接近的那一瞬 眼神都是一宁 被懒得脸庞 在此时一点点地收敛 用一种少有的素人 盯着后者 此时的周园 让他感觉到极其的危险 那种危险程度 竟然是要强过以往 遇见江泰神的时候 这让得楚清 有些感到不可思议 要知道 周园即便在八重天时 也远远没有让得 他有这种感觉 可怎么眼下这次的突破 竟然会有着 如此恐怖的增长 虽说太初境中 的确是当踏入 第九重天时 元气底蕴 会出现暴涨 但那也并非是 没有节制的暴涨 可眼下 周园的这种元气底蕴 按照楚清的推测 元气星辰 很有可能都已经 超过了十万之数 在楚清他们一众圣字 经营不定时 青阳 帐教以及其他几位 丰主 在见到周园时 眼中同样是掠过 一抹细微的景色 因为楚清他们或许 只能模糊地感觉到 周园的元气底蕴 似乎变得极强 但他们却是能够 清晰地感知到 后者强到了什么程度 眼下你的境界 应该已是到了 九重天巅峰了吧 青阳长教缓缓地说 楚清 李清禅他们文言顿时已惊 他们还以为周园 只是刚刚踏入九重天而已 没想到 后者已是达到了 九重天巅峰 如此修炼速度 简直有些害人 周园坦然地点头承认了 此次借助着 天珠圣门中的元气 他的进步 可谓是超乎想象 现在的他 再前一步 甚至便可以 弃腹化神腹 真正地踏入神腹境 你这元气星辰 有多少 李清禅忍不住地问 周园笑了笑 十八万 此言一出 周围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就算是楚清 眼角都是忍不住地跳动起来 他此次回踪 实力也是有所增长 但眼下元气底蕴 也就才十一万而已 而这 还是他多年的苦修积累 可如今 周园这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元气星辰 直接从三万飙升到十八万 这是什么恐怖的速度 周园瞧得笨震撼住的楚清他们 心中却是明白 如果不是天珠圣文中那些储存的精纯元气 他想要达到这一步 恐怕至少还需要将近一年的积累 十八万元气星辰 的确非同小可了 要知道 当年我们师父突破神浮境之前 据说也只是二十五万的元气星辰 清阳长教说 其他丰主也是纷纷沿路异色地盯着周园 清阳长教所说的师父 自然就是苍玄老祖了 只不过 苍玄老祖是何等的存在 曾经横压整个苍玄天的盖世强者 苍玄天的上一任天主 整个天地间排得上号的超级强者 如今 周园竟然能够接近他们师父当年的地步 可见其能耐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元气底蕴强弱 不可能代表着未来的成就 天地间不乏一些人得到天大机缘 在太出境时 元气底蕴超乎想象的雄厚 但最终却并没有走得太远 不过不管如何 最起码也说明了周园有些非同寻常 苍玄老祖当年突破神府境前 元气底蕴竟然能达到二十五万 周园文言心中也是惊讶 周园 既然你已出关 也该将这些时候发生的大事告知于你了 清阳长教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李清禅 后者当即便是将武皇之事说出 什么 武皇出现了 还打败了江太神 多得圣子榜第一 周园听门也是忍不住的有些动容 这个武皇当初被他斩杀了肉身 逃了神魂 这些年一直没有消息 没想到隐藏得这么深 当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如今恐怕整个苍玄天都知晓了其威名 武皇此次出现 应该是那圣元公主所指示 所谓的便是消除掉圣公在玄园洞天中 失利所带来的影响 而他这般手段倒也是颇狠 对我苍玄宗弟子的信心有着极大的打击 周园闻言轻轻点头 江太神本就压了他们苍玄宗这一代弟子多年 然而如今他们苍玄宗连江太神都还没打败 而圣公又出现了比江太神更强的弟子 这会让得其他弟子怎么想 是否会觉得圣公的确比他们苍玄宗强大 他们是否不论如何努力 都是无法赶超圣公 这种消极的想法将会令得苍玄宗弟子变得颓废 长远来看 最坏的情况甚至会出现天骄断层 足以动摇苍玄宗的根基 另外还有一事 青阳长教望着皱眉的周园缓缓缓地说 此事与你有关 啊 周园疑惑看了 大五王朝对大周王朝宣战了 周园的神情凝滞了一瞬 下一刻他的眼神瞬间冷冽下来 狂暴的元气宛如火山一般 轰然自其体内爆发开 脚下的那由特殊材料所致的坚硬地板 在此时寸寸击裂 这一天 终究是来了 第666章 夺胜之战 狂暴的元气自周园体内爆发而起 可见此时其心中必然也是翻江倒海 不过元气的爆发并没有持续多久 周园的眼神便是渐渐地平静下来 元气也是开始收敛 毕竟对于这一天 他早就有着诸多的预料 两年了 那五王总算是要动手了吗 周园眼神冷冽如刀锋 这个时间点对他而言倒也不算是坏事 他原本以为这个时间会更提前的 而这两年的时间 周园从当初离开大洲时的天官静少年 已是一跃成为了盛州大陆 年轻一辈最顶尖的层次 看来他应该要回大洲了 大五强势 那五王更是神府静强者 大洲那边根本无人是他的对手 在这种王朝争锋中 一位神府静强者足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周园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来 看向青阳长教 你打算回去 青阳长教问 周园点头 长教 我来苍玄宗修炼 所谓的便是为了报我大洲之仇 这个时候 我不能不回 嗯 这是你们王朝的恩怨 我自然不会阻拦于你 不过 你也莫要急躁 大五金犯大洲 看似只是两个王朝间的争断 但如今你是我苍玄宗弟子 而那五王是圣公弟子 大五条在这个时候动手 其后 难免没有圣公那位的兽医 我与那圣公之主 并没有什么纠葛 以他的身份 看得上两个小小王朝间的恩怨 那位圣公之主 可是整个苍玄天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说句不好听的话 不论是大洲还是大五 在其眼中恐怕都是连蝼蚁都不如 大五凭借着一个神府境的五王 就可以压制大洲多年 而神府境在圣公又算什么 连一位长老的门槛都达不到 此等小事 正常来说 那位圣公之主看上一眼 恐怕都嫌浪费时间 清阳长教眼目深邃 如果你只是我苍玄宗的一位普通弟子 或许此事的确还只是小事 不过如今你声明在外 乃是我苍玄宗弟子中的翘楚之一 再加上那玄源洞天内 你让得圣公吃了大亏 圣公那位想要找回一些场子 在这上面做一些手脚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根据我们苍玄宗的情报来看 圣公那边似乎的确是有着一些异动 周园面色有些难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大巫与大洲之争 反而是变成了圣公与苍玄宗 这两个庞然大巫之间的博弈 这可就真是有些麻烦了 此时你也莫要忧心 各大宗门皆是有着规矩 门下弟子家族有任何恩怨 皆由弟子解决 宗门不可插手 眼下圣公如果坏了规矩 我苍玄宗也断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周园在那玄源洞天 是为了苍玄宗才斩杀了圣公那么多圣子 令得圣公颜面大师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苍玄宗不支持周园的话 那也太寒人心了 周园文言心中不由得有些感动 因为只有苍玄宗坚定不移地支持他 做他的后台背景 他才有可能与圣公相斗 如若不然 那无非是躺臂挡车 皮肤汉术 只是苍玄宗要选择与圣公针锋相对的话 那动静可就大了 所以 青阳掌教不开口的话 周园还真是有些忐忑 毕竟为了一个小小弟子 去与圣公那等对手交锋 显然收获与付出 不成正比 谢过掌教了 你这小家伙 心中莫要想太多 你只需记得 你是为我苍玄宗出生入死的弟子 那么我苍玄宗 就绝不会在你因此受难时 选择冷眼旁观 圣公虽强 但我苍玄宗也不是吃素的 只要那圣元公主赶坏规矩 那我苍玄宗就敢拼上所有 将她圣公拉下马来 看看最后得便宜的 又是谁家 青阳掌教声音温和 慢条丝里 显得温润如雅 然而那般语气 却又在轻描淡写之下 隐有寒意 仿若雷云之中 暗藏经者 楚清 李清禅 孔圣等圣子 皆是眼神惊奇地望着青阳掌教 显然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素来笑眯眯 显得温和的掌教这般模样 一旁的莲衣风主 则是俏脸带着笑 看着青阳掌教说 大师兄 以这般模样 我也好多年未曾瞧见了 当年你可是我们师兄妹中 脾气最为霸道的 结果当了掌教后 却是跟个老好人一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 灵君风主说 掌教师兄是一宗之主 顾虑许多 自然不能如以往那般随意 哼 你知道个什么 莲衣风主冷目扫了 灵君风主一眼 灵君风主一致 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这些年来 莲衣风主这般针对于他 他早已习惯了 青阳掌教摆了摆手 冲着周元说 你只管你大周与大雾间的争斗 其余事情不用操心 我会与那圣元公主碰上一碰 瞧瞧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若真是想要斗上一场 那我苍玄宗奉陪到底便是 不过若是那圣公并没有破坏规矩的意思 你这边 那武王对你而言恐怕是个大麻烦 圣公如果没有坏规矩 那苍玄宗自然也无法插手 那么到时候 周元就只能自己去面对那武王 虽说在青阳掌教他们眼中 一位神辅敬不算什么 可对于周元他们这般年轻人而言 神辅敬却是真正的大敌 一旦踏入神辅敬 那么修炼之路便算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底蕴暴涨 即便是最差的神辅敬 如果换作元气星辰的话 那数量都将会超过五十万之数 远非周元此时这十八万的底蕴可比 而在这种巨大的差距之下 再多的手段都是于事无补 周元轻轻点头 掌教放弃 那武王是我之敌 我自会应对 嗯 你打算何时动神 王朝争锋时间不短 如果那大武虽然开始运转兵时 但要距离最关键时刻 应当还有一些时间 而这段时间 我还想要做一些事情 什么事 周元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楚清 孔盛 李清禅等人 略有歉意 说今时间紧迫 为了提升战力 我也是迫不得已 所以说不得 要得罪一下各位师兄师姐了 楚清 李清禅他们皆是一正 再之后 周元退后一步 清朗声音宛如雷鸣 轰然间响彻于这苍玄宗内 圣元封圣子周元 再次向六封圣子 发起夺圣战 还望各位师兄师姐成全 此言一出 整个苍玄宗内 那无数弟子满脸的震撼 竟然是夺圣战 周元 这是看上六封圣子手中的 苍玄六数 第667章 最高荣誉 周元清朗的声音 不断地在整个苍玄宗 每一个角落中回荡着 而无数苍玄宗的弟子 则是满脸震撼地 望着声音传出的方向 整个宗门内 唯有着周元的声音响起 其余则是尽数寂静 这般寂静持续了好半少 然后便是有着沸腾的喧哗声 冲天而起 几乎是将整个苍玄宗掀翻了天 我的天啊 我听见了什么 周元圣子竟然要发动夺圣战了 而且还是一口气 对其他六封圣子发起 这可真是好大的魄力啊 当初就算是楚清师兄 都未能在夺圣战中 一口气战胜其他六封 何止是楚清师兄啊 放言我苍玄宗创立以来 就没有弟子做到过 是啊 多圣战太难了 各封圣子坐镇本封 自身将会得到几封天地元气加持 实力大涨 同为圣子 谁能轻易胜过 不过 如果周元圣子真的成功了 那此事可谓是我苍玄宗一场圣事 能够有幸见到 也算是大开眼界 整个苍玄宗在此时沸腾 无数弟子热议起来 神色显得有些亢奋 毕竟这般大事实在难得一遇 而在那义士殿前 楚清 李清禅 孔圣他们的面旁 也是在此时变得肃然起来 在苍玄宗 夺圣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按照规矩 只要有人挑战 那么各封圣子也不得拒绝 钟圣子对视一眼 然后点点头 既然周元圣子有这般魄力 那我等自然推辞不得 只能在各封 全力相迎 周元再度抱拳 如今他的实力 已是太出境九重天巅峰 而接下来他赶回大洲王朝 必然会历经苦战 所以他必须将自身的战斗力 提升到极致 如今他身怀的元术 除了太玄圣灵术外 其余元术都是品界有些低 就如同那画虚术 是当初在外山时 所修炼的身法之术 但如今施展而来 效果却是不再如当初那般经验 主要原因是因为 伴随着遇见的对手越来越强 对方所修炼的元术 品界已是并不低 从而也就令得画虚术 这类品界稍低的元术 效果减弱 所以周元需要品界更高的元术 而在苍玄宗 苍玄七术最为的出名 周元早就打着他们的主意 不过当初实力不够 他不可能通过夺圣战 从各封圣子间夺过来 所以他便是将这般心思 一直按捺着 直到现在 当他在踏入九重天巅峰时 真要单打独斗起来 整个苍玄宗圣子间 就算是楚清 恐怕都不会再是他的对手 现在的他 已是具备了资格 在那一旁 青阳长教望着这一幕 也没有阻拦 周元 夺圣战可不容易 对方能够占据地力 资深实力增幅 想要取胜也不简单 弟子知晓 定会全力以赴 嗯 你等此时就各自回封准备 明日周元会依此登各封挑战 楚清等人皆是应了一声 然后眼神有些复杂地看了周元一眼 转身离开 周元健壮 冲着青阳长教行了一礼 也是转身回 圣元丰准备了 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青阳长教感叹一声 我苍玄宗的弟子 也并不弱于那圣弓啊 连一风主道 真要让周元挑战六风吗 嗯 如今圣弓出了一个武皇 领得圣弓声势大涨 周元如果真的能够发起夺圣战 夺得六风之术 那也算是我苍玄宗头一遭 此事传出 也会令得我苍玄宗声势暴场 同时也能够恢复 我苍玄宗弟子的信心 他圣弓有武皇 我苍玄宗也有周元 若真能成 那倒的确是一件圣事 不过我对于他能够一穿六 却是抱着一些怀疑态度 凌军风主出声 他倒并非是在针对周元 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眼下周元虽说实力大涨 但其他圣子 特别是排名在前面的楚清 孔盛 李清禅 他们三人如果借助着地利加持 可不好对付 当初连楚清也是止步于此 成不成 明日看着便是 清阳长教温和一笑 他望着此时依旧还处于沸腾之中的宗门 说起来就连我都对此抱有一些期待呢 这般圣事 自从我成为长教后 还从未得见 其他风主也是轻轻点头 夺盛战一川六 将苍玄七数拒于一身 他们这些年同样是未曾遇见 而这千百年来 他们风中出现的天骄也不少 然而即使如此 依旧未能有人做成此事 由此可见 这夺盛战之难 明日周元究竟有何表现 一时间连他们这般心情 都是有些好奇起来 当周元再回到圣元峰后 圣元峰的弟子 几乎是陷入了疯狂的兴奋中 无数人汇聚于洞府之前 喧哗声险切将洞府都掀翻 后来还是夭夭被吵得不耐烦了 便是将吞吞丢了出去 一声咆哮 方才将那些兴奋到极致的弟子 驱散开来 不过就算散去 整个圣元峰内 都是充满着沸腾气息 毕竟此事对于他们圣元峰而言 实在是意义太过的重大 这些年来 圣元峰愈发的没落 但谁能料到峰回路转 如今不但冲开山门 而且还出了真正的圣子 如果周元明日的夺圣战 真能取胜 那么从今往后 他们圣元峰的弟子 在宗内行走时 恐怕都是要傲气几分的 这对于他们圣元峰而言 是一份独有的天大荣耀 今夜的圣元峰 注定无人能言 当然 不仅是圣元峰 其他六峰的弟子 恐怕也都是又紧张又兴奋 毕竟这般圣事实属罕见 但如果周元真的胜了 从他们的峰中取走了六树 这无疑又是令得各峰 有些颜面无光 于是在这般纠结的心态中 诸多弟子皆是无心修炼 而沸腾的一夜 便是这般悄然而过 当第二日天光刚亮时 整个苍玄宗 无数弟子都是睁着通红的眼睛 遥望着圣元峰的方向 而此时 在那圣元峰的一座洞府深处 静坐的周元 也是睁开了双目 他望着面前 翘然而立的摇摇 微微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静止起身 然后大步而出的 一袍翻动间 有着强大的自信 喷波而出 今日 苍玄宗这一代年轻弟子 将会见证他的登顶之路 两年前 初入圣元峰时 他从沈太渊那里 听到了夺圣战 当时只是将其当作故事 而故事中的那些圣子 也让得他仰望 而两年后 他成为了故事中的主角 而曾经仰望的那些圣子 也将会立于他的对面 见证着他取得这苍玄宗 无数弟子心目中 最高的荣耀 第668章 夺圣首选 时值冬月 天地间有雪花飘楼 然而这苍玄宗内 气氛却是沸腾得宛如火顶 那漫天的雪花 都是被融化开来 苍玄宗无数弟子 立于各处 放眼望去 近视人影 今日这等大事 所有的弟子 都是放下了修炼 想要亲眼观摩 那无数道目光 火热地投向于 苍玄宗的方向 在那半空中 清阳长教 以及数位风竹 还有这宗内的 诸多长老 也是齐聚 目光浮拦 整个藏玄宗 而在这无数 视线的注视下 圣元风中 忽有一道 元气云朵 生腾而起 云朵之上 有着两道 修长身影 一男一女 正日周圆 与摇摇 如今的周圆 也算是面目俊朗 但要论其外貌气质 当妖妖立于身旁的时候 那等容颜 轻可见 就将她给比了下去 若非今日之事 周圆才是主角的话 恐怕此时 那无数道目光 早就尽数地 停留到了妖妖身上去了 不论男女 而妖妖怀中抱着吞吞 玉手轻柔着 那柔软的毛发 她自然也是看见了 那视野中 无数的身影 如此阵仗 在这苍玄宗两年中 还真是第一次瞧见 元气云朵 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悬停在天空上 周圆的目光 眺望开来 在那天地间 六座飓风矗立 而当周圆的目光 看上去时 此时 那六座飓风之巅 忽有着六道 惊天般的元气光柱 通天而起 元气光柱直插云霄 搅动着风云 六道强大的元气波动 弥漫开来 那所带来的元气威压 令得不少弟子 纷纷色变 因为他们见到 那六道光柱中 有着六道身影 静静盘坐 那是六风将要迎战的圣子 苍玄风 楚清 剑来风 孔圣 雪连风 李清禅 红牙风 商春秋 雷玉风 吕精神 灵门风 夜歌 此时的六大圣子 在各风的元气增持下 自身实力 暴涨到了极强的地步 周元也是凝视着 那六道光柱中盘坐的身影 眼神为宁 啊 这各风的地力增持 还真是不小 难怪这多圣战 连楚清师兄 都未能挑战安城 所有的目光 都盯着天空上的周元 他们想要看周元这一战 究竟先选择哪一风 而在那些目光注视中 周元却是没有多少的犹豫 冲着夭夭一笑 我去了 夭夭明眸看着她 她似是歪头想了想 你若是能全胜归来 晚上我便陪你喝几杯 还有其他服务吗 夭夭先是正了一下 然后一对清澈如湖泊般的眼眸 便是开始急兵 看来这次突破 真是涨了你的胆了 怀中的吞吞 也是以一副作死的目光 看着周元 她感觉这个家伙再怎么下去 没死在别人手里 可能会先被夭夭 直接打死 察觉到那股凌冽的寒意 周元也是打了一个哆嗦 再不敢停留 下一刻 她的身影直接自高空月落而下 最后身形一转 如陨石一般 对着一座飓风之巅 狠狠地砸落而下 而诸多弟子瞧的那座飓风上的身影 皆是发出嘀嘀的惊呼声 她这第一站竟然是红牙风 这倒是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 毕竟眼下的六封圣子 明显是叶哥那边最轻松 而红牙风的坐镇圣子是商春秋 在十大圣子中排名第四 相对而言明显要困难许多 红牙风那座最高峰顶上 商春秋面色凝重地望着从天而降 最后重重落在了她前方的那道身影 然后站起身来 她的身躯上有着光泽流转 鲜血在体内奔腾 血肉间流转着庞大的力量 借助着红牙风的元气增持 此时的她实力前所未有的强 但商春秋的眼中却满是忌惮之意 因为眼前的周圆看似销树的身体中 却仿佛是隐藏着宛如红荒猛兽般的力量 没想到周圆师弟先选了我红牙风 商春秋缓缓地说 周圆冲着商春秋笑了下 如果说另外的仓玄六树中 她对哪一道元树最感兴趣的话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玄圣体 她所修炼的小玄圣体 便是脱胎于玄圣体 只不过是简化版本 所以说起肉身修炼 她与商春秋所学同出一脉 当然 后者是货真价实的玄圣体 远比她的小玄圣体更加的玄妙 若是周圆能够得到玄圣体的话 那么她能够水到渠成地将其修成 因为她自身在这上面 已经有着不低的噪音 而其他的武术 周圆即便是得到了 也还得花费时间去钻眼 感悟 可玄圣体 却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增强她的战斗力 这才是她第一个 就选择红牙风的原因 商师兄 还请指教 商春秋面色凝重 她没有任何的废话 下一刻 低沉的血气翻滚声音 自其体内传出 她脚下的坚硬轻蚀 已是在此时 军裂开来 她浑身的皮肤 玉光流转 晶莹提头 玉皮深处 骨骼中有荧光绽放 荧光中 隐约有星芒浮现 真正的玄圣体 同样有三重境界 只是名字 与小玄圣体的玉皮 银骨 筋血 略有不同 而是被称为 玄玉皮 星银骨 赤筋血 光从名字 就能够看得出来 商春秋所修炼的 玄圣体 要比周园的 小玄圣体 更加的精深 玄傲 当然 不同的不仅是名字 还有这威能 肉眼可见的气浪 宛如浪潮一般 一波波地 自商春秋体内爆发 而此时的她 面目略显猙獰 体内的力量 在疯狂地涌动 虽然那种力量 已经极为的强横 但商春秋知晓 这还不够 一道宛如野兽般的咆哮 猛然自商春秋的嘴中 响彻而起 她的身躯 都是在此时 膨胀了一圈 脚下的轻蚀 直接崩裂成了粉末 而无数汇聚于此的 目光则是看见 这一刻 商春秋的身体身处 银芒强盛到极致 竟是有着金光诞生 那金光中 还有着赤芒 宛如火中炼金 望着这一幕 那些红牙风的弟子 皆是面色狂喜 邵师兄 将玄圣体突破到 吃鸡血啊 接触着红牙风 天地元气的增持 此时的商春秋 终于是踏出了 她迟至许久的一步 脉步踏入了 玄圣体的第三重 赤金血 此时的商春秋 宛如浑身淋浴着 金血的巨人 双瞳闪烁着赤金之光 她目光锁定周园 下一刻脚掌一跺 地面崩裂 而她的身影 则是化为一道光影 携带着滔天之势 暴冲而出 周园师弟 接我一拳 商春秋 咆哮如雷 宛如战神 一拳轰出 前方的空气 直接是轰然爆炸 那地面上 更是被硬生生地 撕裂出一道 深深的沟壑 那一拳 足以震裂山岳 周园立于原地 他望着那在眼瞳中 极速放大的光影 那等狂暴之力 令得他发丝飞舞起来 不过他却并没有任何闪避 他深吸一口气 面容平静 气腹之内 十八万元气星辰涌动 最后那前左未有的 磅礴元气 在他的体内流淌开来 刹那间 那股自体内爆发的力量 连周园自身 心头都是遗颤 十八万元气星辰 竟是这般强大吗 他望着那呼啸而至的 伤春秋 也是五指紧握 一拳哄出 于是 两人的拳头 便是在那无数道 震动的目光注视下 悍然碰撞 宛如天雷地火 大爆发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横扫开来 周围的地面不断地塌陷 巨大的裂痕 闪电般地蔓延开 然后 所有的目光都是死死地 盯着那对捧中的 两道身影 那里碰撞的两道身影 似乎是凝制了一瞬 再然后 所有人都骇然失色地看见 那气势汹汹而去的 伤春秋 伸去猛地一颤 一口鲜血 直接自嘴中喷出 手臂之上 毛孔震裂 鲜血 宛如雾气般地 喷波而出 而他的身躯 也是在此时倒射了出去 双脚在地面上撕裂出 长长的痕迹 最终 直接是飞出了 封顶范围所在 重重地撞击在了 一座山壁之上 山石滚落 他的身躯 深深地镶嵌了几区 苍玄宗所有的弟子 都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下一刻 有着瓷器笔伏倒吸冷气般的声音 响了起来 谁都没想到 其实如此惊人的伤春秋 仅仅只是一招 便是被周园 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姿态 所击败 无数道惊骇欲绝的目光 望着山巅上 那保持着一拳 轰出姿态的年轻身影 眼神变幻间 有着浓浓的敬畏 在此时涌出来 现在的周园 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 第669章 视如破竹 山石不断地自山壁上滚落下来 无数道目光震撼地望着 那被深深镶嵌于其中的身影 那般摧枯拉朽般的结果 实在是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那另外五座疯癫上 其余的五位圣子 也是眼神微宁 继而眼中有着浓浓的忌惮 涌现出来 先前商春秋那般攻势 已是强横到极致 自身的状态也是近乎完美 可即便是如此 还是未能撼动周园丝毫 他们都看得出来 先前周园并没有施展任何的元术 他所凭借的完全是纯粹的元气碾压 十八万元气星辰的底蕴 简直强得可怕 在那漫天震撼间 那些圣元风的弟子 呼地爆发出震耳欲龙般的欢呼声 他们眼神近乎狂热地望着巅峰上 那道保持着一拳轰出姿势的身影 此时的周园堪称是无敌之姿 碾压同背圣姿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汇聚下 疯癫上的周园也是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收拳 体内奔腾如江河般的元气 渐渐地归于平静 他望着远处崩塌的山壁 心中也是有些感叹 以往的他总是被其他对手 以元气优势压制 而今日他终于是尝试了一次 堂堂正正以元气碾压对手的战斗 十八万元气星辰的底蕴 神浮静之下 当真是含有对手 远处崩塌的山壁中 商春秋亮腔地挣脱出来 此时的他浑身皆是鲜血 衣衫破碎 看上去异常的狼狈 他擦去嘴角的血迹 望着自身的惨壮苦笑一声 然后目光转向周园 周园师弟这元气底蕴 还真是无人能及 我输得心服口服 承让了 商春秋摇摇头 袖袍一挥 便是有着一道流光射出 周园伸手将那流光接过 目光看去 眼神便是变得炽热起来 那是一枚古玉所致的预见 在那其中便是刻露着真正的玄圣体 周园师弟似乎也修炼了一种炼体元术 虽然不知晓是从哪里来的 但应该与玄圣体同出一脉 而有了玄圣体后 你的肉身修炼也能更上一层楼 商春秋说 周园将御剑收起 再度对商春秋行了一礼 苍玄宗无数弟子望着这一幕 皆是暗暗感叹 原本他们以为周园与商春秋之间 必然有一番苦战 但谁料到 这才短短一个回合间 胜负就已经分出 在诸多弟子感叹间 周园的身影已是自疯癫抱舍而出 然后在那一道道视线的聚焦下 落向了凌文峰 凌文峰癫 盘坐的夜歌桥的周园的到来 有些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连排名在他之前的商春秋 都被周园一拳击败 他这里还能怎么守 周园师弟 虽然知晓我大概没什么胜算 但身为凌文峰的圣子 我也不可能不做抵抗 就让你拿走我凌文峰这一数 夜歌说 周园笑着点点头 夜歌师兄 请出手吧 夜歌面色微素 修长的双掌合拢 眉心间神魂波动荡漾起来 最后神魂之力 在其掌心迅速的凝聚 竟是化为了一盏灯笼 只不过这灯笼略显虚化 显然是以神魂之力所化 这就是我凌文峰的那一树 魂灯树 此灯一旦凝联成形 便可储存酝酿魂炎 如今我虽说未曾踏入神附近 但借助这魂灯之玄妙 依旧还是能够勉强施展 夜歌指尖一点 顿时那魂灯之中 有着一丝火光出现 然后火光扩大 渐渐地形成了一缕 介于有形与无形指尖的火苗 正是一缕魂炎 周元的眼神略过一丝惊讶 这是他除了夭夭之外 所见到第二个 能够在未踏入神府境时 就能够凝联出魂炎的人 而魂炎的威力他自然知晓 之前圣公的那瞻台青 便是在夭夭的魂炎下 吃了不小的亏 若是周元师弟能接住我这魂炎 那么魂灯术自当奉上 夜歌声音一落 灯笼便是一阵 其中那一缕魂炎陡然暴逝而出 于虚空之间穿梭 直奔周元而去 周元望着那暴射而来的魂炎 眼神微闪 身躯不动 也未曾以元气地域 而是任由那一缕魂炎暴射而至 射进他的体内 天地间有着一些滴滴的哗然声响起 这魂炎若是入体 可是能够直接燃烧神魂 周元虽说元气强悍 但这般硬兽恐怕也得付出一些代价吧 在那无数道惊疑的目光中 周元已是感受到那闯入体内的魂炎 开始对着他眉心神魂燃烧而去 旋即他心中淡笑一声 心念微动 神魂空间中宛如混沌 由无边的巨墨横骨般而立 神墨自混沌中碾压而过 所过之处一切化为虚无 而那一缕魂炎也是在神墨碾压之下 轻刻间就崩碎开来 周元威逼的双目在此时睁开 双目依旧明亮有神 而对面的叶哥面色却是忍不住的一变 应该他察觉到那一缕魂炎被磨灭了 这让得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这才多长时间 短短数十夕罢了 周元竟然就化解了闯入体内的魂炎 叶哥嘴巴动了动 但最终苦笑着叹息一声 我输了 他也是不磨叽 抬手便是将记载这魂灯树的预见丢给了周元 周元接过抱拳一礼 同样不拖沓 直接转身 然后转向掠往了雷玉峰封殿 那里 雷玉峰的圣子吕精神盯着周元 声音低沉 我雷玉峰之术 名为雷玉术 陷入其中 宛如雷玉之牢 难以突破 终被万雷磨灭 当其声音落下时 只见得滚滚元气陡然自其体内爆发开来 元气滚动间 在天地间带来狂暴的雷鸣声 周元目光看去 四周已是雷云弥漫 一道道雷霆 如巨蟒般在其中穿梭 带来着惊人的力量 雷云吞吐 下一瞬猛地呼啸而下 直接对着中央的周元 狂暴地轰击而去 万雷降落 璀璨刺目的光芒爆发 同时也是将周元的身躯淹没 那等攻势 看得无数人为之动容 不过此时却没人担心周元的安全 反而是在思虑着 如此攻势 是否真的能够将这 视如破竹的周元 给阻拦下来 山顶上的万雷咆哮 足足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 最终 吕精神脸庞上 出现了一些苍白之色 显然是体内的元气告结 于是 那璀璨的雷光 渐渐地收敛 当山顶再度出现在众人眼中时 却是满目交通 大地上布满着坑洞 不过众人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们的目光 死死地盯着 先前周元所立之地 此时的那里 依旧是一道身影静静而立 强悍的元气 在其周身环绕 形成层层防御 那些防御将诸多雷霆 进入阻拦 而且周元的皮肤上 玉光开始绽放 即便有着漏网之鱼 轰击在其身体上 依旧是被他那强横的肉身 硬扛下来 凭借着元气与肉身之力 即便他在那雷狱中 被轰击了半株香时间 依旧没有多少的损伤 漫天安静 这般结果 胜负已经是不言而喻 而吕精神面目平静 显然对此早有预料 所以屈指一弹 一枚欲剪便是射向周元 周元伸手接过 周身元气收敛 他嗅着那满地的焦土气息 亦是长长地吐出一团白气 眼下六大圣子已败其三 周元转身 身形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雪莲峰峰顶 在峰顶的一块巨岩上 李清禅盘坐 郊躯修长 身材玲珑有致 只是此时 他那素来清冷的翘脸 正带着一些复杂之色 望着来到封顶的那道身影 他游子还记得 当初初认识周元时 还是这家伙 莫名其妙闯进了他沐浴之地 当时如果没有夭夭的话 他定然会狠狠教训一顿这家伙 而也是那个时候 他对夭夭如此照顾周元 感到很是有些不愤 在他看来 夭夭那般精彩绝艳之人 绝对算得上是 苍玄天年轻一辈中的 女孩中的独一份 就算是圣公的詹台青 也是笔直不上 所以 在他看来 周元跟夭夭在一起 完全犹如 黏在天鹅身上的蛤蟆 在那惊艳的雪白间 凭空地 多了一抹刺眼的暗绿色 以往他无法理解夭夭 为何看得上周元 毕竟龙不与蛇居 黄不与雀鸟同窝 周元与夭夭在一起 实在是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这两年的时间 李清禅也是亲眼地看见 他眼中这个完全配不上夭夭的少年 却是一步一步地前行 最终在他偶尔惊讶的注视中 追上了他们这些圣子的步伐 并且在如今开始超越 此时此刻 李清禅也是不得不承认 他的眼光比起夭夭 还是要差上许多的 在李清禅美目复杂的凝望中 周元也是立定了脚步 然后冲着他挠头笑了笑 那般笑容 在李清禅的眼中 倒是有些像是两年前 在那浴池之中 他震惊地望着那从水底冒出来的少年脑袋 那时候的他 并是露出这般有些尴尬的笑容 只是当初看来生艳的笑容 如今却似是显得从容而谦逊 清禅师姐 还请指教 第六百七十章 影仙剑丸 雪莲风风颠 李清禅凝望着眼前那年轻的身影 然后美眸微垂 我雪莲风之术 名为影仙术 乃是一等一的隐匿身法之术 擅长刺杀 一击不中 远退千里 无人可追 周元眼神有些惊奇 显然是没想到 李清禅最为擅长的元术 竟然是刺杀 这道元术 他可从未见到其施展过 周元师弟 你若是能找出我本体所在 此局就算你胜 李清禅红唇微奇 下一刻 他盘坐于青石之上的倩影 微微波大 便是这般如鬼魅的凭空消失 周元目光一宁 因为李清禅消失的那一瞬 他竟然都无法察觉到后者 是如何消失的 此时的封顶之上 有悬崖峭壁 有巨松蜿蜒伸展 乱石突出 连片的阴影倒映在大地上 寂静无声 只是这寂静中 似有杀鸡暗藏 周元眉头也是轻轻皱着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此时的封顶上 唯有他一人的缘起不动 如果不是知晓此时情况特殊 恐怕周元还真是会以为 李清禅直接悄悄离开了封顶 将他一人丢在这里 雄魂的元气自周元体内呼啸而出 然后扩散开来 感应着诸多的细微动静 但片刻后 周元依旧没有发现李清禅的踪迹 他微微沉饮 眉心间神魂之力也是蔓延开来 一寸寸的搜寻 半晌后 周元发现竟然连神魂感知 都是无法感应出李清禅的踪迹 这让得他心头忍不住的一惊 这隐仙术的隐匿竟然如此的强大 果然啊 苍玄七术皆是不凡 周元心中感叹一声 然后他双目微微闭拢 下一刻再度睁开时 眼眸深处有着古老的圣文 悄然地流转 破障圣文 当破障圣文出现时 周元眼前的天地顿时有些变化 甚至连天地元气的细微流动 他都是能够以肉眼清晰看见 一切的障碍都是被他所看透 既然是隐仙术 那自然是以阴影为媒介 周元的目光 凌厉地看向风顶上那些 弥漫的阴影之处 视线所及 连阴影都是无法隐匿 不过 待得周元将风顶上一切阴影 都看了一个遍后 依旧是没有结果 这一次 周元的面色终于是微微一变 怎么可能 连破障圣文都找不出来 旋即他暗暗摇头 他不相信连破障圣文都找不出 不然的话 那隐仙术就绝对不只是上品天元术了 可风顶的阴影 已被我尽数探测 想到此处 周元眼头忽然一缩 然后他缓缓地低头 望着自己脚下的影子 此时 在他的眼瞳深处 古老圣文流转间 直接是在他的影子内 发现了一道异常的痕迹 竟然是躲在我的影子中 周元心中泛起头朗 不过他出手却是不慢 脚掌猛然一跺 雄魂的元气 直接对着影子所在 狠狠地震荡而去 与此同时 他伸出手掌 一把对影子某处一抓 手掌犹如是探入虚空中 戴德再度扯出来时 一截雪白如玉的浩腕 凭空出现 再接着 一道倩影 便是出现在了周元的身前 那道倩影 自然是李清禅 而此时的他 翘脸上也是布满着惊恶之色 甚至顾不得理会周元 紧握住他浩腕的手掌 一对明眸惊异地看着周元 显然是没想到 后者这么快 就将他的影仙术 所破解 你怎么做到的 清禅师姐 得罪了 周元松开了手掌 李清禅这才瞧得 掀隙手腕上 被周元握出的一圈痕迹 背驰轻咬着红唇 然后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将一道玉剑 抛了出来 你赢了 周元接住玉卷 在手中把玩了一下 心中对这影仙术 倒是生起了浓浓的兴趣 此术的隐匿之能 比起话虚数 不知道强横了多少 如果修炼而成 那将会是极为强大的保命之术 遇见强敌 就算是打不过 也能借助阴影藏匿逃窜 而敌人想要察觉 应该也得费一些功夫 毕竟就算是他 都是被逼得连破障 圣文都用了出来 才能发现李清禅的藏匿所在 承让 周元抱拳一笑 然后也不停留 直接是在李清禅 略显复杂的眸光中 转身对着剑来风 急掠而去 天地间 无数苍玄宗弟子望着 落向剑来风的周元 都是忍不住的暗暗扎舌 这短短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周元却是连拜四风 将四风之术 集齐于手中 现在周元手中之术 已经达到了五术 齐平了楚清 如果接下来他取一胜 那么他将会成为百年以来 第一个达到六术之人 接下来就要看剑来风 孔圣师兄的了 剑来风风颠 孔圣单手赋于身后 他面目平淡 一只手伸出 而此时在其掌心间 有着一枚浑圆的青色剑丸 静静地悬浮 那枚剑丸 色泽圆润 宛如清玉所致 周元师弟在那圆池记上 想必已经见过百里厕所 施展的荡魔剑丸术 不过他那一枚剑丸 只是勉力形成 难以发挥几分威呢 今日如果周元师弟 能接我一剑 我剑来风的荡魔剑丸术 自当奉上 孔圣手托剑丸 眼目锋利如剑丸 气势惊人 周元双目为名 瞧 孔圣袖袍一挥 手中的剑丸缓缓缓地升起 只见磅礴剑气 自其中呼啸而出 那些剑气凝聚在剑丸之外 剑光成形 竟是形成了一柄三尺左右的 青色剑影 青色剑影形成 只见的虚空都是微微震荡 隐约间呢 似乎是被剑气撕裂出了一些痕迹 四周的地面 早已被剑气的呼啸下 被撕裂出无数道剑痕 孔圣凝视着那青色剑影 驱之一弹 剑银声响彻天地 那一瞬 清光掠过 犹如是洞穿了虚空 直指周元 周元眼神微凝 袖袍一挥 一道金色元气脾炼 咆哮而出 宛如金娇 携带着凶悍之事 直接是与那青色剑光 碰撞在一起 两者碰撞 然而那青色剑光 在震动之间 竟是吒一声 便是将元气脾炼 斩裂开来 天地间 那些剑来风弟子 皆是爆发出欢呼声 这是自从今日 夺圣战开始以来 周元的攻击 第一次被阻拦 周元望着呢 将他那道元气脾炼 斩裂的青色剑光 目光微闪 但却依旧没有选择闪避 而是五指缓缓地伸展开来 气腹内的天元 鼻微微一震 雪白的毫毛 自周元的手掌上冒了出来 最后凝结 宛如雪白的拳套 将其手掌覆盖 剑光呼啸而至 地面被撕裂 破缘 周元的心中响起低声 雪白的拳头 轻刻间化为漆黑色彩 体内的元气 在此时毫无保留的喷发而出 肉身也是随之沸腾 周元眼神凌厉 一掌探出 竟是直接在那无数道 惊骇的目光中 一把就将那爆裂而至的 青色剑光 抓在了手中 狂暴的剑气在此时爆发 周围的巨石 瞬间被撕裂成粉末 无数道目光 死死地望着那烟尘弥漫之处 只见到那里烟尘散去时 周元的身影现出 他死时退后了数步 但青色剑光 却是在此时 凭空消失 剑完了 有着剑来风的弟子惊声道 疯癫之上 周元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盯着前方的孔圣 那被漆黑毫毛所画的 拳套缓缓地张开 只见得在其掌心中 一枚青色剑丸 静静地躺于其中 黑色毫毛迅速地消失 而周元露出来的手掌上 显露出了一些剑痕 不过这些剑痕 很快就在周元强横的肉身下 渐渐地愈合 天地间 无数弟子目瞪口呆 特别是那些剑来风的弟子 皆是一脸的震撼 周元竟然硬生生地 将孔圣的剑丸抓在了手中 在剑来风诸多弟子前方 赵竹与首席百里车对视一眼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苦涩 周元能够徒手破开剑光 将剑丸抓住 足以证明他眼下的实力 有多可怕 这个他们曾经还觉得 连当个首席 都有很大水分的新人 如今已是真正地 将他们所超越 不过这一次 他们也算是心服口服 疯癫上 周元松开剑丸 剑丸倒舍而出 被孔圣一口吞入府中 此时的他面色有些复杂 沉默了片刻 没有说什么 只是将御剑弹出 周元师弟 你赢了 去吧 只要你胜了最后的楚清 那么你将会缔造一个传奇 我苍玄宗创立以来 尚还没有弟子 真正地凭借着夺盛战 将七数拒于一身 周元接过御剑 点点头 然后 他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抬起头 望着远处那仅剩下的 一座飓之巅 在那封巅上 有着一道身影盘坐 凝望着他 两人的目光对碰 皆是变得凝重起来 而沧玄宗所有的弟子 也是屏息静气地 望着这一幕 一个是沧玄宗 以往最强的弟子 一个是沧玄宗 现在最强的弟子 今日这场万众 瞩目的夺盛战 终于是迎来了 最后的重头戏 第671章 贺圣子手 在那无数道火热的目光注视下 周园的身影 在沧玄风风颠 缓缓地落下 他的视线 他的视线从一开始 就凝聚在前方那一道身影上 此时的楚清 盘坐于一颗青松上 光溜溜的脑袋 在日光之下 闪烁着一抹光泽 极为地引人注目 他瞧得来到的周园 也是叹了一口气 摸了摸脑袋 真是麻烦 这场仗 比跟江泰神还要更累 原本以为 之前在那玄缘洞天 和江泰神交手后 他起码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哪知晓这才没多久 又得经历一场苦斗了 楚清师兄 倒是叨扰了 周园听着他的喃喃声 笑了笑 楚清摆了摆手 你身上的麻烦更大 这我倒是理解的 他知晓 周园发动夺盛战 是急切地想要 提升自身的实力 毕竟虽说 青阳长叫他们支持周园 但如果周园 想要得到苍玄七术 那也得按照规矩来 而在夺得苍玄七术后 周园就将会离开苍玄宗 直往苍茫大陆 那时候 他将会面对那打败 江太神的武皇 以及踏入神附近的武王 可以预见 那种战斗将会是何等的惨烈 甚至周园有可能都回不来 这一点并不奇怪 眼下的周园的确很强 可那武皇 又岂是省油的灯 还有这神附近的武王 这毕竟是跨了一个大境界 周园这十八万的元气星辰 在太初境足以称雄 可凭此就想要挑战神附近的话 还是有些不足 一想到周园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些 楚清都是暗暗杂舌 这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此时恐怕早就将脑袋都给抓破了 不过虽然理解你 但是为沧玄丰的圣子 我也不可能放水让你轻易过了这一关 不然的话 我也没办法对沧玄丰那么多弟子交代 楚清盯着周园 周园轻轻点头 表示理解 楚清师兄 请吧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汇聚于楚清身上 而楚清摸了摸溜光了脑袋 再度叹了一口气 然后 他的脸庞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他自轻松之上站起 然后所有人便是见到 黑色的长发 开始自他那光溜溜的脑袋上 生长出来 短短竖息 长发披散下来 宛如黑色的披风 只是那长发风锐宛如针尖散发着寒光 一股强悍无匹的元气波动也是在此时自楚清的体内爆发开来 面对着此时的周园 就连楚清也不甘有丝毫的懈怠 他明白 如果此时他还有所保留的话 那么一旦周园发动了攻势 那么他就会在轻刻间落入下风 再难翻盘 楚清周身元气如风暴般缠绕 他伸出手掌 掌心间有着金光开始凝聚 最后 直接是形成了一柄金缩 金缩似虚幻又似真实 微微波荡间 有着一种极端恐怖的气息散发出来 阵灵金缩 周园望着那柄金缩 眼眸一凝 当日在玄缘洞天内 楚清便是凭借着这道金缩 硬生生地将江太神堵在原地 不能动弹 如今的楚清 有着苍玄风元气的增持 所以这枚金缩无疑是更为的凝联 比起之前对阵江太神时更强了 周园师弟 斩灵金缩是我当年外出历练时 于一机缘处所得 所以此树可并非是我苍玄风那一树 我苍玄风那一树 名苍天树 楚清单手结印 伴随着他声音落下 周园感觉到天地间有着异样的波动传出 只见到一种玄妙的天地元气 在楚清的身前凝聚 最后竟是凝联成了一滴深青色的液体 此树可自天地间凝联出一种名为 苍天水的物质 任何元兵 元宝 乃是元树与之相容 都将会威力暴增 楚清心念一动 只见的那一滴深青色的液体 缓缓地落在了金缩之上 那一顺 金缩剧烈地震荡起来 在其表面有着古老的青色纹路悄然地浮现 宛如螺旋一般缠绕在金缩之间 金缩此时化为青金色 隐隐间有着清澈之声自其中传出 任光反射时 连虚空都是被撕裂开一道道的痕迹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面色凝重地望着楚清手中 那柄青金色的金缩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 更是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如果这金缩对着他们而来 他们必死无疑 楚清手掌缓缓地抬起 他凝视着那一枚青金色金缩 如果不是借助苍玄风的元气增持 我是斩铃金缩 怕也是无法承受这一滴苍天水 他眼目抬起看向周园 周园师弟如果接得下来 此局便是你胜 周园盯着那枚缓缓颤动的金缩 面色也是颇为凝重 这是楚清有史以来最强的攻势 远比之前对阵江泰神石更强 即便是此时的他也清待不得 他食指伸展开来 金色的元气在此时如洪流般自体内奔腾 金光自其体内蔓延开 璀璨之光甚至要胜过天际烈日 楚清双目为一 没有再废话 深吸一口气 眼神陡然变得凌厉起来 一道尖锐之声猛得自天地间响彻 当金缩自其掌心中抱舍而出的那一瞬 那抹光芒犹如是自虚空中洞穿而过 其速快得很多弟子肉眼都是无法察觉 唯有这诸多实力强者方才能够捕捉到那筋缩的轨迹 这般速度的攻势 躲是没办法躲的 只是不知周元是否能够将其接下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周元的身影也是在此时暴退 他的嘴巴高高的鼓起 下一刻暗金色的火焰宛如龙溪一般喷波而出 天阳火 以周元如今的元气底蕴 施展出这天阳火可谓是浩浩荡荡 火海弥漫 声势惊人 不过面对着如此浩荡的火焰龙溪 那抹青金之光却是瞬间将其撕裂 可谓是势不可当 抱舍之中的周元首长一握 天阳笔闪现而出 雪白的蚝毛顿时暴涨 化为无数白光 铺天盖地的 对着那一抹青金之光绞杀而去 破圆 低河之声 白光瞬间化为漆黑色彩 锋锐无品 半空之中 无数火花剑射 那一道道漆黑蚝毛 宛如是化为黑莽之海 试图凭借着数量的优势 将那青金之光阻拦而下 不过这般纠缠 紧紧僵持了数席 青金之光便是彻底洞穿了黑莽之海 直追周元而去 双方的交锋 可谓是惊心动魄 看得无数人心惊肉跳 这电光火石般的碰撞 双方皆是倾尽全力 太玄圣灵树 周元瞧得急速接近的金锁 心念一动 元气呼啸间 神秘的光影自其身躯上浮现 那双翼伸展 阻拦于身前 形成了一顿 叮 青金之光与一顿狠狠地碰撞 那里的空间都是在此时 剧烈地震荡起来 两者凝制了树席 下一刻 一顿碎裂 无数弟子哗然出声 这是今日夺盛战以来 周元第一次被逼得后退 而且诸多攻势 都是未能奏效 这让得沧玄丰的弟子 有些振奋 莫非周元的夺盛之路 将会止步于他们沧玄丰吗 而圣元丰那边的弟子 则是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死死地盯着风巅上的交锋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那一抹青光打破了周元的诸多阻拦 直接是出现在了其前方 已是近在咫尺 青光去尸不减 直指周元眉心 这种距离周元已经退不掉了 而周元的眼中 也是在此时略过一抹凌厉之色 他脚张猛地一跺地面 身影急停 下一瞬 他的身躯上 有着光泽出现 肉身之力彻底爆发 与此同时 脚下的大地似有震荡出现 大地之下 厚重的大地元气咆哮而至 灌入体内 十八万元气星辰 尽数闪烁 再加上肉身之力 以及地圣文汇聚而来的 大地元气 此时的周元 身躯上都是崩裂开了 一道道的血痕 他眼神凛冽 死死地盯着那一抹暴射而来的青金之光 而就在青金之光距离眉心不过持续距离时 他双掌陡然在面前合拢 宛如两座山月相撞 所有的力量都是汇聚双掌之间 碰 低沉的声音响起 狂暴如山洪般的元气冲击波 以周元为中心轰然爆发 在内等冲击波下 周围的山石尽数地化为粉末 目光所及 皆是没有任何的突出之物 一片平坦 而没有人理会这些 他们的目光 只是死死地盯着周元所在的位置 那里的冲击波散去 周元的身影再度渐渐清晰 再然后 他们便是瞳孔紧缩地见到 在那里 周元双掌合拢于面前 在其掌心间 有着半截的清晶锋芒露出 距离其眉心不过半指的距离 但就是这半指 却是宛如天渊 无法跨越 有着锋芒隔空传地 在周元的眉心留下了一个血点 一丝血迹自眉心低落 整个天地间寂静无声 在那寂静中 周元双掌缓缓地松开 金梭悬停在半空 然后开始气化 短短数息之后 便是彻底地消散而去 周元手指抹去眉心的血迹 面目肃然地看向楚清 楚清师兄 这斩铃金梭 当真是所向披靡 能够在他十八万元气 星辰为底蕴的情况下 依旧伤到他 楚清的实力 真的是惊人得很 楚清正正地望着 那散去的金梭 这沉默了半赏 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有些欣慰 也有些如是重负 周元师弟 我进苍玄宗十年 成为这圣子之首也已多年 没想到今日 我也会将这位置拱手交出啊 不过这也是好事 这说明我沧玄宗天才辈出 一代胜一代 楚清黑色的长发开始缩短 最终化为那溜光的脑袋 他凝视着眼前的周元 英俊的脸庞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恭喜你 周元师弟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沧玄宗 新任圣子之首 也恭喜你 完成了我沧玄宗创立以来 无人达到的壮举 将我沧玄七术 聚于一身 他深吸一口气 抱拳 朗声响彻 沧玄丰 赫圣子首 此时此刻 整个天地的气氛 都是轰然间沸腾起来 无数沧玄宗的 第四面色战红 激动得难以制止 他们见证了 沧玄宗内的一代 传奇诞生 孔圣 李清禅 商春秋等圣子的声音 也是在此时 响彻天地间 在那一道道声音之下 无数的弟子加入而尽 顿时 那庆贺之声宛如雷鸣 浩浩荡荡地 响彻于沧玄宗内 引得山岳震颤 沧玄宗内 一代传奇 于今日而生 第六百七十二章 临行约定 多圣战落幕了 然而整个沧玄宗 依旧还是处于震撼之中 毕竟此事对于沧玄宗而言 实在是前所未有之事 这不亚于一个传奇的诞生 往后 不论哪一代的弟子 当他们在进入沧玄宗后 恐怕最先听闻的 便是这一传奇 而显然 周园之名也将会因此 永远地流传下去 义士殿 清阳掌教高祖 诸位封主坐于两侧 诸位圣子也是立于下方 而他们的目光 皆是有些复杂的汇聚于前方那道 在宗内掀起了一场飓风般的年轻身影 清阳掌教目光看来温和的一笑 今日也算是我 沧玄宗的喜事 周园 你做得很不错 他的眼中有着掩饰不住的赞赏 周园文言倒是有些赫然 他今日会搞出这般动静 其实无非是因为想要得到其他六叔的一点私心而已 沧玄七叔是由老师自他所创的一道圣元术中分离而出 虽然都说是七叔聚圣元术出 但其实并不是说你得到了七叔 就能够将其化为完整的圣元术 只有当你将这七叔都修炼到圆满的地步 这才能够有机会将其参悟 而待得你彻底通透时 七叔方可化为圣元术 青阳长教笑道 周园文言倒并不感到奇怪 如果只是将七叔聚合 就能化为圣元术 那也显得太儿戏了一些 而且圣元术那等级别的元术 眼下他这种境界恐怕就算是得到 也不可能施展得出来 反正如今七叔在他的手中 日后好好参悟便是 他相信迟早有一天 他能够将其融会贯通 青阳长教见到周园的不骄不躁的模样 微微点头 今日之事 我苍玄宗会推波助澜地将消息传出去 也算是一种对圣公的打击 之前圣公安排了武皇打败江太神 夺得圣子榜第一的好戏 引得各方势力震惊 然而也是将他苍玄宗在玄云洞天所取得的声势打压了下去 此时对于苍玄宗的弟子有不小的打击 但好在的是周园此次夺胜战完美成功 想必能够将那武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尽数地消除 周园点点头 对于这种决策自然没有什么意义 另外 周园 我也与那圣公的圣元公主 以神魂相碰过了 此言一出 大殿内所有的目光都是看向青阳长教 而周园也是面色凝重 这两位可算是如今苍玄天中最强的存在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关于大物与大洲之争 那位表明了态度 他圣公的确是打算插手 周园眼神一凝 拳头都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如果圣公真的插手 那此事对于他而言算是最不好的消息了 但我也与他明言 若是圣公插手 我苍玄宗也无法置身事外 到到最后 说不得两宗要做过一场了 青阳长教淡淡地说 他的言语平淡 然而连其他几封封主 眼神都是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一旦真的要动手 那必然会是惊天动地 甚至影响整个苍玄天的格局 连一封主美目变得忧深 他圣源想要如何 若是想斗的话 我苍玄宗也已忍耐多年了 一些恩怨也该算清楚了 青阳长教摆了摆手 他圣源虽然也是我苍玄宗为眼中钉 但他同样很清楚 此时真要斗起来 无非是两败俱伤 便宜他人而已 不过他说 周远扫了他圣公颜面 也不得不做惩戒 故而与我坐下约定 这大周与大武之争 圣公与苍玄宗 皆不可出现神附境 以及其上层次的强者 做任何干预 其他封主一正 不可出现神附境 以及其上层次的强者 他是何意啊 也就是说 他圣公不会让周远 回到苍茫大陆 只要周远出了藏玄宗 必然会遭遇圣公弟子 无穷无尽般的绞杀 青阳长教缓缓地说 周远的眼神顿时意涵 如果他不回去的话 那么以大周的实力 必然不会是大武的对手 虽说如今他的实力 堪称太出境中无敌 但若是陷入圣公的 无数弟子围杀的话 那结果想必也不太美妙 说到底 这圣公就是要帮武皇 就因为他在玄缘洞天中 压制了圣公的声势吗 下方 楚清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既然长教都说了 神府境以上不可干预 那我等 应该是在允许范围内吧 青阳长教淡笑一声 未曾否认 楚清见状便是明了 看向周远 周远师弟要离开时 我苍玄宗弟子 也将清朝而出 护你回往苍茫大陆 周远抿了抿嘴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对着楚清等人 郑重地抱全 他知晓 两宗弟子清朝而出 若是碰上 必然少不了一场 惊动整个圣州大陆的 血雨行风 连一风主冷声说 那圣元 歹明的是要想在 中原身上找一口气出 却又不想将事情 闹得不可收拾 此人好歹也是一公之主 气量当真狭隘 其他风主神色 则是没有说话 虽说如果真要和圣公死拼 他们也不拒 但那种后果太过的严重 眼下能够避免的话 自然算是最好 周远 你打算何时动身 清阳长教询问 我这些日 会先将玄圣体修成 然后就动身 嗯 你修有小玄圣体 如今得到玄圣体 想必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将其修成 增强自身之力 清阳长教同样知晓 周远这一路而去 必然会遭遇苦战 能够在此时 多提升一分力量 到时候 自保之力就多一分 你等都需做准备吧 今日也算是我苍玄宗的喜事 各封弟子难免兴奋 就让得他们放纵一些吧 清阳长教挥了挥手 于是各封封主告退而下 周远 楚清等人 已是退出了议事殿 带得众人皆是退去 清阳长教方才抬起头 眼眸中一片深邃 圣元 你此番大动主张 难道就真的只是 为了出一口气 惩罚一个小小的弟子吗 第六百七十三章 喝桃妖尿 夜色笼罩着苍玄宗 然而整个宗内的气氛 依旧显得极为的沸腾 特别是圣元峰中 更是人声鼎沸 罕见的喧哗 而其原因 自然便是因为白日周远 所缔造的传奇 所有人都很清楚地明白 周远此次的夺圣战 究竟给圣元峰 带来了多大的荣耀 这毫不客气地说 从今往后 这将会是每一代 圣元峰弟子 自豪的本钱 以前的圣元峰 在苍玄宗内 犹如小透明一般 存在感极弱 可再往后 恐怕任谁 都不敢再将其忽视 更何况 如今的周远 还取代了楚清 成为了苍玄宗 新任的圣子之首 不管怎么说 圣元峰的崛起 周远拥有着 无可置疑的功劳 诸多弟子 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如今的周远 在这圣元峰中 所拥有的声望与地位 简直是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 甚至从某种角度而言 连身为带峰主的沈太渊 都是无法与之相比 洞府 在那洞府内 蜿蜒的一条小溪旁边 石亭内 夭夭束手 直着精巧的玉葫芦 虎口倾斜 便有着晶莹剔透的酒酿 倾洒下来 落进了石桌上的 三个青瓷碗中 放下玉葫芦 夭夭端起青瓷碗 明眸看向面前的周远 唇角泛起一抹淡淡笑意 说了 只要你夺胜占全胜 我便陪你喝酒 恭喜你 周远也是端起青瓷碗 一时间微微有些晃神 因为他很清楚 为了走到这一步 这两年中 他究竟付出了多少 当初那个 来到盛州大陆的少年 如今也算是 有些小小成就了 悠悠 这些年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心中情绪流淌 周远望着眼前女孩那 明丽的让人心惊的脸颊 虽然当初 参元师傅将你交给我 说是让我照顾你 但这些年 其实我是知道的 明明是你在照顾我 还差不多 这数年来 如果不是夭夭的话 周远无法确定 他是否能够走到 今天这一步 遥遥名谋 凝视着周远 你不要妄自菲薄 如果靠外人相助 就能够成为 苍玄宗圣子之首的话 那你也太小看苍玄宗 他顿了顿 背驰轻摇了咬红唇 有些话 却是没有说出口来 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这些年 不是有着周远 相伴的话 他也无法想象 他的世界 会是何等的 冰冷与冷漠 他能够感觉到 若没有周远 他很可能早就彻底 摒弃了所有的情感 毕竟 他本就是一个 很淡薄 很冷漠的人 即便对于这苍玄宗 他对其的感情 恐怕还没这座 与周远 同住两年的 洞府来得强 也就只有 当周远在身旁的时候 他的那种冷漠 方才会不自觉地 减弱一些 这才让得他感觉 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非冰冷的石头 或者说如远离尘世的神底般 世间生灭 他都毫无波动 所以在他看来 说谢谢的反而应该是他 周远冲着妖妖咧嘴一笑 有些神秘 我要送你一份礼物 妖妖一正 清澈空灵般的美目 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周远轻轻一拍腰间的乾坤囊 顿时有着三个酒坛 出现在了石桌上 酒吗 妖妖美目一瞧 我现在对酒可是很挑剔的呢 一般的酒可别用来送我 你打开看看 妖妖玉手拍到酒坛上面的泥风 挺翘地玉鼻秀了秀 顿时有着一股醇厚的酒香扑面而来 他美目微亮 细细品味 然后脸颊上有着极为罕见的惊喜涌出来 这 这是 桃妖酿 你做出来了 当初妖妖找到了一张失传的酒坊 对其极其地喜爱 还特地取了名字 只是此酒酿制极为的不易 所需要的诸多材料也是难以找寻 没想到如今竟然被周园做了出来 妖妖毫不犹豫地将青瓷碗中的酒酿倒出 然后将那桃妖酿倒出 桃妖酿略显淡红 清澈晶莹 她轻轻地抿了一口 感受着舌尖传递开来的美妙感觉 美目都是有些舒畅地 弯成了小小的月牙 不过半晌后 她忽然睁开眸子 有些奇怪 这桃妖酿中 有点特殊的味道 周园愣得了 面色有点不太自然 显然是没想到妖妖 竟然能够将这桃妖酿品 到这种程度 妖妖再度抿了一小口 下一刻美眸一凝 盯着周园 桃妖酿中 有一丝鸡蛋的血味 你这舌头也太厉害了 是因为 灵血桃 那是桃妖酿的主要材料 不过此物极其的罕见 都快要绝种了 我也是侥幸才找到一颗种子 我在后山种了才大半年 用什么种呢 灵血桃生长条件极为特殊 需要以人血浇灌方可生长 所以我每隔几天 会去给它喂点血 你放心嘛 虽然听起来有些恶心 不过截出来的灵血桃 只是汲取人血中的精华 还挺好看的 周园知晓夭夭有着洁癖 还当他觉得 灵血桃的诞生 太过的恶心 笨蛋 什么 我说你是笨蛋吗 为了一些酒而已 你还去喂了大半年的血 最近一年中 周园都是处于苦修中 每一次修炼回来 皆是疲惫至极 而在这种时候 他竟然还用血去浇数 不知为何 姚姚心中 竟是在此时 微微地有些揪心 我欠你难得喜欢什么东西 我想看见你欢喜的样子 他的声音 犹如一股无形的力量 穿透了身体 重重地撞击在 夭夭心灵最深处 一种无法形容的情绪 自心中蔓延开 内心深处的那种情绪 让得他心乱如麻 有种不知所措般的感觉 他眼眶不自觉地泛红起来 背驰轻咬着红唇 微微偏过头 不过此时他这般模样 再没了平日里 那种淡泊清冷 反而充满着少女的灵动之气 周园望着 心中忍不住地有些波澜 然后他悄悄地伸出了手 握住了夭夭 显得有些冰凉的玉手 别生气了 夭夭轻轻震了一下 没有挣脱 就任由他了 他稍稍地收敛了一些情绪 扬起光洁的翘脸 想要板起脸来 以后不准再做这种傻事了 这种酒 我哪里喝得下去 有着月光此时地倾洒下来 落在夭夭的身上 在那红润娇嫩的唇上 流转着淡淡的光 这一幕看得周园心跳加速 脑袋中似是有着什么 炸开一般 于是他忍不住地一步上前 猛地低头 然后就在夭夭那陡然 睁大的眉目中 印在了那娇嫩红唇之上 那般触感宛如花瓣 冰凉而娇柔 夭夭第一时间 光洁眉心间 有着神魂之光闪烁 就要条件反射般地 将周园震飞出去 不过当他那眸光 在扫荐桌上的桃妖酿时 心尖却是忍不住地一颤 眉心闪烁的神魂之光 在急促闪烁了一下后 竟是渐渐地弱了下来 他的双眸 渐渐地有些迷离 其实周园在吻上去的那一瞬 也是在等待着背奏 不过当他在察觉到那股弱下去的神魂之力后 浑身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 此时他的目光略过 刚好瞧见了石桌上的吞吞 此时的后者斜靠着酒坛 爪子抱着酒玩 一对兽童仿佛是带着鼻液地看着他 那种眼神 仿佛是看穿了周园的这些把戏 不过周园此时才懒得理会他 他刚刚升起了一点理智 因为夭夭的妥协 直接被暗灭 伸出手臂 揽住了眼前女孩纤细的妖枝 使劲了力道 犹如要是将她融入怀中一般 石亭中 一男一女宛如望我 虚久后 妖妖翘脸驼红 她微微气喘地靠在周园胸膛上 周园 我也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听到此话 周园那一瞬的眼 宛如深夜之中的狼翼板 似乎是有着浓浓的绿光 冒出来 第674章 妖妖礼物 什么礼物啊 洞服中 周园心跳加速地望着怀中的妖妖 有些口干舌燥 妖妖自周园的怀中挣脱起来 翘脸上还残留着飞红 然后她预指指了指周园 你先将衣服脱掉 在这里 不然去哪里 吞吞还在这里呢 要不让她今晚去洞府外睡 妖妖翘脸平静下 她御手间有着一只 碧绿如玉般的原文笔闪现出来 护士说 我来帮你刻画大小龙纹 你脱了衣服 我帮你刻画 一年前 周园体内的怨龙毒再度爆发过 当时妖妖借助着吞吞的血液 勉强帮周园镇压了下去 但想要真的镇住怨龙毒 不让它爆发反食 当时妖妖翻遍古书 找了一个法子 便是这所谓的大祥龙纹 不过大祥龙纹需要的材料极为的稀有 所以妖妖这一年 也是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如今显然是凑齐了 周园面色呆质 嘴角哆嗦了片刻 声音感色 你说的礼物 是这大祥龙纹吗 虽然这大祥龙纹 能够暂时地解决怨龙毒 这一道最大的隐患 但为何周园就发现 自己高兴不起来呢 原文笔在妖妖纤细的指尖转动 他似是微微一笑 凝视着周园 哦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礼物 周园瞧得妖妖那清丽绝美的笑容 却是敏锐地从中 感觉到了一丝极其危险的气息 当即求生欲爆棚 露出讨好的笑容 没有 这大小龙纹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拖 妖妖却是没有与她多说废话 尖翘的下巴轻轻一扬 有着如女王般的高傲 于是周园便是利索地 将上衣脱得干干净净 露出修长精壮的身躯 石桌上 吞吞喝着酒 爪子指着周园 发出急笑声 周园脸旁有些发烫 狠狠地瞪了 看热闹的吞吞一眼 吞吞却是回忆比一眼神 然后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 瘦童看了一圈 爪子就要对着那三坛 桃妖尿抓去 她也想要尝尝这蠢周园 用血酿造出来的酒 瑶瑶看都未曾看过去 蛇都不想要了 你就喝喝看 吞吞的爪子顿时一将 委屈地发出哀鸣声 瑶瑶似时轻哼了一声 将腰间的玉葫芦丢给了吞吞 意思很明白 喝酒可以 但那三坛桃妖酿不准去碰 然后她便是不再理会吞吞 玉手一握 有着一个水晶瓶出现 水晶瓶内流淌着 粘稠的黑色液体 液体之中 有着一股惊人的波动 散发出来 那黑色液体间 有着无数黑色的光线缠绕 看上去极为的奇特 同时还隐隐有着 诸多低音的嘶笑声传出 显然 降龙闻的那些材料 也已经被瑶瑶调制了出来 会有一些痛 你先忍着 瑶瑶手中的原纹笔 沾染着黑色液体 对着周园说了一声 然后玉手倾斜 笔尖掠过了周园的身体 黑色的痕迹在周园身上 蜿蜒行走 所过处冒起了阵阵黑烟 周园的皮肤上 都是出现了被灼烧的痕迹 一股剧痛 也是自黑痕游走出船来 周园疼得呲牙咧嘴 但还是强行忍受着 摇摇浩腕轻斗 伴随着一道道黑色痕迹的成形 只见到周园的身体上 隐隐地出现了一幅 有些诡异的黑色图案 那无数黑色光线蔓延 犹如是黑色锁链在蠕动 周园也是能够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 在渐渐地成形 不过 就在那大祥龙纹逐渐成形时 周园掌心之中 忽然有着暴虐的血光涌现 然后他便是惊骇地见到 掌心中盘踞的怨龙毒 竟然犹如是苏醒一般 化为无数道血腺 自掌心涌出 疯狂地对着周园体内 侵蚀而去 周园的嘴中发出惨叫声 那是怨龙毒在反食了 妖妖美眸威宁 怨龙毒有灵性 他察觉到了危机 周园拦住他 他想要破坏还未成形的小龙纹 周园文言顿时咬紧牙关 忍受着那种事故般的剧痛 气负那元气咆哮而出 阻拦在了怨龙毒的前方 在周园的手臂上 血光与金光交织 那血肉之间 都是在爆发着激烈的交锋 不过虽然如今周园实力大涨 但怨龙毒吸收了当初 从武皇那里夺来的 大部分圣龙之气 这些年间也是在迅速的壮大 只不过他始终未曾爆发 所以连周园都未曾感受到 他的力量 可如今 当怨龙毒感觉到危机 开始爆发时 那种力量直接是将周园的元气 迅速的摧毁 无数道血腺从皮肤下呼啸而过 将金色元气撕裂 飞快的对着未成形的 降龙文略去 拦不住 周园眼睛通红 摇摇全身贯注 不断地勾画降龙文 他瞟了一眼地冲破周园元气防御 直奔降龙文而来的无数血线 美眸闪烁了一下 然后猛地一咬阴牙 他那握着原文笔的纤细指尖 在此时呼得被神魂之力刺破 一缕缕紫金色的神秘物质悄然地流淌下来 顺着原文笔落入了周园的身体中 石桌上 原本抱着葫芦喝得忘乎所以的吞吞似是察觉到什么 呼得站起 金色兽瞳看响妖妖发出了急促的滴滴后声 他似乎是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姚姚看了他一眼 轻轻摇头 吞吞指的又坐了回去 但兽童中明显有些焦急之色 月龙毒突破了 周园没有心思关注吞吞的举动 呼得低吼道 此时他的元气防御彻底的溃败 被那月龙毒冲破 不过 就当月龙毒冲破防御 直扑未成形的降龙纹而去时 忽然间有着紫金色的光芒 在周园的体内绽放出来 紫金光芒过处 那些先前所向匹靡的血腺 顿时如遇见了岩浆的残血一般 纷纷消融 那一瞬 周园仿佛是听见了一道惊怒的暴虐龙吟声 妖妖翘脸平静 玉手急速地抖动 终于是在此时将降龙闻的最后一笔 完美地衔接而上 黑色的光芒在此时自周园的身体表面绽放出来 无数道黑色光线震动着 隐约间发出了锁链般的声音 怨龙毒察觉到这一幕 血腺立即收缩 似是察觉到了巨大的危险 遥遥美眸盯着那回缩的怨龙毒 眸光显得极度的冰了 然后他鼻尖轻轻一点 彻底地将这降龙闻击发 你作怪这么多年 今日也该被降服了 伴随着夭夭的低语声 无数道黑色光线 在此时浩浩荡荡地对着怨龙毒所在的位置呼啸而去 而那怨龙毒则是剧烈地颤动起来 似是爆发出了如困兽般的怒吼之声 第六百七十五章 妖妖买酒 无数道黑色光线自周园的体内呼啸而过 转瞬便是来到了怨龙毒盘踞之处 紧接着黑色的光线直接对着怨龙毒冲去 怨龙毒也是在此时爆发出无数血红光线 试图将那些黑色光线吞灭 不过黑色光线却是无穷无尽 它们犹如是黑色锁链一般 不断地冲破血红光线的阻碍 然后冲进了怨龙毒本体之中 怨龙毒似乎是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道道黑线开始缠绕在怨龙毒之外 渐渐地似乎是形成了一座 宛如古老纹路的黑色牢笼 将怨龙毒死死地封锁在其中 怨龙毒疯狂地挣扎 但血红光线一遇见那由降龙文所形成的囚牢时 便是犹如触摸到岩浆一般闪电般地受回 降龙文的奇效显然是在显露出来 怨龙毒挣扎了半赏 终于是感觉到毫无作用 只能渐渐地在那囚牢中归缩起来 当怨龙毒停歇下来时 周元也是感觉到体内的举动开始消散 他满身大汗 面色苍白地望着掌心中 只见到那里有着一道黑色的古老符文 符文形成一道道的黑圈 而在黑圈的最中央可见一道血红之点 若是仔细倾听的话 甚至能够从中听见一种若有若无的暴力龙啸之声 这是成功了吗 周元喃喃的 以往他在看着怨龙毒的时候 总是有着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因为这是他体内的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随时都会爆炸 引来反射 可如今再看 却是没了那种感觉 显然那所谓的大小龙纹真的有了效果 怨龙毒被真正的封锁 镇压了 嗯 从今往后 你不必再担心怨龙毒会爆发反射 身后有只妖妖的声音传来 听到这声音 周元却是一惊 因为在其中 他听见了诸多的虚弱 他当即急忙转身 然后便是见到妖妖那绝美的容颜 竟是有着罕见的苍白 你怎么了 周元急忙站起 伸出手 扶住妖妖纤细的玉璧 有些心疼 休息一会儿便好 周元眉头却是皱着 此时的妖妖有着一种元气被伤及的感觉 他目光闪烁 刚才怨龙毒突破我的防御时 有神秘的紫金之物在我体内出现 阻挡了怨龙毒 那是什么 他先前也想探测一番 但那些神秘的紫金物质 却犹如是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犹如是潜藏进了他身体的最深处 那神秘物质给周元一种无法言语的感觉 古老 神秘 强大 妖妖美目轻闪了一下 你想太多了 瞧得他不愿意说 周元也是无奈 他知道妖妖身上的秘密太多 有些东西以他如今的实力与眼界 恐怕是无法理解 不过不管怎么说 眼下能够将怨龙毒这隐患除掉 也算是一件喜事 所以既然妖妖不说 那他也就不再追问 妖妖在石桌旁坐下 然后将那一坛桃妖酿取过来 美眸清扫了周元一眼 今日便用他来庆祝你终于不再受那个怨龙毒饭食之苦吧 奉陪到底 明日开始 周元就打算抓紧时间苦修玄圣题 尽快地将自身实力提升起来 而今夜便稍稍地放纵一回吧 微红的清澈酒酿 自酒坛中清闲而出 将酒碗倒满 一旁的吞吞也是亮着眼睛将碗端过来 毕竟没有妖妖的点头 她可不敢碰着桃妖鸟 妖妖瞧了她一眼 吞吞顿时露出桃好的笑容 不过妖妖最终还是没拒绝她 帮她也是倒满了桃妖鸟 东府内 一男一女一小兽 将那青丝碗碰到一起 发出清脆的声响 一饮而尽 妖妖红唇泛着光泽 美眸微闭 回味着那种美妙的感觉 扮上后方才睁开明眸 嬉嬉一笑 真是特殊的味道 那种味道 犹如是躺进了自己心灵最深处 酸酸色色 回味悠长 她知晓 这般味道 世间仅此一份 而且从今往后 都不会再有这般味道 就算是周园 照着桃妖酿的配方 再酿制 那味道 也会有所不同 因为那灵血桃 需要以鲜血培育 而以后的周园 随着实力强横 鲜血 也会变得更加的充满力量 其中很多细微之处 也会出现变化 所以才说 这三坛桃妖酿的味道 以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当然 对于妖妖而言 更多的 还是曾经有这一个家伙 为了给她酿酒 竟会傻乎乎地 花费大半年的时间 用自己的血 去培育酿酒之才 这般傻子般的行为 却是令得妖妖那 素来如幽坛般心境 都是忍不住地 见起微微涟漪 青瓷碗不断地碰撞间 酒香在洞府内弥漫 而后来 妖妖于周园的脸颊上 也是带着红润之衣 眼中有着丝丝醉意 她们并未故意 以元气或者神魂 驱逐体内的酒气 妖妖玉手抓着酒坛 倒了倒 却是没倒出来 不知不觉 一坛桃妖酿 已是见敌 妖妖抱着酒坛 红润小嘴轻绝了绝 可爱至极 此时她这般模样 几乎是平日里 不可能出现的 服饰还有吗 周园笑道 妖妖摇头 呼地将一坛收入乾坤囊 这一坛留给我好好品尝 她想了想 又抓起那最后一坛 转身来到洞府小溪旁 这里有这一株桃树盛开 粉嫩的桃花绽放开来 令得此时的妖妖更为的娇艳 周园见状挠了挠头 跟了上去 不知道她想要做什么 妖妖来到桃树下 眉心神魂之力涌出 竟是在那树底下 挖出了一个深深的坑洞 然后她将那一坛桃妖酿 埋了进去 你这是做什么 周园疑惑 妖妖望着那填满的坑洞 美眸微微恍惚 然后她身子亮强了一下 一只修长的手臂 连忙从身后身来 将她掀起腰指搂住 妖妖美目须眯 转身玉手 也是还住了周园的腰 她戴着红衣的脸颊 轻轻蹭了蹭周园的肩膀 有着犹如梦一般的声音 低不可闻地传出 这一坛就藏在这儿吧 它的味道很特殊 特殊到我永远都无法忘怀 周园 如果有一天 我忘了所有 忘了你 忘了吞吞 那时候你就带我来这里 再喝一次桃药酿吧 经过一夜酗酒放纵之后 第二日 周园便是直接全身心地 投入到玄圣体的修炼之中 虽说如今她得到了苍玄七术 但显然 唯有玄圣体 她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修成 至于其他的技术 眼下她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参悟修炼 毕竟如今的大午已是在大军云集 将要对大周发动进攻 而想必她的父王此时 已是在竭尽全力地拖延着时间 期盼着她的归来 所以此时的周园分秒必争 她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浪费 圣元峰 后台 水火断笼台上 周园斥着上身盘坐 然后他看向悬崖边上 那一道沟楼的苍老身影 玄老 麻烦你了 真要提升到第四级 玄老手持扫住 慢悠悠地问 这水火断笼台共有十八级 每一级的强度都是翻倍的暴涨 以往的周园修炼小玄圣体时 仅仅只是一二级 便是将其折磨得痛不欲生 如今这小子竟然要直接尝试第四级了 周园眼神坚定 重重地点头 玄圣体的修炼更为的艰难 即便他有着小玄圣体打底 可想要真的将玄圣体修成 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之间 他同样需要付诸苦修 虽说尝试四级的水火断笼台痛苦极大 但如今的他应该是能够承受 玄老健壮 微微沉默了一下 苍老的面庞也是肃然起来 那你小子就做好准备吧 可别死在了这水火断笼台上 那到时候 你大周可就真是盲定了 死不了 玄老不再多说 手中的扫柱轻轻一扶 下一瞬 这里的地面震动起来 那悬崖下方的大河 也是汹涌起来 巨浪滚滚 而那两侧飓风上缠绕的两条石龙 浑身的石林 也是在此时一点点的明亮起来 最后那龙嘴之中 有着两道狂暴至极的水火元气洪流 喷发而出 整个天地一半炽热 一半冰寒 水火洪流喷发 最后在周元所盘坐之地汇聚 直接是将他的身躯淹没进去 周元的身体在此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浑身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被撕裂 鲜血流淌下来 但他却是死死地咬着牙齿 面旁扭曲间 有着压抑到极致的低吼声传出 玄老望着那在水火洪流中死死支撑的身影 干枯的手掌 微微紧握着扫帚 随时准备出手救援 这个小子可不能真死在这里了 同时他的心中也是有些感叹 因为当初连他也是有点没想到 眼前这个小家伙 竟然会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中 成为苍玄宗的圣子之首 最为重要的 还是他不仅成为了圣子之首 而且还成为了苍玄宗有史以来 第一个通过夺圣战将七数聚于一身的弟子 主人若是还在的话 想必也会为宗门出了这么一个天骄 而感到高兴吧 与此同时 在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遥遥坐在一块峭壁上 修长的双腿伸出悬崖 玉腿白皙 在日光下犹如泛着金银光泽一般 他轻轻地晃着双腿 而他的眸子 则是远远地望着那处于水火洪流中 发出痛苦嘀吼声的周园 遥遥轻轻地揉了揉怀中的吞吞 红唇微眯 这场仗是属于他的 我们都不能插手 虽然看着周园这般痛苦修炼 他心中也是有点不好受 但遥遥很明白 与武皇与大武的这场争斗 是周园的宿命之争 所以苍玄宗没有强行参与其中 直接帮周园解决掉武王 这对于周园来说 其实是好事 不论武皇还是武王 是周园修炼之路上 必须跨越的障碍 而且还必须由他自己去跨越 只有如此 他才能够算是真正地摆脱了大武 曾经所留给他的阴影 也只有当他堂堂正正地碾碎这一切时 他的念头方才能够真正地通达 他的目光也才会从武王的身上转移而开 投向更远的方向 瑶瑶愿意帮周园扫平一些障碍 但他却不想因为他的过多帮助 反而令得周园失去了一往无前的锐气 所以这两年间 很多时候他宁愿默默无闻地站在周园身后 看着他去披荆燃击 即便他也是因此换来了浑身伤痕 但修炼之路本就艰难 周园想要真正地走得更远 甚至于那缘起之道的尽头 那他就必须如此 特别是这一次 想必就连周园自身 都不太会愿意他与吞吞掺和进来 怀中的吞吞看了一眼远处处于水火洪流中的周园 也是摇了摇尾巴 然后发出低鸣声 你说他会赢的吗 瑶瑶玉手挽起一缕垂落脸颊的青丝 红唇边荡起浅浅笑意 那当然是肯定的了 后山中的修炼一日未曾停歇 周园的痛苦的低吼声 每日都是自那天明时 便是回荡后山 直到夜色降临 他的那种韧性 连玄老都是看得微微动怒 心中倒是隐隐地有些明白 为何他能够做到苍玄宗弟子 那么多年都是未曾做到的事情 不过 在那种近乎折磨般的水火锤炼下 周园虽然受尽了痛苦 但这些痛苦 也并没有白白地承受 他的肉身一日强过一日 小玄圣体的玉皮 银骨也是在渐渐向着玄玉皮 星银骨开始蜕变 这种蜕变 持续了约摸半个月的时间 这一日 立于悬崖边的玄老 眼皮糊的一抖 台幕望向那水火洪流交汇之处 只见那里盘坐的身影 似乎是在此时缓缓地站起 并没有元气自他体内散发 血肉震动间肉身之力弥漫出来 竟是将那水火洪流渐渐地推开 那道赤着上身的身影猛地仰天长笑 笑声如雷 轰然回荡 那两道水火洪流顿时崩裂开来 他的脚掌一跺 身影便是暴冲而起 重重地落在了悬崖之边 脚下的巨石直接崩碎开来 玄老目光看去 只见得此时的周园浑身流转着玉光 那种玉光比起以往更为的晶莹剔透 一股宛如凶兽般的力量 自他的体内如山洪般的喷发出来 玄老健壮 苍老的面庞上有着一抹欣慰之色浮现出来 丑园 恭喜你 真正地修成了玄圣体 经过将近二十多天的苦修 周园终于是将自身所修炼的小玄圣体 彻底地蜕变成了玄圣体 周园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肉身之力 双目间金光涌动 他能够感觉到此时他的肉身之强 此时此刻 他才能够真正地算作 苍玄宗这代弟子中肉身最强之人 超越了商春秋的肉身 周园的鼻息间有着白气皮链喷出 他对着玄老行了一礼 何时动身呢 如今周园肉身已成 恐怕再也按捺不住了 明白 周园眼中满是昂逸的战意 活着回来 你是我苍玄宗这么多年来 第一个将七树举于一身的弟子 你未来的路还很远 一个小小的大五王朝 不该是你的终点 周园抬起头 望着远方的天空 夕阳倒映在他的眼瞳中 犹如是赤红的火焰在燃烧 父王 有些东西可不属于你的 所以 你准备好了吗 第六百七十七章 归家之路 一日 苍玄宗主殿之外 青阳长教 写几位封主而立 他们的目光 皆是望着前方 那里有着一道 修长的年轻身影 一股灵力的波动 自他的体内 缓缓地扩散出来 当玄圣体修成时 周园即便未曾运转元气 但那肉身 依旧是散发着一股 难以言明的凶悍质感 宛如凶兽一般 今日的周园 便将会动身离开 苍玄宗 赶往苍茫大陆 所以此时的他 宛如一柄绝世利剑 即将出窍 锋芒毕露 周园 根据传来的情报 圣公的弟子 早已在数日之前 就清朝而出 埋伏于回苍茫大陆的 必经之路 意图将你戒杀 你这一路 当算是杀鸡四福 清阳长教盯着周园 面对着清一宗弟子 支离的绞杀 就算周园 算得上是太出境中的 无敌之姿态 恐怕也是难以匹敌 不过好在的是 周园也并非是孤身一人 在那后方 楚清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 齐长而立 在他们更后方 只见得 苍玄宗的各封弟子 密密麻麻的肃立 周园 此路你只管一路前行 圣公的拦截 只有我苍玄宗的弟子 为你抵御 楚清咧嘴一笑 周园师兄 我圣元峰的弟子 也会全力护持你 不远处 圣元峰的弟子 为首处 是那名为 穆小蛮的少女 他手持长枪 英姿勃发 大眼睛 亮晶晶地盯着周园 周园转头望着 那无数的 苍玄宗弟子 此时的他们 皆是眼神热切地 看着他 如此一幕 令得周园心中 也是一股暖流流淌而过 他如何不知晓 这些弟子 此次将会与圣公弟子 真正的死杀 其中必然少不了伤亡 但他们 却并没有任何的怨言 周园 这已并非是你个人恩怨之争 而是我苍玄宗与圣公之争 我等是为苍玄宗弟子 自当倾尽全力 为我宗门而不杀 李清禅 红唇微奇 周园点点头 不过也没有矫情地 多说什么 只是极敏嘴唇 然后对着那 诸多弟子 郑重一力 周园 去吧 的确如李清禅所说 眼下的事 已经演变成了 圣公与苍玄宗的 一种较量博弈 虽说这种交锋 被压制到了 两宗弟子之间 但其影响力 依旧是巨大的 眼下的圣州大陆上 恐怕另外四大巨宗 以及其他的所有势力 都是将目光汇聚于此 两宗的这场争斗 固然没有高层次的强者插手 所以不会显得那般天崩地裂 可这种弟子间的厮杀 反而会显得更为的惨烈与血腥 诸师兄得胜归来 与此同时 更有无数弟子在此时 齐齐高鹤 鹤声如雷 回荡天地 雄魂元气自周园的体内席卷而出 而他的身影 则是在此时爆冲而起 化为一道光影 破开云层 静止对着苍玄宗外 激略而去 走 楚清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健壮 也是立即动身而起 跟随在周园身后不远处 而在那更后面 无数苍玄宗弟子 也是脚踏元气 击视而出 那浩浩荡荡的姿态 当真是将聚宗气势 显露无遗 青阳掌教 副手而立 他望着那无数远去的光影 这种规模的争斗 我 苍玄宗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 这些年 圣躬咄咄逼人 如今 也该让着他们 见见我 苍玄宗的血气了 说到最后 他的眼神 也是变得凌厉起来 苍玄宗 无数弟子 护持着周园黎宗 这种动静 自然是惊天动地 引得圣州大陆 无数势力的视线 投射而来 各方势力 暗暗扎折 苍玄宗这般姿态 显然是要跟圣公 硬碰到底 而这苍玄天的新旧霸主 时隔多年 再次硬碰硬 即便眼下 只是弟子之间 但那所造成的震荡 依旧是难以想象 其他四宗 则是在此时 纷纷约束门下弟子 不可沾染上 此时的圣公 与苍玄宗 免得到时候 被绞入 波及吃鱼 连这四大巨宗 都是如此 更何况 其他的一些势力 于是在那周园 所经之路 其他人马 纷纷撤退 谁都知晓 周园这归往 苍茫大陆之路 必将被 无数之血所染红 一场整个圣州大陆 诸多势力 皆是关注的 惨烈之战 即将 拉开 周园与苍玄宗的 弟子大军 直出苍玄宗三百里 三百里内 平静无波 那是因为 圣公弟子再胆大 也不敢跑到 苍玄宗门口来撒野 生怕惹得 那位丰主震怒 不顾规矩地 出来杀一通 当真是死了 都没法喊怨 不过当出了 三百里界限时 那浓郁的杀鸡 便是真的 弥漫了天地 高空之上 周园凌空而立 他面色 默然地望着 前方的山岳 在那之间 不知道隐匿了 多少的身影 一道道 隐晦的元气波动 根本就无法遮蔽 而周园 也能清晰感觉到 无数道 充满着杀鸡的目光 悄然地 锁定于他的身上 这些鬼命亡粮 你不必理会 李清禅位于周园身侧 他眉眸看了一眼 眸子满是冰冷寒意 然后他玉手伸出 轻轻一挥 杀 充满着杀意的清澈声音 响称而起 在他们后方 无数苍玄宗的弟子眼中 杀意声疼 死沙声陡然如雷鸣般响称 无数道光影呼啸而出 直接是冲进了那山岳中 倾可见 无数元气轰击的声音 响称而起 整座山 仿佛都是在此时被掀起 继续走吧 这一路不会太平 你不需要出手 你的对手 是那位圣公的武皇 我想恐怕此时的他 也是在等着你 楚清说 周元深深地看了一眼那山岳间 没有多说 而是直接脚踏元气 继续急速前行 他知晓 这才不过只是刚开始而已 这归家之路 注定血海滔天 不过不论是圣公还是武皇 谁都不能阻拦他 武皇 两年前你拦我路 我斩了你肉身 两年后 你拦我归家之路 这一次 我便要你神魂俱灭 从苍玄宗归往苍茫大陆 路程极其的遥远 之间需要通过数十座规模巨大的城市内的远距离传送 最终方才能跨越无数距离 抵达苍茫 所以周元归城之路 那些传送点所在的城市是必经之地 而这些地方早已被圣公弟子所占据 想要去那传送点必然得生生地自其中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周元只是独自一人的话 即便他如今实力今非昔比 但不论如何 他终归还只是太出境 若是陷入了那圣公弟子人海之中 那也是毫无胜算 但好在的是他并非是一人 苍玄宗弟子以周元为首浩浩荡荡地呼啸而出 一路锁过之处尽数摧枯拉朽般地撕裂开圣公的防线 厮杀遍布 沿途的厮杀周元并未停留 而是率领诸多弟子通过那一座座传送点不断向前 锁过之处可谓是血流成河 圣州大陆上 无数势力都是将目光汇聚而来 他们瞧得两宗弟子那种红眼般的厮杀 也是暗杆头皮发麻 经由此战 圣公与苍玄宗的恩怨恐怕又得加深一笔了 那些各大城市中的一些地头蛇般的家族势力 这种时候皆是缩在城中不敢掺和 所以说那些厮杀的只是两宗的弟子 太出境的实力或许并不被这些家族中的强者放在眼中 但他们谁都明白那之后所代表的是什么 如今圣公与苍玄宗皆是红了眼睛 杀意浓烈 如果他们这个时候不开眼的上去干扰 导致了哪方的弟子横死 恐怕直接就会引得两宗怒火倾泻 化为飞灰 而当圣公与苍玄宗两宗的弟子在厮杀时 一座山谷中 书道身影闪现而出 当先两人 一个娇小可人 一个玲珑妩媚 正是绿罗与左丘轻渝 在两女身旁赫然是李纯军与宁战 如今周园所率的苍玄宗弟子 已是与圣公弟子厮杀 一路闯关 左丘轻渝盯着李纯军与宁战 不过问剑宗与北明镇龙殿宿来中立 你们也想跑来掺和吗 李纯军声音沙哑 我们代表不了宗门 但能代表我们自己 周园是我朋友 虽说即便我来了 或许也帮不了太大的忙 但来不来 却又是另一外回事了 宁战一世咧嘴一笑 哼 想必之前 你们也收到了周园送来的七色助神一宝了吧 那家伙这么够义气 如今他陷入战局 我岂能袖手旁观啊 左丘轻渝笑阴阴地说 还算你们有点良心 真逊没来吗 绿罗大眼睛四处看了看 宁战总了总监 苍玄宗与天鬼府关系不好 他不来也是理所当然吧 免得到时候被发现了 难逃惩处 绿罗闻言 嘟了嘟嘴 说到七色助神一宝的 可并非只有你们 不过就在此时 一道略显阴异的声音 幽冷地响起 一道黑影闪略而至 落在了众人身旁 绿罗惊喜地看去 来人面色苍白如鬼 一对眼目阴冷如蛇 除了真须还能是何人 尿 你能现身 还真是让人意外 宁战笑眯眯的 真须双手插于袖中 面色冷漠 他没有理会宁战 只是看向左丘轻渝与绿罗 百里之外 便是离圣城 周元想要归往苍茫大陆 离圣城是最后的一个点 此前我已按中探测过了 恐怕圣公弟子中最强的力量 即使在此 一意代劳 试图成为祖南周元的 最后一道关卡 江太神他们都在 左丘轻渝翘脸微宁 真须点点头 五皇呢 李纯君沉默了一下 这个名字一出 众人皆是面色复杂 当初圣祭之地中 周元斩了五皇的肉身 然而谁能想到 数年之后 当五皇再度现身时 已是位列圣州大陆圣子榜之首 远超了他们一大截 并未发现五皇的踪迹 李纯君点点头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左丘轻渝俨然一笑 玉手一拍乾坤囊 便是有这几套衣服 丢向李纯君他们 这是苍玄宗的宗服 我们换上 等到周元他们到来 与圣公开战时 我们便潜入战场 暗中杀一些圣公弟子 虽然以我们的实力 还改变不了什么 但正如李纯君所说 不做是一回事 做不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纯君他们接过衣衫 皆是点了点头 宁战拍了拍手中的衣衫 其实两宗的弟子 包括双方的圣子 此次都是陪衬 真正能够影响大局的 还是要看周元与五皇那场 其他人也是缓缓点头 这一点恐怕任何人都心知肚明 别看双方弟子间 大规模杀得火热 可这一场的胜负如何 并不在此 而是在周元与五皇的身上 如今这苍玄天内 不知道多少强者的目光 在注视与等待 周元能打得过五皇吗 绿罗有些担忧 他们还没接触过五皇 但他们知晓江太神有多强 可如今连江太神 都是败在了五皇的手中 可想而知五皇到了什么地步 听闻周元在苍玄宗内 打败了六封圣子 包括楚清 如今的他 实力同样达到了一个 极为可怕的地步 即便是对上了五皇 也不见得就会输 李纯军说 说着 他的面庞上划过复杂之色 想到处在苍茫大陆时 他的实力与五皇 几乎不分伯仲 然而如今 不论是五皇还是周元 都远远地走在了他的前面 左丘轻于他们对视一眼 也是一声轻叹 唉 当初在圣级之地 周元与五皇在战 可算是我们苍茫大陆之焦点 而如今 当他们再度碰撞 恐怕整个圣州大陆 甚至苍玄天 都将会关注过来 左丘轻于他们抬起眼眸 望着遥远处 那里似是有着乌云 铺天盖地的滚滚而来 隐隐间有着血腥重天 他们知晓 五皇与周元这一战 恐怕将会成为这百年来 苍玄天年轻一辈的最巅峰之战 只是不知道 这场巅峰之战 最终是谁能笑到最后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输了 那可能就并非是一人之败 甚至将会是一个王朝 覆灭的开始 第六百七十九章 再见五皇 离圣城 以往人气鼎沸的庞大城市 今日却是显得极为的压抑 宛如乌云压顶一般 整个城市内显得静悄悄的 只是 在那暗中 有着无数道目光 投向城市那高耸巨大的城墙之上 在那里 有着一道道身影静静的盘坐 每一道身影 皆是身穿白袍 强横的元气波动 自他们的体内散发而出 衣袍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圣公弟子 如今圣公与苍玄宗的这场博弈 早已传的整个圣州大陆 人尽皆知 苍玄宗弟子由周园所率 浩荡地自宗内而出 一路如风卷残云般 将沿途圣公的拦截 尽数地摧毁 然后直奔离圣城而来 这里的传送点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直通苍茫大陆 所以所有人都清楚 这里必然就是两宗弟子决战之地 圣公最为精锐的弟子 早已坐镇在此 一意待劳 就等着苍玄宗弟子的到来 而根据他们得来的消息 那周园所率的苍玄宗弟子 已是一路披荆斩己 恐怕很快就要抵达离圣城外 而想必到时候 双方将会迎来最为惨烈的交锋 无数目光翘手以盼 毕竟圣公与苍玄宗 这两大巨宗的博弈 可是难得一见 离圣城作为圣州大陆上 有名的城市 自然也是有着实力 强横的霸主盘踞 只不过今日这方霸主 却是甘愿将这主场让出 只要这双方没有将城给拆了 想必此地的霸主 还是愿意卖两大巨宗的面子 离圣城内 无数道目光看向城墙最中央 在那里的城墩上 一道身影静静盘坐 白发飘舞 正是圣公的江太神 作为霸占圣子榜多年第一的人 江太神在圣州大陆上的知名度 显然远非常人可比 而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的江太神 却是面色淡漠 眼目微垂 在其身侧便是瞻台青 他凝望着远处 没想到我们苦修多年 若今反而要给一个后进弟子看门 对于那突然后来居上的武皇 他内心深处显然更多的是不甘 江太神眼眸未动 我圣公实力为尊 既然他实力强过我 我等自然只能居于其后 那只不过是公主偏心 如果公主能花费那般资源与精力 在我们身上 我不信我们会比那武皇差到哪儿去 此话你现在说说也就罢了 王后莫要再提了 听说那苍玄宗的周园 也是打败了楚清 还成为了苍玄宗有史以来 第一个以夺胜战拒其七数之人 此人的确非同寻常 难怪当初公主会亲自下令 此人成长起来后 将会是我圣公的大患 没想到我与楚清争斗多年 最终却是被这两个后背所超越 瞻台清沉默了一下 他同样是没想到 这才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 那个在玄缘洞天中 刚开始并不被他看中的周园 便是强到了这一步 物黄云的周园 谁能取胜 他问 他们二人都已达到了太出境之巅 元气底蕴是我见所未见的墙 谁能胜 还真是不好说 不过不管谁胜 他们这场交锋 都将会是百年以来 这苍玄天中无数太出境中 最为巅峰的一战 詹台清没有说话 只是暗自冷笑一声 他倒是想要知道 那武皇今日若是输了的话 公主是否还会如此地看重于他 而在他心中 闪过这些念头的时候 一旁的江泰神 眼神忽地一宁 猛地抬起头 遥望远方 来了 瞻台清闻眼 心头也是一阵 星红眼眸抬起 与此同时 城墙上 那诸多圣工的精锐弟子 也是有所感应 皆是抬头 再然后他们便是见到 在那远处的天地间 忽有一道道流光浮现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对着黎盛城 暴掠而来 气势汹汹 引有杀法之气 而黎盛城内 无数道目光 已是炽热地望着那远处 城内的安静被打破 他们知晓 当苍玄宗的弟子抵达时 这两大巨宗的对碰 也将会开始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汇聚下 一道道流光掠过天际 最后在距离黎盛城 还有千丈距离时 停了下来 城内诸多视线 看向那些流光最前方 只见那里 一名青年 脚踏缘起云朵 他身躯修长 面旁间有着灵力之色 他立于那里 隐隐地有着一股 惊人的元气威压 自其体内散发而出 而在其身后 楚清 孔圣 李清禅等一众 苍玄宗圣子 紧紧相随 他们的目光 皆是沁着肃杀之气 投向城墙之上的 江泰神等人 你们来的 比我想象的更快一些 江泰神迎着他们的目光 淡淡地说 他的视线先是看了楚清一眼 然后就紧紧地锁定在了周元身上 面色渐渐地凝重 显然是在后者身上 察觉到了极浓的危险气息 没有圣子率队 你们沿途那些阻拦 并没有什么作用 楚清咧嘴笑道 前面那些阻拦 只不过是消耗一点你们的元气与精力罢了 想要通过此地 还得问问我们 那城墙之上 诸多圣公的精锐弟子 皆是爆发出力喝之声 滚滚元气弥漫开来 楚清望着这一幕 眼神也是渐渐地凌厉起来 藏玄宗弟子 准备 在其后方 孔圣 李清禅等圣子 以及精锐弟子 也是元气爆发 杀 城墙上 詹台青 心红的眸子中掠过杀意 一道道光影 在城墙上暴射而出 如蝗虫般地扑向 苍玄宗弟子 而随着他们的扑来 苍玄宗弟子也不待命令传开 也是爆发出怒喝之声 元气涌动间 化为无数道光影影上 碰碰 离圣城外 狂暴而混乱的激战顿时爆发 双方都知道 没有什么废话好说 今日这一场 必须打 周元师弟 我们会出手拦住江太神等圣子 你便只管进城 楚清缓缓地说 他那光溜溜的脑袋上 头发开始生长出来 宛如黑色尖刺披风 周元看向他们 谢谢了 客气什么 你这是代表我苍玄宗而战 早些五皇 你应该知道 这场争斗 关键点还是你那边 声音落下 楚清也不再废话 身形一动 便是出现在高空上 江太神 可敢一战 楚清 即便如今 我不是那圣子榜第一 可也从不曾拒你 圣公诸圣子听令 拦住苍玄宗 在江太神冲天而起时 赫声落下 于是下一刻 以瞻台青为首的其他圣子 也是裹夹着雄魂元气 直接对着孔圣 李清禅等 苍玄宗圣子而去 而孔圣 李清禅等人 自然也是丝毫不让 正面相迎 离圣城外 战局更为的混乱 周元立于天空 他望着眼前 这规模庞大的混战 眼神呼的一动 目光投向了远处 只见那里有只树道身影 悄然出现 暗中 绞杀着圣公的精锐弟子 那几道身影身上的元气波动 他极为的熟悉 清禹 绿罗 李纯决 你们也来了吗 周元嘴角 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而似是察觉他的目光 左囚清禹等人 也是将目光投来 小妖女嬉嬉一笑 而绿罗 则是眨了眨大眼睛 对着他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周元对着他们轻轻点头 然后目光越过那混乱的战场 投向了离圣城内 他双眸深邃 下一刻 他身影一动 便是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直奔离圣城内而去 苍玄宗弟子 祝周元师兄大胜归来 诸多苍玄宗弟子望着周元 电视而出的光影 下一刻 震耳玉龙般的鹤声 在这天地间响彻而起 引得离圣城都是为之动荡 而在那一道道充满着狂热的鹤声中 周元身影未停 似是指示对对后方轻轻摆了摆手 然后便是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冲进了离圣城中 进城之后 周元没有半点停留 身形化为一道光影 直接对着城中央的传送点而去 数分钟 周元出现在了城中央 巨大的传送点中光芒涌动 不过他的脚步却是停了下来 双目微眯地望着前方的一根石柱上 此时的那里 有着一道身体金袍的身影 背对而立 他仅仅只是站在那儿 便是有着一股让人心悸的元气 微压 缓缓地踪其体内散发出来 引得空间微微震荡 此时感应到了周元的到来 那道金袍身影缓缓地转过身来 熟悉的面孔 与两年之前毫无差别 武皇 周元盯着他 双目微眯 周元 武皇单手赋于身后 眼眸冷漠 但那深处却是隐藏着滔滔血海 周元 到此止步吧 两年前你斩我肉身 两年后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 你大舟被我大物彻彻底底地覆灭 你当初剩我一场又如何 如今我能再次站到这里 那就说明我武皇 才是真正的圣龙 周元眼无波澜 他盯着武皇的眼中 也是有着无边的杀意 渐渐地生腾起来 与之而起的 还有那冰冷彻骨的声音 一家窃贼 也敢阻我 第六百八十章 速敌之战 离圣城中央 当那两道身影对峙的时候 城市内无数道目光 都是自四面八方投射而来 甚至于此地的天空上 都是空间微微波大 不知道多少强大的感知 自那遥远的地方破空而来 将下方的争斗 尽数收入眼中 周元与武皇这场交锋 可谓是成为了盛州大陆上的焦点 两人是苍玄天年轻一辈中 最顶尖之人 武皇打败了江太神 如今名列盛州大陆 圣子榜第一 威名显赫 令人敬畏 而周元也不是省油的灯 完成了苍玄宗 从未有过的壮举 发动夺圣战 将七数拒于一身 那等战绩 同样是注目璀璨 如今 这两个苍玄天中 最强的年轻人 对碰到一起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对于那个结果 无数人都是抱着好奇 当然 如果纯粹以两人的实力来说 自然不可能引来如此多强大的实力关注 但谁都知晓 这场交锋不仅仅代表着他们 还代表着两人身后的那两座庞然大物 虽然无法感知 但恐怕所有人都知道 此刻就算是青阳长教 与圣元公主这两位苍玄天内的大人物 都必然关注在这里 窃贼 石柱之上 武皇面露顽围之色 他盯着周元 周元 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还这么天真吗 当年圣龙之气被三分 一分在我 一分在武瑶 一分在大武 你想要以圣龙之主自居 那还是等你有朝一日 真的将圣龙之气聚齐再说吧 否则 如我以往所说 你只不过是一个圣龙之气的容器罢了 周元眼目微垂 毫无波澜 属于我的 我自然会一一拿回来 正如两年前 我从你这里 夺回了一半圣龙气一样 武皇眼目微眯 眼中有着血气生疼 周围的温度 都是在此时变得阴冷起来 你放心 上次丢掉的东西 这次我也会拿回来 就怕你不仅拿不回去 还得把命赔在这 武皇 上次我大意让你逃了神魂 这一次 你恐怕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大言不惭的东西 我倒是要看看 你哪来的资格说这话 当其声落的那一瞬间 血红的元气宛如洪流一般自其体内爆发开来 浓郁的血腥之气充斥天地间 引得空间为真 武皇手掌猛然一握 血红元气凝聚翻滚 直接是化为厉头血红巨蟒 嘶笑之间带着阴寒凶杀之气 快若闪电般地对着周园袭杀而去 他这一出手 直接显露出了极其惊人的元气底蕴 那般程度恐怕并不比周园的十八万元气星辰弱 周园望着血蟒咆哮而来 感应着其中蕴含的元气强度 眼神微宁 看来那圣公之主 对你还真是不错 武皇原本肉身被毁 这两年修炼应该置换才对 但如今出手却是如此的强悍 可想而知 这两年时间中 那圣公公主在他身上花费了多大的心血 你这般实力不过是他人师神而已 而我却是在你归缩于圣公这两年间 依靠自己一步步地修炼而上 金色的元气自周园体内冲变而起 元气咆哮间隐隐地似是化为了金色巨蟒 只不过那巨蟒腹下 生有胶爪 气势凶悍 元气所化的金色巨蟒暴舍而出 直接是与那血蟒元气轰然相撞 狂暴的元气冲击波肆虐开 周围的一些房屋在此时被瞬间摧毁 冲击波肆虐 然而周园与武皇的身影却皆是纹丝不动 甚至连衣角都未曾掀起 武皇面无表情 我只知城王败寇 如何成功 谁又在乎 逮得我将你斩杀后 自毁灭你大周 让他们尽数去陪你 两人皆是针锋相对 言语凌厉 显然是试图以言语乱对方心境 从而激怒对方 伺机找寻破绽 周园摇头一笑 那笑容中并没有丝毫的温度 以他这些年的磨练 武皇的言语并不能激怒他 只是令得他心中对其杀意 变得更浓厚一分而已 他脚掌猛然一跌 金色元气冲天而起 下一瞬 金光汇聚 竟是化为万千金色洪流 自天际呼啸而下 宛如陨石 铺天盖地地 对着武皇所在之地 狠狠地轰击而去 那每一道金色洪流内 皆是蕴含着强悍的元气 寻常圣子面对这般攻势 恐怕接不了几道 便是会被生生地摧毁 离圣城内 无数道视线望着这一幕 皆是有些动容 如此程度的元气攻势 太出境内 能够将其施展出来的 恐怕真是凤毛麟角 武皇仰头望着那浩荡而来的 金色元气洪流 嘴角却是泛起一抹冷笑 你这般手段 用来对付你苍玄宗那些 无用圣子 恐怕还真是所向匹 可若是在我面前 却是毫无作用 他双掌抬起 血红的元气咕咕涌动 一颗颗血红的光球 在其周身密密麻麻的凝现而出 那些光球之内 同样是蕴含着 极端狂暴的元气 武皇袖袍一挥 血红光球呼啸而出 便是与那漫天的金色洪流 撞击在一起 天空上巨声响彻的同时 宛如是有着烟花绽放 一波波的元气风暴 不断的思念 双方的元气不断的轰撞 然后 烟灭 这纯粹是在比拼 谁的元气底蕴更为的雄厚 离圣城内外 诸多太出境的人 皆是有些头皮发麻 换作是他们的话 恐怕此时元气早已消耗殆尽 而这两人却是 依旧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 这两人真的就这么强吗 一道金色元气洪流 在武皇前面被一颗血红光球拦截下来 狂暴的元气冲击 强烈的光芒在武皇眼瞳中爆发 武皇双目微眯 不过下一瞬便是眼神一宁 那璀璨光芒中 一道身影如鬼魅般的暴势而至 直接是出现在了其前方 赫然便是周元 此时的周元无之紧握 身躯之上有着晶莹剔头般的玉光绽放 那骨骼中也是带着星光的银芒闪过 宛如凶兽般狂暴的力量 在其血肉中奔涌而过 玄圣体 玄玉皮 兴银骨 周元面无表情一拳轰出 空间都是微微一震 那一拳看似朴实 然而可怕的力量却是引得虚空颤动 远比先前的漫天元气洪流 更要来得可怕 先前的元气攻势 不过只是为了分散武皇的注意力罢了 一拳鸿出 此耳的音爆已是响起 惊人的全光在武皇的眼瞳中急速地放大 如此距离元气运转都已是来不及了 不过这般时刻 武皇眼中却并没有惊慌之色 他的嘴角反而是挑起了一抹积逢冷笑 周元 早就听说你如今肉身也是有些门倒 我如何能不防着你 不过 你就真以为我武皇 还是当年的武皇吗 当其声落的那一瞬 只见到武皇的皮肤 以惊人的速度变得血红 一丝丝血红的雾气自其毛孔中生腾而起 一股暴力的气息在此时爆发 他嘴角掀起凝笑 无知紧握 一拳轰出 直接是在那无数目光注视下 一拳与周元那凶悍的全光狠狠地硬寒在一起 狂暴的力量冲击波横扫开 同时还有着那武皇的尖笑响起 不爱你所资 我肉身被毁 如今就让你尝试一下我这心肉身之力吧 血修罗之体 第六百八十一章 用命来挡 当 当周元与武皇重拳互撞的刹那 有着宛如金铁交击之声响彻 肉眼可见的力量连依 以两人为中心猛然席卷开来 脚下硕大的石柱直接寸寸崩裂 最后化为漫天粉末 那坚固的地面更是被层层掀起 宛如浪潮一般对着四方涌去 而那娇碰的两道身影也是微微一颤 然后两人皆是倒舍而出 脚掌在地面上划出长长的痕迹 这才将身躯吻了下来 周元面色微凝地望着不远处的武皇 此时的后者浑身血红 看上去犹如是被剥皮一般 给人一种心迹之感 而且血色的气流缠绕在武皇周身 散发着一股凶利之气 在先前的对碰中 周元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武皇的肉身也是出乎意料地强大 他运转了玄玉皮 心引股的力量 竟然完全被武皇的血红的肉身 尽数地吃下 并且化解 血修罗之体吗 周元眸光微臣 想必这也是那位圣元公主的杰作 周元能感应得出来 武皇并没有如他这般专门地修炼过肉身 但这血修罗之体一成完全不逊色于他的玄圣体 怪不得武皇能够打败江太神 登上圣子榜敌 他如今的实力的确极其地惊人 离圣城外的混战 当周元与武皇开战的时候 却是不知不觉间减弱了下来 一道道身影立于高空 目光紧紧地望着城中央的位置 不论是楚清还是江太神 他们心中都很清楚 今日的战斗 两宗的所有弟子都只是陪衬 包括他们 而真正的主角是城中交手的两人 所以 如今当两人碰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这里的混战也就不再显得重要 于是双方皆是不约而同地放缓了攻势 锁定城中 看来周元已经修成了真正的玄圣体 江太神盯着城中 然后他目光转向不远处的楚清 不过武皇拥有着血修罗之体 论肉身 周元没什么优势 楚清双目微眯 周元师弟可不是只有玄圣体啊 江太神双目默然 他的视线凝视在武皇的身上 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没有用的 你们不知道血修罗之体有多强 这一场 你们苍玄宗注定会输 在城墙的另外一方向 左丘青鱼 绿罗 李纯军等人 也是悄然地跃上 他们望着城中 感受着那两股凶悍的对碰 皆是面色凝重 那武皇 现在好强 李纯军缠绕着黑布的双目 投向武皇所在的方向 虽然无法目视 但他的感知却是极其的敏锐 在他的感知中 此时的武皇就犹如自那 九幽中爬出来的血修罗一般 凶利地令人头皮发麻 朱元能赢吗 绿罗担忧 没有人回答 连左丘青鱼都是紧抿着红唇 眼前的两人毫不客气地说 几乎是整个盛州大陆上最强的太处境 究竟谁能赢 在结果出来之前 恐怕无人能够预料 周元 今天你过不了这里 放弃吧 武皇眼目中凶利的血光流转 他盯着周元 咧嘴宁笑 周元面无表情 手掌一握 天元比闪现而出 雪白毫毛所画的笔尖 斜至地面 锋芒流转 金色的元气在周元身躯表面 疯狂地旋转起来 最后渐渐地化为了一道神秘的光影 将周元身躯笼罩 光影伸展出双翼 天地间的元气在此时滚滚而来 被那神秘光影所吞纳 太玄 圣灵术 周元的气势在此时陡然增强 显然 在经过先前的试探后 周元已是明白 眼前的武皇的确已是金飞锡鼻 今日想要取胜 他也是唯有亲尽全力的一战了 滚滚元气涌动 周元眼神陡然冰寒 身形直接是化为残影 暴射而出 脚下的坚硬地面 瞬间塌陷下去 他的速度极快 再加上太玄圣灵术的双翼振幅 更是如虎添翼 无数关注于此的视线 仅仅只是感觉到眼前一花 周元的身影 已是出现在了武皇上方 冲 雪白毫毛带气锋芒 宛如一抹森寒脾炼 抱此而下 武皇望着那抹寒芒 一声冷笑 手掌一握 血光闪现间 一柄宛如血红水晶 打造而成的长枪 便是出现在其手中 在那枪身之上 血气缠绕 宛如是在浓烈的血池中 浸泡多年 血精枪上化为一道血光影上 气势凌厉 直接是与那雪白的笔尖碰撞 碰撞之处 空间微震 涎漫漫漫 天原鼻与血精枪结实一颤 不过下一刹那 黑鼻与血枪猛然抖动 竟是化为了万千残影 铺天盖地的轰击而出 当当 鼻影与枪影在那短短不过十数期间 竟是碰撞了上千次 每一次的碰撞 都引得空间震动 而伴随着枪笔前锋 周园与武皇的身影 也是不断地闪现 所过之处 一条条宽敞街面 生生地被摧毁 无数道目光 看得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他们谁都能够感觉到 两人交锋中的狠辣 每一道攻势都是直指要害 虽说两人的肉身皆是不弱 但不论是周园的天元笔 还是武皇的血精枪 显然都是威力强横的天元兵 一旦被击中 都将会出现不小的伤势 狂暴的元气肆虐 武皇手中血精枪挡住了 一道呼啸而至的锋利鼻影 他浑身血气翻腾 那些血气显得粘稠 如蛇一般缠绕在其身躯表面 周远 我说了 你闯不过我这里 我也不杀你 我就将你拦在这儿 让你没办法去大周救援 我要让你眼睁睁地 看着你大周被我大五覆灭 武皇身影倒废而出 他双瞳血红 周园的身影也是被震得倒尸而去 他眼眸中掠过浓烈的沙翼 呼的弯身 手掌抓入地面 在那地面上撕裂出一道痕迹 那触地的掌心中一道古老的符纹浮现 地圣纹 无形的涟漪波动 以周园为中心爆发开 大地直接是在此时剧烈地震动起来 厚重而雄厚的大地元气 在此时疯狂地涌入周园体内 伴随着如今周园修成玄圣体 肉身也是再度变强 此时他所催动的地圣纹 肉身所能够承受的元气 也是大幅度的暴涨 呼 周园脚掌一跺 周身千丈范围内的地面顿时崩塌 而他的身影则是再度对着武皇 笔之暴涉而去 还不死戏 武皇冷笑 周园没有回答 双手紧握天元笔 狠狠地怒屁而下 万惊 伴随着他那低沉之声 体内的元气尽数呼啸 与之而动的 还有着那咆哮而来的大地元气 两者汇聚 直接是引得空间 发出了震动之声 黑笔呼啸而下 有着嘹亮而古老的 晶银之声回荡于天地间 黑笔之上竟是在此时出现了数十道古晶虚影 每一道古晶虚影皆是蕴含着惊人之力 这是周园激活万惊文以来 第一次能够将古晶虚影的数量达到这种程度 这一笔之力 就算眼前是一座山 都将会被生生摧毁 武皇同样是察觉到了周园这一笔之下 所爆发的可怕力量 他的瞳孔无一缩 但这般时候 那天元笔已是携带着古晶虚影重重的壮碍 他只得力喝一声 血红之气生腾 血精枪上 血光暴涌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天元笔重重的砸在了血精枪上 惊天巨声响彻 摧枯拉朽般的力量 自天元笔上喷布而出 武皇的双臂之上 血雾直接自毛孔中喷发而出 手中的血精枪也是爆发出哀鸣之声 在周园这等可怕攻势之下 武皇仅仅坚持了数系时间 他的身形便是如炮弹一般的倒射了出去 沿途一座座建筑瞬间被摧毁 一路废墟不断地出现 最终停下 而武皇的身影 也是被那废墟深深地掩埋了进去 喧哗的黎盛城 瞬间寂静无声 无数人面容悍然地望着这一幕 谁都没想到 片刻前还不分高下的局面 转眼间 周园却是爆发出恐怖之力 生生地压制了武皇 而在那无数道惊骇目光中 周园双手紧握天元笔 保持着那立屁而下的姿态 他的手掌上也是有着鲜血流淌下来 那是被先前那股恐怖之力反振所导致 不过他却并没有理会 只是抬起头 盯着那前方长长的废墟与身痕 眼神凶狠 令人不寒而令 想要拦我 用你的命来拦吗 第六百八十二章 血修罗魂 深深的猙獰沟壑 自城中央撕裂开来 沿途房屋尽数倒塌 化为废墟 而此时 无数道带着震撼的目光 则是望着那武皇被掩埋之地 周元这突然间的恐怖爆发 惊待了所有人 刚才周元那一笔之力 恐怕就算是换作楚清 江太神在此 都得被彻底重创吧 难以想象啊 太出境的实力 竟然能爆出如此威能的攻势 这两人简直已是达到了太出境的巅峰 我苍玄天内恐怕已是好多年没出现过如此强横的太出境了 武皇应该也是被重创了吧 如果是成人的话 这般攻势足以结束战斗 不过那武皇能够打败江太神 恐怕也没这么容易就解决掉吧 滴滴的窃窃私语声 在城市内外响起 周元双手紧握天元笔 他的双目冷冽地盯着远处的废墟 先前的他那种攻势应该是能够大伤武皇 但如果说这就能够结束战斗的话 恐怕还有些不足 原初的废墟突然爆炸开来 血红的元气如洪流般涌动 直接是将那无数巨石瞬间震成漫天时分 所有的视线汇聚而去 只见那那里的深空中 一道全身笼罩在血光中的身影 缓缓地升起 正是武皇 此时的他 双臂之上有着一道道被撕裂的血痕 那显然是先前应接了周元一笔所造成的伤势 而此时那血痕中 还有着鲜血不断地流腾出来 对于双臂上的伤势 武皇似乎并没有理会的意思 他的脸庞上布满着浓浓的胸力 他泛着血光的眼睛 看向周元 僧人笑道 周元 你还真是屡屡让我意外呢 周元盯着武皇 眉头却是微微一皱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此时的武皇浑身流淌的元气 似乎是越来越凶暴了 他身体上的那些伤势 似乎对他的状态并没有任何影响一样 武皇凌空而立 他手持血精枪 枪尖一抖 身躯之上 血红元气 猛然爆发 他宛如一道血光呼啸而下 手中血精枪携带着滚滚凶暴之气 狠狠地对着周元抱刺而去 周元手中天元比金光涌动 也是直接影上 笔尖与枪尖硬碰在一起 金铁之声响彻 气浪滚滚 而周元的眼神 却是在那接触的瞬间有所变化 因为他感觉武皇的攻势 突然间凶猛了数分 甚至其元气强度 都是有所增强 怎么回事 周元心中微景 武皇似是察觉到了周元心中的惊疑 脸庞上也是有着阴冷笑容浮现出来 不过他攻势却是丝毫不减 手中血精枪化为漫天枪影 如暴雨一般将周元笼罩 叹叹 两人闪电般的交锋 快得让人脸花缭乱 武皇攻势无比的凶狠 他似乎是完全放弃了防御 任由周元一些鼻影突破防御 在他的身体上撕裂出一道道的伤痕 周元的身体上同样也开始出现伤痕 两人一副以命搏命般的凶狠姿态 不过随着疯狂交锋的持续 有人开始感觉到不对 因为他们发现随着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 那武皇周身涌动的血红元气 竟是越来越狂暴 隐隐间似是爆发出嘶笑之声 震耳欲聋 而周元的身影则是在于武皇的硬碰中 开始渐渐地后退 又是一次猛烈的对碰 锋利的笔尖撕裂空气 直接是洞穿了武皇的肩膀 鲜血横流 但那武皇却是毫不在意 枪尖一抖 同样是在周元胸膛上撕裂出了一道血痕 武皇稳住身影 他看了一眼肩膀上的血洞 手掌摸起鲜血 放在嘴边舔了点 眼瞳中的胸力更浓烈 同时嘴中爆发出尖叫声 周元 你的手段就只有这些吗 难道你还没发现吗 我这血修罗之体 伤势越重 我体内的元气就会越强 所以 你还要怎么跟我斗 离圣城内外 顿时响起无数的哗人声 难怪这武皇越战越猛 甚至根本不在乎自己会受伤 原来他根本就不怕受伤 反而伤势越重 他的元气就越强 这一点 从刚开始两人的势均力敌 到渐渐的周元被压制就能够看出来 城外的上空 楚清 孔圣 李清产等人面色也是凝重起来 这武皇的血修罗之体 竟然拥有着如此变态的能力 双方交锋 以伤坏伤 可武皇却是越伤越强 此消彼掌之下 武皇完全能够掌控局面 此时的局面 对于周元 可是有些不利了 城中 周元双目也是须眯了一下 果然吗 这家伙竟然是越伤越强 他先前的感应并没有出错 这血修罗之体的确棘手 周元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 因为先前患伤的缘故 他的身体上也是有着一道道血痕 不过他也并没有在意 只是心念一动 皮肤表面 似是有着灰色古老的纹路浮现 一股磅礴的生机 自肉体 弥漫出来 于是 他身体上的伤痕 直接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愈合 太乙 轻目痕 天空上 武皇脸庞上的冷笑微微一致 周元这般伤势愈合速度 显然也是有着独特的手段 看来这家伙 这两年多的时间也没白费 还是一如既往的难缠与麻烦 不过 那又如何 周元 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这血修罗肢体究竟有多强吧 武皇眼瞳欲发的心红 他盯着周元 嘴角露出猙獰残酷的笑容 旋即 他双手合拢 血精枪缓缓地升起 最后直接是在那无数骇人惊呼声中 对着他的腹部 狠狠地痛去 血精枪洞穿武皇的腹部 鲜血滚滚 其中肠子似乎都是能够清晰看见 但武皇却仿佛感觉不到那种剧痛 他英俊的面旁 在此时显得极为的扭曲 令人不寒而栗 他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浑身的鲜血在此时 自他的身体表面流动起来 最后与元气融合 化为浓郁的血物 从其身体上缓缓地生腾起来 血修罗之魂 嘶哑的咆哮声 从武皇嘴中传出 那些血物迅速地凝聚 最后直接是在那无数道震动的目光下 化为了一具巨大的血影 血影没有容貌 头颅上似是有着弯角 它似是在嘶笑 滔天般的血煞之气 宛如火山一般 铺天盖地地横扫开来 血腥之气 弥漫天地 那番模样 宛如血修罗自九幽爬除 欲要吞天灭尸 在那天地间 无数惊骇欲绝的视线中 武皇血红的双瞳 看向周元 嘶哑的声音 带着难以化开的 杀意响起来 周元 当年你斩我肉身 这次 我要你千百倍地 给我还回来 笼罩着武皇的 血修罗光影 发出嘶吼咆哮声 血气冲天 浓烈的血腥之气 弥漫了天地 无数道骇人的目光看来 此时 自武皇体内 爆发出来的元气强度 强悍地让人心惊肉跳 这武皇果真凶悍 如此元气 若是以元气星辰来 衡量的话 恐怕不弱于二十五万吧 二十五万元气星辰的强度 这还是太出境吗 如果再强一些的话 简直就能够跟神府敬枪 这斗一斗了 简直是妞孽啊 城外上的上空 楚清 李清禅等人的面子 变得有些难看 他们望着武皇身躯之外的 血修罗之魂 即使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他们依旧是能够感受到 那种浓浓的压迫感 这武皇 竟然这么强 李清禅柳眉紧索 之前周元那十八万的元气星辰 在他看来已经足以横扫所有太出境了 可没想到这个武皇更加的恐怖 楚清同样眼神凝重 江太神看来默默地说 这就是血修罗之体的强大 你们根本无法想象 他的眼神也是有些复杂 当日他与武皇交锋 当后者照出血修罗之魂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胜算 双方的距离太大了 楚清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能够让高傲的江太神都是这么说 可见武皇之强 今日周元想要破局 恐怕还真是很难呢 在那天地间 无数人因为血修罗之魂出现时 而骇然时 武皇却没有再多说废话 他眼神森冷地锁定周元 一步踏出 身影瞬间消失 而当他的身影消失时 周元眼神也是一凝 元气爆发 身形爆退 不过此时的武皇速度快的惊人 直接如影随形般地出现在了周元的前方 他凝笑一声 手中血精枪便是尖笑而出 血精枪上 粘稠的血气宛如是凝聚成了液体 不断地低落 灵力凶悍到了极点 一枪呼啸 带起音爆之声 虚空震荡 周元体内金色元气 也是毫无保留地喷布而出 手中天元笔爆发出璀璨金光 正面迎上 噹 枪笔再度重重影碰 肉眼可见的冲击波横扫开来 以两人为中心 整个地面都是猛然塌陷了下去 而周元的身影更是剧烈一颤 直接被那股剧力震得倒射而出 手中天元笔猛地插入地面 在地面上撕裂出长长的痕迹 借此稳住身形 这一接触 武皇的血修罗之魂就显入出了恐怖之处 几乎是完全压制了周元 周元 你就这点本事吗 如果你就这些能耐 还会大周做什么 去送死吗 武皇仰天大笑 公事却是丝毫不见 宛如雷霆 一道道公事连绵不尽地 对着周元笼罩而去 当当 而面对着武皇暴雨般的攻势 周元则是不断地后退 若非手中天元笔强横 防御得滴水不漏 此时恐怕早已被武皇的血精枪所洞穿 望着这一幕 无数人暗暗摇头 此时的武皇无疑是站进了上风 如果周元已经没底牌的话 那么战败几乎是已是定局 武皇身影宛如鬼魅 掠过天际 眼中杀意不发 他手中血精枪猛然一震 竟是在那枪间凝聚出了一轮血红弯月 血月 一轮血月暴射而出 呼啸间连空间都被撕裂开来 这武皇的弓势愈发的凶悍 显然是打算彻底的击溃周元 周元望着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血月 眼神也是变得凶狠起来 他忽然放开了手中的天元笔 无止紧握 血月眨眼便知 而就在血月即将斩来的那一瞬 周元直接是在那无数道惊呼声中 无止成拳 一拳就狠狠对着那轮血月轰去 无数人骇然失声 先前周元能够抵挡住武皇的狂暴攻势 便是凭借着手中天元笔之枪 如今竟敢放开天元笔 以拳头硬寒 简直就是找死 那些惊呼声上还未曾落下 周元的拳头与那血月已是碰撞在一起 狂暴的元气肆虐 不过让得无数人眼瞳一缩的是 预想之中周元手臂被斩断的一幕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那轮血月 直接是在此时被一拳轰然砸爆 而这一次 周元的身影只是微微一震 竟并未被震飞 半空中 武皇眼瞳萎缩 血光渐渐地散去 周元的身影前露出来 所有的目光都是望着他拳头处 只见那里似乎是有着银色的液体 从其体内涌出来 银色液体先是包裹了其拳头 最后蔓延开来 将周元的身躯尽数地覆盖 短短数息 银色液体就化为了一具充满着流线型的银色战甲 武皇面色阴冷地望着熟悉的银色战甲 两年之前他败于周元之手最大的关键点 便是因为周元这诡异的银甲 地面上 被银色战甲包裹的周元 单膝跪地 一只手掌轻轻地触及地面 地圣文 大地再度震动 大地深处厚重雄浑的大地元气 宛如洪流般的呼啸而来 灌注进入周元的体内 这一次的灌注程度比之前施展更为的雄浑 大地元气灌注而尽 对于肉身的承受能力有着严苛的要求 而当周元在寄出隐影时 隐影与身躯融合 无疑能够增强他肉身的承受能力 如果说之前周元运转地圣文 还有所保留的话 那么这一次就真的是运转到了极致 宛如雷鸣般的声音 不断地在周元体内乍响 苍黄色的神秘光芒若隐乱现 最终竟是在那银甲上面 形成了一些古老的苍黄色光纹 而在这一刻 黎盛城内外无数关注于此的视线便是震动地看到 那次周元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竟是在此时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节节攀升 那种程度再度反超武皇 他脚下的地面都是无法承受 开始不断地军裂 天空上武皇面色阴冷 眼角微微抽搐 在那无数震惊目光中 身披银甲的周元却是缓缓抬头 一对凛冽的眼瞳锁定着半空中的武皇 他手掌一握 天元笔落入他的手中 锋利的鼻尖缓缓缓的上移 最终指向了半空中的武皇 把你的底牌都掀出来吧 不然今日这黎盛城 你不会再有如同上子那般 逃走神魂的机会了 第六百八十四章 修罗圣龙 离盛城内 周元身披银甲 手持天元笔 惊人的元气波动如风暴一般 一波波地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引来无数惊骇目光 谁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此时的周元 实力同样是暴涨到了一种可怕地步 比起武皇 恐怕只强不弱 这让得人忍不住地有些感叹 这场龙争虎斗可真是精彩绝伦 仅仅只是两位太出镜的弟子 可那种争锋感觉 都能够与一些神府镜相比了 这武皇与周元 真不愧是如今盛州大陆上 最强的年轻一辈 今日两人这场交锋 必定会在盛州大陆上流传颇久 无数道目光 又是在此时开始转向立于半空中的武皇 后者面色阴晴不定 显然也是从周元身上 感觉到了浓郁的危险气息 不过武皇变换的面色 在持续了一会儿后 终究还是慢慢地收敛 毕竟对于周元这银甲他太熟悉了 当年他被周元斩杀肉身 周元所凭借的便是这具神秘银甲 所以他对于周元这道底牌 一直都有些防备 武皇深吸一口气 他盯着周元的眼眸中 有着血光流转 周元当年你能够凭借此物 斩我肉身 你以为如今还能做到吗 身披银甲的周元单笑一声 试试不就知道了 武皇眼眸阴冷地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再说话 只是双手猛然合拢 金色的神秘气流 在此时开始自武皇的体内缓缓地生气 那些气流环绕在其周身 隐隐间竟是有着 充满着磅礴危严的龙吟声 悄然地响起 金色的气流越来越浓郁 最后化为利头金色巨龙 缠绕在了武皇身躯之外 一股难以言明的胃压 散发开来 周元盯着那些金色气流 面无表情 但那眼中的含义 却是越来越浓郁 因为他对其并不陌生 那赫然是圣龙之气 抽元 是不是很熟悉 武皇眼神讥讽地看了 周元眼眸微垂 圣龙变吗 武皇 莫非你忘记了 当年你也是在施展出这般手段后 被我斩灭了肉身吗 武皇嘴角掀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没有说话 只是双手结印 龙银响彻 只见那金色气流所化的巨龙呼的冲起 然后直接在那无数道惊呼声中 与笼罩在武皇身躯之外的血修罗之魂 撞击在一起 碰碰 两者碰撞 顿时化为金光与血光纠缠融合 一股极端诡异的波动 在此时爆发出来 周元的瞳孔微微一锁 这武皇竟然能够将圣龙变 与他那血修罗之魂融合在一起 周元 多亏了你毁了我之前的肉身 如今 我这可不叫圣龙变了 我将它叫做 修罗圣龙变 当武皇的最后阴冷的声音落下时 只见了那血红与金色的气流融合 形成了一种珠红色的神秘液体 那些液体垂落下来 落在了武皇的身体上 接触的瞬间 似是有着烟雾生腾 那些液体犹如具备着生命力一般 包裹在武皇的身躯外 不断地蠕动 诡异至今 而武皇的身躯 也是在此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他身躯膨胀至十数丈 珠红色的肉刺 从他的体内刺破而出 有着鲜血从肉刺上滴落 此时的武皇 宛如一头四龙四修罗般的怪物 武皇仰天咆哮 天地间的元气 都是在此时轰然爆炸 一股极端暴力的元气波动 疯狂地从其体内横扫开来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近乎麻木般地望着武皇 此时的后者经过了又一轮的爆发 显然变得共加地恐怖了 这让得他们忍不住地怀疑 这武皇的极限究竟是在哪里 难道他还真想在太初境时 就超越神府境的强者吗 武皇凌空而立 在他的背后 还有只珠红色的光一伸展开来 他的面旁也在此时是变得犹如龙 如修罗一般极为的丑陋 他目光俯视下来 锁定了周园 声音尖锐地响起 周园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最后的大餐 怎么样 可曾满意 他的声音说出时 仿佛面前的空气都是在不断地爆炸 发出轰隆隆的巨声 你还有什么地牌 也给我施展出来吧 若是没有 我看今日这离圣城 就该是你的葬身之地了 武皇尖叫声响彻天地 城外 楚清 李清禅他们皆是面色凝重 那阴甲应该就是周园最后的手段了 他不是武皇这个状态的对手 李清禅低声说 他们如今对周园的手段 也是颇为的了解了 先前与武皇一轮轮的爆发中 周园已是将他所知晓的底牌 尽数地翻了出来 那神秘的阴甲 更是周园藏了许久的底牌 可如今在面对着武皇时 即便是那阴甲 恐怕都是有些不足了 楚清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 一咬牙 待会出现意外 四级出手将周园救走 那武皇 我来阻拦他一下 楚清缓缓地说 他的眼中有着决然之色 李清禅银牙紧咬 他知晓 楚清根本不会是武皇的对手 就算是阻拦一下 甚至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周园比我更强 潜力比我更大 我们苍玄宗需要他 楚清看了李清禅一眼 李清禅沉默半赏 最终艰难地点点头 他知道 如果周园底牌已光 那么眼下 他的确不会再是武皇的对手 这个武皇太可怕了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投向了周园所在之地 眼下的双方就犹如赌牌一般 如今武皇已经翻开了最后的牌 若是周园拿不出相同的牌 那么局势就将会出现结果 在那诸多目光的注视下 周园也是抬着头 他凝视着此时如龙如修罗般的武皇 眼神也是颇为的凝重 后者这般变化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看来这些年 武皇为了对付他 还真是做足了准备 面对着武皇这最后的底牌 如果是以前 他恐怕还真是有些无可奈何 但可惜 周园缓缓地伸出手掌 目光投向掌心 掌心处有着一道黑色光点 仔细看去 那是一圈圈的黑色光圈 宛如囚牢 而囚牢身处 则是封锁镇压着怨龙毒 以往的周园 根本无法调动怨龙毒的力量 但如今怨龙毒 被大小龙文所镇压 周园终于是可以动用他的力量 以及那曾经被他所吞掉的圣龙之气 而那圣龙之气 自然就是当初从武皇那里所夺回来的 周园首掌缓缓地卧龙 掌心中的黑色光圈顿时旋转起来 其中似是有着充满着怨毒的龙吟声传出 浓烈的血红色气流 在此时自周园掌心中流淌出来 然后将他的身躯缠绕 周园的身躯也是缓缓地升空而起 血红的光芒在其身后凝聚 最后渐渐地似是形成了一头巨大的血红巨龙 那巨龙仰天咆哮 龙目之中有着令人心惊的恐怖怨气 周园双目也是渐渐地血红 但其中并没有暴力 反而是一片冷静 他盯着武皇淡漠的声音响起 圣龙变吗 托你的福 我如今也有 只不过我更愿意叫他做 怨龙变 血红的巨龙缠绕在周园周深 滔天的怨气弥漫出来 直接是引得天地间的温度 都是骤然降低 冷冽彻骨 无数道目光带着惊恐地看着周园身外的血红巨龙 那种磅礴怨气 令得他们头皮有些发麻 但他们同样是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那血红巨龙所蕴含的力量 那种力量 似乎与先前武皇所施展的如出一辙 天空上 武皇望着周园身躯外的血红巨龙 眼瞳也是一缩 声音阴沉 你竟然降服了怨龙毒 他显然是知晓周园体内的怨龙毒 毕竟这是当初他父王的手臂 据说此毒无比的霸道 原本武王是打算以此来彻底摧毁周园 但谁能料到 周园不仅没有死在怨龙毒下 如今甚至开始将其降服借用其力 周园眼眸抬起 眼目冰寒 说起来也是多亏了你那父王 若非他当年所赐 我今日也无法将这怨龙毒掌控 从小到大这么多年 周园饱受怨龙毒的折磨 期间不知道多少次在鬼门关徘徊 不过好在的是 此次借助这妖妖之手 他总算是彻底地将其降服 镇压 而周园也终于是第一次的能够主动动用怨龙毒的力量 周园凝视着那血红巨龙 下一瞬双手陡然解印 血红巨龙仰天长笑 下一刻俯冲而下 直接是与身披银甲的周园相撞 撞击的瞬间 血红巨龙犹如是化为液体 迅速地融入了银色战甲之中 紧接着银甲的表面便是有着一道血龙光纹浮现出来 一波波狂暴到极致的元气风暴 直接是在此时自周园的体内爆发出来 空气震荡间带起刺耳的阴暴之声 那种元气强度也是在节节攀程 无数道视线望着此时爆发的周园 皆是一脸的无语 这两人的交锋 简直就是在比谁能够暴肿的次数更多吗 不过 他们的心中同样也是在为两人的这种爆发 而掀起惊涛海浪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眼下两人的表现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太初镜所能够达到的程度 如果不是此时的两人浑身都没有神父光环出现 他们甚至都要怀疑 这两人是不是已经踏足神父镜了 在无数感叹声中 那些视线锁定着天空上的两道身影 此时谁都能够感觉得出来 随着双方一张张底牌的掀开 这场惊天之道恐怕也是很快就要出现结果了 武皇毅力虚空 此时他的身形如龙如修罗 散发着凶利之气 一对阴冷的眼瞳 死死地锁定着周园的身影 此时后者经过这一轮的爆发 已经再度让得他感觉到了极其强烈的威胁 双方的争斗已是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 武皇手掌一握 血精枪出现在其手中 阴沉地说 我今日倒是想要看看 你这怨龙变厉害 还是我这修罗圣龙变更胜一筹 他手掌紧抓血精枪 澎湃的元气在此时疯狂涌动 最后尽数地对着血精枪灌注而去 顿时 血精枪爆发出万丈光芒 枪身震动 散发出来的恐怖波动 直接是将附近的空气 都是震得渐渐扭曲起来 武皇手握血精枪 枪身舞动时 宛如是有着血海涌动 他眼神阴厉地锁定周园 眼中的沙翼在此时强盛到了极致 下一瞬 他猛地一步踏出 身影如流光 直接对着周园 爆射而去 沙翼弥漫 在其身后血光滔天 宛如是一片血海 铺天盖地的紧随而来 所过之处空间震荡 血海滔天呼啸而来 周园的眼神也是变得肃然起来 武皇这般攻势 几乎是倾尽了所有的力量 堪称是绝杀 他深吸一口气 手掌紧握 天元笔上有着磅礴之光 凝聚而来 而随着越来越雄浑的元气汇聚 只见得天元笔雪白的笔尖 竟然是在此时渐渐地化为血红之色 在银甲之上盘踞的血龙光纹 也是在此时如动惊出 覆盖在了天元笔斑驳的笔身之上 周园手掌抬起 天元笔也是缓缓地升起 笔尖振动 引得空间不大 此时此刻 周园所有的力量 同样是汇聚于天元笔上 他的眼神在此时陡然 变得凌冽如刀 他的身影也是暴逝而出 化为一道流光掠过天际 那般架势显然是不会有丝毫的想让 天地间 无数人望着这一幕 皆是为之动容 噗 两道流光裹夹着毁灭之室树袭之后 便已是轰然相撞 枪笔碰撞 可怕的元气风暴顿时肆虐开 高空上的云层都是在此时被撕裂 而下方的建筑物更是成片成片的化为废墟 一条条街道随之崩裂 破坏力惊人至极 此时 城市中有着一道光影冲天而起 双手合拢 顿时有着滔滔元气汇聚而来 化为光照 将那冲击波阻拦下来 那是离圣城的强者 出手阻拦鱼波 不过没有人理会这些 所有的目光都是死死地盯着天空对碰之处 只见到那里枪尖与笔尖针锋相对 而手持他们的周园与武皇此时两人的身躯上 皆是有着血雾 奔波而出 但他们面目皆是异常的森冷猙獰 丝毫没有退让之事 武皇眼神阴森 他望着这般对峙 呼得手臂一抖 枪尖微颤 竟是错开了天原笔 枪封如垫般 直接对着周园心脏位置抱刺而去 周园见状眼神冷冽 他没有半点的犹豫 也没有半点回防的姿态 锋利鼻尖轻颤肩略向武皇胸膛 两人皆是出手狠辣 直指要害 真正的以命相搏 看得无数人 头皮发骂 于是 一息之后 枪尖与笔尖几乎是同时间 自两人的胸膛处洞窗而过 带起喷勃的血雾 漫天即清 血雾自两人的眼前飘过 你这次 又输了一点 周园低头望着胸膛上 洞穿的长枪 与其默然 武皇的长枪虽然洞穿了 他的身躯 但大部分的力量 都被隐隐所吸收 而周园的天原笔 在洞穿武皇身躯时 无数毫毛 却是在那瞬间爆发出来 直接毁灭了武皇身体内部 武皇看了一眼自己 只见到血肉之下 有着无数光线在死虐 他的身躯上不断地出现 一道道猙獰痕 这副薄命之态 周园拥有着 隐隐与强横的肉身 而武皇 似乎是落了下风 不过 武皇再看了一眼后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诡异糊 周园 这一次 输得恐怕是你了 血修罗之体 即便肉身毁灭 只要有一滴修罗之血存在 便可重生 他的嘴角诡异糊度越来越明显 然后他双手陡然结印 武皇眉心间 无形的神魂凝聚 在那神魂之间 有着一滴赤红的鲜血 神魂包裹着那一滴赤红鲜血 冲天而起 周园 我就用这具血修罗之体 来为你送刑吧 修罗脏 武皇尖锐的大小声 详彻天地 而当其声落下时 无数人都是 喊然的见到 武皇那一具肉身之上 有着无数的血光 喷布而出 那是肉身自爆 离圣城外 楚清 李清禅他们皆是面色巨变 疯狂地对着城内暴逝而去 不 不过还不待他们冲入城中 一朵血红色的蘑菇云 便是携带着毁灭般的元气洪流 倾斜开来 那洪流撞击在离圣城强者所布下的元气光照上 将光照已是阵的连依不断 天地间 无数人望着那场血红蘑菇云 再看着那神魂顿初 正仰天狂笑的武皇 都是沉默了下来 这场苍玄天最强泰出镜的交锋 终于是在武皇以肉身为耳之下 出现了结果 身陷那种洪流冲击内 泰出镜内 绝无活人 那个周园 恐怕是必死无疑了 不过 也正是在那无数人惋惜叹息 与武皇神魂狂笑间 那血红蘑菇云中 似是有着一道低不可闻的声音 悄然地传出 天猪 当那道声音落实 肆虐的血红蘑菇云似乎是在此时直接凝固 一种玄傲的力量荡漾 然后所有人便是不可思议地见到 血红蘑菇云爆发的洪流 悄然地散去 所有的狂暴归于平静 天空上 正仰天狂笑的武皇笑声凝固 他的神魂带着浓浓的难以置信望着下方 只见到那里 血红蘑菇云悄然散去 周远手持天元笔的身影缓缓地走出 一对眼眸不带丝毫情感地 注视着武皇的神魂 第六百八十六章 抹杀武皇 天地之间 无数道惊骇的目光 难以置信地望着天空上 那里的血红蘑菇云消散间 周远手持天元笔的身影 出现在了那些视野中 周远看上去没有太大的伤势 似乎先前武皇以肉身为耳 所造成的恐怖爆炸 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可这怎么可能 先前武皇的那种肉身自爆 微能简直直逼神附近强者的出手 在那种程度的攻击下 任何太出境都将会在轻刻间 化为灰烬 可为何周远却毫发无损地扛了下来 城市中想起了无数哗然声 离圣城内 步伐一些神附近的强者 可他们在见到这一幕时 皆是为之动容 远处正对着城内疯狂掠来的楚清 李清禅等人也是停了下来 不可思议地望着天空上周远的身影 他们同样不明白周远是怎么抵挡下来的 离圣城一座高塔上 一名中年男子凝望着高空 他正是离圣城的城主 乃是天阳镜的使力 而此时的他也是目光惊异不定地盯着周远的身影 现前似乎是感觉到一股异样的波动 离圣城城主难难地说 这种波动极为的神秘与隐晦 似乎是与法御有点相似 但他知晓这是不可能的 莫说周远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初境 就算是他这种天阳镜的强者 都无法触及神秘的法御之力 所以最终离圣城城主 只能将其归咎于周远 身怀某种神奇的元宝 这才能够抵御下武皇肉身的自宝 这个周远倒是有些意思 这位离圣城的城主笑了笑 眼下这场争锋 结果已是分出 那武皇自爆了肉身 等于是绝了所有的后路 如今周远扛下了他肉身的爆炸 那么凭借着一道神魂 那武皇已是周远的盘中菜 将会任其揉捏 在那漫天震撼的目光中 高空上武皇的神魂 同样是难以置信地 望着下方的周远 旋即爆发出怒吼声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在我的肉身 自爆中活下来 武皇神魂剧烈地波动着 急欲爆炸开来 可见眼前这一幕 对他造成的冲击 他付出了肉身爆炸的巨大代价 但那结果 却是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这如何能让他接受得了 半空中周远冷冽的目光 投向武皇的神魂 浓烈地鲨鱼掠过 而他眼中的鲨翼 犹如冰冷一般 将武皇给颇醒了 此时后者方才明白 如今的局势 当周远从他的肉身 自爆中存活了下来 麻烦的就该是他了 如今的他 仅有神魂残存 战斗力可谓是跌至谷底 凭他这种状态 根本就不可能是周远的对手 一股寒气自武皇心中散发出来 令得他的神魂都是剧烈地震动起来 而此时 离圣城内外 所有人都是清醒过来 当即那无数道神色各异的目光 投向天空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这个时候的局面 已经彻底的明了了 这苍玄天中最强的两位 太出镜之争 结果已出 天空上 周远面无表情地盯着武皇的神魂 手中天元笔缓缓弹息 将其锁定 武皇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武皇的面容扭曲 不过他却并没有说话 而是直接掉头 对着城外那些圣公弟子所在 暴略而去 眼下的他肉身已尸 不可能会是周远的对手 所以他知道此次他又失败了 如果继续留在这 必然会被周远将神魂都斩杀 不过在吃了上次的亏后 周远早已时刻将他锁定 所以其神魂刚动时 周远眉心 便是有着神魂之光凝醒而出 神魂之力爆发出吸力 顿时就将武皇的神魂定住 旋即他一步跨出 直接出现在了武皇神魂之前 武皇 窃贼 终归就是贼 将属于我的东西 还来吧 周远伸出手掌 一把便是对着武皇神魂抓去 武皇神魂发出惊笑 公主 救我 当些声落时 高空上的虚空忽然在此时震动起来 一股无法形容的伪力 似乎是穿透了空间 从极为遥远的地方投射而来 那股伪力一出现 周远便是感觉到浑身凝固 甚至连体内的元气都是无法运转 他的眼中掠过骇人之色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必然就是圣公的那位公主 圣元 小背间的争斗 你竟然也能插手 真想将你圣公的颜面丢光吗 不过 就在周远精骇间 高空上的虚空爆裂 又是有这一股伪暗之力降临 直接将先前那股伪力截住 天地在此时剧烈的震荡 天地元气咆哮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整个天地似乎都是将要轻浮 无数人悍然色变 那种动静 可远非先前周远与武皇可比 他们能够感觉到 那种力量是真正的毁天灭地 只要稍稍爆发 离圣城将会在轻刻间 被抹除得干干净净 而所有人也是知道了 那两股力量的来源 圣公的圣元公主 苍玄宗的青阳长教 这两位 那是如今苍玄天中最强的存在 而在虚空中两股伟力纠缠的时候 周远凝固的身躯也是恢复过来 他眼中掠过一抹利色 下一瞬一掌便是狠狠地对着武皇的神魂排去 武皇神魂奸笑 但却无法躲避 眼中有着绝望生起 最终化为怨毒 周远 你杀了我又能如何 你大周 注定被我大无覆灭 尽请你赶回去了又能怎样 藏玄宗给不了你帮助 难道凭你 还想和我那踏入身附近的父王相斗吗 我在下面等着你 还有你大周 周远面无表情 下手毫不手软 一掌便是拍中了武皇的神魂 狂暴的元气冲击之下 仅仅瞬间便是将那武魂的神魂撕裂开来 啊 武皇惨力绝望的惨叫声回荡于天地间 胜离城中 无数人头皮发麻 显然也是被周远的狠辣所震慑 这直接震碎神魂 摆明了是要彻底地将武皇磨灭 虚空中 有着圣元公主震怒的声音传来 引得天地震荡 数子 好狠的手段 有着无穷伟力化为光柱穿透虚空降临而下 空间都是在旗下湮灭 不过光柱尚未落下 那里的虚空便是裂开 形成了空间深渊 将那光柱尽数地接入了另外的空间之中 显然是青阳长教在出手 惊天动地声响起 整个天穷仿佛都是在此时被打碎 周元没有理会虚空中恐怖的震荡 他的目光只是盯着眼前武皇神魂碎裂的地方 此时的那里有着神秘的气流汇聚 隐隐间发出了低沉的龙吟之声 圣龙之气 这是武皇体内另外一半的圣龙之气 当年在那圣级之地 周元斩杀武皇肉身 本是夺走了他的圣龙之气 可最终被武皇的神魂带走了一半 但显然这一次武皇再没有那种好运了 周元心念一动 那神秘的圣龙之气呼啸而来 然后自其天灵盖中灌注而尽 到的此时 那曾经被剥夺的圣龙之气 终是被他彻底地夺回了三分之一 而那个自他年少时 便是视为的最大对手 也是在今日被他彻彻底底地抹杀 以我的恩怨 到此结束 周元望着武皇神魂碎裂之处 眼目平静 但还有两份圣龙之气 我会尽数地去回 因为那是属于我的东西 第687章 离圣归去 离圣城中央的地带 一片狼藉 而此时无数道目光 皆是有些复杂地望着立于半空中的周元 当武皇神魂被灭的那一刻 这场苍玄天两位最强的太初境交锋 胜负就算是彻底地分了出来 眼下的周元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他才是真正的圣州大陆第一圣子 城外 苍玄宗的弟子在此时爆发出惊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那些投向周元的目光显得极其的狂热 后者今日这一战 可谓是令得他们苍玄宗颜面大招 而与苍玄宗这边的狂欢相比 圣公弟子那边则是一片沉寂 即便是江太神与詹台卿 都是面色极其的不自然 他们望着周元的身影 眼中有着浓浓的忌惮之色涌现出来 虽然直到此时 他们都还有自有点不太敢相信 要知道 在那玄源洞天的时候 周元根本就不敢直接与他二人对战 所以只能选择了比他们稍弱的金蝉子 而即便周元最后斩杀了金蝉子 但江太神与詹台卿 顶多只是将其提升到正规的程度 至于说让他们感到忌惮 那却还是不够的 可谁又能料到 这才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周元就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 江太神与武皇交过手 所以很清楚后者的强悍 但即便如此 如今的武皇在倾尽底牌后 依旧是被周元斩杀 甚至连神魂都未曾掏出 这说明什么 说明如果他们对上周元的话 将会死得更快 那个在玄缘洞天中并不让得他们重视的人 如今已是将他们远远超越 江太神与詹台卿对视一眼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苦涩 苍玄宗有周元这般人物 可以想象他们圣公这一代 未来都将会被其所压制 真是报应啊 江太神叹息一声 在周元与武皇都未曾出现前 他便是苍玄天最强的年轻一代 横压苍玄宗多年 压得苍玄宗这一代弟子 抬不起头来 而从此刻开始 他们圣公的风光怕是要不在了 以后将会是周元横压他们圣公这一代 在城墙的另外一边 左丘青鱼 绿罗 李纯军他们 也是有些目瞪口呆的望着这一幕 好伴赏后方才渐渐地清醒过来 先前周元与武皇的交手动静 简直不像是太出镜的交锋 不过索性最终是周元去胜了 唉 他又变强了 宁战感叹一声 此时的周元比起在玄园动天时 显然强悍了不止一个档次 真不知道这家伙是如何修炼的 其他人也是身有同感地点点头 不过虽然打败了武皇 但周元真的是要回苍茫大陆吗 左丘青鱼柳梅微粗 据我得来的消息 苍玄宗与圣公有着规矩 申福静即以上不得插手 周元虽然如今站在了太出镜之巅 但他终归还没探入申福静 他恐怕不会是武王的对手 其他人也是沉默下来 虽然周元先前的实力让人惊艳 但太出镜与神福静差距巨大 即便是最差的神福静 元气底蕴 恐怕都不弱于五十万元气星辰 如此巨大的元气底蕴 足以将任何手段摧垮 他不得不回 大巫选择这个时间进翻大洲 大洲恐怕难以阻挡 如果他不回去 大洲避免 李纯军缓缓缓地说 绿罗嘟了嘟嘴 我之前传信给王寿王朝 还让我父王暗中帮一下 但他说 大洲与大武之间的争斗 现在已经不再简单 那是圣公与苍玄宗在博弈 其他人根本不敢插手 其他人对视一眼 也是暗叹一口气 这场局也终归只能靠周园去解开 所以他必须回去 城市上空 周园微闭的双目 已是在此时渐渐地睁开 体内的太义轻木痕散发出生机 令得先前的伤势迅速地回复 他感受着体内两股圣龙之气 渐渐地融合 眼蒙微闪 片刻后 周园抬起头 虚空之上那两股伟力 在纠缠了一会儿后 引得天地动荡 不过不论是圣元公主 还是青阳长教 显然都并不打算真的动手 所以最终也是有所收敛 你苍玄宗倒是培养出了一个好弟子 不过可惜 这弟子恐怕不久后 也得追随武皇而去 圣元公主 圣元公主默然的声音回荡天地 可惜 你苍玄宗这些年难得出现一个还不错的苗子 却是管不了多久的用 呵呵呵呵 圣元公主的笑声渐渐地远去 那股盘旋于此地的伟力 也是顿入了虚空之中 天地间一些知晓其中原有的目光 皆是在此时投向中原 其中有些惋惜 这个苗子的确很不错 如果能够安心在苍玄宗修炼的话 未来的苍玄宗指不定可以多一个踏入天阳境 甚至圆英境的顶尖强者 但若他此时就要赶赴那苍茫大陆 与神府境强者相斗的话 怕是凶多吉少 而周元对于那些目光 却是犹如未闻 他的神色平静不起波澜 你若是能忍得下去 可不必回去 你那父王母后 我苍玄宗可以想办法暗中保下 有这一道声音在此时钻入了周元耳中 周元分辨了出来 那是青阳长教 他沉默了一下 青阳长教说的只是保下他父王母后 而不是大周 显然这么做的话 大周将会是牺牲品 周元深呼了一口气 眼神却是在此时渐渐地坚定起来 多谢长教 不过这是我无法逃避的责任 若是今日一退 我心中那股锐气 也将会荡然无存 这对于我未来的修炼 将会是致命隐患 那个时候 说不定 我也将会泯然于众人 我不甘于拥落 这是信念之争 我唯有迎刃而上 方可在未来之路 大不向前 周元低声自语 这些年来 他面临诸多困境 都是咬牙坚持了下去 这其中正是因为 有着这一股信念在支撑 若是如今连他都选择了退让 那么未来一些时刻 恐怕他也会失去坚持下去的信心 青阳长教自然是听见了他的低声 半晌后有着声音传来 既然你下定了决心 那便去吧 他的声音中引有欣慰 相对于周元的天赋 这股心态才更让得青阳长教所看重 周元点点头 他对着虚空郑重地行了一礼 然后转过身来 看向楚清 李清禅等诸多藏玄宗的弟子 再度行礼 周元在此谢过各位师兄弟一路互持 楚清面色复杂 李清禅美眸凝视着远处的青年 周元 但你凯旋归来时 我苍旋宗弟子 陪你大赢一场 在那后方 无数苍旋宗弟子眼神投射而来 下一刻震耳欲聋般的声音响彻离省城 苍旋宗弟子于此 盼师兄大胜而归 深圳城市 也是引得无数复杂的目光投来 周元望着他们 心头微暖 然后洒然一笑 摆了摆手 毫不犹豫地转身 身形极略而下 直接落在了城中央 那座巨大的传送点中 传送点内 由这璀璨的光芒冲天而起 而周元的身影 也是被光芒所吞没 而带着周元身影消失时 那苍旋宗弟子的嘶吼声 依旧响彻于这离省城上空 周元师兄 我等盼你凯旋而归 第六百八十八章 大五伐周 圣宫 云雾缭绕的山崖之前 一道白袍身影 盘坐于青石上 他只是静静盘坐 但却散发着一股 无法形容的围压 那种感觉 仿佛连这方天地 都是在被其所压制一般 白袍身影 威逼的双目渐渐地睁开 其双头呈现银色 略显默然无情 如神底一般 正是圣宫的圣元公主 真是废物般的东西 花费那般多的资源 为你铸造血修罗之神 没想到还是输了 那周元的话 倒是说得没错 窃贼终归是贼 难成大气 圣元公主摇摇头 不过她的脸庞上 倒并没有丝毫 先前在离圣城上空 表现出来的震怒 那银色眼眸中 反而是掠过一抹 莫测之光 不过输了便输了吧 原本就未曾指望过她 对于五皇神魂被斩杀 圣元公主并没有半点的在意 毕竟那只是她的一颗 小小棋子而已 即便眼下失败 也是对她的计划 没有什么影响 圣元公主袖袍一挥 有着一颗古老斑驳的水晶球 出现在她的面前 水晶球内一片混沌 显得深不可测 宛如天机 五皇体内的圣龙之气 已被周园所得 圣元公主凝视着 水晶球内的混沌 手指轻轻拨弄 混沌隐隐有所颤动 还不够 圣元公主微微一笑 旋起她抬起头 银色眼瞳 仿佛是洞穿了虚无空间 看见了某处 不过应该也快了 苍玄宗 青阳长较立于大殿外 副手而立 她深邃的眼眸 凝视着虚空 在其身后 涟漪封住美丽的容颜上 带着细色 臭元这小家伙 还真是争气 竟然真的将那武皇打败 想必这个时候 那圣元脸色 应该是很不好看吧 那倒也未必 青阳长较缓缓地说 虽然那圣元表现得很震怒 但不知为何 我却总感觉她别有用意 不过周元虽然胜了武皇 但眼下她执意要赶回大洲 与那武王决战 此战将会更为险恶 唉 这小家伙倒是倔得很 若是能退一步 也不必如此凶险了 如果他真的会退 恐怕也不会取得 今日的成就 不过此番虽然凶险万分 但却也并非全是死路 那武王虽是神浮境 可如今周元已达太出境巅峰 再加上他夺回了 武皇体内的圣龙之气 若是能够完美熔炼 巩固自身 他未必不能再前一步 这小家伙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可神浮境 也不是那般好突破的 楚清他们这段时间 一直在做准备 但也还未曾开始突破 寻常情况下 的确是需要不短的准备时间 但如今局势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在承受这股巨大压力之下 天资心形卓越之人 却反而是能够爆发出极大的潜力 周元这是以局势为压 压迫自身潜力 以达到突破的目的 这份心形与果决 当真是不凡 青阳长教的话音中满是欣赏之意 缘起之道 若是没有那份逆境求胜之心 断然是走不远的 连一封住美丽的脸颊上 也是露出赞赏之色 如果周元真的是能够在这种重压之下 完成突破 真正的踏入神附境 那么眼前这凶险万分的局面 也将会被他轻刻间逆转 希望这小家伙能够成功吧 青阳长教轻轻点头 然后他抬起头 目光却是遥望向圣公的方向 深邃得眼眸萎靡 圣元 你如此大费周章 真的只是为了找回一些颜面吗 还是说你是别有目的 那么你的目的 又究竟是什么呢 当周元经由黎盛城 归往苍茫大陆时 他与武皇在黎盛城中 所爆发的大战 也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传遍了整个盛州大陆 各方势力 在知晓那结果后 皆是惊叹万分 这一战的周元 可谓是表现惊艳璀璨 这般天才 若是再给予他一些时间的话 未来不见得 不会成为苍玄宗中的顶梁柱 但让人感到惋惜的是 这周元 未必还会有未来了 显然 他们也都是知晓了周元 赶往苍茫大陆的目的 说实在的 一位神府境的武王 对于圣州大陆上的 各方势力来说 都算不得什么 可对于周元这位太初境而言 神府境却依旧是显得有些高不可攀 即便眼下的他 足以号称是太初境中无敌 但那毕竟是太初境 在这缘起修炼中 太初境勉强 可算是登堂入室 但唯有真正的 踏足了神府境 方才能够领略到 傲气之玄傲 这两者间的差距 非常的巨大 就算是周元 这种太初境中 无敌手般的人 想要跨越等级 去抗衡一位神府境 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所以 对于周元赶赴苍茫大陆 对抗那位神府境的武王 所有人都觉得 极其的不知 但他们也明白 眼下那小小的大周与大武 已是代表着圣公与苍玄中间的博弈 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予帮助 一切都得依靠周元自身 而对于周元 要如何破解这场九死一生之局 圣州大陆上各方势力 也是颇为的好奇 于是当周元在赶赴苍茫大陆时 那圣州大陆上的各方势力 包括六大巨宗 都是将视线遥遥地投射而去 在这浩瀚的苍玄天中 苍茫大陆只是偏僻一语 而如今 这小小之地 却是汇聚了苍玄天 无数强横势力的共同关注 而在那诸多的视线遥遥地关注而来时 在那苍茫大陆上 大周与大武的边境 却是风烟生腾 战火燎原 大武军队 始如破竹般地冲进大周江域 摧城略地 那一幕 一如当年 只是 当年武王之谋 是谋周元这周家圣龙 而这一次 武王之治 却是打算斩草除根 彻底灭周 将那绵延多年的恩恩怨怨 尽数地 战灭 第六百八十九章 断龙城外 半月之前 大武云局于边境的军队 在武王的一声令下 进犯大周 大武王朝均是凶悍 虽说大周也是早有准备 但在接触之下 很快便是因为 敌武实力悬殊 出现了溃败 而周晴在派明双方实力后 并未胡乱挥霍大周的力量 而是选择避让大武兵封 并将举国之力 汇聚于断龙城 断龙城 乃是大周最后的屏障 显然 周晴是打算集中所有的力量 意图借助断龙城的地势 与大武展开最后的决战 断龙城外 有一条大江横阁 为断龙江 据传很多年前 曾有大龙被斩杀于此 故而以断龙为名 而如今 这辽阔的断龙江 早已是战火弥漫 死杀声响彻天地 断龙城城墙上 周晴身披甲咒 面色沉重地望着辽阔大江的对面 只见到那里大军云集 黑压压地看不见尽头 宛如乌云盖天 在那如乌云般的军队中 可见无数飘荡着五字的大旗 大军的军队已经汇聚得差不多了 恐怕很快就会展开进攻了 在周晴身后 身披甲咒的魏苍蓝面容肃然 在魏苍蓝身旁 站着魏青青 此时他虽然也是穿着战甲 但依旧是能够勾勒出纤细的曲线 双腿比直 只是他那俏脸上 也布满着紧张沉重 周围还有着不少大洲的将领 但此时 每个人都是被那铺天盖地的压力 压迫得无法面露轻松之色 毕竟这半个月来 他们已经见识到了大武之强 虽然大洲韬光养晦这么多年 可与大武相比还是差距不小 周晴点点头 他目光环视开来 望着诸多将领 声音低沉 这半时候 诸位还能为我大洲而战 实属我大洲之幸 周围有着将领咧嘴笑道 王上 我等可非贪生之徒 不然当年 何必还追随王上 那武王不过是雀贼而已 妄想我等攀附他 白眼狼的东西 当年如果不是大洲 他武家岂能有今日 王上放心 我等碧云那大武血战到死 望着那一张张慷慨激昂的面旁 周晴眼眶也是有些泛红 这里面 有很多老兄弟都是当年武王篡周时 一直护持陪同在身旁的人 魏苍狼也是在此时笑了想 王上 大武虽强 但我等不惧生死 武王那死 在我们眼中 始终只是窃贼 我等愿与大洲共存亡 周晴偏过头 摸了摸眼睛 旋即深吸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澎湃 大将军 我大洲高端力量还有多少 魏苍蓝神色一案 太出境实力的人 四十人还剩下有二十八位 已有十二位被大武斩杀 这四十位太出境 是大洲这几年 倾尽全力招揽而来 虽说大部分都只是三重天以下 但却依旧花费了极为高昂的代价 不过我们还拥有着八十八具 太出境的战魁 天关境的战魁进签 这是我们最强的力量 说起来也是大武最为忌惮的力量了 当年周源在那黑渊中 发现了战魁宗的遗迹 这些年大洲全力发掘 便是组成了这一支强悍的战魁军队 而之前大武试图进攻断龙城 也是被这些战魁军队打败 可惜那武王太过的谨慎 如果他倚仗着神府境的实力 试图独自而来的话 我们便可以战魁自爆 将他击伤 周晴叹了一口气 这些发掘出来的太出境战魁 拥有着自爆的力量 一旦形成连锁反应 想必能够对神府境造成威胁 原本他们便是打算 以此设计武王 但奈何武王太过的谨慎 即便是神府境的强者 但依旧是不轻易出手 而如今战魁的秘密已经暴露 想必那武王也会有些准备的 这一次武王恐怕就会出手了 魏苍蓝沉声说 在彻底探明了他们大洲的手段后 武王必然就会出手 毕竟一位神府境强者的参战 对于双方士气的影响是极大的 城墙的诸位将领文言 面色都是阴云密 显然是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神府境的强者 在这种王朝征战中 所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一人足以催程 周晴双目微闭 深吸一口气 面容平静 武王若是出手 我来拦住他 魏苍蓝神色为变 王上不必如此 若是情况真到了最坏的时候 你得离开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当年我已经逃过一次了 不想再逃第二次了 周晴的眼中略过决然之色 显然已是打算死战到底 魏苍蓝能够感觉出周晴的坚决 张着张嘴最终没有再说话 我等 怨随王上死战到底 我等 怨随王上死战到底 其他将领纷纷低吼出声 周晴笑了笑 轻轻点头 吩咐他们各自去准备了 带得各位将领散去 他方才转头 看向断龙江对面那黑压压的大军 拳头紧握 身后会有细微的脚步声传来 周晴回头一看 却是一惊 王后 你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周园的母后秦玉 此时的她 娇好的脸颊带着微笑 上前握住周晴的手掌 此地是大雾与大洲决战之地 若是大洲败了 在王宫或在这里 又有何区别 王后 是本王无用 你是打算 再次以死捍卫大洲 你要阻拦我吗 我只是想要告诉王上 我会陪着你 不论生与死 王上 我并未阻拦你 你应当也不会阻拦我吧 周晴望着微笑的秦玉 知晓她不可能更改 只能苦笑一声 伸出手臂将她拥入怀中 那你我夫妻 便在这段龙城 死守打招吧 秦玉轻轻点头 她靠在周晴怀中 眸子望着段龙江对面 那看不进尽头的大军 还好圆儿未来 真是可惜 不能看着她娶妻生子 其实姚姚真是一个 很好的姑娘 不过可不好追求呢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傻儿子 有没有这等福气 还有优威 那妮子喜欢圆儿 怕是喜欢到骨子里去了 看着令人心疼 你说 未来圆儿 来给我们祭拜的时候 会带着谁来呢 听着怀中秦玉的泥男声 周晴抬起头 眼眶同红 而在那段龙江对面 战鼓开始响彻 庞大的军队 如同巨兽一般 在此时爆发出了 滔天的杀法之气 大武 要进宫了 第六百九十章 大武之王 断龙江上 战鼓之声响彻 回荡于天地间 在那辽阔的江面上 掀起了尽头 而大武那看不见尽头的大军 也是在此时开始斩动起来 巨船升起船帆 宛如巨兽一般 滑破头浪 杀法之气 弥漫天地 而大武方面的动静 立刻也是被 断龙城中的 大舟所察觉 当即 城墙上 也是响起了 急促的战鼓声 无数军事 皆是面容肃然 身躯紧绷地 握紧了手中的 兵风与弓矛 一道道 或强或弱的元气波动 如一朵朵火焰般 在城墙之上 绽放开来 城墙主楼上 周青也是面色凝重地 望着大武方面的动静 显然 大武要展开最后的进攻了 被战 他手掌抬起 低沉的声音响彻成墙 魏苍蓝手掌紧握长枪 浑身元气暴涌 力声吼道 死战到底 死战 无数军事咆哮出声 在那一旁 黑毒王面色苍白 他望着远处大武那 浩荡如乌云般的军阵 头皮一阵发麻 难难道 完蛋了 这次肯定完蛋了 我真的是被周元那小子害死了 魏苍蓝看了他一眼 却是懒得理会 在其身旁 魏轻轻背指紧咬红唇 爹 我们能有胜算吗 魏苍蓝沉默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如果最后我大洲溃败 我会为你找寻机会 你趁机逃离 记得 家里还有你弟弟 所以你要活下来保护他 魏轻轻心头一沉 魏苍蓝这么说 显然是觉得 大洲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眼眶微红 爹 我们未必就会说 之前不是有消息传来 周元殿下会赶回来吗 他如今可是苍玄宗的圣子 那黑毒王插嘴 他回来能有什么用啊 多一个太初境又能如何 送死吗 他那言语间充满着怨气 魏苍蓝怒视他一眼 然后对着魏轻轻道 傻丫头 殿下此时不回 倒还能够为我大收 保留一些活主 以殿下之天赋 加以时日 必能涂灭无望 为我大洲报仇 魏轻轻紧咬着红唇 心中有些绝望 那个时候 即便是灭了武王 但恐怕大洲 也很难再重建了 咚咚 满天的战鼓声 不断地回荡 那一艘艘巨船 迅速地破江而来 以铺天盖地之势 渐渐地 接近了断龙城 而当大武的 连绵不断的军队 在逐渐接近时 只见得有着一道道身影 升空而起 强悍的元气散发出来 那些赫然都是 大武方面的 太出境强者 此时 这些大武的 太出境强者 皆是双臂抱胸 眼带玩味之色 遥望着远处 那一座重城 那番模样 显然并没有将 大洲最后的抵抗 放在眼中 断龙城上 大洲的太出境强者 也是在此时 爆发出一道道 强横的元气 一座应对 但他们的面容 皆是显得格外的沉重 显然都是感觉到了 大武方面 所带来的压迫感 那一艘艘巨船 开始减速 停下 然后所有人 都是见到 一艘金黄色的 巨型战船 自那后方缓缓而来 所过之处 其余战船 纷纷退让 天地间 所有的目光 都是汇聚向了 那艘金色战船 紧接着 他们便是见到 在那金色战船 最顶部 有这一方龙椅 而此时 那龙椅之上 一道身影 闭目端坐 那道身影 身披金色龙袍 面目淡漠凛冽 龙袍翻动间 有着威严弥漫 当这道身影 现身时 那漫天的战鼓声 都是在此时 渐渐地消退 甚至于连江面上 汹涌的波涛 都是在那等 威压下 悄然平复 天地归于安静 那无数道目光 皆是凝固在 那道身影上面 城墙上 周晴的手掌 紧紧地握拢 轻筋耸动 那一对眼目中的 冰寒与沙翼 犹如是要将 那龙椅上的身影 洞穿一般 那道身影 对于他而言 实在是太过地 刻骨铭心了 当年他们大洲鼎盛 威震大陆 正是因为 眼前这个叛徒 方才会导致 大洲崩裂 最后 只能困守眼前 这偏僻一语 而且此贼 不仅夺了 他大洲江山 甚至还谋夺了 周元的圣龙之气 导致他那孩儿 饱受苦难 而秦玉 更是为了保护 孩儿之命 屡屡输血 导致自身 寿元大将 可以说 眼前之人 正是灭国 回家的最大凶手 武玄 周晴死死地盯着 那道身影 牙缝之中 有着充满着 冰冷彻骨的声音 蹦出来 龙椅之上的身影 正是如今的 大武之王 武王 武玄 在那无数道 目光汇聚下 龙椅之上的武王 威碧的双目 也是在此时 缓缓地睁开 那一瞬间 有着惊人的 元气威压 直接从他的体内 爆发出来 脚下的金色战船 都是在此时 发出了 搁吱的声音 而在那后方 无数大武军士 恭敬的 跪伏下来 仿佛是无法承受 那种王者之危 周晴 真是好久不见 武王抬头 目光远远地 凝视着周晴 但笑声如雷鸣般 轰然相扯 窃国之贼 周晴眼中满是仇恨之意 无能之辈 也敢居王位 周晴 你大周有今日境地 只能说是你无能 周晴双目同红 魏苍蓝 则是在此时 力声喝道 武玄 当年你立下祖室 百年内 大武不踏足 大周一步 如今你这是 要违背祖室 让天下人 吃笑你无信 若是你大周老实地 当着偏域小国 本王倒也不想 离婚你们这群可怜虫 但你周晴还心存妄想 那本王 也就只能 斩草除根了 至于祖室 哼 你们真以为 对本王能有什么限制吗 其实如今本王最后悔之事 便是当年得了圣龙之气后 一时太过的兴奋 将你等残兵 抛住脑后 否则今日 又哪还有这等麻烦 魏苍蓝满脸的怒涩 你违背祖室 必有报应 哼 弱者之怒 尤为可笑 周晴 废话便不用多说了 也应当知晓 我大武此次罚州的目的 你若是此时 自裁于两军之前 我大武 可和平接受大州 吴王眼眸微垂 然而微眯的眼中 却是有着滔天杀意 弥漫出来 但若是你还执迷不悟 那我大武 便唯有让你大州 血染山河了 第六百九十一章 神府光环 当武王的充满着沙发之气的冰冷声音 响彻于断龙江上时 断龙城墙上 大州军事齐齐色变 眼中有着怒火喷涌 这武王实在是太不将他大州当作一回事了 若是真由的周晴自裁于两军之前 那简直就是大州无法洗刷的耻辱 武玄 你真当我大州任你容宁吗 想要灭我大州 就得看你大武要用多少命来填 魏藏蓝面色铁青 怒吼出声 其他将领纷纷怒喝 然而对于他们 武王却是并不理会 只是眼神忧冷地锁定着周晴 而周晴眼神阴沉他手中的长枪重重的一朵地 我大州可血战破灭 却不可降 武玄 收起你的那些手段吗 武王文言不由的一笑 有些怜悯 哼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识抬举 既然如此 那你大州就去亡国吧 武王双手伸开 下一瞬间 强悍无匹的元气宛如风暴一般 自他的体内冲天而起 那元气赤红如火 宛如将要焚烧天际 天地间的温度都是在此时提升起来 武王的身形缓缓地升空 立于战场的最高处 只见得雄浑的元气在其身后凝聚 最后渐渐地形成了一道光环 光环放着五色光彩 悬浮于武王身后 显得悬傲莫测 与此同时 一股强悍的威压弥漫而开 覆盖整个战场 在内等威压下 大洲这边的太出镜强者 面色皆是巨变 咬着牙 艰难地说 神腐 光环 他们对于出现在武王身后的光环 并无陌生 因为那也是他们所追求的 神腐镜最明显的标志 踏入神腐镜 元气外显将会形成光环 这就是所谓的神腐光环 这神腐光环可不是用来看的 此物成形 能够令得自身对天地间的元气感应 愈发的敏锐 而在修炼时 神腐光环也拥有着聚合 吸收 炼化天地元气的功能 那种修炼速度 远非太出镜可比 可以说 拥有了神腐光环 便是多了一个修炼之上的巨大帮手 当然除此之外 神腐光环还拥有护身智能 只要体内元气未曾枯竭 若是遇见危机 神腐光环自会感应 凝现阻敌 在与人战斗时 神腐光环也会不断地 从天地间吸收元气 提供自身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无数人所追求的神腐镜 最大的目的恐怕便是冲着那神腐光环而来 而神腐光环如气腐一般 也是有着凭借之分 这就要看开辟神腐时 能够开出几重神腐 如眼下那武王的神腐光环 绽放五色 这说明当年他踏入神腐镜时 开辟出了五神腐 固然光环绽放五色 当然 色彩数量越多的神腐光环 也就说明其品界越高 玄妙程度自然也就更强 五色神腐光环 放在圣州大陆各大宗派中 也能够算作是精锐 而放在这苍茫大陆上 简直更是无敌般的存在 所以 当武王傲力虚空 显露神腐光环时 大洲方向诸多太出境强者 皆是面色苍白 士气受了不小的打击 周情健壮 知晓武王这是打算动摇他们军心 当即一声礼贺 体内的元气也是在此时尽数地爆发而起 这几年间 周情也是在尽力地修炼 如今他的实力已是踏足八重天 算是大洲方面最顶尖的战力了 所以他知道 不能任由这武王打击他们的军心 周情长孝出声 手中长枪猛地冲天而起 裹夹着雄魂元气直接对着远处天空上的武王 爆射而去 他这般出手也是倾尽全力 不过面对着周情的出手 武王却只是淡漠的一撇 身形立于虚空 纹丝不动 而戴德那枪光呼啸而至时 在其身后那一道武色神府光环呼的膨胀开来 将武王护在其中 陡然旋转起来 仿佛光过 当 长枪光红重重地撞击在了神府光环之上 有着清脆之声响彻 空间微微波荡了一下 再然后 无数人便是惊骇地见到 那长枪直接崩碎 难以撼动那神府光环丝毫 更别说伤及其中的武王 武王嘴角掀起一抹讥讽笑意 呼得伸出手指 屈指一弹 一枚长枪碎片被他弹中 顿时倒舍而出 发出了尖锐音爆声 直指城墙之上的周情 周情见状 提那元气鼓荡 一拳轰出 元气滚滚 他一拳轰在那碎片上 狂暴的元气爆发开来 但他却是低估了神府静之墙 那一枚碎片 裹挟着武王强悍的元气 竟是直接撕裂了他的拳光 掠过了他的拳头 周情身躯一阵 倒退了十数步 那拳头上出现一道血痕 鲜血顺着手掌低落下来 仅仅一个接触间 周情便是受伤 而那武王却不过只是随意一计 太初静与神府静之间的差距 可见一般 王上 魏苍兰等人急忙上前 而大武方向却是爆发出 滔天般的喝彩声 武王无敌 武王无敌 大周城墙上 有些沉寂 神府静的强大 简直让人感到绝望 周情擦去拳头上的血迹 对着魏苍兰他们摆了摆手 面旁紧绷 只是他那眼中 也是掠过了一抹悲气之色 没想到多年之后 他再面对武王时 依旧是被彻底的压制 在他身旁 秦玉眼眸中浸着泪水 但却咬着牙 坚持着没有滴落下来 他只想此时 他不能干扰到周情 高空上 武王目光俯视而下 漠然的声音响彻 周情 你还没看清楚 你还没看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吗 你什么都远不如我 凭什么和我争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自裁于两军前 否则今日 血洗大周 周情牙关紧咬 再度取出一兵长将 我大周 可亡 不可降 城墙上 魏苍蓝等诸多将领 也是双目通红 咆哮出声 不可降 无数大周军士挥兵咆哮 不可降 不可降 声震云霄 高空上武王见状 沿路讥讽地摇摇头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既然你等要躺避挡车 那今日 我便将你大周灭得干干净净 周军 听令 进攻 灭周 狂暴的战鼓之声 再度响彻天地 大五的军队咆哮出声 一艘艘战船破浪前行 遮天蔽日地 对着断龙城 急齿而去 沙发弥漫 而断龙城上 大周的军队 也是赤红着眼睛 无数道元气涌动起来 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 虽然他们都知道 这场决战 他们大周毫无胜算 毕竟 大五太强大了 那武王 也太强大了 城楼处 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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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庞紧绷地望着那 遮天蔽日呼啸而来的 大五军队 然后他转过头 看着一旁眼眶寒泪的秦玉 伸出手 握紧他的手 阿玉 都怪我无庸 袁儿已经长大了 我也算是死而无憾了 嗯 是啊 袁儿长大了 我们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今日 就陪大周 走这最后一程吧 周晴目光看向远处 大江之上涌来的军队 眼中决然涌现 无数战船破浪嘶笑 裹挟着滔滔沙法 奔向断龙城 不过 就在那无数战船 距离断龙城 越来越近时 忽然这天地间 似是有这一声 响扯起来 仿佛是巨浪滚滚 大五方向 一些凌空的太出境强者 皆是有所感应 当即目光惊异起来 断龙城墙上 周晴 魏苍兰等人也是一愣 高空上 武王同样是感应到了 那股异动 当即眉头一皱 然后猛地将目光 投向遥远处的 断龙江江面上 而此时 两军无数道目光 也是投向了那个方向 紧接着 骚动传出 因为只见得在那 遥远处的江面上 不知何时 竟是有着滔天巨浪翻滚 巨浪如洪流一般 自辽阔的断龙江上 呼啸 直奔战程而来 怎么回事啊 那是什么 大五军队中 爆发出诸多惊一声 而一些太出境强者 则是面色变幻 那巨浪前方 似乎是有人 这下子 很多人都看清楚了 在那滔天巨浪之前 有一道身影 踏江前行 其速度看似缓慢 但每一步落下时 都出现在了 百丈之外 城墙之上 魏苍蓝 魏青青等人 盯着遥远处的动静 他们也是察觉到了 那踏江而来的身影 只是不知为何 他们感觉那道身影 有点熟悉 而一旁的周青与秦玉 却是在此时待了下来 那道身影 即便是隔着遥远的距离 但他们却如何认不出来 秦玉郊躯颤抖着 眸中有着水光闪现 那是 周青喃喃道 好像是 元儿 周围 魏苍蓝 魏青青等人身躯顿时一阵 惊呼出声 周元殿下 碰碰 在那两军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滔天巨浪 自视线的尽头滚滚而来 而在那巨浪之前 一道年轻的身影踏浪前行 他的背后 似是背着一柄斑驳的黑色大地 少年复笔 裹鞋巨浪 踏江而来 而也就在那涛浪怒吼间 一道平静的声音宛如惊雷长笑 在这天地之间轰然相撤 吴狗 想灭我大洲 可曾问过本殿 答不答应 第六百九十二章 我也神府 噗 当那背着黑色斑驳大笔的少年 生如惊雷般响彻时 在其身后 那滔滔巨浪 已是如怒龙般咆哮而过 贯穿了两军之间的战场 巨浪自断龙城外呼啸而过 一些大武的战船 直接是裹鞋 砸成碎片 顿时 引起一片骚乱 断龙城上 大洲的那些将领 皆是震惊地望着远处那道身影 那 那是周元殿下 殿下真的回来了 诸多将领骚动起来 振奋出声 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远处那道年轻身影之中 散发出来的强悍元气波动 那比他们所有人都要强 黑毒王也是张着大嘴 那道身影比起当年 显然是变得成熟了许多 而且最可怕的是 即便是隔着如此远的距离 他都能够感觉到 后者所带来的压迫感 这个家伙 比当年不知道强悍了多少 魏苍蓝眼中 有这一丝激动之色涌现出来 魏清清也是正正地凝望着那道身影 一时说不出话来 玄儿 秦玉同样是看见了那道日思夜想的身影 脸颊上满是激动 不过玄疾又化为焦急与担忧之色 这孩子怎么回来了 周清也是望着那道身影 虽然面庞不显 但那紧握的拳头 却是显露着他内心的情绪之澎湃 臭小子 真的是长大了 而当大周这边因为周园的出现而震动时 大五那边也是有些动静 一些太出境强者皆是面露凝重 显然同样是察觉到周园所带来的压迫感 那是大周的那位殿下吗 没想到他竟然这个时候现身了 真以为他足自一人能改变什么吗 我们王上乃是神府静 这小子现身不过是自寻死路 没错 今日的大周谁也救不了 大五方向的一些将领窃窃私语 不过总归而言 并没有太将周园放在心中 毕竟五王在他们的心中堪称是无敌 不过不管如何 周园的出现吸引了两军所有的注意力 而高空上身披龙袍的武王 也是眼神淡漠地盯着远处的那道身影 半晌后方才有着漠然之声响彻 你便是周园 没想到你竟真的能回来 武皇呢 他怎会让你归来 显然 武王已是知晓 周园这归来之路应该是阻拦重重 而武皇更是其中最大的拦路石 周园的目光凝视着天空上的武王 眼中有着森冷之色掠过 就是这个人 在他出生时便是夺走了他体内的圣龙之气 令得他自小饱受怨龙毒的折磨 也是他篡夺了原本兴盛的大周 斩断了他父王一臂 也导致他母后受缘大损 这诸多的恩怨便是眼前之人一手导致 周园面无表情 手掌一握有着一枚玉石出现在其手中 他直接捏碎 顿时有着光芒暴射而出 在半空中形成了光影 光幕之中有着两道身影交错 正是周园之前与武皇的交手 而光影掠过时 最终凝固在了武皇被周园拍碎神魂的那一瞬 光幕随之消散 然而两军中的喧哗 却是在此时戛然而止 武皇殿下被他斩杀了 大悟方向有着震撼的声音响起 旋即掀起惊涛海浪 武皇在大悟可是继承人 地位非凡 然而眼下竟然是被周园磨杀了神魂 怎么可能啊 之前武皇还说 武皇殿下入了圣宫 天资卓越 已是那圣州大陆圣子榜第一 年轻一辈无人可敌啊 这周园竟杀得了武皇殿下 在那一道道震撼的声音中 天空上武皇望着那散去的光幕 面色也是扭曲起来 惊人的元气风暴 猛然自他的体内爆发开 你竟敢杀我儿 武皇的眼神犹如厉鬼一般 死死地盯着周园 牙缝中有着怨毒的声音咆哮出来 然而 面对着那从武王体内爆发出来的元气风暴 周园却是面无波澜 这一切恩恩怨怨 皆是由你而起 如果不是当年武王谋圣龙之气 这一切也不会出现 武王的眼瞳血红 他死死地盯着周园 好半场后呼地深吸一口气 将心中的那种暴怒生生地压制下去 只是那眼神的阴冷让人有些战力 武王双目缓缓地闭上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 便是当年夺了你圣龙之气后 没有第一时间将你一掌拍死于祭坛之上 不过事已至此 你回来了也好 如果你躲在苍玄宗内 本蛮还真是奈何你不得 但你既然回来了 也就好与你父王母后一起上路 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整整齐齐 而你大舟带着我将你一家斩杀后 自会血洗得干干净净 也算是当作儿的祭品 武王的声音悠悠地响彻于断龙江上 虽然没有多少的波澜 但却是令得城墙上无数人为之色变 因为这一次 他们能够感觉到武王声音中 所隐藏的暴力沙印 那股沙印倾泻出来 恐怕真是会将大舟血洗 显然 武皇之死已是对武王刺激极大 周元立于江面上 他眼皮抬起 却并没有因为武王的充满着暴力的言语而动怒 只是悠悠地道 曾经的你的确有可能灭我大舟 但从现在开始 恐怕不能了 武王仰天大笑 笑声如雷 狂暴的元气也是宛如掀起了雷鸣 令得断龙江上浪涛卷动 哈哈哈哈 因为你吗 不知死活的小崽子 若是你足够聪明的话 此时就该躲在一旁 眼睁睁地看着我将你大舟血洗 至于你 等你有朝一日能踏足神府境了 再来跟本王说这话吧 武王眼神如毒蛇一般锁定周元 脸庞上有只鸡翘浮现出来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周元的元气虽强 但似乎并没有达到神府境 断龙城墙上 诸多忧虑的目光 已是望着远处周元的身影 如果周元没有突破到神府境的话 的确现身归来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秦鱼双手紧握 脸颊上满是紧张之色 不过可惜 既然你这蠢物都来了 那也就别想走了 本王今日 就要你给武皇陪葬 武王仰天长笑 下一刻赤红的元气喷布而出 他一掌拍下 只见的滚滚赤红元气 直接是化为一道千丈赤红剧长 那剧长拍下 下方的断龙江江面 都是在此时被生生地撕裂 神府境强者一出手 便是显露出了远超太出镜的元气底蕴 赤红元气剧长从天而降 直接就狠狠地拍向了周元所立之地 城墙上 诸多大洲的将领皆是惊呼出声 那武王出手毫不留情 显然对周元是充满了杀意 赤红剧长在那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瞬间就拍中了周元 那一刻 狂暴的元气肆虐 竟是硬生生地将那江面上撕裂出一道巨型水空 甚至可见断龙江深处的淤泥江底 元气肆虐了好片刻 方才渐渐地消散 城墙上方 周晴 秦玉等人目光死死地看去 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两军无数视线 也是眨也不眨地望着那 而在那诸多目光中 那里的水气渐渐地消散 再然后所有人瞳孔蒙地一缩 只见到那里一道身影 凌空而立 天空上 五王的面色也是在此时蒙地一变 天地间 无数道目光震撼地望着那 只见到周元背着斑驳的黑色大笔凌空而立 而在他的身后 一道神秘光环 静静地悬浮 吞吐着天地元气 那道身影 脚步凌空 缓步走出 与此同时 有着平淡的声音 在这两军之前 悠然地传出 神府静嘛 谁还不是呢 第六百九十三章 混沌光环 断龙江上 无数道震撼的目光 望着那凌空而立的年轻身影 当然 更多的还是凝固在其身后那一道悬浮的光环上面 那种光环散发出来的波动他们都不陌生 因为那是踏入神府境方才能够具备的标志 神府光环 那也就是说 眼前的周园竟然也已经踏足了神府境 战场上出现了顺息的凝滞 紧接着下一刻 断龙城城墙之上 猛地爆发出惊天动地般的欢呼声 无数大洲的军事面色激动 因为在这种战场上 一位神府境所能够带来的作用 实在是太过的可怕了 大物之所以能够将大洲彻底的压制 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因为武王的存在 神府境在此地 堪称是无敌一般 然而眼下 在大洲都即将绝望之际 周园展现出来的神府光环 让得他们见到了最后的一缕 希望曙光 殿下 殿下竟然突破到神府境了 真是天宗奇才 魏苍蓝面色激动 喜不自禁 一旁的魏青青也是张大的小嘴 呆呆地望着远处那身影 显然内心深处也是极其的震撼 神父境 黑毒王也是眼神呆滞 面色极其的精彩 他显然也是没有想到 这个曾经将他制服的少年 短短数年后 竟然能够达到这一步 城墙上 其他的将领也是喜光绽放 先前的绝望 在此时荡然无存 王上 可真是有大福气啊 他们纷纷对着 同样处于惊恶中的周情 恭喜 周情张了脏嘴 然后看向秦玉 后者 与他面面相去对视 最终 秦玉轻轻一叹 没想到 月儿竟然到了这一步 想来这些年来 他是没有丝毫地放松 说着 他有些心疼 周园固然天赋卓越 但想要达到这一步 必然也是历经艰辛 天不枉我大周啊 周情则是深吸一口气 他那时刻紧绷的身躯 也是松缓下来 心中所承受的重压 在此刻 已是为之减缓 周园展现出了 神福静的实力 这顿时将 大周最大的缺陷所弥补 面对着大五 他们也将是拥有着 再战之力 不过 周青有些疑惑地 看着周园身后的 神福光环 月儿的那神福光环 怎么感觉有些不太一样 而当大周这边 爆发出惊天欢呼声势 大五方向 却是有些冷静 无数军事面色变化 一些太出镜的强者 面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们同样很清楚 神福静 对于眼下的战场 代表着什么 只是谁能想到 这位大周的殿下 竟然在如此年纪 就踏入了神福境 如此天赋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天空上 五王的目光 同样是凝滞在周园身后的 神福光环上 面旁微微抽搐 心中有些翻江倒海 这周家的小崽子 怎么会踏入神福境的 按照之前得来的消息 他应该还处于太出镜巅峰才对 武王眼神阴晴不定 周园突破到神福境 这局面可就得有一些变化了 而且 这小子的神福光环 为何没有光彩显露 他究竟是开辟了几重神福 周园此时也看着身后的神福光环 面色有些古怪 其实当他在从虎皇那里夺回了一部分圣龙之气后 他体内的元气底蕴 便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暴涨 而从圣州大陆归来的路程中 周园一直在调整着自身 在完成突破之前 周园的元气底蕴 甚至已经达到了30万元气星辰的可怕程度 这比苍旋老祖当年突破到神福境时的底蕴 还要强一分 所以 当体内的元气底蕴抵达30万时 周园的气腐 便是开始水到渠成的 对着神福境化 神福境 最为重要的是便是突破之时的神福开辟 这将会决定着神福的品鉴 与潜力 这个时候就是助神异宝 发挥神妙功能的时候了 但周园这里还有这个问题 那就是助神异宝 无法进入他的气腐 因为一旦进入 就会被盘踞在其中的天珠圣文 直接给吞掉 不过这个问题 并没有让周园头疼多久 当神福开始开辟的时候 这天珠圣文就让周园明白 为什么他不允许其他的助神异宝出现 因为有他就足够了 周园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心念微动 便是沉入了气腐之中 此时应该是叫做神福了 神福之内灰蒙一片 神秘苍茫 宛如天地除开 而这座神福之内 由九重天诞生 没错 在天珠圣文之下 周园开辟出了极为罕见的九神福 九神福 即便是早已不知道 多少次的反复确定 但当周园感应着那九重神秘神福时 内心依旧是难以平静 心潮澎湃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 周园也算是有这一点预料 毕竟连八色助神医宝都被天珠圣文给吞了 显然这圣文的功能超乎想象 甚至按照周园的猜测 恐怕就算是真正的九色助神医宝 都难以和天珠圣文相比 因为 周园睁开微闭的眼目 望着已经从身后漂浮到面前的神福光环 面色有点复杂 正常来说 如果开辟出九神福的话 那么闲路而出的神福光环 应该是九彩之光 但如今周园的神福光环 却并非是九彩之光 而是一种类似混沌般的神秘色彩 之前周园在突破到神福境 并且开辟出九神福时 他眼睁睁地看着神福光环的色彩数量 一道一道地增加 最终达到了璀璨的九彩之色 但这种变化还不带他兴奋 九彩之色却是再度开始变化 色彩内敛 最终化为了这种无法闲路出色彩的混沌之色 这个时候 他甚至能够感应到体内天珠圣文 再发出玄妙的波动 显然神福光环的色彩变化 与其脱不了干系 他的神福 似乎又变异了 开辟气腹时 我的气腹被怨龙毒搞得变异成了血色 如今开辟神福 我的神福又被天珠圣文搞得变异成了混沌色 周园望着面前的混沌光环 有些惆怅地仰天叹了一口气 我的九色光环 为什么给我变霉了 那么拉风的颜色 如果此时还在 只需要摆出来 恐怕那五王的面色 会比现在难看无数倍 哎 混沌色就混沌色吧 虽然不怎么好看 但能打 不就够了吗 周园心中叹息 只能如此地坐着自我安慰 然后他抬起头 目光看向了眼神阴晴不定的五王 淡淡一笑 眼神却是渐渐地变得冷冽起来 五王 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些年的恩怨 好好了结了吧 第六百九十四章 汉斗五王 五王凌空而立 他望着那眼神冷冽头来的周园 深吸一口气 心中翻涌的情绪被他压制下来 眼神阴沉 好个狂妄的小子 就算你踏入神父境 那也不过只是出窥门境罢了 而本王早已在慈境上面 亲吟多年 此话说出 倒是让他大五方向的诸多将领 忍不住地点点头 没错 就算周园此时踏入了神父境 那也不过刚刚进入而已 这与五王对上 应该还是后者占据上风 周园则是晒然一笑 你踏足神父境多年 却依旧还只是神父境初期 想来也没什么本事 大言不惭 此言落下 五王再不废话 脚掌一跺 赤红的元气便是宛如熔岩一般 自己体内爆发而起 整个天际都是在此时变得赤红 凶悍的元气微压弥漫开来 宛如赤云 那种雄浑程度 若是以元气星辰来估量 甚至恐怕达到了百万之数 强大的元气微压笼罩整个战场 诸多太初境强者皆是面露敬畏 他们体内的元气星辰 恐怕才刚刚万数 比起五王何止差了百倍 这就是神父境的绝对强势 根本就不是任何太初境能够抗衡的 当然 看这等元气底蕴 五王固然是神父境初期 但恐怕也已达到了初期巅峰了 断龙城城墙上 周晴 魏苍蓝等人也是面色宁愿 百万元气星辰 这对于他们而言简直堪称是恐怖 殿下如今才刚刚进入神父境 底蕴恐怕不如五王身后啊 魏苍蓝有些担忧 周晴点点头 若是援耳不敌 就催动战魁 自保相助 如今他们这边也是有了神父境坐镇 大武的优势则是大魏的减弱 固然到时候不能击败大武 但至少能够将局面拖得僵持 魏苍蓝等人皆是点头领命 如今周元是大周最后的希望 只要能够将其保下 那么他们大周就有着希望 当武王的元气 微压横压全场时 周元也是抬头 漫天赤红倒映在其瞳孔中 但他的脸庞上 却并没有出现多少的肃然之色 百万底蕴 倒是吓人 他有些感叹 太初镜与神父镜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此番他未曾突破到神父镜的话 不论他有多少的底牌 恐怕都是难以跨越这百万底蕴 哼 现在后悔可已经来不及了 武王冷笑 对于周元他的心中满是杀机 辞子这般年龄就已踏足神父镜 天赋简直可怕 若是再给他一些时间 恐怕大五将会毁于其手 所以武王已是下定决心 今日一定要将这个隐患铲除 杀意涌动见 武王双手猛然结印 只见得其身后的神父光环 陡然飘至眼前 旋即猛地旋转而起 漫天赤红元气呼啸而至 直接钻入神父光环之内 下一瞬 赤红的光柱直接从神父光环内喷布而出 宛如赤红龙溪 引得空间震动 对着周元 披头红线 那等元气洪流 不仅雄浑 而且极为的凝炼 显然 当踏入神父镜后 对于元气的运用 也比太出镜时 强上了许多 赤红红流略下 周元却是长笑出声 双手合拢 身后的混沌光环 嗡名震动 直接是爆发出璀璨的金光元气 呼啸而上 与那赤红红流硬汗在一起 呼 狂暴的元气冲击波肆虐开来 那赤红红红流竟是在此时被生生的轰得爆碎开 但周元的身影却是立于半空 闻死不动 金色的元气在其体内散发出来 笼罩了半笔天机 那等威压程度 那等威压程度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武王 他伸了一个懒腰 冲着武王笑道 这百万底蕴 似乎也不怎么样啊 战场之上 顿时爆发出无数惊骇之声 不论是大五还是大洲 皆是个个目瞪口袋 天空上 武王的瞳孔也是猛的一锁 怎么可能 你不过才刚刚突破到神附境 底蕴为何如此之强 那从周元体内爆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所展现出来的底蕴 竟然也是达到了百万之数 并不逊色于他 这简直让得武王难以置信 要知道当年他刚刚突破到神附境时 不过才五十八万的元气星辰底蕴 这跟眼前的周元完全没法比 城墙上 周晴 魏苍兰等人也是面面相去 殿下的底蕴 怎么会这么强 魏苍兰感到很不可思议 唯一的解释 恐怕是云二开辟出的神府非同一般 周晴想了想 武王开辟出了五神府 也才这般样子 殿下刚刚突破 底蕴却是不逊色于武王的初期巅峰 难道殿下开辟出了七神府 甚至八神府吗 魏苍兰吞了吞口水 满脸的震撼 对于他们这种层次而言 在突破到神府境时 能够达到四神府就已经是喜出望外 而七神府八神府更是高不可攀 九神府更是想都不敢想 其他的大洲将领也是在心中吸了一口冷气 旋即眼神一个个变得狂热起来 在那一旁 魏青青美目也是有些复杂的望着天空上那道年轻的身影 游子还记得 当年初见时 周元还只是一个刚刚出大洲府的小小少年 连气腹都尚未成形 可谁能想到 数年之后 那个少年已经是达到了这一步 黑毒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旋即看向周晴 干咳一声 那五王先前还问王上凭什么与他相争 如今看 有殿下这般天骄 根本就不需要王上出手 所以如此的说来 王上才是有大复原之人呢 你不觉得我大洲灭亡了 这黑毒王自从大物进犯的那一刻起 就一副消极的模样 似乎死定了一半 周晴虽然懒得理会他 但有时候也被个应得慌 之前那是我目光浅薄 哪能与王上相比 他之前哪里能想到 周元竟然能够突破神府境归来 眼下来看 这个殿下简直恐怖的不像人 这才刚刚进入神府境 就完全不迅速于在此亲吟多年的五王 这等天赋事所罕见 所以他赶紧表个态 免得到时候真的将大武打退了 周元找他算账 毕竟以眼下周元的实力来说 他这个态出镜 简直就是翻掌就拍死了 而且有了周元 大洲多他一个少他一个 都没半点的影响 而在大洲与大武两边 皆是在为周元爆发出来的元气底蕴震撼时 后者却是眼神凌冽地锁定五王 来而不往非力也 你也吃我几招试试 当那声音落下时 璀璨的金色元气 已是自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他的身影化为一栋金光掠过天际 手掌一握 天元笔出现在其手中 锋利的笔锋震动 引得空间正大 轻可见便是化为无数道鼻影 对着五王狠狠地笼罩而去 五王见状面色也是微便 手掌一握 一柄金色长剑出现在其手中 齿红元气呼啸 也是倾尽全力的影响 鼻剑接触爆发出惊天之声 天空上两道身影闪电般的交锋 狂暴的冲击波在下方的江面上掀起阵阵波涛 两人交手 雄魂强悍的元气对碰 惊雷阵阵 然而不论那五王如何展开攻势 却是未能取得丝毫的上风 因为他的百万底蕴在周园面前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而随着两人交锋接触 周园的嘴角却是掀起一抹冷笑 悬挤他的身躯之上有着欲光涌现 悬圣体 肉身之力爆发 鼻影呼啸而下 通肩震颤 当 鼻影与剑影硬汗 不过这一次 五王面色却是巨变 因为那传递而来的力量忽然间的暴涨 宛如巨山压顶 难以抵御 所以在那磅礴之力下 五王手中的金色长剑剧烈的颤抖 而其身影也是直接被轰得倒飞而出 手掌之上有着鲜血 低落下来 而当五王被轰退的时候 这战场之上 也是不由地爆发出惊天般的哗然声 只不过 大洲那边是欣喜若狂 而大五这边却是如丧考匹 面色惨白 谁能想到 在他们心中近乎无敌般的五王 竟然会在今日 被大洲的一位年轻殿下 生生的击退 周园凌空而立 手中天元笔遥遥指向五王 语无波澜 虽然你是神府境 但这样对付起来 反而比五王更轻松 之前他与五王相斗时 可谓是拼得底牌进出 极为的惨烈 但如今踏入神府境 即便是面对着初期巅峰的五王 他也不惶多让 显然 五王跟五王比起来 其实只是境界更高而已 但要论其手段 底牌 五王反倒不及五王 这就是所处的处境不同 五王即便在这苍茫大陆上 威名赫赫 王朝之主 但终归只是潜水王八罢了 与圣公 苍玄宗那等庞然大物相比 实在是不值一提 天空上 五王面色铁青 显然从未想过 有一天 他竟然会被当年那个 他随手就能捏死的小背 如此的蔑视 周家的小崽子 莫要太得意了 五王阴沉的声音在天空中响起 他的额头上有着青筋跳动 你就真当本王半点准备都没有吗 五王眼中掠过一抹星红之意 双手猛然合拢 下一瞬 澎湃的元气猛然自其体内横扫而开 那等元气竟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暴涨起来 而当其元气暴涨时 所有人都是震惊地见到 在五王身后 那一轮神赋光环之外 竟然又是有着一轮光环 缓缓地成形 两轮光环 一轮套一轮 城墙之上 周情等人的面色在此时一变 周园的双目则是微眯起来 两轮神赋光环 原来是隐藏了一些实力 早已踏足神赋境中起了吗 真是个老狐狸 第695章 神赋中期 断龙江上空 五王凌空而立 他的面色阴沉 而在其背后 两轮神赋光环 缓缓地旋转 吞吐着天地间的元气 一股强悍的威压在其体内散发出来 横扫天地 神赋境有三重境界 简单地以初 中 后 三等划分 而每踏入一重 神赋光环便是会多出一轮 所以当五王的第二轮光环出现时 就代表着他自身已经踏足了神赋境中起 显然 五王从时之中都是隐藏了一部分的实力 而当五王将这份隐藏的实力展现出来时 大五方向 那大军如诸多将领 皆是面露细色 继而振奋高喉 五王无敌 先前五王落入下风 可是将他们吓坏了 毕竟一旦五王真的败于周园之手 那对于大五的士气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到时候别说灭周了 大周甚至将会反扑 而大五必然溃败 到时候就真的是兵败如山倒 想要再度聚拢人心就太难了 不过五王终归是五王 深藏不露 竟然在无人可知间踏入了神赋境中起 而与大五那边的狂欢相比 断龙城城墙上 周情 魏苍蓝等人的面色 则是变得凝重起来 五王这一手 同样超出了他们的意料 这五贼还是一如既往的狡诈 真能藏 魏苍蓝咬着牙 周情眉头紧重 当年的五王 便是隐匿着自身的实力 戴得羽翼成熟后 方才给他们大周发动了致命一击 随时准备支援吗 周情说 那种程度的战斗 一般的手段已经无法参与进去 不过好在他们这边有着太出境战魁 能够以自曝的方式 对神府境造成一些影响 魏苍蓝点点头 但神色还是显得有些沉重 对于两军的反应 五王并没有理会 他那阴厉的目光 此时只是死死地锁定着周园 他知晓 今日这场灭周之战 眼前的周园才是最大的阻碍 只要将其除掉 那么大周必亡 本王做事素来都是留一手 没想到今日竟是被你给逼了出来 不过既然逼了出来 那你也该付出点代价了 五王寒声道 眼中满是杀意 声音落下 他身后两轮光环旋转起来 赤红的元气如火烧云一般迷茫而开 那种强度若是以元气星辰来衡量的话 怕是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的程度 显然突破到神辅境中期 五王元气底蕴直接暴涨了五十万 这种增幅放在太初境 简直就是不可想象 可对于神辅境而言 却只是常态罢了 赤红元气咆哮 下一瞬间 直接是在五王的掌控下思笑而出 宛如化为一头赤红怒猛掠过天际 携带着五匹威士对着中原轰击而去 那元气洪流掠过处 引得空间不断的震颤 周元眼神微凝 金色元气暴涌 手中天元笔便是化为一抹金光暴瓷而出 与那如赤红怒猛般的元气洪流硬碰在一起 狂暴的元气肆虐 而周元的身影猛的一颤 竟是被震得倒射而出 脚掌在那虚空掠过数百丈 方才将身形稳住 显然 面对着神辅境中期的五王 周元这初入神辅境 还是有些落入下风 瞧得周元落入下风 大五那边顿时爆发出惊天欢呼声 而大周这边则是再度变得沉重起来 周家的小崽子 你突破到神辅境又如何 真当本王这些年是虚度吗 哼 还周家圣龙 本王今日就要当着那周晴的面 将你斩杀 让他彻底的绝望 五王双手合拢 印发变幻 在其身后 两轮神辅光环 也是陡然转动起来 澎湃的赤红元气 自其中喷布而出 那些元气在五王上方汇聚 隐隐地 竟是形成了一方巨大的赤红光印 而光印之上似是有着一头赤红龙影盘踞 咆哮之间释放着惊天为能 哦 天元术 周园有些惊讶 那五王所施展的赫然是一道天元术 这让得他极为的惊讶 要知道天元术在这苍茫大陆 可是极为的罕见 没想到这五王竟然也有 按照他的估计 五王此树怕是达到了中品天元术的层次 此树应该也算是五王的压箱底底盘的 赤龙印 给我镇压了 五王长笑出声 赤龙光一成形 下一瞬间猛的撞碎虚空 带着巨大的阴影从天而降 直接将周园笼罩 虽说五王所施展的只是一道中品天元术 但在他那神辅境中期一百五十万元气 迪运催动下 威能却是极其的惊人 光阴落下时 辽阔的断龙江仿佛都是在此时被一分为二 那等威能 看得双方强者皆是色变 面露恐惧 周园仰头望着那镇压而下的赤龙印 脸庞也甚滑过一抹凝度 这神辅境中期 倒的确是不能小觑呢 噗 赤龙印呼啸而下 直接是在那无数道震惊的目光下 轰中周园 而他的身躯也是在此时坠落而下 落入了断龙江中 赤龙印紧随而至 江面上掀起滔天举浪 光影之上的赤龙光影咆哮 那等狂暴的力量将断龙江 搅得天翻地覆 所有的目光 都是紧张无比地投向那赤龙印 镇压的地方 周情拳头紧握 秦玉更是忍不住地扑到城墙边 眉目焦急万分 圆儿 圆儿 天空上 武王面露猙獰之色 被我赤龙印镇压而下 定要将你炼化 赤龙光印上 那道赤龙光影也是转动起来 猛地对着光印底部窜去 显然是打算将那被镇压在下面的人给生生炼化 无王无敌 大雾方向诸多太出境的强者狂喜的大河出声 大军也是在此时爆发出欢呼声 断龙城城墙上 周情咬牙 准备催动战魁自爆 其他人面色也是变得极其的沉重 用力的点头 不过 就在周情他们打算催动战魁救援的时候 那断龙江深处 被赤龙印镇压的深深淤泥中 忽有若有若无的声音传出 玄圣体 太玄圣灵术 阴影 地圣文 听的那从断龙江江底隐隐传出的声音 天空上的五王瞳孔微微一缩 装神弄鬼 给我炼火 赤龙光影已是咆哮而下 钻向了光影底部 不 不过 就在那赤龙光影冲下的那一瞬间 一只被银杂所覆盖的手掌 猛地从那赤龙光影之下伸了出来 一爬便是捏住赤龙光影 五指猛然挤握 赤龙光影哀鸣一声 竟直接是在此时被一把生生地抓爆 天空上的五王健壮 面色顿时巨变 大五那边的狂喜欢呼声也是戛然而止 城墙上周情他们已是面露惊涩 无数道目光望着那断龙江深处 只见到那里赤龙光影似乎是在剧烈地抖动起来 再然后他们便是见到光影似乎是在缓缓地生起 五王咬着牙死命地催动赤龙光影阵压 但那光影却是死活地落不下去 依旧是在徐徐地上升 短短时数息 那赤龙光影便是生出了水面 此时众人方才见到 在那赤龙光影之下 一道身披银甲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波动的身影 正单掌身出 撑着那赤龙光影 硬生生地将它给顶了起来 这就是你最后的手段吗 银甲身影手托赤龙光影 一对漠然的眼瞳投向五王 五王面色阴晴不定 眼神深处却是有着惊惧之色掠光 银甲身影无知紧握 猛然一拳轰在那赤龙光影上 顿时光影颤动 下一瞬直接是化为无数赤光轰然炸开 赤光飘渺间 身披银甲的周园脚踏江面 在他的身后 两道光影缓缓的山洞卷起举浪 此时的他浑身皆是散发着 让人恐惧的元气波动 周园的目光 不带丝毫情绪波动的锁定 五王 漠然的声音在这天地间传开 如果只有这些手段的话 五王 今日 你便去死吧 周园身披银甲 踏水而立 银甲之外 还有着神秘的光影覆盖 自背后伸展出两道光影 而如果看得仔细的话 还能够发现在那银甲上面 流动着苍黄色彩 惊天般的元气在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搅动着菊浪 而那来自双方的无数道视线 便是带着浓浓的震撼 停留在他的身躯上 只因此时的周园 气势太过的强盛 即便是那踏入神府境中期的五王 似乎都是隐隐地被压制了下去 殿下真是无敌之子啊 城墙上 魏苍蓝望着那身身披银甲的身影 忍不住地出声 他游子还记得 当年齐王叛乱时 周园便是力挽狂澜 那时候的他 似乎也是如眼前一般 身披着银甲 只不过 当年的周园 实力远没有现在来的强大 其他的将领也是纷纷点头 眼神中透着敬畏 此时周园展现出来的实力 简直让人心惊 他们出言赞叹 周情则是忍不住地欣慰大笑 那眼中满是浓浓的自豪之意 那五王以为夺了袁儿的圣龙之气 便会令得他一蹶不振 可时时告诉他 我周家圣龙 可没那么容易就被他废掉 此时的周情 意气风发 而在周情喜笑颜开的时候 天空上的五王 面色却是阴沉到了极致 他死死地盯着 下方的身披银甲的身影 嘴角忍不住地有些愁突 他能够感觉得出来 周园似乎是同时施展了数道元术 如果他没料错的话 那都是天元术 甚至都比他所施展的赤龙印品级更高 不然的话 不可能会有如此为能 这让得五王心中有着一种悲愤之意 他那赤龙印 乃是倾尽了所有的力量方才得来 但即便如此 也只是中品天元术而已 而如今 周园这浑身所施展的元术 哪个低于此 所以 就算周园的元气底蕴略不及他 可凭借着这些强大的元术 依旧能够将他逼得狼狈无比 望着那银甲身影 五王的心中 也终于是有这一丝不安生气 而在五王心绪翻涌时 那下方的周园身后光一猛的一扇 巨浪卷起 而他的身影却是如鬼魅般的消失在了原地 五王面色一变 身形抱腿 不过他身影刚退 一道光影便是出现在了其前方 斑驳的黑色大笔裹下着可怕的力量 直接刁钻狠辣的 直指要害 抱刺而来 五王手中金色长剑 急忙全力迎上 当 金铁之声响彻 火花剑射 而五王面色却是大变 因为他感觉到一股凶悍无匹的力量 排山倒海般的涌来 那握住剑柄的手掌 瞬间就被阵列了虎口 鲜血流淌 身影狼狈的 倒射而退 此时的周园 催动了玄圣体 太玄圣灵术 地文术 那一重重力量的增幅下 每一击的威能 都超过了一百五十万元气地运的强度 所以就算五王踏足了神府境中期 竟依旧是被周园死死的压制 当当 周园此时下手毫不留情 力量毫无保留的爆发 铺天盖地的鼻影呼啸而出 而五王则是疯狂的抵御 他嘴中怒吼振振 但却是毫无作用 他的身影不断地后退 鲜血顺着剑身流淌下来 极为的狼狈 下方的大武军队已是在此时有些骚乱起来 一些太出境的将领也是纷纷变色 一股不安的感觉笼罩心头 谁都没想到 即便五王踏入了神府境中期 竟然依旧敌不过那大猪的殿下 天空上 鼻与剑再度硬碰 万经 周园笛尘爆合 只见的那天元笔之外 竟是在此时浮现了诸多古经虚影 那黑笔麾下 连空间都是隐隐出现了裂痕 火花爆射 武王面色一白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群狼狈的坠落下去 在那汹涌的江面上 滚出了千丈的距离 周园凌空而立 阴甲下 一对冷冽的眼神 锁定狼狈到极致的武王 淡漠的声音响起 吴狗 当年你夺我圣龙之气时 可曾想过惊人 武王满脸鲜血 猙獰无比 本王最后悔之事 便是当初夺了你圣龙之气后 唯能一掌将你拍死在那祭坛之上 他的确是回到了极致 当年夺了圣龙之气后 他便是志得意满到了极致 以为一切已定 可谁能想到 十数年后 那个几乎被他废掉的婴儿 不仅没有死去 反而是成长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他们武家多年的谋划 可谓是毁于一旦 妾贼终归是贼 南城大气 周园的身影化为光影暴射而下 武王体内元气爆发 身影也是急急后退 虚空震荡 锋利的鼻影暴磁而过 直接是一种无可躲避的速度 掠过了武王一臂 武王残叫出声 鲜血剑射间一只手臂冲片而起 这是你欠我父王的一臂 周园眼神凌冽如头 一步踏出 那鼻影如龙 直接是自武王胸膛洞窜而出 这是你害我魔后寿原大将 武王惨叫 浑身鲜血疯狂而退 锋利的鼻影笼罩 快若闪电 直接是自武王身躯上划过 猙獰的血痕几乎将武王一分为二 鲜血自周园的眼前划过 这是你害我自小苦受怨龙毒之折磨 武王身躯惨烈 他的眼睛也是一片通红 猛得死死抓住天元笔 小崽子 当年你们没本事 活该被本王杀得如丧家之权 那又如何 其实若非你给我造成这样的磨难 说不得我也没有今天 没有那些自小的苦难 若是一路顺利下去 如今的周园 说不定也只是在这苍茫大路上坐井观天 如这武王 小崽子 你得意什么 想要杀本王 那你也要和本王陪葬 他的身躯中忽然在此时爆发出万斗光芒 肉身自暴 恐怖无比的元气波动 在此时轰然爆炸 巨大的断龙江 都是在此时被生生地撕裂 形成巨坑 江水一时间难以倒流 周园的身影倒飞了出去 在那江面上跌落 狠狠地摔下 一口鲜血从他的嘴中喷出 银甲上也是有着裂痕若隐若现 旋即银甲消散 他抹去嘴角的血迹 眼神冰冷地望着那武王自暴的地方 如果你真敢自暴 那我还敬你有点血性 不过可惜 却只是用来逃命 此时的你才是丧家之犬 他眼神冷冽地望着血雾弥漫的地方 只见到那里 一道无形的神魂暴射而出 两轮神府光环将其环绕 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速度破空而去 那是武王的神魂 周元 此仇不报 本王势不为人 来日本王定要血腥你大舟 武王 武王怨读的咆哮声回荡天地 大巫 撤 当武王的奸笑响撤时 断龙江上那连绵不断的大巫军队的阵势 在此时彻彻底底地崩溃 到的此时谁都知晓 这一场大巫清静国里的伐州之战已是宣告破碎 此时的大巫兵败如山道 第697章 大舟反扑 断龙城城墙上 周晴 魏苍蓝等诸人望着远处那几乎是在轻刻间崩溃的大巫军队 皆是张大着嘴巴一脸的呆滞 谁能想到 那小半日之前还气势汹汹而来 一副要将大舟踏灭的大巫军队 此时却是不攻自愧 城墙上陷入了短暂的死机 无数人擦了擦眼睛 似乎是有着一种处于梦境中的不现实之感 眼前这一切 难道是他们在死亡前的异响吗 有着战士忍不住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于是此起彼伏的啪啪声在城墙上响起 紧接着便是一道道痛呼声传来 好痛啊 竟然是真的 哎哟 你不会打你自己吧 为什么打我 打我的军队崩溃了 好想知真啊 城墙上有些混乱起来 所有人都是彻底的清醒 于是那脸庞上有着狂喜之色涌来 下一刻 震耳御龙般的欢呼声响彻而起 引得城墙都是震动起来 他们所有人之前都抱着以身殉国般的心态 但他们并非是不想活 只是因为太过的绝望 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然而谁又能想到 在这绝望之间 希望就这么从天而降了 殿下无敌 殿下无敌 排山倒汗般的欢呼声响彻天地 大洲无数军士 眼神狂热无比地望着远处江面上那道年轻的身影 眼中的敬畏与尊 几乎是浓烈到要满意出来 在他们的绝望之际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的周园 力挽狂澜 此时 在他们心中的威望程度 恐怕比周情还要更高 魏苍兰等诸多将领 也是激动的眼眶通红 殿下果真是圣龙啊 此时他们的心中 同样满是震撼之色 谁都没想到 踏入神府境中期的武王 最后竟然被周园 斩得自暴肉身而逃 周情也是面色激动的杖红 再不负平常的稳重 手掌重重地拍在城墙上 好 好啊 武玄 你想要毁我周家圣龙 如今可尝到苦果了 我周家圣龙 没那么容易就被你毁掉 在断龙城城墙上 处于狂欢之中时 江面上的周园 远远眺望了一眼 武王逃窜而去的方向 然后身心一动 在那无数道 狂热敬畏的目光中 掠向了断龙城城墙上 父王 母后 他落下身来 目光第一时间 看向了周情与秦玉 咧嘴一笑 秦玉最先冲了过来 红着眼睛上下查看 圆儿 你没受伤吧 母后放心 我没事 周情也是大步走来 他望着周园 眼中满是激动 但最终只是伸出大手 重重地拍了拍周园的肩膀 终于长大了 当初周园离家时 上海只是天官静的小小少年 数年过去再度归来时 却已是成为神府境强者 这让得周情感慨的同时 也是感到极其的欣慰与自豪 我大周此次 还真是多亏了你 周园摇了摇头 我可是大周的殿下呢 保护大周 自然也是我的使命 另外 父王 此去多年 我也总算是不负所望 当年少年离家远去时 曾与周情说 带得他归来时 定会将当年那些屈辱 尽数地讨回来 当时 或许连周情都认为 这只是少年人的大话 然而今日 他真正地做到了 那个曾经给周园 给周情 给秦玉 给大周 带来无尽伤害与屈辱的武王 那个以往在他们的眼中 高高在上 难以匹敌的武王 却是在所有人面前 生生地被周园摇摇 以往的恩怨与屈辱 也是在这一刻 被彻底地讨回 周情眼眶终于是通红起来 这些年 我虽然时刻被那武王压制 但起码有一点我强过他 那就是我儿子 比他 还有比他儿子 都强 那武王之前还问我 凭什么与他争 当时不知如何回答 可现在想来 我就凭我有一个好儿子 父王 如今武王打败 大军军事崩溃 这个机会 我们大周可不能放过了 你欲如何 武王虽然肉身自爆 但想必他应该有所准备 恢复肉身不难 假以时日 又将会是我大周的隐患 周远以后 自然也不太可能 时刻待在大周 这里的格局实在太小 对于修炼并没有好处 所以既然要动手 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我当年的圣龙之气 被武王三分 武皇那一份 我已夺回 而有一份 便是之大武之国运 我又将大武剿灭 我方能将之取回 所以 此次 必要灭了大武 令我大周 重会当年 周情文言 眼中顿时有着激动涌现出来 对于这一天 他显然无时无刻 不是在期盼着 如今武王战败 对于大武的军心 将会有着致命的打击 正是我大周反击的最好时机 此时的周情 似乎是再度恢复了 大周之主的稳重与威严 魏苍蓝将军 立即整队大军 我大周 要倾尽所有力量翻破 那些我们曾经失去的东西 这一次 我们要再度将其拿回来 领命 随着魏苍蓝领命而去 这段龙城内 很快也是掀起巨大的动静 庞大的军队在汇聚 很快的 那段龙城城门开启 无数战船 满载着士气高昂的战士 呼啸而出 周元立于城墙上 他望着那浩浩荡荡的反扑之时 也是点了点头 父王 此时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我将会直接动身追杀五王 令他无法整顿大军 而至于大军功法 就得看你们这里了 周元能斩杀五王 但却不太可能一人破万成 不然那得活活累死他 你追杀之时 要保持谨慎 小心那武贼狗鸡跳墙 一旁的秦玉 也是眼神不舍 母后放心 那五王全盛时期 都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他肉身已失 更是难成气候 声音落下 周元的身影 已是冲天而起 化为一道光影 对着远处急掠而去 父王 我会在那大五都城等你们 到时候再来庆贺 他的身影远去 一道清朗的笑声 回荡于 断笼江上 第六百九十八章 威震四方 当大五的军队一路溃败而回时 整个大五顿时为之撼动 所有人皆是震撼 以及难以置信 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 他们的意料 以大五之强 乃是整个苍茫大陆上顶尖的王朝 这些年来 大五四处征伐 何曾败过 此次大五的对手 更是一个孱弱的大洲 正常来说 应该是大五取得 翠库拉朽胜利才对 可谁又能想到 大五竟会崩溃得如此之快 而且就连五王都是被重创 于是整个大五王朝 都是在这一刻动乱起来 特别是一些当年就是大洲重臣 如今在大五居高位的人 更是人心惶惶 当年的他们 跟随着五王叛逆 夺了大洲 原本他们以为大洲不足为惧 可谁能料到 如今的大洲 竟然有着反扑之势 如果带得大洲击溃大五 将当年所失去的夺回 那么他们这些曾经的大洲之臣 必然会被清算 所以 当大洲反扑的消息传来时 整个大五王朝都是乱了套 而这个时候 若是五王能够出面 那局面还能压制住 可偏偏五王直接失踪 毫无踪影 群龙无手下 大五的士气民心 即是彻底的崩溃 于是 大洲大军所指之处 大五的防守纷纷崩溃 风烟与战火 直接从大洲 燃烧到了 大五的疆土 大五溃败的消息 也是在第一时间 传遍了整个苍茫大陆 其他各大王朝 也是为之震惊 而带着他们搞清楚战场上 所发生的事情后 更是震撼莫名 大五的五王 竟然败在了大洲那位 年轻殿下的手中 五王在这苍茫大陆上 绝对算是顶尖级别的强者 特别是在他暴露了 神附近中期的势力后 基本能够算作最强 可谁能想到 神附近中期的五王 却是被刚刚踏入 神附近的周园 所打爆 一时间 诸多顶尖王朝 皆是开始重视起 大洲这个曾经战败的王朝 他们都明白 经此一战后 或许那个曾经 明镇苍茫大陆的 大洲王朝又将会崛起了 圣州大陆 苍玄宗 当 当 嘹亮的钟银声 在整个宗内响彻回答 而有关于周园 打败五王的消息 也是在此时 传遍了整个苍玄宗 引起整个宗内 顿时为之沸腾 周园师兄太厉害了 居然打败了神府境中期的五王 当真是无敌之刺啊 这等战绩简直害人啊 看那圣公弟子以后 还敢在我们苍玄宗面前耀武扬威吗 所有苍玄宗弟子 皆是余有容颜 毕竟这番战绩 的确算得上是罕见 一座风顶上 楚清 李清禅 孔盛 叶歌等人 望着沸腾的宗内 然后对视一眼 皆是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浓浓的惊叹之色 没想到这家伙 会是第一个突破到神府境的 李清禅请声说 叶歌摸着下巴 刚刚踏入神府境初期 就能打败五王 我觉得周园开辟出来的神府 起码都是八神府 其他人没有说话 但都是面色肃然 八神府可不多见 楚清面旁发愁地叹了一口气 哎呀麻烦啊 这家伙发疯一样的突破 搞得我们压力很大呀 以前大家多好呢 慢悠悠地修炼 岁月静好 享受生命 楚清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我们曹玄宗的风气 就是被这小子带坏的 李清禅挟劈了他一眼 听说掌教说了 让你立刻闭关 如果不能突破到神府境 并且开辟出八神府 就要将你赶去外山 做教习直视 哎 都是被周园那小子害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修炼之道 本就是勤奋经济 像你这样懒洋洋的 是个怎么回事啊 周园比我们后进宗门 如今都突破到了神府境 如果我们再不突破一下 还有什么脸 其他圣子文言 也是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看来我们也需要努力一把了 今日就开始闭关 众圣子对视一眼 然后身影一动 便是对着各风掠去 转眼间 风顶上就只剩下楚清一个人 顶着光溜溜的脑袋 一脸的落寞 哎 混账小子 把我苍轩松的修炼风气都搞乱了 楚清再度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最终只能垂头丧气地掠回苍轩风 义士殿 青阳长教面带微笑 其他数位风主也是面有亚裔之色 他们同样是第一时间 知晓了那大周与大雾之争的结果 这周园还真是天宗之才啊 数位风主在知晓结果后 都是不由地感叹一声 看来我苍轩松也是要出笼了 青阳长教笑音音地说 真不知晓圣元的老贼此时 面色如何 连一风主冷笑 说起圣元时 眼眸中有着掩饰不住的滔天恨意 此次大周与大雾之争 更是苍轩松与圣公的一场博弈 但眼下来看 显然他们苍轩松赢得彻底 此事传出对圣公的声望 也将会有着不小的影响 青阳长教文言 却是面露沉淫之色 我倒是觉得 那圣元恐怕别有谋划 他眼眸深邃 这一次的博弈 青阳长教隐隐地感觉到 那圣元似乎只是在暗中推动 并没有过多的插手于其中 其他封主文言 眼神也是一宁 对于圣元公主 他们显然也是抱着极大的忌惮 他究竟想做什么 青阳长教摇了头 暂时无法推测 不过我想 如果他真有谋划的话 如今大五大洲之争快要落幕 他必然也会显露出来的 这段时间 我会时刻紧盯着他 第六百九十九章 一席红衣 圣公 云雾缭绕的山崖这边 圣公公主拨弄着面前 如混沌般的水晶球 眼眸深不可测 嘴角掀起一抹淡漠笑意 这五皇五王 还真是一家子废物啊 算了 棋子而已 有用便可 管他是狼是狗 他的眼眸 盯着混沌般的水晶球 圣龙之气的碰撞 应该快要开始了吧 倒是天机一动 藏玄老祖 你那最后的手段 可就要被本宫溃破了呢 纷乱的大午 某郡上空 有着破风声响起 只见得一道光芒 积略而过 仓皇至极 那道光芒 那是一道神魂 只是在神魂周围 有着两道光环 不断地吸取着 天地间的元气 这道神魂 自然便是肉身被灭的吴王 此时的他疯狂地逃窜 一脸地惊惧 目光时不时地看向遥远的后方 因为他能够感觉到 那个周园一直在权力追杀 该死的周家崽子 五王心中愤怒至极 他纵横苍茫大陆这么多年 威名赫赫 何时落得如此狼狈过 当年真该在那祭坛上将此字派死 五王此时已不知道 重复了多少次这般话语 可见他对周园的恨意是何等的浓烈 他这一路逃窜 自然也是知晓了大悟的动乱 但他却不敢停下来有任何的指挥 因为那周园紧追不舍 他一旦停下 必然会被其追上 而凭借大悟其他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拦得住神附境的周园 所以即便追晓此时的大悟 急需他露面作诊 但五王却不得不亡命而逃 毕竟一旦他被周园斩杀 大悟同样难逃密王 看来只能将他引去大悟都成了 本王在那里上还有一些布置 未必不能让他鲨鱼而归 五王眼神闪烁 而且在都城内 他有着秘宝 能够恢复肉身 到时候借助地力 应该能够打退周园 心中掠过这些念头 五王再不犹豫 神府光环绽放出光芒 而其速度陡然暴涨 化为一道流光 消失于天地之上 而在五王消失后 用摸半炷香的时间 周园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了天空上 他望着五王元气波动 远去的方向 双目为迷 大悟都成的方向吗 看来你还不死心呢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还能有什么招翻盘 周园眼中略过冷冽杀意 这一次是斩杀五王最好的机会 为了以绝后患 所以他绝对不会放过五王 金色元气爆发开来 周园也是化为一道金光 对着大悟都成的方向 追击而去 五王一路亡命奔逃 数日之后终是抵达大悟都成 五王的神魂立于大悟都成上空 此时的都成内也已是混乱一片 显然都知晓了大悟溃败的消息 他的神色有些悲凉 想当日他率军从都城而出时 是何等的豪迈 可谁能想到最终的结局 却是他独自一人 如丧家之犬般地逃回来 周家崽子 本王定要你付出代价 五王声音中满是怨毒 旋即他深吸一口气 不敢再耽搁 这数日下来 他的神魂已是变得格外稀薄 如果再坚持下去 没有肉身与酝养神魂之物 他的神魂恐怕将会直接消散于天地间 本王在国库有一宝 名宝连泥 可用意塑造肉身 如今正好何用 五王身形一动 直接掠向了都城王宫之中 然后直奔宝库而去 这宝库本就是禁地 守卫森严 但五王一路略来时 却是惊疑地发现守卫进撤 这令得他愤怒交加 莫非这些守卫也已动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莫要坏了宝库啊 交集中 五王迅速地来到宝库外 而戴德他瞧的那玩吼无损的宝库通门时 方才松了一口气 宝库有密法守护 旁人无法开启 五王此时没有心理会那些消失的守卫 直接是以密法开启了宝库 冲了进去 宝库内保光闪耀 但五王皆是未曾看上一眼 直奔最深处 片刻后 他的神魂飘至一方石台上 但当他看去的时候 却是惊恐地发现石台上空空如也 那宝连泥竟是消失了 盖斯 本王的宝连泥呢 五王暴怒咆哮 神魂都是剧烈地波动起来 显然是怒到了极致 有人盗走了宝连泥 这显然是在故意针对于他 不过当年本王在那宝连泥上 留下了印记 想要盗走 没那么容易 不过很快 五王渐渐地冷静下来 他深起一口气 他倒是要看看 究竟谁这么大胆 竟敢盗窃宝库 五王当即运转密法 闭目感应 半晌后 他呼地睁开了眼睛 眼中掠过惊疑之色 因为他感应到了宝连泥 而且令得他疑惑的是 宝连泥的位置 依旧处于王宫之中 并未远去 哼 敢盗窃本王之宝 不管你是谁 今日都饶不得你 五王冷哼一声 神魂一动 便是飘出了宝库 以惊人的速度 对着宝连泥位置 急掠而去 他掠过王宫 剑往深处 最后竟是发现 那宝连泥的位置 乃是处于王宫 最后方的陵园之中 五王的心中 愈发地惊疑起来 他神魂飘荡 渐渐地停了下来 因为他感应到了 宝连泥就在此处 于是他看向前方 那里有着一座 高大的陵墓 望着这座陵墓的时候 五王的神魂 再度剧烈地 颤动起来 那是王后的陵墓 陵墓的墓碑前 有着一袭红衣 他手持一壶酒 在墓前轻轻地洒下 酒香四溢 洒完酒后 他凝望着墓碑 有着淡淡的声音响起 父王 这座陵墓 自从当年母后葬下后 你应该是第二次来吧 他缓缓地转过身来 有着一张绝美的容颜 显露出来 第七百章 五瑶归来 红衣女孩 有着峨眉浩尺 如雪的肌肤 他疯子卓越 仅仅只是立于那儿 便是令得这幽静 荒凉的陵墓前 都是变得耀眼起来 只是 他那一对眸子 却是于幽坛般 那有丝毫的波动 而且 明明只是女子 但一身红衣的他 却似乎是有着一股 难以言明的霸气内敛 五王与其相比 反而是暗淡无光 仿佛后者 方才是真正的天生女帝 五王望着那出现在 陵墓前的一袭红衣 也是愣了片刻 忍不住地失声道 五瑶 你怎会在此 你不是在那 魂元天修炼吗 不过紧接着 他脸庞上 又是有着狂喜涌现出来 好 五瑶 你回来得正好 你速速去将那 周家崽子斩杀 从此以后 我大悟方才能够 永绝后患 然而 眼前的一袭红衣 并为闻言而动 他那一对 没有波澜的双眸 只是带着一种 几乎无情般的漠然 盯着激动的五王 而五王也是 渐渐地察觉到不对 怒视他 你在做什么 五瑶眼帘微垂 旋即 他伸出如玉般的束手 轻轻抚摸着 有些斑驳的墨碑 漠然的眸子深处 有着一缕深深的 悲伤浮现 幽冷的陵园中 有着他那 同样幽冷的声音 在飘荡 父王 你还记得 母后是怎么死的吗 灵园中 身穿红衣的女孩 幽冷声音 淡淡地响起 仿佛是带着一些寒意 令得灵园 愈发地寒冷了 五王听到此言 也是愣了一下 他的面庞 微微波动 玄机强笑 五王 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提起此事 你应该知晓 那这是一个意外 本王并不想的 他的眼中 略过一丝阴霾之色 五王面无表情 他那眸子中 没有丝毫的波澜 那当年父王打算 剥离我体内的圣龙之气 将有五王呢 五王面色更加的不自然 当年五妖迟迟未能 觉醒体内的圣龙之气 在他看来 自然是极为的浪费 与其让他白白挥霍 自然是不如剥离出来 就算剥离了你的圣龙之气 也不会伤你性命 顶多只是无法修炼而已 然后永远禁骨于王宫内 未来有五王将我掌控吗 他那恶心的想法 怕也是有着 父王的推波助澜吧 五王面旁僵硬 他如何不知晓 五王对五瑶的那种 有些畸形的占有心理 但他的确没有阻止 因为在他看来 这反而是能够成为 激励五王的动机 尴尬的同时 五王又不由得有些恼怒 以往的五瑶可从不敢 与他说这些话 或者说将这些心思 藏在最深处 而如今却敢如此 驳斥于他 五瑶 我毕竟是你父王 你这前往浑原天数年 是觉得翅膀硬了吗 其实我本不想回来 因为这里真的让人感到厌恶 但我当年在母后 目前许了愿 如今总是要来将其实现 你想做什么 五瑶玉手缓缓地抬起 只见得其豫掌间 有着黑色的雷光在跳跃 下一瞬 无数黑色雷光爆发而出 黑色雷光呼啸 直接是铺天盖地地 对着王公 以及整座大武的都城 轰启而下 顿时间 大地震动 有着火焰 中天而起 五瑶 你放肆 五王震怒 这逆子 竟然敢焚烧王公与都城 火焰在生腾 宛如一场烟花 五瑶凝视着那些冲天之火 绝美的容颜 犹如雕像一般 纹丝不动 冰冷而无情 五王气得神魂激烈地不动 宝莲泥是你拿了吗 给我 五瑶玉手一握 有着一个玉瓶出现 玉瓶内可见暗红色的泥土 在缓缓地如同 他盯着此物 红润嘴角掀起一抹冰冷之音 黑色雷光爆发 瞬息之间就将那玉瓶 以及其中的宝泥摧毁得干干净净 五王呆了下来 片刻后目眶欲裂 五瑶你该死 他气疯了 神魂猛地呼啸而下 一掌便是对着五瑶狠狠地拍下 震怒之下显然是杀鸡涌动 丝毫未曾留守 然而面对着他充满着杀意的掌风 五瑶修成玉智轻轻一弹 一抹黑雷暴尸而出 与那五王神魂相撞 第七百零一章 龙皇相见 砰 惊雷相撤 五王顿时爆发出惨叫之声 神魂当即崩裂了一片 狼狈后退 父王这是打算再杀我一次吗 五瑶道 五王神魂激烈地颤动着 越来越虚幻 那是神魂将要散去的迹象 他面目扭曲 五瑶 你这逆女 你想要是负不成 他怎么都没想到 五瑶此次回来 竟然不是来帮他的 反而是要来杀他 以前在大午时 五瑶从没有显露出 丝毫对他的恨意 如今想来 五王却是有些不寒而立 显然 五瑶这些年 都是在深深地隐藏自己 因为那个时候的他 还没有与五王叫板的资格 可如今 他变得很强了 已经不再需要那些伪装 望着立于陵墓之前的红衣女孩 五王感觉到了浓浓的寒意 或许从王后死的那一天 五瑶就将这道仇恨 深深地记在了心中 五瑶 瑶儿 当年是父王的错 但这些年 父王对你何曾差了 五王眼神变幻 最终放低了姿态 因为他感觉到了恐惧 眼下只能先稳住五瑶 只要保得性命 未来自有算账的时候 然而面对着他的低姿态 五瑶只是轻声说 父王 你去陪母后 好吗 这些年他一个人 真的很寂寞 五瑶 你真的疯了 五瑶 欲绝神魂疯狂后退 想要顿逃 然而 五瑶手中的黑色雷光 猛的暴尸而出 宛如雷霆锁链一般 直接洞穿虚空 将那五王的神魂缠绕 捆腹 五王疯狂挣扎 却是无法挣脱 而就在此时 这大雾都城上空 有着一道急促的破空声响起 一道光影从天而降 直接是落到了 汪宫深处的陵园中 光影现出身来 正是一路追杀五王的周园 当他落到陵园时 第一眼便是见到了 五王被黑色雷电捆腹这一幕 当即就愣了愣 紧接着 他的目光抬起 看见了陵墓之前的红衣女孩 此时的红衣女孩 也是抬眸看来 两人目光相对 眼瞳皆是微微一锁 那一瞬 似有惊雷 自两人天灵盖钻入 令得两人心脏 都是不约而同的遗迹 那种感觉 宛如山林之间 似乎肃敌相遇 周园盯着那容颜 绝美的红衣女孩 面色凝重 伍瑶 虽未见面 但是见面的那一瞬 周园就知晓了他的身份 周园 伍瑶狭长父母也是微微隐秘 气氛寂静了树袭 周园便是眉头微皱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有些搞不清楚情况 这武瑶怎么像是在对武王出手 而此时 武王却是呼得大笑出声 笑声凄凉绝望 黄不见龙 见之武王 这语言 还真是半分不悟 本王原本以为那龙皇 是说武瑶和武皇 如今看来 却是你二人 武瑶目光转回武王 凤目渐渐地避露 父王 请随母后而去吧 声音落下 他玉手猛然一握 那缠绕着武王的黑雷锁链 便是陡然手锁 黑色雷光 疯狂地对着武王的神魂侵蚀而去 绝望之下 武王也是惨笑出声 没想到 没想到 我武璇最终竟是落个 被女儿尸杀的下场 武瑶啊武瑶 我真是小瞧你了 我谋划多年 最终反而是你二人来到了最后 有意思 有意思 武瑶 你可指我武家的最后一则预言 龙黄黄斗 适者生 你二人知道方才是宿命 最是精彩 不过可惜 终于二人 终于一人被试 不管是谁 总算是一场好戏 所以本王在那下面 等着你们 他的声音 透着浓浓的怨毒之音 黑雷爆发 武王的神魂 也是在这一刻猛然碎裂 一代武王 谋划多年 却终是落得 如此结局 第702章 九神之福 惊雷的残音 依旧还在灵源之中回荡 而那武王的怨毒之声 也是徘徊不算 宛如幽灵 周元面容平静地望着这一幕 只是那看向武瑶的眼神中 愈发的凝重与忌惮 虽然他不知晓武瑶 与武王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 但光凭武瑶如此果决地 试杀武王 就足以瞧出他那灵力的心性 武瑶的眸光 凝视着武王神魂消散 的地方 他挣了许久 然后那一对狭长凤幕 渐渐地避拢 扳上后 他的双眸睁开 眼眸中的波澜尽数消散 有的只是令人心悸的 冷锐之意 周元与武瑶的目光 再度对碰到了一起 屋檐之下 又杀机暗流 先前的武王最后的咆哮 显然是有着刻意隐的 两人生死争斗的用意 不过其实这有些多余了 因为当周元 见到武瑶第一眼的时候 就知晓 这才是武家之中 最棘手的 虽说不知什么原因 武瑶会弑父 但这并不可能成为周元 与武瑶之间的某种调和 两人天生 便是处于绝对的敌对 而且从武瑶的眼神中 周元能够感觉得出来 他与他一样 对于变强 有着无可动摇的坚韧信念 这种人在修炼之路上 必然能够走得很远 周元的目的是想要夺回圣龙之气 而武瑶会主动地交出来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甚至 武瑶此时所想的 或许反而是将他周元体内的 那部分圣龙之气夺走 彻底令得自身圣龙之气圆满 这对于他未来的强者之路 将会有着极大的弊意 而在两人目光对碰间 大地忽然地震动起来 隐隐间似乎是有着龙吟声 与天地间相撤 周元抬起头 只见的天地间似乎是有着 一缕缕妙的气息 自四面八方涌来 最后汇聚于先前武王神魂消散之处 那些气流缠绕 隐隐地有着虚幻的龙影浮现 周元眼神一凝 那种波动他太熟悉了 那是圣龙之气 伴随着武王陨落 这大雾崩溃 国运消散 其上所寄托的那份圣龙之气 也是汇聚于武王消散之地 璀璨的金光自周元的体内爆发 他身影直接暴逝而出 显然是打算抢夺回这一份圣龙之气 不过他快 武王却是比他更快 因为在那武王神魂消散处 黑色雷光始终未曾散去 就在等待这个 黑色雷光涌动 宛如雷网一般 直接是将那圣龙之气笼罩 然后暴逝而回 落在了武王身处的纤细御守之上 周元停下身影 眼神冷冽地盯着武瑶 是否多龙气 这就是你的打算 你们武家之人 还真是一个比一个疯狂 武瑶凤幕中也是有这冷意掠过 他望着手中被黑色雷光笼罩的圣龙之气 红唇为弃 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我是罪厌无辞无之人 既然如此 那就物归原主吧 秀智 周元 将你体内那一部分圣龙之气交出来吧 所有恩怨 今日都可了结 你杀了武皇 如今也灭了大武 我都可以不与你追究 我也没多大的兴趣为他们报仇 甚至未来 我连这苍玄天 都可不再踏入半步 真是好大的野心啊 不过可惜 此话也是我想说的 将这两道圣龙之气交给我 今日你便可离去 所有恩怨 一笔勾销 两人的目光对视 空气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冷了几分 五窑郊区之上 有着黑色的雷光 若隐若现起来 他雪白的下巴微微抬起 凤目须眯 周元 你应该知晓 除非圣龙之气合一 否则的话 你我终究是会不死不休 既然如此 那就不死不休吧 噗 当声音落下的那一瞬间 周元眼神陡然凌厉 一轮混沌色的光环出现在其身后 今天元气喷涌而出 直接是化为金光剧长 狠狠地对着五窑所在 重重拍下 他早已知晓 言语根本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两人都是杀伐国断之辈 谁也不可能轻易地让步 既然如此 终归还是得死杀一场 金色剧长重重拍下 五窑抬起绝美脸颊 脸颊上毫无波澜 焦躯纹丝不动 金色剧长拍落而下 狂暴地冲击波肆虐开来 周元望着那元气冲击源头处 眉头微皱 这五窑竟是硬生生地承受了他这一击 元气冲击渐渐地平息 周元目光投射而去 下一瞬间 他的瞳孔便是猛然一缩 只见得在那前方 五窑凌空而立 大红衣包裹着修长傲人的郊区 青丝飘舞 那般容颜有着惊心动魄的美感 他柳叶般的双眉微微挑起 散发着不逊色于男儿的灵力一半 当然 最让得周元心中震动的是 在那五窑的身后 三轮光环浮旋 而且每一轮光环都是绽放着 璀璨九光 神府境后期 就神府 周元面旁上有着浓浓的忌惮涌现出来 想要凝炼出三道神府光环 那必然得踏入了神府境后期 而且五窑那三轮神府光环 每一轮都是闪烁着九彩之光 璀璨夺目 那分明是唯有开辟出最顶尖的九神府 方才会出现的 这五窑 果然方才是五家中最为棘手的人 也才是他最强之敌 五窑凤墓盯着周元 周元 在苍玄天年轻一辈 或许此时的你当算翱首顶尖 但天外有天 在这天元界 即便是除开圣族所占四天 所剩五天中 苍玄天也不过居于莫尾罢了 而魂元天 方才是诸足五天之岁 那里是真正的修炼大使 诸多盖世天骄 远超你想象 所以 你以为凭借你的实力 就能从我这里夺走圣龙之气 恐怕只能说你周元有些不自量力了 声落实 五窑纤细欲知猛地点出 顿时有着巨大的黑色雷光 自其指尖暴尸而出 雷光蜿蜒 宛如雷龙 带着一股毁灭般的波动 直接狠狠地对着下风的周元 咆哮而去 雷光眨眼便知 周元感受着那种毁灭的力量 不敢怠慢 神区之上 欲光绽放 选身体 他五只紧握 一拳轰出 空气都是炸离开 与此同时 还有这一道虚影出现在其身躯之外 那是太玄圣灵术 凝聚着周元全力的一拳 裹挟着雄魂元气 一拳便是与那黑色雷光硬汗 巨声乍响 大地被撕裂 而周元的身躯也是猛的一阵 脚掌擦着地面倒射而出 那拳头之上一片脚黑 甚至有着鲜血滴落下来 一招之下 周元便是尽落下风 周元的脸色变得极其凝重起来 深浮镜后期的武摇 比起武王不知道强悍了多少 如果不是他肉身有成 恐怕先前那黑雷就能直接将他手臂都贯穿 令他重创 武摇凤墓望着这一幕 神浮镜初期的实力竟能接我一招 你倒是有些能耐 不过可惜啊 现在的你可并非是我对手 旋即 他的容颜变得宛如寒冬 凌冽动人 他没有多余的废话 玉手一抬 只见着一道道黑色雷光在其周身盘旋 宛如雷龙释放着极端惊人的元气不动 黑龙悬雷 龙银响彻 只见着一道道黑色雷光 咆哮回下 扑天盖地之事 宛如是要将这座大物都城摧毁 周元面色微沉地望着那恐怖的公事 心中沉吟熟悉 然后又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因为他知晓 现在的他与武瑶相斗 恐怕还真是没几分胜算 武瑶这是货真价实的神府境后期 而且还是九神府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 此时交手他都输多胜少 而周元也是果断之辈 在判明双方实力差距后 便是不再犹豫 深情报退 想走 武瑶见状 凤目为冷 黑雷蜿蜒 竟是灵活无比 闪烁之间 直接是出现在了周元的四方 阻拦了他所有的退路 然后 讨笑而下 这女人可真狠 周元眉头紧皱 周武瑶带给他的危险感觉 简直比武皇还要强百倍 他深吸一口气 天元比出现在其手中 体内元气也是涌动起来 他知晓 看来今日想要摆脱这武瑶 也必须得死战一场了 黑雷咆哮而至 不过 就在周元即将倾尽全力撕开黑雷 找寻退路时 那扑下的黑雷 犹如是忽然碰到了一层无形的避障一般 黑雷爆炸开 但那可怕的冲击波 却是并未波及到周元身上 因为此时的周元周身 出现了无形的光照 神魂之力 周元一惊 不过很快 他就感觉到了那股 无形的神魂之力上面 散发出来的熟悉波动 谁 武瑶也是冷声喝道 凤目凌厉 周元与武瑶的目光 都是在此时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不远的方向 只见那里的一棵大树上 一道绝美的倩影俏丽 他怀中抱着小兽 美眸清澈如湖泊 裙脚随风而动 青丝飘扬 气质飘渺若现 姚姚 周元惊喜出声 姚姚名眸投射而来 他望着周元有些狼狈的模样 红唇微翘 可吃够亏了 真以为月姬打败一个神府境中期的武王 并可同辈无敌了 周元有些无奈 他此次的确是有些大意了 竟然没料到武瑶 那是神府境后期的境界 而且还是开辟了九神府 你是谁 武瑶凤幕锁定夭夭 翘脸上首次出现了一些凝重之意 显然从后者的身上 他也是感觉到了危险气息 这倒是让得武瑶感到有些惊异 这苍玄天内 怎会有如此厉害的同辈 瑶瑶的眸光也是转向了武瑶 在面对着后者时 她的眼眸渐渐地恢复了以往的淡漠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可莫要伤了她 哦 瑶瑶气势压人 但武瑶同样不是神流的灯 如果我说 不呢 两女的目光对碰在一起 这一刹那 似乎连风声都是凝固了下来 两女皆是容颜惊事 如果说妖妖气质清冷而淡漠 飘渺如神女般的话 那么武瑶 并是时刻偷着一股灵力与霸道 宛如君临天下的女帝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这世间最为出彩的光景 似乎都是凝聚在了这两个人的身上 所以当她们出现在一起 并且对峙的时候 天地之光 净点于她们的身上 乃至于那一旁的周园 都是被两女之光所掩盖 平平无奇 瑟瑟 发抖 第703章 妖妖武瑶 当妖妖与武瑶对质在一起时 这幽冷荒凉的陵园内 似乎都是变得明眼起来 当然 随之而来的 还有着那暗中涌动的磅礴压力 瑶瑶的神魂 似乎是又突破了 周园同样是发现了这般情况 当即有些惆怅 这些年来 不论她的修炼速度有多快 似乎永远都快不过瑶瑶 此事如果是出现在旁人身上 周园必然是要感到难以置信的 可这如果出现在妖妖的身上 周园却是颇为的理解 因为有时候人与人 的确是不一样的 看来 她想要有朝一日翻身做主人 将妖妖给压在下面 那真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五妖红唇微敏 凤目伶俐地盯着妖妖 虽说后者周身并没有元气 波动 但那种强大的神魂波动 却是连五妖都是感到惊异 这般人物 就算是在魂元天中 必然都是精彩绝艳 怎会出现在这苍玄天中呢 而且她与这周园 又是什么关系 五妖的眸光微闪了一下 但玄机便是归于平静 既然妖妖现身阻拦于她 那就自然是要斗过一场 否则诸多言语皆是无用 她掀细的御守间 有着黑雷绽放 下一瞬间 黑雷闪烁爆尸而出 直接是宛如雷毛一般 带着极端惊人的杀伤力 对着妖妖 好笑而去 妖妖明眸望着那撕裂虚空而来的黑雷 她将怀中的吞吞抛下 玄机青丝无风自动 光洁眉心 有着磅礴的神魂之光涌现而出 跳跃的黑雷 在距离她面前 还有杖虚距离时 便是凭空爆炸开 犹如是被无形之力所阻拦 那自然是夭夭的神魂之力 不过黑雷炸裂时 一抹红影极略而来 雷鸣阵间只见到五妖 紧握那素白的小拳头 一拳便是对着妖妖胸前倒去 那小小的拳头 看似娇嫩柔软 但骑上黑雷闪烁 却是蕴含着极为惊人的力量 妖妖翘脸平静 小手伸出 纤细欲知轻弹间 便是直接勾勒出了一道原文 原文吞吐着天地元气 眨眼间便是化为了一面 由天地元气所化的 玄冰后盾 五妖一拳轰在了那玄冰后盾上 空间震荡 顿时将那冰盾上 震裂出道道裂痕 裂文越来越多 冰盾终时爆灵 不过 就在冰盾裂开的瞬间 五妖却是感觉到一股危险气息 只见那面前虚空波大 竟是有着一团无形之火 呼啸而至 那火焰看似没有温度 但五妖翘脸 却是变得凝重起来 魂炎 魂炎直扑五妖而来 他不敢怠慢 欲手猛的合拢 只见到其身后那三轮神府光环 顿时瞬移到了面前 宛如光顿一般 与那魂炎相撞 魂炎灼烧着神府光环 发出刺耳的声音 摇摇桥的魂炎被阻 玉手呼的一握 只见那魂炎竟是扭曲起来 渐渐地被凝联成一条 无形的魂炎火边 魂炎火边一震 便是化为无数道残影 铺天盖地地 对着五妖狠狠地边下去 竟能将魂炎 掌握到这种程度 五妖凤幕中掠过一抹惊讶之色 三轮神府光环 在其周身飞快地旋转 宛如光照将其覆盖 无数道边影 落在五妖周身光照上 对时见其无数道涟漪 五妖桥的周身剧烈震荡的光照 凤幕微眯 一声冷哼 只见得他双掌将黑色雷光跳跃 雷光渐渐地蔓延 最终一柄浑圆的黑色雷棍 出现在了五妖手中 那雷棍伸缩不定 可大可小 可长可短 玄妙异常 而雷棍一出现 五妖浑身缠绕的黑雷 顿时变得狂暴起来 他直接散去神府光环 手中雷棍化为残影 直接与那漫天浑岩边影 硬碰 硬碰 漫天都是有着巨声响彻 两女出手皆是毫不留情 凶狠异常 短短不过数分钟的时间 却一是你来我往地交手了上百回合 在那下方 周元桥的两女的激战 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杂舍 这五妖还真不是省油的灯 竟然能够跟妖妖斗得如此激烈 而且五妖的攻势 皆是大开大合 刚猛凌厉 他手中的黑色雷棍 应该就是他所擅长的兵器 挥舞之间 虚空都是在震颤 而他的性格 也是在这打法间显露无遗 强势 凌厉 霸道 之前我踏入神附境 将五妄击败 倒的确是有些得以忘形了 如今我在这汤玄天 虽算是年轻一代为首者 可天元界何其辽阔 妄自尊大 只会自取灭亡 周元深吸一口气 这段时间他所向披靡 倒是令得他心静不稳 如今 险些在这五妖手中吃亏 此次的事 也算是一个教训 收敛了心中情绪 周元望着天空上的交手 从局面来看 两女似乎是有些不分上下 想要分出胜负 也并不简单 不过 就在周元全神贯注地 望着天空上的战场时 他浑身的汗毛忽然在此时 猛地倒竖起来 一股无法形容危机之感 自心底深处涌了出来 那一瞬间 周元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催动了玄身体 并且荧光自身躯表面浮现 一副银甲将他的身体 直接覆盖 就在周元做完这些的同一瞬 其身后的虚空呼得微微波荡 一只手掌凭空浮现 手掌之上有只雷光缠绕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重重地拍向了周元后背心 混沌色的神腹光环 第一时间感应到了危机 出现在了周元身后 那缠绕着雷光的一掌 拍在神腹光环上 顿时 混沌色的光环剧烈地震动 然后竟是因为无法承受那一掌之力 直接是爆碎开 而那雷光之掌依旧是落下 拍在了周元后背 身后诡异般出现的狂暴攻击 令得周元瞳孔几缩 那千军一发之客 他的眼中也是掠过一抹狠辣之色 他手掌一握 天云比闪见而出 鼻声一震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 对着身后抱刺而去 而那雪白的笔尖 也是化为漆黑色彩 风锐到了极致 笔尖抱刺 仿佛是划过了什么东西 不过这同时 那狂暴雷光已是在周元背后爆发 他的身躯顿时猛的一震 那银甲之上 有着裂痕浮现出来 而他的身体 也是在那股重力之下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座巨石之上 那巨石瞬间化为坟墨 一口鲜血从周元的嘴中喷了出来 他眼中掠过一抹狠绿之色 猛地抬起头 看向他先前硕立之地 只见到那里 虚空微微波荡 竟是有着一道身影缓缓地显露出来 那道身影渐渐地清晰 那是一名陌生的黑衣男子 他身躯修长 面旁如玉 周身有着雷光浮现 而此时 那黑衣男子眼神 有些惊异地瞧着周元 好敏锐的老鼠 竟然能躲得了我这一掌 旋即他低下头 双目微眯地盯着袖口处 那里的袖子被撕裂开 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血痕 望着这道血痕 黑衣男子嘴角的笑意变得冰冷下来 他暗中出手 原本以为斩杀一个神府境初期的小子 手道擒来 结果没想到 不仅被其敏锐地逃脱 还被他闪电般地反手 在他身上留下了一点伤痕 这令得他感到恼怒与不快 下方的变故 也是在这一刻 被天空上交手的良女所察觉 遥遥的毛子 瞬间变得极端冷冽起来 浑身有着一股 令人心悸的波动散发出来 而舞妖此时 绝美的翘脸也是微微一冷 风目冷冽地看向下方的黑衣男子 赤鹤之声 带着一丝微怒的响彻而起 赵雨霄 我说了 这是我的事 不需要你插手 第704章 武妖蜕变 天空上妖妖与武妖的交手 因为那黑衣男子对周园的突袭而停止 不过前者的眼神 却是在此时变得异常冷冽下来 那种眼神 即便是先前与武妖相斗时 也未曾出现过 显然 他此时方才是真正的动怒 而武妖自然也是察觉到了 妖妖神情的变化 不过对于黑衣男子的出手 他内心深处也是有些不悦 他的性格太过的要强 虽说如今对周园体内的圣龙之气 志在必得 可他却并不愿借他人之手 而是要凭借自身的本事 堂堂正正地夺来 在那下方 被武妖称为赵云霄的黑衣男子 自然也是听出了武妖声音间的怒意 当即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他原本也是不想出手 毕竟在他看来 神府境初期的周园 自然逃不出武妖的手心 可谁能料到 这半路杀出来一个妖妖 而且实力也是惊人的强 并不逊色武妖 所以他方才暗中打算出手 直接将周园重创 帮武妖得到圣龙之气 以不得美人欢心 哪料到武妖竟然对此并不领情 赵云霄冲着武妖笑笑 然后举起手 哼 哎呀呀 别生气 好了好了 我不插手了 就将这小子留给你收拾 总行了吗 他只是看向武妖 似是在道歉 但他的目光却看都未曾看一眼 先前险些被他一掌拍死的周园 不过他身刚落 天空上妖妖欲言冰冷 却是没半句废话 欲手一震 那由魂炎凝炼而成的长鞭 便是震破虚空 当头便是对着那赵云霄 狠狠的鞭曲 赵云霄瞧的那呼啸而来的魂炎长鞭 眼神倒是一宁 面对着妖妖 他却不敢如之前面对着周园时的情满 后者这种强大的神魂之力 足以让其忌惮 所以赵云霄脚掌一跺 顿时其体内便有着澎湃元气呼啸而出 光芒在其身后凝聚 最后竟是形成了三轮神父光环 光环散发八彩之光 这赵云霄同样是神父经后期的实力 而且开辟的乃是八神父 虽说比起五谣稍差一些 但能够开出八神父 那已是顶尖天交 魂炎长鞭落下 狠狠地甩在赵云霄周身旋转的神父光环上 顿时爆发出闷雷般的声响 神父光环也是剧烈地震动起来 那魂炎长鞭攻势愈发的灵力 只见的那神父光环也是摇摇欲坠起来 这赵云霄面色微变 他对于妖妖可没有半点的小觑 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对方在神魂之上的造诣 如此能耐 就算是在魂元天神父境一辈中 都足以名列前茅 而在赵云霄心中惊异间 其周身的神父光环竟也是抵达了极限 最终轰然炸离开 赵云霄身躯之上雷光闪现 其身影消失在了原地 再度出现时 已是出现在了远处的天空上 那英俊如玉的面庞充满着凝重 这才短短一会儿 他的护身光环便是被攻破 可见夭夭的攻势是何等的灵力 这位姑娘 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啊 赵云霄看向夭夭 眼神中略过一抹惊艳之色 武夭算是他所见过 诸多女人间最为出众的 所以方才能够令得 眼界极高的他念念不忘 甚至连前往这苍玄天 都乐于跟随 原本他以为这世间 将再无女孩能超越武夭 可如今眼前的妖妖显然不论哪一点 都不落后无妖 赵云霄瞥了一眼下方的周元 内心深处倒是有些一丝极异 这老鼠般的小子 竟能与这两位中天地 灵起于一身的女孩扯上关系 还真是上辈子修来的大福气 而在那下方周元站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身躯外 有些破碎的银甲 眼神深处略过一抹森寒之意 先前那一瞬 如果不是他警戒的话 恐怕此时真的已被其重创 甚至击杀 遥遥的身影落下 护在周元身侧 清澈空灵的毛子 却是盯着虚空 小心 此地还有他们的人 很强 周元文言顿时一惊 真是好敏锐的小女娃 而就在夭夭声音刚落时 一道苍老之声 便是自虚空中响起 再然后 周元便是见到一名黑袍老者 渐渐地自虚空中显露出来 周元瞧得这黑袍老者 浑身都是紧绷起来 面色凝重 这黑袍老者散发出来的威压 可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够抗衡的 黑袍老者看了周元一眼 摆了摆手 小娃子 别紧张 老夫可不会 掺和你们这些事情 而且如果我插手了的话 事情可就大了 你们藏玄宗 怕是不会忍这口气的 显然 他能够感应到 有这些极为强大的存在 注视于此 黑袍老者转身 目光投向五瑶 五瑶头 今日之事 怕是没办法继续打下去了 见好就收吧 五瑶禽手微点 郊躯徐徐地落下 他那一对凤幕 先是看了夭夭片刻 然后便是转回周元 他凝视其半赏 红唇微起 龙气之争 未曾圆满融合 就始终不会停歇 直至生死 周元 你我之间 或许真如那预言所说 唯有事者生 这圣龙之气 由你而来 我并不否认 只是这修炼之路 本就是如大征之事 所以我并不会有 丝毫的留情 这圣龙之气 虽是我最厌恶之物 但这些年来 他也的确给我 带来了一些好处 所以不管如何 当算是我受了你一份姻缘 未来若是有机会 在那龙气之争外 我自会将此圆抵清 周元看着五瑶那绝美容颜 心中倒是有些讶异 因为他以往遇见 武皇与武王时 他们可从不会承认 圣龙之气源自于他 武皇更是口口声声地 称他为甲龙 只是容器而已 倒是唯有这武瑶 将此事说得明白 也未曾找那借口遮掩 虽是女子 但那等心胸 比起武皇武王 倒是要大气一分 不过心中这般想着 周元确实并没有 任何的退让 因为他知道 眼前的女孩 远比武皇武王 更加的危险 属于我的东西 我总会拿回来的 那些东西 并不属于你 周元口气依旧强硬 毫不退让 武瑶周身 黑色雷光渐渐收敛 日光照耀在 他那白玉般的脸颊上 反着光泽 如果有扎一日 你真能从我这里 夺走圣龙之气 那自然是 你本事更强 那时 即便深渊 我也不会有半句之言 当然 我希望那是 由你亲自而来 而并非是 借他人之手 武瑶说到此处 他瞟了摇摇一眼 摇摇淡淡地说 如果不是有人护持你 今日你也走不得 他看了一眼 那黑衣老者 武瑶凤母微眯 宛如被挑战 威严的凤凰 声音也是变冷起来 你神魂虽强 但这要斗起来 我也不拒你 两女对视 气氛一时间 顿时变得再度 剑拔弩招 黑衣老者 无奈地笑了笑 武瑶平日 虽说强势 但也不是什么人 都能撩拨他火气的 可眼下面对着眼前的妖妖 不知为何 却是有点如火药桶一般 不过两女最终没有再斗起来 因为她们知道 那没有几分意义 周元望着武瑶 淡笑一声 当年武皇明镇苍茫大陆时 我在大洲 尚无法开脉修行 那时我都无所畏惧 更何况如今你我皆是神父亲 所以你倒是要小心一些 若是下次再遇到 恐怕你就没什么优势了 老鼠狂妄 武瑶未曾说话 那赵云霄却是笑眯眯的开口 眼神深处有着清明 趁以为你在那苍玄天内混了点名堂 就可对任何人狂妄吗 你要知晓 与魂元天相比 只苍玄天不值一提 所以你更要明白 两者之中的真正圣子天骄 也是有着差距的 不要混为一谈 周元看了赵云霄一眼 语气没有波澜 阁下三千定一掌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送还呢 乐意至极 赵云霄那般神态 显然只是当作笑话 倒是武瑶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对于后者的事 他显然知道得更为清楚 其实他对于周元 能够自那破败间崛起 也是带着诸多的敬意 能够从一个八脉难开的 孱弱少年 一步步地走到如今的地步 击杀武皇 破灭大武 这个曾经身怀圣龙之气的人 的确并非是俗 只是 武瑶同样是心气骄傲之人 他并不相信 他会输给任何人 即便是这曾经的大周圣龙 所以面对着周元 他只是禽守微点 我等着 说完 他收回目光 转身看着那座荒凉的陵墓 燕长老 让我最后一次击败母后 黑衣老者轻轻点头 身穿红衣的武瑶 缓不来到墓碑之前 他凝视着悲伤之字 似乎是再度见到了记忆最深处 那个时刻护着他的温柔母后 他在墓碑前跪下 深深地跪拜下去 母后 大无以往 一切就是 到此为止 从此以后 鸭儿截然一身 再无牵挂 就此败别 帮母后 泉下珍重 武瑶跪拜 凤墓碧龙 修长的睫毛 轻轻颤动 最终有着一滴晶莹泪水 顺着脸颊滑落 在那地面上碎裂开来 他知晓 此次离去 或许永生都不会再来此地了 前尘旧事 在此烟消云散 武瑶这一拜持续了很久 最终他收敛了心中情绪 缓缓地站起身来 而当武瑶再度转过身时 周元察觉到 他的气质 似乎是变得平静了许多 那种平静 更像是一种冷漠 那一拜之下 他仿佛完成了最后的心结 前尘之事 尽尘封心底 永远冻结 同时 那颗曾经柔软善良的心 也是渐渐地 被一层层尖兵覆盖 再无缝隙 那个当年大武王宫中 纯真善良的小公主 就让他彻彻底底地死去吧 以后这个世界上 只有那个追求着 最强之路的 武瑶 第705章 圣缘之谋 周元宇夭夭立于一段 被大火烧得焦黑的残缘断壁上 他们的目光望着那座荒凉的陵墓 而先前立于此地的武瑶与赵云霄 皆是以随那黑袍老者离去 此地再度变得幽冷清净 没想到 这武家之中最为麻烦的 并非是武皇与武王 而是这大武的公主 周元深吸一口气 眼神透着凝重 最初的他 只是将武皇视为敌手 随着后来变强 其目标便是变成了武王 至于同样分得一份圣农之气的武瑶 却是被他忽视了 而直到今日 周元才明白 这个被他忽视的人 才是最为的可怕 他没有武皇与武王那般扭曲的心态 但他却是有着难以撼动的信念 这种人只要有着机会 必然能够腾飞 明冻九天 瑶瑶明眸凝视着远处 半晌后方才缓缓地说 这武瑶未来 说不得就是你的最大敌人 瑶瑶虽然性自淡薄 但显然他也是极其骄傲之人 这些年来 周元所遇见的人中 他还从未如此评价过 由此可见 对于武瑶 他其实也是极为的重视 周元点了点头 这一次如果不是夭夭赶来出手的话 以他如今这神府境初期的实力 其实很有可能是会栽在武瑶手中的 后者在魂元天修炼 那里拥有着比苍玄宗更好的条件 所以即便他拥有着混沌神符 可武瑶那九神符 不见得就会比他弱多少 真要动起手来 人家凭借着神符境后期的境界压制 取胜的机会很大 这段时间 我太过得顺风睡水了 周元自我反省 他无法否认 当他在取得苍玄宗圣子手 又斩杀了武皇 踏入神符境 越即击败神符境中期的武王后 他稍稍有些自教了 而如今武瑶与那赵云霄的出现 则是给了他当头一棒 让得他真正的明白 天外有天 在这苍玄天年庆一辈中 或许如今的他 的确算是顶尖 可苍玄天并不代表着整个庞大无尽的天元界 周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来我的修炼 依旧不能懈怠 不然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从武瑶那里 夺回两份圣龙之气 而且虽说如今两人身处两天之中 相隔遥远距离 但未来他们必然有着在遇的时候 正如武王所说 龙皇斗 逝者生 他与武瑶之间 只要圣龙之气未曾圆满 便终归是免不了死战一场 今日的死战被夭夭阻拦了下来 可未来呢 他不可能始终躲避着这场龙起之争 还有那赵云霄 周元眼神深处略过一抹寒意 赵云霄偷袭他那一掌 直接令他隐隐破碎 更是险些要了他的命 这笔账他自会牢牢记在心中 瑶瑶看着他微微一笑 不过你也不必妄自菲薄 这武瑶能够领先于你 更多是因为他所处之地 那魂元天 那的确是修炼大事 比起苍玄天更为的磅礴浩瀚 你去过圣州大陆与苍玄宗 再回到苍芒大陆时 自然是觉得此处是浅滩 而去过魂元天的武瑶 再看这苍玄天时 就如你此时看苍芒大陆一般 周元望着虚空 那魂元天 真是如此强大吗 嗯 天元界分九天 圣族独占四天 其余五天 方才是天元界诸多生灵生存之地 而魂元天又是这五大天中最强一处 同时在与圣族的漫长较量博弈中 魂元天也是处于最前线 可以说如果没有魂元天存在的话 恐怕这天元界早已被那圣族禁数占据 其他所有生灵都将沦为其附庸 受其掌控生死 圣族 周元暗暗杂舍 如今的他也不再是当年懵懂的少年 从苍玄宗的一些古籍中 他能够知晓那神秘圣族之强大 而且 如今苍玄天内最强大的圣宫 据说在其背后 就隐约有着圣族支持的痕迹 光是圣族所支持的一个圣宫 眼下就有着问鼎苍玄天的迹象 可想而知 那整个圣族又将会是何等的恐怖 而能够作为抵御圣族的大本营 可见魂元天之强势 妖妖没有在这上面多说 话音一转 此次你虽然未能进全宫 但也总算是了结了一番心愿 周元文言 脸庞上也是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有些如父中世 武王已允 大武群龙无首 自然也会随之而灭 当然 如果大武与武瑶那两份圣龙之气 也是在今日被他尽数夺回的话 那可就算是真正的圆满了 不过铲除了大武 他总算是没了后顾之忧 而与妖妖之争 再于未来 恭喜你 妖妖凝望着眼前的周元 当初初见时 后者还只是一个苦求能够开脉修行的孱弱少年 然而谁能想到 这个当初无法开脉的少年 数年之后却是抵达这般地步 周元望着这只大武的都城 正然许久 然后轻笑起来 自知晓了大武与他之间的恩怨那一刻时 他便是背负了一副重担 在那个时候 他的眼中 武王近乎是无敌的存在一般 仅仅只是想起 就带来着巨大的压力 但少年并未因此而畏惧与退缩 他许下了在那时看来 仿佛永远无法实现的宏愿 那个时候 或许就连他的父王 也只是当作少年一时的妄言 然而今日 周元双目紧紧地毕露 父王 当年之诺 我做到了 圣州大路 圣宫 圣元公主面前的混沌水晶球 缓缓地飘起 他那深邃的眼眸紧紧地凝视 而如今 那水晶球内 混沌竟是有所波动起来 他的目光 犹如是洞窜了虚空 直接将那遥远苍茫大路上 所发生之景 尽数地收入眼底 这圣龙之气 倒还真是奇特 虽说圣龙之气 并未完整地聚于一身 但终归是聚于一地了 可以说 当周元 武瑶第一次交手的那一瞬 混沌天机 就有所异动 旁人根本无法察觉这一幕 但谋划于此的圣元公主 却是将其紧紧地抓住了 圣元公主那银色双铜中 竟是在此时有着鲜血流淌下来 窥探天机 即便是圣元公主这等实力 依旧是得付出代价 他眼瞳中流出的鲜血越来越浓 看上去极为的猙獰 不过 那水晶球内 混沌之色剧烈地动荡 某一个瞬间 仿佛是时光长河凝滞了一息 一道古老的画面 自混沌中 一掠而过 圣元公主眼瞳中 银光大声 她嘴中一口鲜血喷出 鲜血在面前凝聚 似是形成了一副古图 那古图中似乎是有着诸多强大宗派的存在 不过此时古图上空 由毁灭之雷降落而下 将那片大地上的生灵尽数地毁灭 这一刻 圣元公主再也忍不住 仰天大笑 笑声如雷 她的眼中也是有着狂热之色 涌现出来 哈哈哈哈 沧玄圣宴 本宫总算是找到你了 噗 天地间的元气 仿佛是在此时剧烈地动荡起来 最后直接疯狂地扩散 犹如是波及了整个沧玄天 而在这一刻 沧玄天内无数强大的存在 都是面露惊异之色 因为在圣元公主波动天机的那一刻 他们都是隐隐地有所感应 沧玄宗内 正在义士殿内 与诸位封主义士的青阳长教 那素来温和的脸庞 在此时 陡然变得铁青起来 一股恐怖的元气 自她的体内并发出来 大殿内 连衣封主 灵军封主等人 皆是面露惊涩地看来 青阳长教无知紧握 咬着牙寒声道 我终于知晓那圣元 想要做什么了 他在谋夺师父 隐藏起来的苍玄圣印 此言一出 连衣封主等人皆是骇然变色 继而眼中有着浓烈的杀鸡抱涌而出 这圣元 是想挑起苍玄天的大战了 第706章 雷击之地 当武王身允的那一刻 大武的结局便是已是彻底的注定 周元将武王允命的消息传出 直接是令得整个大武王朝震动 那些原本还打算死命顽抗的城市与军队 皆是士气散尽 于是 短短不过数日的时间 大洲的军队 势如破竹地闯入大武 所过之处 城头武旗 尽数换州 而第五日时 周晴所率领的精锐大军 已是抵达了大武都城之外 都城外 周晴望着眼前城门大开的宏伟城市 睁然许久 面色极其的复杂 而在其身后 魏苍兰等诸多老将 则是激动得眼睛通红 因为当年 他们便是从这里一路溃败 最终被武王赶往了偏僻的北方 那个时候 他们犹如丧家之犬 一路奔逃 虽说他们一直支持着周晴 但恐怕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也是对复国没有抱有几分期望 因为大武与大洲之间的实力 差距太大了 所以当他们再一次地出现在 大武都城之外时 他们的心中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这一路的反攻 简直就犹如身处梦中一般的顺利 我又回来了 望着这座曾经极为熟悉的城市 即便是周晴 此时都是忍不住的眼眶通红 有着流泪的冲动 他同样曾经以为 这座城市他再也无法到来 而此时 在那后方大洲的军队中 也是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声音将这座都城都是震得抖动起来 城中有着无数道敬畏的目光投射而来 他们都很清楚 十数年前 那曾经被武王赶走的周王 再度回来了 城墙之上 周元的身影闪现出来 然后在那大军无数道敬畏狂热的目光中 飘然落向了周晴 父王 武王已死 从此以后 苍茫大陆上再无大无 周元望着周晴 周晴凝望着眼前的周元 半晌后 他深吸一口气 呼得下马 左手雷凶 面色正重 主军 行礼 在那后方 无数大洲的军士 眼神狂热 拳头重重垂胸 发出了震天动地般的轰隆声 宛如雷鸣 魏苍蓝 魏清清等诸多将领 也是恭敬心理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周晴此举的意义 这一次 周元几乎是以一击之力 挽救了将要覆灭的大洲 如果不是他 武王必然会摧毁大洲 血洗之下 大洲王朝将会被染红 在那武王兵临城下时 所有人包括周晴 恐怕都是处于深深的绝望 那个时候 他们唯有拼死一战 可谁都没想到 在那绝望之际 他们大洲的殿下 踏江而来 成为了大洲无数子民 最后的希望 无人能够想象 当他们见到踏江而来的周元时 心中那一刻 是何等的激动澎湃 周元几乎的周晴 率着大军对他如此行礼 也是一正 父王何必如此 我身为大洲殿下 自然也有护佑子民的责任 周晴望着周元 眼中满是欣慰与自豪 你救我大洲无数子民 理应受此一力 以你如今的威望 就算要成为这大洲之王 也足矣了 我知道你这小家伙 现在眼界变高了 根本就看不上一个 小小的大洲之王 周晴也明白 大洲太小 这苍茫大陆也太小 以如今周元的天赋 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 留在大洲当一个王 父王如今正是壮年 也不必想着让位的事 周元笑道 留在大洲 并非是他所追求之路 此次解决了大五 也算是彻底 没了后顾之忧 未来除了偶尔回来外 大部分的时间 可能都会在苍玄宗 因为只有在 更为广阔的地方 他才能够不断地 变得更强 周晴点点头 儿子能够有着更高的追求 他自然是支持 他拍了拍周元的肩膀 然后望着眼前 那座雄伟的都城 深吸一口气 入城吧 从今天开始 整个苍茫大陆 都将会知晓 当年那个大洲 又回来了 随着周晴入主大五都城 大五王朝 也算是彻底的破灭 在这几日间 周晴一道道命令的发出 开始接收与扫荡 大五余孽 期间虽有反抗 但大五大势已去 这些反抗 并没有取得太大的作用 而元大五周边的一些王朝 也是显得极为的安静 一般按照正常情况 一个王朝破灭 周边王朝必然会蠢蠢欲动 趁机侵占疆域 不过这一次 元大五周边的王朝 皆是老实无比 显然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们知晓了 如今的大洲 拥有着一个 可败神福经 中期的殿下 连五王都被其所败 这般实力 在这苍茫大陆上 已是鲜有人能敌 更何况 这位大洲的殿下 还是如今苍玄宗的 圣子之首 背靠着这座大山 如今的大洲 已是无人干扰 周元这些日子 也并未直接离去 因为他知晓此时的大洲 还需要他来坐镇 等到一切稳定后 他方可赶回苍玄宗 于是周情将秦玉 接到了都城 离家多年的周元 自然是时刻陪伴着 而当周元在享受着短暂的宁静生活时 他却是不知 这苍玄天内 在这段时间带起了天大的震动 各大顶尖势力 今是动荡起来 诸多平日里闭关的强大存在 已是在此刻破关而出 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那圣元公主 窥探天机 引发异动 自然已是被这些强大存在所察觉 圣元之谋 至在 苍玄圣印 这无疑是令得各大宗派 皆是震惊 当年苍玄老祖为 苍玄天的天主 掌控苍玄圣印 只是后来老祖陨落 苍玄圣印 也是不知所踪 无论如何探寻 都是无法窥见端米 显然是被苍玄老祖 以大数段隐匿 而如今 圣元公主动荡天机 察觉到了 苍玄圣印的所在 这无疑是表明了 她的野心 她想要得到苍玄圣印 再进一步 成为这苍玄天 新一任的天主 这般野心 对于其他巨宗而言 无疑是犹如惊雷 毕竟他们都知晓 一旦圣元公主 成为苍玄天的天主 那么圣公 就将会真的 主宰苍玄天 其他宗派 也将会拘于其下 而这显然不会是 其他巨宗乐意 见到的一幕 所以说 一些敏锐的人 都是隐隐地感觉到 苍玄天内的气氛 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 渐渐紧绷 不过这种紧绷 并没有持续多久 则是被一则消息传出 引爆了苍玄天 苍玄圣印 隐于 雷击之地 第707章 神福保药 原大武的都城 原来大武的那座王宫 也被武瑶一把火烧了大半 而余下的一些 便是暂时地成为 大洲的一时之处 而秦玉周元 与妖妖 皆是住在其中 一座幽静的院中 周元盘坐一座假山之上 双目紧闭 在其身后 一轮混沌色的光环 缓缓地转动 天地间的元气 源源不断地涌来 没入光环之内 这般修炼持续了许久 周元的双目方才争开 身后的光环 则是消退而去 踏入神父境后 对于天地元气的感应 果然愈发得敏锐了 周元喃喃自语 而且有神父光环 吞吐天地元气 那种吸收速度 也是为之暴涨 修炼效率 比起太初进时 快上了十数倍 不过 经过这些天的修炼 周元也感觉到了 神父境的修炼之难 踏入神父境后 所修炼的便是自身的神父 出城的神父 颇为的粗糙 需要不断地以元气来打磨 令得其渐渐圆满 周元如今的气福 乃是九神父 犹如开辟九重天 而此时的这九重神父 彼此之间并未曾贯通 每一重神父间 犹如是存在着 某种神秘的避障 而唯有将所有的神父 尽数地打通 才会渐渐地融合 为踏入下一个境界 天阳镜 做好准备 每贯穿一重神父 这两重神父内的元气 就会完全交融 从而令得自身的元气底蕴 暴涨一次 不过 想要将一重重的神父 打磨完善 最终将其贯通 却是神父境强者 最为头疼的事情 唉 太难了 周元感叹一声 他这些天也并未放松修炼 但那第一重神父 与第二重神父间的避障 依旧稳如磐石 难以撼动 神父境 需要庞弹的修炼资源支撑 你光靠自身来修炼 无疑只是杯水车薪 而在周元苦恼间 一道清澈悦耳的声音 自那一旁传来 周元转过头 便是见到抱着吞吞 翘礼于甲山之下的摇摇 在神父境 有一种修炼资源 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 你应该也是做过一些功课 知晓是什么吧 摇摇微微一笑 周元沿路沉吟之色 片刻后 嘴中吐出了四个字 神父宝要 打摩神父极为的艰难 然而天地间的一些天才地宝 却是拥有着打摩神父之功效 这一类的天才地宝 便是被称为神父宝要 这种宝要 对于神父境以外毫无作用 可对于神父境而言 却是至宝 不过神父宝要价值不菲 想要大量消耗用来打摩神父 对于很多修炼者而言 都是极高的负担 所以 很多散修的神父境强者 宁愿舍弃自由 投身于一些家族 宗派之中 成为供奉 换取神父宝要 用以修炼 在他们苍玄宗 也能够换取神父宝要 但换取的代价不菲 之前周园离开苍玄宗时 还未曾达到神父境 故而也没有换取 不过以他手中的那些贡献 想必就算是换 也顶多就换来 十来株下品的神父宝要 杨妖伸出玉手 轻轻一拍腰间的乾坤囊 顿时有着光滑闪烁 有着数十个碧玉匣子飞出 悬浮到了周园的面前 玉匣自动开启 只见的其中 竟是躺着一株株 闪烁着浓浓光泽的 奇异花果 他们虽然奇形怪状 但却皆是散发着 极为精纯与磅礴的 元气波动 神父宝要 周园禁呼一声 这些神父宝要 都是从大五国库中 找出来的 你父王知晓你修炼有用 就让我给你送来 不过可惜 都只是一些下品的神父宝药 想来其他的 应该都被武王 用以突破神父境中气了 已经不错了 有了这些神父宝药 我那第一重神父 打磨进度 应该能够提升不少 周园袖跑一挥 心满意足地 将这些神父宝药 尽数地收入乾坤囊中 瞧得周园收起宝药 夭夭明眸清 眨了眨 你将武皇的圣龙之气 尽数地夺了回来 也该准备将祖龙京 踏入第二重经舰了 而祖龙京一旦达到第二重 你这通天玄莽气 也就要进化成 七品的镇式天骄气了 周园文言 眼神顿时炽热起来 眼巴巴地瞧着夭夭 对于那祖龙京第二重的 镇式天骄气 他不知道垂涎了多少年 直到如今 从武皇那里夺回了圣龙之气 他才终于有了触及的资格 最开始周园修炼的通天玄莽气 乃是五品元气 后来在从武皇那里 夺得圣龙之气后 这通天玄莽气 小进化了一次 成为了六品的通天玄莽气 不过祖龙京毕竟非同凡响 即便是六品的通天玄莽气 但其威能并不逊色于一些七品元气 而如今伴随着周园所遇见的敌人 越来越厉害 通天玄莽气 也是难以再取得什么压制 所以如果能够将其真正的进化一次 化为七品的镇式天骄气的话 那对于周园战斗力的提升 必然不小 毕竟六品的通天玄莽气 就能堪比一些七品元气 这七品的镇式天骄气 恐怕不会逊色一些八品元气吧 而八品元气 周园详细 莫说是在苍玄天 就算是放在那浑元天 最为顶尖的势力中 也必然会是镇宗之宝 不可外传 但是 想要将自身的通天玄莽气 进化成为镇式天骄气 也就不是如上次那种 小进化一般的简单了 其中还需要很复杂的流程 而这 就得依靠妖妖的指点 妖妖见状 微微一笑 索隆金的进化 其实也不难 只是需要一些材料罢了 然而周园一听 心头却是忍不住的意量 感觉有些不安 果然 只见得妖妖欲指一弹 一没预见 便是射向周园 周园赶紧接过 生婚一扫 第一时间 便是有着密密麻麻的 与摩上百种稀奇古怪的材料 印入心中 其中一些周园在 苍玄宗的琳琅阁中见过 价格不费 而更多的 它却是闻所未闻 这比起第一次修炼 祖龙青史 不知道复杂了多少倍 等你将这些材料搜集齐全 便按照预检之中的法子 将其修炼 再与自身元气相容 自然就能够进化成 镇式天骄气 想要凑齐这些东西 怕又是得消耗不少的时间 看来这正是天骄气 还得延长一些时间了 摇摇摆了它一眼 然后玉手又是一派乾坤囊 顿时有着诸多光芒飞出 每一道光芒中 都是有着一物 在苍玄中这几年 我都帮你准备了许多 不过其中上缺几道主料 还得需要你自己上点心 周元桥的飞舞在面前的那些材料 已是愣了愣 旋即心中有着一抹暖意流淌 原来在她都未曾注意见 这些年夭夭已经是在帮她准备了 她袖袍一挥 收起了那些材料 对了 最近这苍茫大陆上 似乎是多了很多陌生的强者 从你父王给来的一些线索来看 应该是圣州大陆上的一些宗派家族 他们怎么会来这苍茫大陆 在圣州大陆的眼中 类似苍茫大陆这种小地方 简直就是穷乡僻壤 根本就不屑前来 遥遥擒手为遥 这就不知道了 如今苍茫大陆上 其他的一些王朝 可被这些外来的强者 搅得混乱无比 但碍于那些强者的实力与背景 皆是敢怒不敢言 周元点点头 圣州大陆的整体实力 远远地超过苍茫大陆 在这里 一个神府境就能成雄 可放在圣州大陆 不过只是算作各宗精锐而已 所以 面对着这些强者 苍茫大陆的这些王朝 怕是根本不敢招惹 算了 不管他们 他们在其他地方作乱 我也管不得 但最好 莫要跑到我大洲来 周元摆了摆手 身为苍玄宗的圣子之首 周元也不是美背景的人 不过 就在他的声音刚落的瞬间 这都城之中 忽然有着尖锐的警鸣之声响彻而起 整个都城 顿时在此时变得骚动起来 无数道惊骇的目光望着远方 只见到那里的天空上 有着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 那些身影散发着强大的元气波动 在他们的身后 皆是有着光环悬浮 你这王朝之主是何人 我等远道而来 速速将国库中的神符宝药尽数交出 以保平安 那些身影尚未到来 便是有着如雷鸣之声 相彻踏地 声音之中充斥着高高在上 而周元听到 面子却是变得阴沉下来 这哪来的不开眼的东西 竟然敲诈到他家头上来了 第708章 有外来者 当那数十道光影出现在都城上空时 一道道庞大的元气威压笼罩下来 令得整个城市 都是在此时陷入了震动中 无数人面色惊骇地望着那些身影 特别是当他们见到那些身影背后的神符光环时 皆是害得头皮发麻 要知道 在这苍茫大陆上 一位神符静便是顶尖级别的强者 而眼下竟然同时出现了二十多位 这简直足以灭国了 怎么出现了这么多身符静强者啊 这些强者 莫非是来为大陆复仇的吗 如果是这样 大周这次可是有大麻烦了 诸多怯怯思语声在都城中传开 如今的大五刚刚被大周所占据 民心上海有些不稳 其中不乏一些心怀大五者 他们不敢明面上反抗大周 但如今巧得数十位神符静强者降临 自然会窃喜地以为 他们是为大五复仇而来 毕竟 之前不是听说 大五的武皇殿下 在那圣宫之中地位不低吗 王宫大殿前 周晴也是率领着诸多将领纷纷走出 而当他们再见到那些 立于高空之上的身影时 面色也是忍不住的一变 数十位神符静带来的压迫 显然非同小可 这些神符静强者 怎么会来到我们这里 魏苍蓝面色惊惧 看向周晴 其他的将领也是忧心忡忡 他们很清楚 他们大周如果面对着 数十位神符静强者 根本就不可能有抗衡的力量 听说最近 苍茫大陆上来了不少外地的陌生强者 不过 他们应该不是为了大五而来 一个大五王朝 没这种好着力 周晴面色沉重 不过 当一群狼来到群阳所在的草原 想必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如今大周刚刚占据大五 民心未定 若是再让的这些外来的神符静强者 将大周威严践踏 日后想要管控 可就要显得更难了 心头转动着这些念头 周晴也是上前数步 望着高空抱群道 在下大周之主周晴 诸位高氏远道而来 真是令我大周 蓬臂声会 若是不嫌弃 还请一步 让我大周 尽尽地主之仪 高空之上 数十道身影的前方 是一名高数的男子 他笑眯眯地望着周晴 这位周王 我等来自圣州大陆天云阁 在下古宗 地主之仪便算了 我们远道而来 只想要讨几份神符宝药 还望行个方便 诸位不知 我大周刚刚征战完毕 寻常宝药倒是有一些 但那神符宝药 珍贵异常 真是没有了 那名为古宗的高兽男子 双目为眯 也未说话 只是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猛地一掌拍下 狂暴的元气呼啸而至 一掌便是将周晴 他们身后那座王宫主殿 排成了废墟 其他的神符境强者见状 皆是哈哈大笑起来 此时的大殿前 除了大周的将领外 还有这许多投降大周的 大武之臣 他们见到这一幕 也是目光有些闪烁 那被拍碎的 不只是一座宫殿 还有这大周 刚刚在大武建立起来的威严 那古宗拍碎宫殿 方才漫不经心地说 你还是好好想想再回答吧 我们这一路而来 之前也路过一王朝 那里的国主颇不识去 惹得人厌 最终我们便顺手 让他们的王朝 没了主子 周晴面色难看 对方一言不合 便是毁了宫殿 显然是羞辱之意 而且言语间的威胁 也是极其的明显 周晴面色变坏 最终深吸一口气 他们大周还有一点神父保药 眼下只能用来送走这些恶狼了 不过就在周晴刚要开口的时候 一道笑声便是忽然地响彻而起 我倒是哪来的恶汉 原来是天云阁的人 周晴 魏苍蓝等人皆是一惊 抬头看去 便是见到立于大殿顶上的周园 原儿 周晴面有焦虑之色 他显然并不希望周园露面 毕竟他并不清楚周园在苍玄宗 是个什么情况 而且眼下对方人多势众 这么多神父敬 万一惹得他们心生歹心 总归是不妙的 高空上 那古宗等人也是一愣 紧接着 那一道道锐利的目光 便是锁定了周园 他们倒是没想到 这小小王朝之中 竟然还敢有人出言反对 哼 竟也是一位神父敬 古宗有些惊讶地 看了周园一眼 小子 能够在这般年龄达到神父敬 也算是天赋不错了 莫要因为一点神父保药就自悟 在那盛州大陆上 天云阁可没你等这么嚣张 你是何人 此时古宗方才看出 眼前的青年 似乎并非本土的神父敬 之前所过的那些王朝中 也有稀少的神父敬 但在面对着他们这等阵仗 以及背后的天云阁时 都是瑟瑟发抖 不敢出言 苍玄宗圣子之首 周园 此言一出 高空上原本带着细血之色 盯着周园的那些神父敬强者 面色都是猛的一致 然后有着惊呼声 忍不住的响起 苍玄宗圣子之首周园 难道他就是那个之前闹得 沸沸扬扬扬的周园 那些神父敬强者 面面相觑 他们根本没想到 苍玄宗的圣子首 竟然会出现在 这个小小的王朝中 古宗也是眼神惊以不定 周园之名 他自然也是听过 之前苍玄宗与圣公博弈 令得周园 成为了圣州大陆 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 不过古宗知晓 也是仅止于此 他并不知晓周园的具体来历 高空上 那些原本气焰凌厉的 神父敬强者 一时间压活下来 如果周园只是单纯的神父敬 他们自然不拒 但周园还有着一个身份 是苍玄宗的圣子首 他的背后 站着苍玄宗这等巨宗 远非他们天云阁相比 原本紧张的周情 他们见到这一幕 倒是暗自松了一口气 然后眼神惊奇 想来是没料到 周园在那圣州大陆上 竟然也是有着如此威名 能够震撼的对方 这么多神父敬强者 不敢动来 在气氛凝固间 那古宗眼神闪烁 他暗道一声晦气 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 苍茫大陆上 竟然也会遇见 这么硬的铁板 不过虽说对周园的身份 有些忌惮 但古宗也并没有太多的畏惧 因为他们天云阁 立场更倾向于圣公 而且在古宗眼中 他乃是老牌的神父敬 如今一致神父敬中气 而这周园 不过才刚刚突破而已 自然不可能让他有什么好怕的 于是他皮笑肉不小 哼 原来是苍玄宗的高祖啊 那倒是一场误会了 也罢 我等就此离开 只是心中却是恶狠狠地想着 待会儿离去后 可要在这大洲边境 杀一场出口气再走 周情 魏苍兰等人 见这群恶狼要离去 这才在心中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 那立于垫顶之上的周园 却是眼皮一抬 声音响起 合下回我大洲之殿 眼下拍拍屁股 就像一走了之吗 第709章 强行索赔 高空上 原本心中暗道晦气 准备带人离去的古宗 却是因为周园 突如其来的出生 身性一致 然后他转过头来 面旁有着阴影地盯着周园 周园圣子 先前只是一场误会 没必要太计较吧 同时 他的眼中掠过一抹怒意 这周园还真是有些不识好歹 他都已是退让了一步 结果 这小子还敢咄咄逼人 真以为一个苍玄宗圣子手 就能够将他吓倒吗 周园 神色没有波澜 如今的大洲 刚刚征服大武 如今最是需要建立威严 而这群人一来 就直接动手拍碎宫殿 那番姿态 将大洲的威严尽数地践踏 旁人见了 难免会有些异样心思 这对于大洲的统治并不利 周园不能一直留在大洲王朝 所以他也是想要尽力地 帮周情巩固一下统治 而且 最近苍茫大陆上来了 不少外来强者 这古宗等人只是其一罢了 那些人对于此地的王朝毫不在意 随手间便是造成大乱 所以为了避免一些麻烦 周园觉得 有必要做一些杀鸡敬猴的事情 以保大洲疆域平安 而眼前的古宗等人 便是最好的鸡 交出五十份下品神福宝药 此事一笔勾销 周园缓缓地说 周情 魏苍蓝等人文言 顿时头皮一骂 一座宫殿 周园竟然要对方 赔五十份下品神福保药 要知道之前他们从 大五国库中 都没搜出来这么多 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 高空上 那古宗等人文言 面色也是直接阴沉下来 你还真是好大的胃口 周园上子 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太异想天开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 我今日不给 你又能如何 周园不过只是神福靖初期 独自一人 古宗他们这边二十位神福靖 他实在不知道周园究竟哪里来的胆子 竟敢在这种局面下敲诈他们 哼 这小子天赋不低 但却是修炼傻了 在古宗身后 那些神福靖强者也是面露冷笑 周园见状也就点点头 然后他转头对着宫内说道 关门 放吞吞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道震儿欲聋的售吼之声 便是轰然响彻于天地间 一股滔天般的凶暴之气冲天而起 紧接着 所有人都是见到一道金光 自王宫后方升起 那金光之中 乃是一头威风凛凛的神秘巨兽 他聚嘴之间黑光萦绕 身躯上的金灵 在日光照耀下熠熠升回 吞吞仰天咆哮声如怒雷 如今吞吞开启战斗形态时 他的体型几乎是膨胀了数倍之多 宛如小山一般 聚随中黑光吞吐 天地间的元气被他源源不断地吞入 就在夭夭的实力神秘性的突破后不久 吞吞也是不出意外地 踏入到了神附境 他本就是拥有着神秘而强大的血脉 伴随着成长 他的实力会越来越恐怖 而吞吞一出现 也是令得那古宗等人面色巨变 他们眼神带着惊骇地望着吞吞 显然是从其身躯上感觉到了一股压力涌来 这是什么元兽 为何薇娅如此惊人 古宗面色变幻 他乃是神府境中期 可即便如此 此时也是察觉到一股压迫感 眼前神秘的巨兽显然不是寻常元兽 而在他惊一间 吞吞却已是咆哮而出 直接化为一道金光冲向古宗 那利爪之上缠绕着黑光 一爪便是撕裂虚空 对着那古宗狠狠地拍下 那呼啸而来的可怕进风 也是令得古宗不敢怠慢 体内元气猛地爆发 两轮神府光环出现在其身后 拳头裹夹着狂暴元气 与那拍下的利爪碰在一起 狂暴的元气肆虐开 吞吞的身躯纹丝不动 而那古宗却是如遭重创 猛地倒势而退 那拳头之上竟是出现了 猙獰的血痕 整个手掌都险些被撕断 一个接触 古宗就已受伤 他的面色瞬间巨变 其他的那些神府境强制 也是纷纷变色 撤 古宗毫不犹豫地爆和出声 然后掉头就跑 到得此时 他方才明白周元 为何敢对他们这么不客气 原来在其身旁 还有着如此恐怖的神秘元兽 其他人健壮而不敢逗留 纷纷逃窜 不过他们的身影刚动 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天而降 犹如晴天山月一般 直接是硬生生地将他们身形压制地凝固下来 即便是那古宗都是动弹不得 他们惊恐欲绝地抬头 然后便是见到一名身穿青墨色衣裙的绝美女孩 赤着狱卒立于天空之上 一对明眸淡默地望着他们 而在她的身上 由这极端恐怖的神魂波动散发出来 古宗头皮发麻 那神秘元兽就已经很难对付了 没想到又出来一个拥有着如此强大神魂的神秘女孩 吞吞咆哮而来 利爪便是带着黑光撕裂而下 带来这惊天杀气 古宗面色惨白 谨声道 周元圣子 我等愿意叫那神父保药 利爪在距离古宗面前 尚还有持续距离时停了下来 不过那尖锐的禁风 依旧是破空而至 将古宗脸庞上死出 道道血痕 争鸣异常 在那下方 周元慢调死理 此时再给 那就得一百份下品神父保药了 古宗文言 险些一口血吐出来 一百份下品神父保药 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极为贵重了 他们之前勒索那么多王朝 也不过才到手六十多份 眼下还得倒赔一些 不过他瞧得眼前张着大嘴 将他盯着的吞吞 却是不敢反对 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 好 他声音落下 那股庞大的神魂之力 方才是散去 然后将他们压迫的 落向地面 狼狈以偿 而此时的周晴 魏苍蓝等人早已看呆了过去 他们对视一眼 皆是咽了口口水 显然是没想到周元 他们如此的凶猛 直接是将对方二十来位 神父敬强者全部压服了 那些原本眼目闪烁的 大五臣子 也是害得心惊肉跳 急忙垂目 再不敢生出其他的心思 他们此时已是明白过来 拥有着周元的大周 将会比曾经的大五 更为的稳固 在妖妖欲吞吞的注视下 那古宗等人面色惨白 互相间将一百份神父宝药 凑了出来 而古宗此时心中满是悔意 先前他为了立威 一掌拍碎宫殿 谁能想到 这却成为了周元发难的借口 真的是手剑啊 周元绣袍一挥 静止将那些神父宝药卷起 然后分出了二十份 抛给了吞吞 后者聚嘴一张 便是心满意足地 将其吞进肚内 他收起剩下的神父宝药 望着古宗等人 语重心长地说 各位若是早点给 也就省了一半了 古宗等人陪笑着点点头 心中却是一通狂骂 黑心的蛆 不过只是一座宫殿 竟然吞了他们一百份 下品神父宝药 这种价值 买他一百座城池都足够了 周元圣子 那我等可以离去了吗 古宗是片刻都不想 在这里多待了 不急 有件事问问 我最近居于苍茫大陆 倒是不知晓发生了何事 为什么忽然这么多 外来强者来到 苍茫大陆 其实不只是苍茫大陆 苍玄天其他的大陆 如今也有人到处查探 发生什么事情了 据说是圣公圣元公主 溃探天机 感应到了苍玄圣印的线索 如今线索传开 各方都在疯狂地找寻 苍玄圣印 此言一出 周元瞬间面色聚变 眼中有着惊骇生气 他眼神急速地闪烁 显然没想到 在他离开圣州大陆后 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而且他可是很清楚 他体内的三道圣门 就是从苍玄圣印上面剥离下来 如果那苍玄圣印 落到了圣元公主手中 必然能够感应到圣文的存在 那个时候 圣元绝对会对他出手 甚至不仅仅是圣元 怀必其罪 而一想到被诸多恐怖存在盯着 周元就感到一股寒气 在此时自脚底直冲天灵盖 浑身汗毛倒数起来 第七百一十章 重回故地 雷击之地 周元望着古宗等人狼狈离去的身影 面色却是出奇的凝重 他喃喃地重复着先前古宗所说的 有关苍玄圣印的线索 这可真是麻烦了 他忍不住地叹了一口气 他身怀三道圣文 一旦到时候 苍玄圣印真的落入到了其他人手中 那必然能够感应到圣文的存在 而那时不管是谁得到了苍玄圣印 第一个想法定是将苍玄圣印完整 所以他这里的圣文绝对会被收回去 以他如今的实力 如何能够抗衡那种存在 身旁有只幽箱涌来 妖妖落在卓元身旁 轻声说 这苍玄天恐怕将要变天了 苍玄圣印一旦现世 那所引起的震荡难以想象 不论是圣公 苍玄宗还是其他的巨宗 必然会全力争夺 那所爆发出来的大战 可远远不是之前圣公与苍玄宗弟子之间的博弈可比了 那是真正的毁天灭地 周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这里因为刚刚灭掉了大武 原本以为能够轻松一点 没想到转眼就发生了这种大事 当然 如果他没有身怀三道圣文的话 其实对于苍玄圣印 他也不想过多的关注 因为那不是他这种层次可以接触的 但可惜没有如果 这个怎么办啊 周元头疼万分 不管怎样 那有关苍玄圣印所在的线索 我们也得留心一点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先将其寻当 起码占点仙机 此物宁可给了苍玄宗 也绝不能落在圣公的手中 遥遥红唇为奇 一旦圣元公主得到了苍玄圣印 那他就将会成为苍玄天的天主 这个天地间将无人能够将其制衡 那个时候 圣元公主必然不会放过 身怀三道圣文的周元 再加上之前的一些恩怨 那圣元公主更大的可能 是直接将周元抹杀 甚至连这大周王朝 说不得都会受到牵连 而苍玄圣印 若是落到了苍玄宗的手中 周元最起码还有着退路 他沉吟了一下 但想要找到线索 弹劾容易 雷击之地 是雷霆击落之地吗 这种线索太广泛了 别说其他大陆 就算是这小小的苍茫大陆 符合这种条件的 就不知道有多少 他想了想 身影月落而下 来到了周晴面前 此时周围的魏苍蓝 黑毒王等人 皆是恭敬地对着周元一礼 眼中满是敬畏之色 先前周元逼退 那么多神父敬强者的一幕 给了他们太大的震撼 要知道 那么多的神父敬强者 足以灭国了 可还是在周元的手中 持窥而退 可见如今的周元 掌控着何等恐怖的力量 现在的周元 已经是大周王朝 最强大的仪仗了 只要周元尚在 大周的江山 将会永世稳固 周晴望着周元的 年轻的面庞 也是有些感叹 当初那个离家的少年 不知不觉间 甚至已经足以成为 他的监视后盾了 这让他既欣慰又自豪 周晴看了一眼先前 古宗他们离去的方向 有些担心 如今大周刚刚掌控大武 局面还不稳定 如果那些神父敬强者 捣乱的话 将会造成极大的动乱 量他们也没那胆子 周元笑了笑 虽然让他古宗等人出了血 可他们也该有这自知之明 如果胡乱报复的话 那最终就不是点神福保药 能搞定的事情了 瞧得周元神态从容 周晴也就放下了担心 父王 有一事倒想请您帮忙 难得现在的你 还需要找父王 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我想请父王帮我查探一下 这苍茫大陆上 所有出现过雷霆降落之地 雷霆降落之地 应该是不少吧 毕竟此事虽然不常见 但也算不上太稀罕 有没有那种比较特别的呢 我让人去调查一下 此时 那一旁的黑毒王呼地走出 对着周元露出讨好的笑容 殿下 雷霆之地的话 我倒只笑一出 而且应该算是极为特别 哦 不知道殿下 可还记得与我所见面之地 你是说 黑渊 当年周元离开大洲都城 第一个历练的地方 便是大洲边境的黑渊 夭夭抱着吞吞月落而下 绝美的欲言上 也是有着惊奇之色浮显出来 你可还记得那战魁宗 周元点点头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 他的阴影便是在那里所得到的 那可还记得 战魁宗地宫中我们所见到的流影 周元心头一震 那曾经的记忆在此时被掀起 圣族天教 云命此间 宣此为罪孽之地 当受圣伐 八万里内 生灵皆灭 在那地宫流影中 无情之声带来了雷伐 毁灭了远古时期 存在于黑暗中的所有宗派 那时候的周元被深深地震撼 他也是在那里 第一次地知晓了圣族的存在 这些年来 他也是从 苍玄宗的一些古籍中知晓 远古时代 这苍玄天宗 大部分还是归于圣族掌控 只是后来 伴随着无数的争斗 苍玄老祖脱颖而出 最终夺得苍玄圣意 称为天主 令得圣族不得不退出了苍玄天 而黑暗中的毁灭雷伐 应当是发生在 苍玄老祖夺得圣隐之前 所以 那片曾经的罪孽之地 还真算得上是 雷击之地 夭夭明眸看着周元 那可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周元点点头 的确很奇妙 那本是圣族圣威肆虐之地 正常来说 如今的诸多志强者 怕是都不想去 沾染于回忆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视野盲区 那么 苍玄老祖陨落时 会不会反其道而行 故意将苍玄圣印 隐藏在那所谓的 罪孽之地中呢 这般想着 周元心跳不由地 加快起来 因为他感觉 恐怕还真是 有这种可能 周元目光与夭夭对视 皆是看出了 对方眼中的 那抹惊异之色 看来 那深渊我们还得 再去查探一次了 这让得周元 忍不住地有些感叹 当年他踏出大洲府 第一个去往历练的地方 便是黑渊 没想到 多年之后 他又将会重回故地 仿佛 宛如一个轮回一般 第711章 查探黑渊 大洲边境 黑渊 周元宇夭夭夭立于 一座山头上 遥望着这片多年后 依旧混乱的地狱 此地自从黑渊王 被他收复后 混乱依旧持续 各国的诸多凶人 因为追杀 皆是躲进黑渊中 令得此处藏污纳垢 血腥无比 不过这黑渊内 虽然存在着诸多势力 但这些年来 却并不敢骚扰 大洲边境 毕竟 黑渊王被收复之事 算得上是前车之剑 而如今大洲 打败大武 声势鼎盛 这黑渊内的诸多势力 更是不敢作乱 此处的天地间 残留着 极为可怕的波动 周元面色凝重 那种波动 历经无数岁月 却依旧残留 如果它所料不错的话 恐怕就是远古 那场雷阀所留下的 当初第一次来黑渊时 它连氧气净都未曾达到 自然无法感应 但如今踏入神附近 却是能够察觉到那些恐怖 据说这黑渊极为的辽阔 其居于苍茫大陆最北 直达大陆边缘 而如今黑渊这些 有人存在的地方 不过只是极为外围的一块 而那内围之中 残留的雷阀更为可怕 寻常人根本不敢靠近 周元眺望着黑渊极深处的地方 我们此次就得去往最深处查探了 妖妖抱着吞吞 她望着眼前的地方 也是有些怀念 你那隐影便是在此处得来呢 嗯 不过可惜啊 现在隐影对我的增幅 开始减弱很多了 伴随着周元如今踏入神府境 即便是催动隐影 那种增幅也是大不如从前 那是因为如今的隐影 只能够达到太出境的层次 不过 你也莫要小看这隐影 它乃是那远古宗派战魁宗 最为巅峰之作 我当年就说过 它拥有着成长性 可是你研究了这么多年 也没让得它成长起来 妖妖那如白玉般的预言上 竟是在此时 极为罕见地出现了一谋 微红之一 她背驰咬了咬嘴唇 明眸瞪着周元 你 你真把我当作什么都会吗 微微地有点恼羞成怒 因为这些年来 她表现出来的人设就是完美型的 似乎就没什么她不会的 但对于隐影这种 有一个远古宗派 无数先辈智慧结晶的产物 她这些年虽然有所理解 但至于如何让她成长 她还未曾完全搞明白 瞧得夭夭至罕见的恼羞成怒 周元呆了呆 只是因为此时的她 太过地灵动与美丽了 好半赏后 她方才回过神了 真好看 她知晓 妖妖这般模样 也就她有这般夫妻看见 妖妖白了她一眼 玉手拢了拢 鬓角的青丝 还想不想走呢 走 走 周元笑了一声 然后绣袍一挥 便是有着金色元气席卷而出 卷起她与妖妖 并是化为金光破空而去 迅速地对着那黑渊内围深处 急掠而去 两人一寿不过短短两个时辰的时间 便是穿过了黑渊外围 而随着深入 黑渊中人际愈发的罕见 整个天地间一片荒凉 死寂 毫无生机 当年的那场雷法 似乎是将此地的生机尽数地磨灭 即便是这么多年后 依旧没有半点生机出现 一天下来 周元二人没有见到任何活物 而且随着深入 他们能够感觉到 天地间散发着一栋极端 暴躁的毁灭气息 那种气息比起外围 强烈了许多倍 而且那种气息 能够侵染人心 引人疯狂 索性周元二人如今实力不弱 元气运转下 方才将那种侵染隔绝开来 不过 当夜色来到时 这黑渊的天地间 似乎是有着狂暴的雷声响起 明明天空上没有雷云 但那雷声依旧不休 宛如是从远古传来 而当那暴躁雷声响起时 连周元都是面色凝重 那种侵染在夜色中 急速地增强 到的后来 周元也不敢在贸业前行 而是寻了一座山 开辟出山洞 带着夭夭吞吞躲了进去 洞口封闭 还刻画了原文屏蔽 这才撑了下来 而经历这夜雷声 周元对于黑渊 也是更加的忌惮 在山洞中熬过一夜后 周元他们方才再度启程 在这黑渊内围 小心翼翼地查探 三日后 黑渊身处 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 周元有些沮丧地望着眼前 一望无际的死寂大地 这几日的查探 并没有任何收获 这黑渊深处 犹如一片死地 并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 看来想要找到 苍旋生意的线索 没那么容易 周元冲着夭夭苦笑 夭夭柳梅微醋 他凝视着死寂天地 沉饮了片刻 这黑渊中除了死寂 的确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而唯一要说特殊古怪之处 或许 就是那夜雷之声了 周元一正 皱眉思索 那夜雷声弥漫着狂躁 能够干扰人心 令人发狂 他们这几日间 皆是躲避于山间 屏蔽夜雷 黑渊的夜颇为的可怕 但想要找寻 隐藏在其中的秘密 难道也得自黑暗中寻找吗 周元目光闪烁 片刻后便是不再犹豫 今夜就不多了 看看能否自那夜雷中 发现什么 瑶瑶禽手微点 眼下也只能如此试探一下了 周元见状 便是直接盘坐下来 他望着高空上 斜落的夕阳 夜色已然不远 时间悄然地流逝 带着那夕阳 最终落下地平线的一刻 天空再度变得黑暗下来 紧接着 周元便是眼神一宁 他听见那神秘的 狂躁雷鸣声 再度如跃而至 雷鸣回荡于天地间 宛如狂躁地毁灭之兽在咆哮 金色的元气笼罩在周元周身 元气在此时剧烈地震荡着 但元气的防御 效果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周元已经感觉到 随着雷声的响彻 一丝狂躁之意 渐渐地在心中涌现 他的双目中 有着一抹赤红浮现 呼吸都是变得加重起来 有着一种毁灭的冲动 这一雷声能够穿透元气 轻染神魂 所以须得以神魂对抗 一旁有着清澈的声音传来 自然是摇摇 周元文言深吸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的狂躁 双目闭隆 眉心间神魂之光剧烈地闪烁 混沌神魔观想法 周元直接是运转了观想法 顿时一时陷入那混沌中 那混沌神魔缓缓拈压过来 带来古老的震荡 与那夜雷之声抗衡 两者僵持 许久之后 终究是混沌神魔更胜一筹 渐渐地将其压制而下 心中的狂躁 一丝丝地退去 周元紧逼得双目睁开 眼中恢复轻盈 他凝望着陷入黑暗中的大地 夜雷之声 依旧是在若有若无地响起 只是如今听来 却不再像是之前那般的遥远 听出什么了吗 姚姚问 周元沉默了片刻 眼中有着一抹惊异之色涌现出来 雷声似乎是有来源之处 在抵御下那种雷声侵蚀后 他终于是分辨出来 那雷声可并非是从远古而来 而是有源头 走 他低喝一声 身形率先击掠而出 对着那雷声的源头方向而去 两人自黑夜中掠过 不过 雷声飘荡 仿佛没有痕迹 极难追踪 周元与妖妖轮流 以神魂感应 这才能够勉强地跟上 但即便有这妖妖帮忙分担 但周元最后依旧是眉心刺痛 那是神魂消耗太大的迹象 好在的是 这般追踪持续了两个时辰后 终于是抵达了尽头 周元与妖妖身形落在了一座巨大的怪石上 他们举目似望 这里一片黑暗 甚至连地面都是漆黑无比 宛如黑色的海洋 周元凝视着前方的大地 袖袍一挥 一道金色元气呼啸而出 重重地轰击在了大地之上 那元气落下 大地顿时距离地一颤 紧接着 那里的地面开始崩塌 有着璀璨之光 自大地深处涌现出来 轰隆雷鸣 响彻天地 周元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方 只见地随着地面不断地崩塌 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深坑 而此时那深坑之中 无数雷芒闪烁 竟是形成了一座深不可测的雷池 雷光咆哮 仅仅只是谢意而出的波动 便是让得周元头皮发麻 感觉到了毁灭之意 这是当年的雷伐所留下的力量 他们在此汇聚 恐怕也正是因此 即便是诸多岁月之后 这黑渊依旧没有生机诞生 他们在磨灭这片大地的生机 令其永远死亡 瑶瑶翘脸为宁 周元没有说话 而是忽然身躯一颤 脸庞上有着一抹痛苦之色浮现出来 怎么了 瑶瑶紧忙问 周元眨了眨眼睛 在他眼瞳深处 一道圣纹在不断地旋转 释放出炽热之意 犹如是要将他的眼瞳灼烧一般 他探开手掌 掌心的地圣纹 也是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来 引的那片血肉都是渗透出血丝 神府之中 盘踞的天珠圣纹 也是在发出剧烈的嗡鸣之声 周元的脸庞上有着浓浓的震撼 如潮水般地涌现出来 他望着瑶瑶声音嘶哑而颤抖 圣纹有反应 瑶瑶心间已是一阵 清晰了一口气 圣纹有反应 那也就是说 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 苍玄圣印所在 第七百一十二章 梁齿法御 巨大的地底雷池中 雷光吞吐 宛如是雷龙在咆哮 发出低沉的狂暴雷鸣 而周元则是呆呆地望着雷池 雷光在他的眼瞳中倒影着 显然即便是此时 他都是有些没回过事来 他们原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来黑渊查探一番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无意间的查探 却直接是误打正着 他体内三道圣文的反应 足以证明此地 必然与苍玄圣印有着关系 周元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压制着心中翻江倒海 如果此时这里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整个苍玄天 都会在顷刻间乱起来 那个时候 这小小的苍茫大陆 也将会成为整个苍玄天的焦点所在 现在怎么办 周元看向妖妖 有点头疼 妖妖倒依然还是淡定从容 还能怎么办 既然找到了 当然要去找找 如今那圣元公主窥探了天机 苍玄圣印暴露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也只不过是 提前了一点时间找到她 这仙机如果不站 说不得就要落到那圣元公主手中了 周元文言也是叹息着点点头 的确 就算他们没找到这里 恐怕要不了多久 那些大能也能够有所感应 不过这该怎么去找 进入雷池吗 周元瞧得那狂暴 而深不见底的雷池 有些头皮发麻 这里的雷霆 乃是当年那场雷法 所留下的力量 虽说只是残留 但依旧是散发着毁灭的气息 周元相惜 莫说是她这神府境 就算是天阳境 甚至圆英境的强者 进入其中 都会被这雷池磨灭 这雷池中 蕴含着毁灭之力 非同凡响 恐怕唯有拥有法御者 方才能够穿过 法御内外如两个天地 自然能够隔绝雷光侵蚀 周元文言顿感绝望 真正的法御境强者 整个苍玄宗 恐怕也就只有清凉长教一人 不过姚姚却说 如果是法御之力的话 你倒并非是完全没可能 你体内的那道天诸圣文 有一玄妙神通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当与法御之力如出一辙 周元一愣 她之前也催动过天诸圣文 的确是能够感觉到 天诸圣文 能够产生一种神异的力量 但她并不知道 那种神秘之力 竟会是法御之力 当然 你以天诸圣文 催动的那法御之力 跟真正的法御没法比 但其应该依旧具备着 自成天地的功能 周元犹豫了一下 然后心念一动 便是将那天诸圣文催动 天诸圣文动荡时 顿时有这一道道淡淡的光波 自周元体内散发出来 然后形成了一个 小如蛋壳般的光照 将其笼罩 这小小的光照 散发着神秘的波动 而当其出现时 周元顿时感觉到 一种玄妙感用来 仿佛此时的它 已经并非是与苍玄天 处于相同的界面 这法御光照 宛如自成了一个天地 的确是法御之力 这天诸圣文 果真不愧是自 苍玄圣意上 玻璃而下的奇物 没想到竟能够让你 一个小小的神府境 就能够拥有着法御之力 周元望着那小小的 法御光照 确实有些无语 但这也太小了 法御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当法御 扩散笼罩之地 法御之主便是 其间的主宰 连天地元气 都为其所掌控 真正的法御强者 法御可达万里 可周元这法御光照 几乎蔓延不了 几尺距离 这抬脚就能迈出去 还掌控个鬼啊 摇摇也是有些人俊不济 虽然作用不大 不过的确是开辟了 一个小天地 周元无奈地摇摇头 天珠圣文演变出来的 这良知法御 虽然听起来很厉害 但其实这自称天地 隔绝外界的功能 恐怕用来逃命 以及躲避强者感知 最合适 所以 想来天珠圣文 更大的作用 还是在于对神府的改变 就比如 把周元的神府鼓刀成了 前所未见的混沌神府 靠这东西 真能闯进去吗 周元有些怀疑 毕竟眼前这 深不可测的雷池 实在是有些可怕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摇摇光洁眉心间 有着神魂之光闪烁 下一瞬 他直接是自雷池中 引动了一道细细的雷光 然后直奔周元掠去 周元见状 都是浑身僵硬 那雷光看似稀弱 可若是落在身上 绝对足以将他重创 不过好在的是 当那雷光掠尽时 却宛如是 无法感知他的存在一般 绕了两圈 便是散去 周元眼中 有着大喜之色浮现 竟真能隔绝 有了这天珠圣文 未来就算有着法御 竟强者要追杀你 你都能彻彻底底地藏匿起来 法御竟强者 能够感知天地 唯有同等级的存在 方才能够以法御 屏蔽对方 说起来 也是一个保命手段了 在尝试了 这良辞法御的效果后 周元倒是有了一些信息 我下去试探一下吧 这雷池太危险 他还是不太敢 带着妖妖去冒险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带着我一起吧 不然我也不放心 虽说这天珠圣文的 良辞法御应该有用 但妖妖也担心出意外 他配同的话 最起码能够有些保障 只是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 或许会出现很坏的结果 周元迟疑了一下 最终没有再多说 点了点头 然后他笑眯眯的看向妖妖 伸出双臂 这良辞法御 太过的狭窄 如果要戴上妖妖的话 两人几乎就得紧贴在一起了 妖妖瞧得他这般动作 被吃咬了咬红唇 轻瞪了他一眼 但最终他还是无奈地靠上前去 一阵幽香扑面而来 令得周元心圆一马 然后他伸出双臂 揽向腰腰纤细的腰肢 手掌碰触到一群 微微用力向下压了好一段距离 方才感到了那令人心跳加快的小蛮腰 感受着怀中的温香软郁 周元倾咳一声 再靠近一些 这法御太小了 妖妖直接伸出纤细玉指 在周元腰间狠狠地一拧 面无表情 得寸进尺 周元咫着牙 然后瞧得那还被妖妖抱着的吞吞 建议道 这家伙太占地方了 要不丢到上面等我们吧 吞吞文言 爪子直接闪电般地窜出 对着周元脸旁一顿狠挠 数息后 周元顶着一脸血痕 无力地妥协 啊 一起吧 吞吞发出讥讽的声音 然后窜到了周元头发上趴着 周元怀中抱着腰腰 头上趴着吞吞 然后他看向面前汹涌而深不可测的雷池 深吸一口气 眼中掠过一抹决然之色 他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是纵身一跃 便是飞扑而下 在那毁灭之雷咆哮间 跃进了雷池之中 当周元身形跃入雷池之中时 他能够听见那毁灭之雷在咆哮 似乎是隐隐感应到什么一般 对着他所在的方向呼啸而来 周元浑身紧绷 那梁池法玉绽放着玄妙之光 宛如是自成天地 将周元隐匿在其中 与这天地隔绝 在周元紧张无比的注视中 那些呼啸而来的毁灭之雷 终归没有笔直地撞击而来 而是在他所在的范围转动 似是失去了感应 最终雷光渐渐远去 周元如是中赋 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妖妖 他那绝美的欲言 却是平静如幽坦 那般淡定从容的姿态 倒是让得周元有些残忍 不过他很快便是 抛开了心中的杂念 开始加速掠下 这雷池内弥漫着雷光 宛如无数雷龙在肆虐 那恐怖的雷鸣声 引得天地震荡 周元则是小心翼翼地 躲避着那些肆虐的雷光 虽说眼下凭借着那 梁池法御他避开了雷光 可他知晓 他这梁池法御 并非是绝对防御 一旦被真正的击中 凭他如今的力量 这梁池法御也保不住他 所以下潜之中 他谨慎无比 而腰腰也没有出声干扰他 纤细手臂轻轻地 缓住周元的腰 清澈空灵的眸子 凝望着肆虐的雷光 微微地有些出神 不知道为什么 距离那苍玄圣印越近 他便越是有着一点不安的感觉 在他看来 苍玄圣印那种级别的东西 还不是此时的周元能够染指的 因为那牵扯太大 但如今的局面 却是逼得他不得不去做 那苍玄圣印 就犹如闯进了他与周元 平静生活中的庞然巨兽 足以将他们的平静 撕裂得支离破碎 瑶瑶还住周元腰的双手 有些用力 然后他将脸颊 轻轻地靠在周元的肩上 美眸微比 南南道 周元 这些年 我很开心 什么 瑶瑶声音细微 而此时四周雷霆阵阵 周元也是未曾听清 疑惑地低声道 瑶瑶没有再说话 只是倾靠着周元肩膀 唇角 泛起淡淡笑意 周元健壮也就没有再多问 双臂将怀中人儿 纤细腰肢紧紧揽住 下潜速度再度加快 不过 这雷池之身似乎有些超乎周元的想象 他下潜了将近半个时辰 竟然发现依旧未曾出现尽头 反而四周的毁灭之雷 愈发地狂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元的面色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发现此处的毁灭之雷太过地恐怖 即便未曾击中他 但那雷光波荡 依旧是传递而来 令得那良池法玉 微微地震颤起来 他的实力毕竟太弱 这里的毁灭之雷 只是一道 就足以将他摧毁 而以他如今的实力 构建出来的良池法玉 显然无法完全地抵御 那毁灭之雷 情况有些不对 若是再这样下去 这良池法玉 我坚持不了太久 周元陈生说 116枚也是微粗 这雷池恐怕是没有尽头的 没有尽头 因为此地的毁灭之雷太过地强大 足以扭曲空间 形成无尽头的通道 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 那苍玄老祖 应是以特殊的手段 将苍玄圣印 藏匿在雷池某处 我们必须找到那隐匿之间 才能够脱离雷池 否则的话只能回头 不过这里弥漫着毁灭之力 想要在其中找寻出藏匿之处 谈何容易 周元面旁也是紧绷 目光闪祸 但倒也并非是不可能 他双目微闭 树袭后陡然睁开 眼瞳深处 破障圣门流转而动 既然此处是苍玄老祖 所设置的手段 那么这些他留下来的圣门 必然也会有所感应 而破障圣门 能够溃破一切隐匿 用在此处最是完美不过 周元放缓了速度 四处探寻 双目圆征 而伴随着那破障圣门 不断地运转 他的眼角处 已是有着血迹流淌下来 但他却是不管不顾 因为他知晓 如果再拖下去 他这良知法育坚持不住时 对于他们而言 才是最大的危机 而他这般搜寻 很快十数分钟便是过去 其周身的良知法育 震荡地愈发厉害 其怀中的妖妖 也是紧抿着红唇 翘脸肃然 该死的 给我出来啊 周元嘀嘀地咆哮一声 而下一瞬间 他的瞳孔猛地一凝 这一次 他终于是发现 在那某一处的虚空 传出了一套 异样的波动 找到了 周元眼中有着狂喜浮现 不敢再有丝毫的犹豫 身形陡然加速 猛地对着那某处虚空 狠狠地撞击而去 而此时 在其身后 无数毁灭之雷 也是察觉到了他的存在 顿时疯狂地咆哮起来 身后传来的毁灭波动 令得周元亡魂结冒 但他不敢又丝毫停留 牙一咬 便是撞在那某处虚空中 撞击的瞬间 虚无的空间 顿时犹如涟漪一般 波荡起来 一口便是将周元的身影 给吞了进去 后方的毁灭雷光 撞击在此处 却是凭空地消散而去 闯入某处的周元 那两尺法玉率先崩溃 然后他便是一口鲜血 喷了出来 面色惨白 先前那一瞬 他几乎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太危险了 怀中的腰腰轻轻 拍了拍他的后背 然后站起身来 明眸看向前方 不过我们来对地方了 周元擦去嘴角的血迹 也是在此时抬起头来 紧接着 他的脸庞便是在此时 一点点的凝固 只见的前方 有着无尽的阶梯蔓延而上 四周皆是黑暗虚空 而阶梯的尽头 有着一座石台 石台之上 有光芒大方 那光芒之中 可见一枚石印 石印方正 宛如象征天地 一股无法形容的 古老混沌之气 自其中缓缓地散发出来 在石印四周 有天地山川河流之意象 不断地闪现 周元难以形容 石印所带来的那种感觉 那就犹如天地间 最为古老与尊贵之物 足以让的任何存在 在其面前显得青涩 周元望着他 然后他感觉到 体内的三道圣文 在此时嗡鸣震动 似乎是在欢呼雀跃 因为他们 也是由他而来 周元口干舌燥 脑袋中一片嗡鸣声 他有些无法相信 他就这样 来到了这苍玄天中 象征着掌控之意 而无边尊贵的圣物之前 苍 玄 圣 业 他喃喃着 一字一顿 声音带着颤抖的响起 第七百一十四章 虚空动荡 周元正正地望着 那十堤尽头处的 古老石印 许久之后 那内心的翻江倒海 方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真没想到 有朝一日 我竟然能够亲眼地 看见这苍玄天中 最为尊贵之物 周元忍不住地感叹一声 不过在面对那苍玄圣印时 他的眼中 反而并没有存在 丝毫的贪婪与垂涎之色 因为他心中很明白 此物根本不是 此时的他 所能够染指的 几道圣文 他还能够隐藏起来 可如果连苍玄圣印 都在他身上的话 那必然会引得 诸多大能窥探 以他这神浮境的实力 显然不可能承受得了 这种程度的大纪元 不过 此物虽然他不能染指 但也绝对不能落在 圣公的手中 不然的话 他同样没什么好下场 摇摇抱着吞吞 明眸盯着那古老的石印 并未说话 你试试 能否将其带走吧 他看向周元 周元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然后迈步踏上石梯 不过 旋即他转头 瞧着立于原地不动的夭夭 我们一起吧 夭夭微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对着石梯上 迈出了一步 不过 就在他脚步 刚刚迈出的瞬间 那石梯尽头的苍玄圣印 忽然猛的一阵 竟是有着一种无边之力涌出 直接是震得着黑暗的虚空 剧烈地震荡起来 石梯剧烈地晃荡 周元面色大惊 有些不明白 这苍玄圣印 怎么突然间会有些异动 倒是夭夭明眸微闪 将那踏出的步伐 缓缓地收了回来 他凝视着古老的苍玄圣印 先前的那一瞬 他似乎是察觉到 苍玄圣印 有点抗拒他的接近 这种感觉 仿佛是某种忌惮 你自己去吧 周元见庄也就不再多说 点了点头 转身加快速度 踏过那一道道石梯 直奔最高处的 苍玄圣印而去 足足伴住香后 他方才抵达最高处 而此时 苍玄圣印尽在咫尺 周元望着那悬浮的古老石印 石印显得极为的古朴 然而周元很明白 他所代表的意义 他是苍玄天最至高无上的圣物 拥有了他便可掌控苍玄天 成为一天之主 当然 想要将其掌控 自然也必须需要 与之匹配的实力 按照周元估计 怕是起码得达到法御境 才能够真正地掌控苍玄圣印 周元微微颤抖地伸出手掌 小心翼翼地伸出 然后指尖与那苍玄圣印 轻轻地碰触到了一起 碰触的瞬间 苍玄圣印之上 顿时有着亿万道光芒绽放出来 一些光芒照耀在周元的神区上 再然后他便是震惊地感觉到 一道光红直接贯穿了第一重神符 与第二重神符间的臂障 两重神符在此时交融 澎湃的元气呼啸而尽 然后节节攀升 周元心中震撼 他不过只是被那苍玄圣印的神光照了一下 第一重神符就被打磨圆满 原本按照他的估计 这起码需要消耗上百株下品神符宝药 才能够做到的 而且并不止于此 他的肉身被那神光刷过 浑身的血液都是沸腾起来 血肉宛如是经历了一次 无法想象的淬炼一般 爆发出惊人的生机 在其心脏间 一滴滴赤金色的血液不断地诞生 之前的周元即便是修成了玄圣体 心脏内的赤金之血也不过两三滴 然而如今这短短一会儿 赤金之血已是达到了数十滴 在其眉心间神魂也是震动起来 盘坐的神魂在那神光之下 变得越来越凝蔑 他显然是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而这或许是苍玄圣印 给予第一个发现他的人的一种馈赠 不过沉浸在震撼中的周元并没有发现 当苍玄圣印波动的那一刹那 整个苍玄天的天地元气 都是在此时动荡起来 黑渊所在之地 更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天地元气涌现 原本死寂的大地上 竟是在短短数息间出现了升级 大地上有着植物生长 水流凭空而生 迅速地汇聚化成了大河 奔腾起来 圣州大陆 圣宫 盘坐于深渊之前的圣元公主 微闭的双目在此时猛然睁开 她的眼中有着难以抑制的 狂喜涌现出来 下一刻她仰天大笑起来 沧玄圣印 你终于现实了 圣宫石殿殿主 跟本宫走 圣元公主赫声 降车天地 下一瞬她的身影 已是破开空间 消失而去 与此同时 震荡的圣宫内 十道气势磅礴的身影 也是呼啸而出 消失于天地间 沧玄宫 清阳长教 面色凝重地望着天地间 先前那种异动 她自然也是察觉到了 而且她能够感知到 整个沧玄天的元气 波动源头所在 能够引动 整个沧玄天地的元气 除了沧玄 圣印那等圣物 还能有什么 沧玄天 要乱了 在她的身后 树道身影闪前而出 正是连衣封主 等几位封主 先前的波动 连衣封主率先开口问 她翘脸上满是紧张之色 沧玄圣印一出事 动身吧 圣宫那边 应该也是感应到了 清阳长教没有多说 只是声音低沉地说 其他人闻言 皆是神情肃然起来 空间在此时波动起来 而他们的身影 则是凭空 消失于封顶上 问剑宗 北明镇龙殿 百花仙宫 天鬼府 圣州大陆另外四大巨宗内 此时都是有着 一道道气势恐怖的光影 冲天而起 直接破开空间 消失不见 不仅仅是这些巨宗 沧玄天内所有的顶尖强者 皆是在先前的那一刻 感应到天地间的异样波动 所以 沧玄天内的诸多大路上 不断地有着身影破空而去 这么多的强者同时出现 自然是引来了天大的震荡 沧玄天内 无数生灵皆是精颤地望着这一幕 他们感觉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必然会引得天地动荡 而上一次 沧玄天内如此的震荡 是什么时候 似乎是那位沧玄老族陨落吧 第七百一十五章 强者云集 黑渊外围 黑渊深处 传出来的天大动静 自然也是传递到了此处 于是 那无数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死迹大地中 不断地有着充满着生命的植被生长出来 一些树苗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化为参天的大树 很快的 这死迹的天地间 便是有着巨大的森林出现 一条条河流 犹如白色的皮链 分割着辽阔的大地 一副生机昂然的模样 无数生活在黑渊中的人一脸呆滞 有着一种还处于梦境中的感觉 不过 带得天地间的元气 陡然变得极端浓烈的时候 他们清醒了过来 因为他们感觉到 体内多年未曾有动静的元气 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始增长起来 于是所有人都疯狂了 以往的黑渊 天地元气颇为稀薄 而且因为大地死寂 令得此处枯燥无比 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几乎不会有人生活于此 可如今 这曾经的绝境 却是在此时 有着演变成 动天浮地般的迹象 黑渊的变化 让得无数人一头雾水 他们显然不明白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 就在他们为之狂喜的时候 黑渊上空的空间 剧烈地震荡起来 紧接着 虚空被撕裂开 一道道气势恐怖的光影 自其中呼啸而出 那些光影 带着无法想象的威压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黑渊中生活的那些生灵 皆是感觉到连神魂 仿佛都是凝固下来 无法动弹 可以想象 那些光影 恐怕只需要一个念头 这黑渊中的生灵 就将会死得干干净净 不过索性的是 在那些强大的光影眼中 他们宛如蝼蚁般渺小 所以根本未曾停留一瞬 直接是对着黑渊深处而去 一波波光影不断地出现 引得天地动荡 黑渊中的那些生灵 皆是瑟瑟发抖地扶跪下来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起 待得许久后 那些可怕的气势远去 他们方才敢抬头望向远处 面面相去 眼中满是恐惧 他们不知道那从未有人 跨足过的黑渊深处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够引来如此之多恐怖的强者 黑渊深处 毁灭雷池上空 虚空动荡 玄机直接是被一股恐怖的力量撕裂开 使来到光影 自破碎的虚空中 缓步踏出 那领先一人 正是圣公的圣元公主 他那一对银铜望着这方天地 最后锁定在了下方的毁灭雷池中 脸庞上有着一抹惊讶之色浮现出来 竟然是当年的罪孽之地 真是有意思 此地曾经为圣族所灭 而到头来 你苍玄竟然反将苍玄圣意隐匿于此 真是没想到啊 不过可惜 你这些手段终归是无用 那苍玄圣印也该换主了 不过 就在圣元公主声音刚落时 不远处的虚空再度被撕裂开 恐怖的元气威压笼罩天地 有着漠然之声响起 圣元 这苍玄圣印 恐怕你还不配雍之 圣元公主笑音音地看去 原来是苍玄宗到了 只见那里 青阳长教 凌空而立 在其身后 便是涟漪奉主等人 滔天般的元气滚滚而动 元气太过地浓烈 直接是形成了 看不见尽头的云层 铺天盖地 犹如是要毁天灭地 还真是热闹啊 这般时候 虚空再度被撕裂 一道有些勾楼的苍老身影 缓缓地迈了出来 而当他出现时 整个天地间 仿佛都是有着 剑银之声响起 那是一名身穿 麻衣的老者 他看起来勾楼苍老 可当其站在那里时 却是宛如一柄太古神剑 足以斩灭神灵 在老者身后 还跟着一批 同样浑身散发着 滔天风锐之气的身影 而之前周元 曾经见过的银箫谷主 也是在其中 显然 紧随而来的这些人 正是问剑尊 天剑尊 秦阳掌教望着那苍老的身影 眼神威宁 这位天剑尊 自然便是问剑宗的掌教 而且说起来 他还算是与苍玄老祖同辈 资历极老 这位常年都处于闭关之中 但这一次 面对着苍玄圣印的出世 他也不得不出现了 而在问剑宗出现后不久 此地的虚空开始剧烈动望 一波波起始恐怖的身影 破空而至 没想到 竟然还能见到 苍玄圣印现世的这一天 虚空震荡间 有着一道巨人踏出 巨人身躯之上 似乎是铭刻着古今光闻 他出现时 连虚空都是在不断地崩塌 仿佛是无法承受其中 那是肉身修炼到 无法形容层次的表现 可谓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他发出的声音 也是比雷鸣更响 大地震动 虚空裂开 那巨人寺也是发现 此地天地被他震得摇摇欲坠 于是庞大的身躯开始缩小 树袭后 便是化为了一名 赤着上身的中年男子 他面目憨厚 如老农一般 身躯上铭刻着古老经文 北明镇农殿 古今尊者 而在古今尊者出现后 天地间有一箱出现 虚空间 由这一朵巨大的光帘 缓缓地绽放开来 光帘内 由这一名采取美富 赤足而立 气质容颜 皆是轻视 百花仙宫公主 善清子 多年不见 善公主还是这般美丽 真不愧是当年我苍玄天第一门 在那巨大的光帘不远处 有无尽阴森的黑烟自虚空中涌出 黑雾滚滚 带来漫天尖笑之声 而在那黑雾中 一名黑袍身影缓缓地生气 那是一名身躯肥瘦的白胖子 他随手自黑雾中 抓出了一道神魂 塞进嘴中 脚碎吞下 然后眼睛泛着绿光地 看着百花仙宫公主 这正是天鬼府辅主 摩罗 此时此刻 苍玄天六大巨宗尽数到来 而且 在那更外围处 还不断地有着一道道光影破空而来 他们皆是气息强大 若是放在平日 也是一等一的强者 一方俱情 可现在在这里 他们却暂时只能居于外围观望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苍玄天的顶尖存在 此时超过九成 都是出现在了黑渊深处 圣元公主面带微笑地望着这群雄 汇聚的一幕 悠悠地说 自从当年我圣公与苍玄一战后 这苍玄天 可是好多年未曾这么热闹了 诸位此来 想必也是感应到了 苍玄圣隐的波动 也罢 既然来了 那就先请圣隐现身吧 声音落下 圣元公主伸出手掌 对着下方的雷池 猛然一握 终不破 伴随着他一掌卧下 只见到下方的毁灭雷池中 顿时剧烈地波动起来 竟直接是被生生地撕裂开 下一瞬 某处隐匿于雷池中的虚空 也是在此时被缓缓地撕开 在那里的空间被撕开时 其中的景象 也是在这一刻落入到了 在场诸多顶尖强者的眼中 下一瞬 天地间的气氛微微凝固 所有人的面庞 都是变得有些精彩起来 就连圣元公主 脸庞都是微微一致 因为他们见到 在那片神秘空间中 苍玄圣印所在的地方 一道年轻的身影 也是有些茫然地抬起头 然后目光与他们对碰到了一起 这苍玄圣印 竟然已经被人 杰祖先登了 第716章 又起连衣 虚无空间中 正将手掌搭在 苍玄圣印上面的周园抬起头 然后他便是见到空间被撕裂开巨口 而他的目光 透过那空间裂痕 能够清晰地见到 此时雷池上空的 一位微巨头 那些大老身躯上 皆是散发着滔天般的波动 足以震荡天地 周园顿时头皮发麻 而此时他们的目光 尽数地汇聚在周园的身上 看得出来 当他们再见到周园出现在此处时 即便是以他们的心性 都是出现了片刻的呆滞 他们这些各方巨头 诸多博弈 费尽心思地找寻这当年 由苍玄老祖 以匿起来的苍玄圣印 试图成为这苍玄天 新一人天主 为此 不知道付出了多大的心血 而如今 苍玄圣印总算是现世 他们亲可见感知 原本还想先观摩一下 那苍玄圣印 可谁能想到 竟看见了有人 比他们更先抵达 我倒是谁有这般机缘 竟然是苍玄宗的人 圣园公主笑眯眯地注视着 位于虚无空间中的周园 原本以他的身份 对于周园这般弟子 根本不可能会记住的 但之前周园与武皇争锋 成为了圣州大楼上的焦点 自然他也就难得地 记住了周园的样貌 看来你苍玄宗 还真是得天独厚呢 圣园公主别有深意 其他的一些宗派巨头 目光微闪 其实对于如今 苍玄天的格局 他们都还算是满意 毕竟没有谁愿意 头顶上多出一位天主 当然 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天主 倒是可以接受 青阳长教 以及莲衣风主等人 也是有些愕然地 看了周园一眼 显然都没想到 他会出现在这里 这小子还真是有天大的机缘 白眉老人忍不住地说 苍玄圣印这般至高圣物 连圣园公主都难以寻觅 然而如今 却是被周园 一个小小的神府镜 率先找到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灵君风主皱了皱眉 可惜符原太重 未必是什么好事 在这种局面中 周园就犹如 狮虎群中的小白鼠 稍稍一点一动 就有可能令得他 死无葬身之地 周园是我苍玄宗弟子 若有危机 自当护挡 青阳长教开口 眼下这里 各方巨头大佬 稍稍出手 就能将周园抹杀 不过好在的是 周园有着苍玄宗这后台 其他那些顶尖强者 方才不会因为 一点点的捕鱼 就不分青红皂白 翻手将其震杀 连一封住他们文言 皆是点点头 周园是苍玄宗弟子 如果让得他在这里 被人所杀 那也是在践踏 他们苍玄宗的名声 不过好在的是 在场的这些巨头 也都并没有因为 周园的率先接触 苍玄圣印就有太多的波澜 他们并不担心周园 在他们面前 取走苍玄圣印 因为周园太弱了 苍玄圣印那种至高圣物 并非是什么人 都能够拿走的 所以各方巨头在经过 刚开始的金额后 皆是把目光 从周园身上收了回来 今日能够决定 苍玄圣印归属的 不是一个小小的 神福境弟子 而是在场 这些苍玄天内的顶尖存在 所以就算周园 是第一个抵达此处 触及苍玄圣印的人 又能如何 圣元公主也没有将时间 浪费在一个 无关紧要的小弟子身上 她的目光环顾一周 诸位 天元界九天 我苍玄天位居莫为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这些年 苍玄圣印隐匿 此天内再无天主 而如今苍玄圣印 终于现世 或许也是天意 我苍玄天内 也该有新任天主现世了 她的声音传出 然而却是引来一片沉默 无人应答 各方巨头皆是目光闪烁 天地间的气氛 压抑得几乎凝固起来 两久之后 青阳长教方才淡淡地说 莫非 你所说的新任天子 便是你圣元吗 圣元公主银色眼瞳中 有着神秘与无情之色 她唇叫泛起一丝笑 苍玄老祖当年 横压苍玄天 何等强大 可最终也被我圣公所灭 说来 这当算是我圣公最大之战绩 此言一出 青阳长教眼神瞬间变得森冷起来 圣族之狗 也敢妄图天主之位 但你成了苍玄天之主 这苍玄天无数生灵 岂非是要随你做那圣族之狗 而就在此时 一道充满着浓浓恨意的冰冷声音 自青阳长教身后响起 只见得连衣封住一对眉目 死死地盯着圣元公主 那般眼神 有着无法洗刷的滔天恨意 而她所说之话 也是毫不留情 狠毒到了极致 圣元双目为名 我圣公虽然利用了圣族之力 但却并非是那圣族之狗 失败者之言最是可笑 看来苍玄老祖 也没交出来什么好东西 连衣封竹眉目赤红 下一瞬 滔天般的元气自其体内爆发而出 一道法玉以她为原点笼罩开来 天地元气直接是疯狂的汇聚 化为了无数星辰 星辰之中 由法玉之力灌注 璀璨如钻 那些法玉星辰呼啸而下 带着毁灭之威 狠狠地对着圣元公主 砸落而去 那威能无法形容 足以毁天灭地 你不过圆英镜而已 虽触及法玉 开辟了小法玉 但何来的胆子在本宫面前泄露 圣元公主望着那从天而降的元气星辰 银色眼瞳中有着讽刺浮现 她伸出白皙的手掌 对着虚空轻轻一望 那一瞬天地仿佛都凝固 而那从天而降的星辰 竟是直接扭转了方向 然后以更为可怕的威能 对着连依封竹轰降而去 青阳掌教见状 顿时一声冷哼 袖炮一挥 整个虚空都是在此时撕裂开来 形成了空间裂痕 而那些星辰便是尽数地落入其中 她转头看向连依封竹 我要冲动 连依封竹却是美目赤红 双目死死地盯着圣元 眼中滔天狠义 其他各方大佬皆是未曾插手 因为他们知晓 圣公苍玄宗良之间的恩怨 圣元公主瞧得一副 欲要世人般模样的连依封竹 嘴角掀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看来连依封竹很是仇恨本作呀 你杀我尸 我自予你不死不休 连依封竹 苍玄老祖当年乃是圣者境 又掌控苍玄圣印 真要说来 在这苍玄天内 就算由圣族围猎于他 想要得手也并不容易 所有人都是皱起眉头 不知道圣元公主 怎么突然说起此事 想要真正地将其斩杀 没有令得苍玄圣印 短暂地脱离其掌控 令其暂失天主之位 于那瞬息之间 方可找寻破绽 将其斩杀 连依封竹的脸色 在此时渐渐地苍白 圣元公主歪着头 看着连依封竹 连依封竹 你可记得你曾经做过什么 此时 所有的目光 都是看向了连依封竹 包括青阳长教他们 皆是眼神惊意不定 圣元公主微笑地 轻声继续地响起 却是宛如惊雷 令得无数人目瞪口呆 当年如果不是 你在那苍玄圣印上 做了手脚 你真当苍玄老祖 会被圣族围猎而云落吗 所以说 你何必仇恨于我 因为苍玄老祖之云 最大的凶手可是你啊 柳连依 那虚无空间中 周园也是眼带骇然 难以置信地望着连依封中 难道 这苍玄宗内 有可能存在的内鬼 竟然会是他 第七百一十七章 宗门有鬼 圣元公主的声音 还在天地间残留回荡 而此地各方巨头 皆是眼神震惊 显然是没想到 圣元公主竟然会吐露出 一个如此惊天的大秘密 当年苍玄老祖之陨落 竟然是因为柳连依 在苍玄圣印上面 做过手脚 清阳长教 白美老人等人 也是在此时 正正地望着柳连依 眼中满是不敢相信 在苍玄老祖所收的弟子中 柳连依最末 算是所有人 都最疼爱的小师妹 而苍玄老祖 对她也是尤为宠爱 柳连依对于苍玄老祖 同样是无比的亲密 可谓是尽爱到了极致 当年苍玄老祖陨落 如果不是清阳长教 他们阻拦 恐怕柳连依早就冲上圣宫 以死相斗了 所以对于圣元公主所说 他们第一反应 就是前者抹黑 但当他们再见到 连依封主那惨白的面色时 心头却是忍不住地沉了下去 此时的连依封主面色惨白 郊区都是在微微地颤抖着 许久后 他方才难难道 你说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在 苍玄圣仪上面做过手脚 清阳目光紧紧地 盯着连依封主 缓缓地说 小师妹 你究竟做了什么 当年苍玄老祖陨落 清阳长教内心就有一丝怀疑 因为他很清楚 苍玄老祖的实力 再加上掌控苍玄圣印 就算是有圣族的强者围炼 也不可能在苍玄天内 另起陨落 这之间必然有原因 只是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件事竟然有可能会和连依封主有关 连依封主 惨然一笑 我真的没想过害师父 我只是 我只是在那苍玄圣仪上面 铭刻了一道清新圣闻 他并没有任何的害处 只是会隔绝苍玄圣仪对师父的一些影响 简直愚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自古迹中查探出 掌控苍玄圣印这等至高生物者 七七六余皆会被摒弃 我 我 清阳长教 白眉老人 红牙封主等人都是沉默了下来 他们眼神复杂地看着连依封主 柳连依是他们的小师妹 他们几乎是看着他长大 这些年来对他的某些心结也算是有一些察觉 自很多年起 柳连依怕就是暗中喜欢上了师父 可能后来师父也是察觉到了 但是不再让柳连依留在身旁 让其多去历练 而柳连依也感觉到了苍玄老祖这些举动的含义 心中自然不愿 少女怀春便是钻了牛角尖 在此古迹中发现了苍玄圣印的影响 故儿就觉得苍玄老祖对他冷淡下来 是因为苍玄圣印的缘故 于是就找到了那清新圣文 将其铭刻于苍玄圣印上 试图以此屏蔽 苍玄圣印对师父的影响 清阳掌教眉头呼地皱起来 不过苍玄圣印始终在师父身上 你怎么可能接近 我趁师父闭关偷来的 白眉老人摇头 胡说 师父即便闭关 苍玄圣印也是居于结界保护中 哪个结界连我们这些弟子都是靠近不得 只有 话到此处 他声音停了下来 包括清阳掌教他们 目光都是缓缓转向 看向了一旁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凌军风筑 那个时候 只有身为师父贴身童子的凌军 才能够进出那座结界 凌军 是你做的 清阳掌教深吸一口气 凌军风筑俊美如少年般面旁一片木染 他竟然并没有否认 此事是我造成 甘愿受掌教处罚 红牙风筑闷哼一声 哼 恐怕是小师妹让你将圣验从结界中取出来的吧 凌军风筑没有说话 微闭眼目 当年的她 幼年流落 无依无靠 在那将要饿死之际 有着一个身穿彩衣的小女孩蹲下来 有些艰难地将她背了起来 送到了山上 求她的师父将她受为童子 师父却是不肯 令她吃饱就下山离去 她不愿 不是为了求那天大本事 而是因为那小小的彩衣身影 是她那些年中内心中唯一感受的温暖 于是她在那山下跪拜了整整一月 虽然期间有着小女孩偷偷地给她送了点吃食 但也险些被生生饿死 最终 老祖收她做了贴身童子 那一日她很高兴 因为从今以后 她可以时刻都看见那道彩衣 那身穿彩衣的小女孩 自然便是如今的连衣封住 所以 当后来的柳连衣 请求她帮忙将苍玄圣影 取出来的时候 她没有多少的犹豫 虽然那个时候 她其实已经明白了柳连衣的心 但她不愿看见她失望的脸 这些年来 她没有将这个秘密吐露出去 不过 随着老祖那次的陨落 柳连衣可能也是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激 甚至对她都是有了一些愤怒 或许 迁怒于当年她没有组下她的那些愚蠢行为 所以这么多年 她对她始终都是冷目针对 不过凌军没有不甘 内心深处反而更多的是心疼 因为她知道柳连衣心中承受着多大的悔意 她其实是很想直接去圣宫 与圣元公主同归于尽的 她早已没了想要活下去的心 望着沉默下来的柳连衣与陵军封竹 清阳长教指了指两人 你们两个 简直是混账不如的蠢东西 这两个蠢货 为了一些破事 竟然有破天的胆子 去苍玄圣印上面搞事情 这也就成了后来苍玄老祖 陨落的导火索 不过清新神闻虽然是极为古老的原文 但就算搞到了苍玄圣印上面去 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白眉老人突然说 清阳长教双目一迷 眼神阴沉地看向圣元公主 此时的后者也是微微一笑 没错 虽然那近乎一模一样 可那不是什么清新神闻 柳连衣一呆 下一刻 他眼神赤红地盯着圣元公主 颤抖的声音中 有着无边的杀意 果然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清阳长教的眼神愈发地阴沉了 能够引得小师妹 在我苍玄宗藏经楼中找寻古籍 又刚好是找到了那四清新神闻的东西 也知道只有小师妹才能够通过灵军找机会碰触到苍玄 看来你们对我苍玄宗还真是了如指掌啊 还是说 我苍玄宗内 有鬼 当他低沉的声音还在飘荡 所有人都还未曾回过神来的时候 一只干枯的手掌 悄无声息地掠过 掌心下有着毁灭气息酝酿 然后 轻飘飘地落向了白美老人的后背 但是 就在那干枯手掌即将落下的那一瞬间 一只手掌破开虚空 一把便是抓住了那干枯手掌的手腕出 虚空阵列 令得其无法地落下 空间波挡 一道沟楼的苍老身影 在白美老人身旁显露出来 竟然是玄老 而此时的他 原本浑浊的眼目 却是死死地盯着前方 满是皱褶的脸庞上 杀意弥漫出来 最终 他深深地叹息一声 果然是你 雷军 第七百一十八掌 我将雷军 黑渊上空 各方巨头此时都是面色精彩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谁能想到 在这苍玄圣音现世之际 各方还没有开始争夺 而苍玄宗内却已经上演了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 其间的狗血与跌宕起伏 让得再长这些巨头都是心头紧绷 不过 一些人的目光略过一只笑眯眯的圣元公主时 却是心中生起极大的警惕 如今看来 当年苍玄老祖的陨落 完全就是圣宫设计的一场 天衣无缝般的谋划 虚无空间中的周园 也是面旁紧绷 眼前这番转折 对他也是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原本先前他还以为 当年苍玄老祖陨落 应该就是因为连衣封主 可如今再看来 连衣封主与陵军封主 都只不过是被人利用了 而一切暗中推动的人 竟然会是雷军封主 周园咽了一口唾沫 雷军封主在苍玄宗内诸位封主中 存在感最弱 周园来到苍玄宗后 也几乎从未与其打过交道 在他看来 雷军封主不够言笑 执掌宗内刑法 很多弟子都是对其又敬又怕 而在宗内诸多事宜上 雷军封主都是保持着绝对的重力 再加上辈分的原因 他在苍玄宗内拥有极高的地位 有些决定就连清凉长教 都得向雷军封主请教 然而谁又能想到 这个在很多人心中近乎没有存在感的人 竟然会是苍玄老族陨落的最后推手 甚至不仅周园感到难以置信 就连联谊封主他们都是直直地望着雷军封主 眼中满是愤怒与不解 清阳长教死死地盯着 试图对白眉老人出手 但却被突然现身的 玄老阻拦的雷军封主 缓缓道 当年那个时候 宗内的藏经楼 便是由雷军师叔执掌的吧 也只有执掌藏经楼的你 才能够让得小师妹 看见你想让她看见的东西 而且还连她自己都无法察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师父带你 还有半点不好的地方 在那诸多愤怒的目光注视下 雷军封主面旁 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他看了一眼面前的玄老 然后淡淡一笑 藏玄对我很好 不过我却不甘 雷军封主凝望着天空 许久后方才继续平淡开口 没有波澜 我与藏玄自小便是相识 不过你们或许并不知晓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才是所有人眼中的甜菜胶子 而藏玄只是跟随我身旁 毫不起眼的角色罢了 他那时视我为大哥 尊宠我 而我保护着他 偶尔还能给他一些修炼资源 不过后来却是开始有些变化 他渐渐地成长 绽放出光芒 成为了天地间顶尖的强咒 那时候 我却被远远地抛在身后 只能仰望着他的背影 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再记得我了 甚至他们会笑着嘲讽我 你竟然也有资格当他的大哥 后来他创立了藏玄宗 那时的我与他相差甚远 他邀请我去藏玄宗 于是我成为了雷军封主 但是在藏玄宗 他的谣言无人可及 世人永远都是尊崇地看着他 正如他以往看着我 而如今的我 却变成了以往的他 所有人都说 如果不是他的一世新善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 藏玄宗的封主 我也曾努力地想要证明些什么 但是 他太耀眼了 后来我绝望了 因为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追赶他的 所以那时候我才想 他宛如猎羊般的耀眼 而我便是他身旁被烈日遮掩的行辰 想要真正地让他使人知我 或许 也就只有当猎羊落下之时了 天地间 所有人都望着雷军 一些人眼神复杂 因为他们也回忆起了 当年那个横压整个仓玄天使 那一辈的所有人都处于其光芒之下 不过他们最终接受了 可这个曾经将光芒照耀 苍玄的人却是无法接受这种巨大的反差 或许苍玄对他越好 他内心深处就越是感到耻辱 这就成为了他的心掌与心魔 雷军显然是那种极其偏执之人 只是他隐藏得很好 没有任何人发现 玄老干枯的手掌 如鹰爪般死死地锁住雷军的手腕 他那苍老的面旁微微抖动 这就是你的理由嘛 你来到苍玄宗后 主人给了你多少帮助 给了你多少的指点 如果不是主人 你能有今天的地步 看 连你也认为如果没有苍玄的话 如今的我根本就一无是处 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啊 所以后来当圣渊暗中找到我时 我答应了与他合作 而且我觉得 这照耀苍玄天的太阳 也到了降落的时候了 我会向世人证明 没有了他藏玄 我会更加的耀眼 背叛走门 忘恩负义 现在的你就很耀眼吗 玄老震怒 一股恐怖的元气 尾牙猛然自己体内爆发出来 他一掌排出 掌下的空间直接爆碎开 雷军望着玄老那恐怖一掌 神色依旧淡漠 下一瞬 巨大的法御自其体内涌现而出 而玄老那一掌 拍在法御上 引得虚空剧烈震荡 但却未能将法御击破 你竟然也踏入了法御境 玄老眼神阴沉 盯着雷军 而白美老人 红牙风竹等人 也是面色微变 在苍玄宗内 唯有青阳长教真正地踏入了法御境 而他们都还只是处于 原英境巅峰 虽说也开始接触法御之力 可终归还未曾完全地踏出那一步 可谁能知道 雷军竟然是在无人可知间 率先迈入了法御境 他隐藏得实在是太深了 沧玄云落时 我便踏足了法御境 可见我说的并没有错 若是没有了沧玄遮掩 使人所知的 方才不会是雷军封住 而是江雷军 青阳长教眼神冷烈 这些无庸多言 便不需要多说了 他周身有着法御波动出现 今日的沧玄宗 可算是成了一场笑话 不过不论如何 雷军背叛了沧玄宗 必须有所惩处 不过就在青阳长教 打算动手时 一股恐怖的压迫 却是忽然的笼罩而来 圣元公主银色的双瞳 盯着青阳长教 面带微笑 显然他并不会坐视 青阳长教他们对付雷军 毕竟雷军只要存在的话 就会令得沧玄宗自古不暇 青阳 这是你们沧玄宗的事 何必在这里闹 而且眼下这里 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圣元公主银色双瞳 带着莫测之色 投向了虚无空间之中的 沧玄圣印 而其声音也是回荡于天地间 既然各方都在此处 如今倒是好商讨一下 这县世的沧玄圣印 应当如何处置吧 第719章 圣者之火 当圣元的声音再度响起时 这片天地间的气氛 都是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各方巨头目光闪烁 在沧玄天内 如今圣宫实力最强 沧玄宗略刺 不过这两大巨头间 有着极深的仇怨 所以一般两者碰面时 必然会对上 所以其他巨头 则是能够坐山观虎头 可谁都没想到 眼下那沧玄宗刚刚对上 这圣元直接丢出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顷刻间便是将沧玄宗瓦解 如今的沧玄宗 不仅少了一位封主 而且还多了一位 踏入法御境的大敌 可谓是焦头烂额 所以说 现在的圣宫 气势无以伦比 处于虚无空间中的周园 自然也是察觉到这一情况 眼中顿时有着忧虑之色涌现出来 沧玄宗毕竟是他的后台 如果连沧玄宗都无法与圣宫相争 那对于他而言 将会是极为不利的情况 而对于眼下这种局面 他一个小小的神辅境 自然也是没半点参与的资格 只能干着急 雷池上空沉默持续了一会儿 忽然间 那问剑宗的天剑尊咳嗽了起来 沧玄圣隐虽好 但如今我沧玄天格局稳定 若是强行而来 恐怕将会掀起血雨腥风 到头来 只会削弱我沧玄天整体实力 漫天黑雾间 天规府的摩罗夫主拍了拍圆滚滚的肚子 可如今 沧玄圣隐身影已经出现 我等总不能当作使而不见吧 北明镇龙殿的那位如老农般憨厚的古今殿主露出朴实的笑容 摩罗夫主是想做那更高一等的沧玄天天主吗 百花仙宫的善亲子公主淡淡地说 天规府怕是没这等能耐 圣元公主听得其他巨头的话 轻笑一声 本作倒是有一个建议 我等六宗可组建联盟 轮值保管着沧玄圣印 如此而免了争斗 其他巨头微正沿路思索 青阳长叫呼得冷笑出声 既然微盟 自会有主次与先后 听你圣元之意 莫非是想围着联盟之主 然后率先保管沧玄圣印 圣元公主淡笑一声 言语间有着霸道 我圣公本就最强 我们不先一步 难道是你这分崩离析的沧玄宗吗 他并不否认 显然本就是打着这种心思 就怕那个时候 以圣元的野心还不止于沧玄圣印 还想将其他巨宗一同吞并 真的称霸这天地尖呢 天剑尊 善青子等巨头目光一闪 虽然不动声色 但眼中皆是有着一抹警惕生气 如果真让这圣元公主率先掌管沧玄圣印 说不得她就会私自参悟掌控 到时候一旦成功 实力暴涨 突破法域 踏入圣者境 那么整个沧玄天 都不会有人是她的对手 那个时候 还想再让她将沧玄圣印交出来 恐怕可能性很渺茫 圣元公主自然也是察觉到了 其他巨头眼中的警惕 银色眼瞳中不由地掠过一丝阴隐 她淡笑一声 如此看来 各位是对我的提议 没有什么兴趣呢 其他巨头皆是保持沉默 圣元公主健壮 不由地深深地叹息一声 有些悲天弥人 原本以为能够将此事平和解决 没想到 最终还得以武而止 就在她声音尚未落下之际 一道泛着荧光的法育光照 便是自其体内蔓延而出 化为光照 将其笼罩 一股恐怖微能的法育 已是自其体内爆发出来 她面色淡漠 一脚踏出时 身影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青阳掌窖之前 圣元公主五指微曲 银色光芒在其掌心迅速地汇聚 那是法育的力量 同时 法育与浩瀚的元气融合 形成一种属于法育强者方才能够掌控的独特力量 法育元气 那种力量才是法育强者之根本 圣元公主掌心处的空间直接崩裂开来 显然是无法承受其力 如果按照元气星辰的强度来衡量的话 恐怕此次圣元公主举手投足间 便是上亿级别的元气星辰强度 那毁灭一掌直接是洞传虚空 拍向青阳掌窖 显然是打算将其废掉震慑其他巨头 而敢 玄老则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圣元公主的企图 当即一声礼合 一道法育光照自其体内涌现而出 就要出手相助 不过 雷军的身影却是出现在了其面前 一拳轰出 法育支力涌动 带来雷霆声 将玄牢阻拦而下 如今的局面 雷军知晓自身已被苍玄宗所不容 所以自然阵营将会偏向圣公 只有圣公取胜 他才能够全身而退 雷军 你这叛徒 玄老愤怒出声 出手狠辣 雷军却是面无表情 运转法御 抵御住玄老的攻势 而其他巨头以及各方顶尖强者 见到双方终于斗起来 却是纷纷退避了一些距离 显然是打算继续坐山观虎头 眼下的局面 虽然苍玄宗内不失衡 可圣公想要将其吃下来 那也必定付出惨重代价 那个时候 圣公被削弱 再想要保持强势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圣元 想要斩杀我来立威 你未免太高估你了 秦阳长教冷和出声 泛着清光的法御光照覆盖周身 他与圣元 皆是处于法御境大圆满 后者想要对付他 也没那么容易 圣元公主闻言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诡异之色 是吗 圣元公主头顶上方持续出 忽有金色的烟雾鸟鸟生起 顺其之后 烟雾之中 似有传出了细微之声 再然后 一缕金色的火苗 便是在圣元公主头顶上方形成 那金色火苗成形的瞬间 这天地间仿佛都是凝制下来 金色火苗燃烧出 虚空开始不断地崩塌 宛如是被烧毁的油化 一股无法形容的波动于天地间诞生 那金色火苗仿佛能够燃尽万物 无物可当 金色火苗也是在同一时间 倒映进了青阳长教以及其他的各方巨头的眼中 他们的脸庞上也是在此时浮现了难以置信的金海之色 那 那是圣者之火 片刻后 一道道金海欲绝的声音尖锐地响彻起来 圣元他 他踏入圣者境了 法御之上 为圣者 那是天地间至高的境界 只不过 苍玄天自从诞生以来 所出现过的真正圣者境 也唯有苍玄老祖一人 而如今 这圣元公主 难道也是突破到此了吗 在那漫天惊骇声中 圣元公主双指抱刺而出 金色火苗穿透空间 直接出现在其指尖 然后闪电般地点在了青阳长教身躯之外 那清光法御之上 金色火苗晃动 那在常人眼中无可摧毁的法御 却是宛如纸片一般 瞬间被焚烧 青阳 去陪你师父吧 圣元公主嘴角滑起一抹猙獰糊涂 那燃烧着金色火焰的手指 直接是洞传法御 对着沿路骇人的青阳长教抱刺而去 那金色火焰若是落下 即便是法御强者 也将会被焚烧为虚无 因为 那是圣者之祸 第七百二十章 燃烧原因 圣元公主燃烧着金色火焰的手指 静止对着青阳长教落下 那金色火苗升腾间 所有的一切都被焚烧为虚无 即便是青阳长教周身的法御 都是被青壳间分灭 法御唯由法御方可对抗 可法御在圣者的眼中 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因为圣者拥有着圣火 圣火之下 天地皆可焚 即便是法御 也脆弱如指 圣元公主这一手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没有人能够想象到 圣元公主 竟然能够诞生出圣者之火 所以 在这般先机之下 青阳长教 即便心中震撼 但却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你燃烧的金色火焰的手指 轻飘飘地落来 宛如命运已被锁定 难以挣脱 而一旦他真的被击中 就算是以青阳长教的实力 今日都必然陨落 张教 白眉老人 红牙封住他们也是面色巨变 惊骇出声 在他们的信息中 圣元公主的实力 顶多烧圣青阳长教一筹 但想要将其击败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可谁能料到 圣元竟然隐藏了实力 他们知晓此时青阳长教的危机 但以他们的实力 却是很难为青阳长教解围 毕竟他们连真正的法御境 都还算不上 而在那外围 其他各方的巨头 也是面色凝重 嘿嘿嘿 沧玄宗 此次要有大麻烦了 天鬼府的摩罗府主 笑盈盈地说 眼中满是贪婪之色 沧玄宗同为六大巨宗 如果今日青阳长教陨落的话 那么沧玄宗 必然会从巨宗行列跌落 到时候 底蕴雄厚的沧玄宗 不知道会引来多少人的垂涎 而其他几位巨头 则是目光闪烁 他们并不愿意见到 青阳长教陨落 因为那会引得 沧玄天格局发生变化 毕竟少了沧玄宗的止衡 圣公无疑将会声势更强 不过 此时的圣元公主 威是太过的害人 那圣者之火将这些巨头 也是震慑的不敢轻易动弹 所以一时间也无人敢出手帮忙 于是 天地间 无数人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青阳长教 在此时陷入危惧之中 不过就在此时忽有一道光影 猛地自白眉老人他们身后抱舍而出 带着一股决然之气冲向圣元 小师妹 白眉老人 红牙封主他们见状 面色顿时大便 急忙喝到 林一 灵军风主 俊美如少年般的脸庞上 也是浮现出焦急之色 不过 面对着他们的声音 柳连一却是无动于衷 他那美目中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死死地盯着圣元的身影 在柳连一神腹之中 猿鹰震动起来 磅礴的元气 毫无保留地呼啸而出 圣元也是察觉到了 那暴虑而来的柳连一 但他的眼神毫无波动 探默地说 你连法御镜都还未曾踏入 敢来送死吗 他另外一只手掌上 有着恐怖的法御元气汇聚而来 荧光璀璨 引得空间崩裂 然而 面对着气势害人的圣元 柳连一丝毫没有褪比的迹象 美目之中掠过绝燃之色 旋即他双双猛的结印 其神腹之中盘坐的原因 竟是在此时开始燃烧起来 强大无比的元气 在此时疯狂地肆虐开 一股惊天的气势 已是自柳连一的体内爆发 引得天地变色 各方巨头健壮 瞳孔陡然紧缩 骇然失声 燃烧元鹰 他疯了 一旦元鹰燃烧 柳连一自身 必然也将会当场运落 小师妹 白眉老人面色惨白 他们终于明白了柳连一 此时的打算 他显然是打算燃烧元鹰 为青阳长教破局 林军风竹 眼眶欲裂 他的身影 也是在此时疯狂地对着柳连一 抱舍而去 不 柳连一回头 看了一眼那疯狂追来的 林军风竹 欺然的一笑 林军 对不起 这些年来 一直迁怒于你 我是罪人 汉师父陨落的罪人 书今 这些罪孽就让我来偿还吧 下一刻 无边的光芒 自他的体内爆发出来 浩瀚的元气 犹如是在他的胶躯上 凝结成了精层 最后带着毁灭之力 撞向了面色 微变的圣元公主 该死 圣元公主也是眼神阴沉 面对着一位 元英静强者的拼死一击 她也无法视为无物 于是 那刺向青阳长教的圣火指 只能收回 转向那燃烧元英呼啸而来的 柳连一 不 两者顺息后撞击到了一起 顿时间毁天灭地的冲击波爆发开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崩塌 黑渊崩裂 巨大的裂痕 如巨龙般地对着四面八方蔓延 虚空也是呈现出无数裂痕 宛如碎裂的琉璃 各方强者皆是纷纷退后 比喻着那种冲击 青阳长教身影到舍而退 面色铁青地望着那冲击波的源头 双掌紧握 眼中满是悲痛与愤怒之色 从小到大 就知道胡来 那冲击的源头 在肆虐了许久后 终于是渐渐地散去 无数目光投射而去 只见那面色阴沉的圣元公主 凌空而立 她的衣袖此时炸裂开 指尖有着鲜血滴落 其头顶之上的金色火苗 变得微弱了一些 而柳连依的身影 却是消失于天地间 连同消失的 还有她的气息 天地间寂静无声 谁都没想到 一位源英静巅峰的顶尖强者 便是在此时 直接陨落 凌军封住 阳天咆哮 声音清理 下一刻 她的眼睛赤红地暴射而出 体内的原因 竟同样有着燃烧的迹象 不过 青阳长教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一掌拍在其胸膛上 将其震退 凌军 你给我冷静一些 凌军封住在那虚空上 无力地跪倒下来 嘴中发出了悲痛欲绝的咆哮声 宛如受伤的野兽一般 白眉老人 红牙封住 也是拳头紧握 眼中满是悲痛 他们知道 柳连依的心中 充满着自责与悔意 她早已有了死质 也只有如此 她或许才能够获得一些安宁与解脱 今日的苍玄宗可谓是损失慘重到了极致 虚无空间中 周园望着外界的战斗 也是心神俱阵 她同样没想到 连依封住竟然会选择燃烧原鹰 与圣元拼死一搏 她虽是女子 但性格却是极为刚烈 而对于连依封住的陨落 她的心中也是颇为的难受 毕竟在苍玄宗内 这位美丽雍容的雪莲丰丰主 还是深得人心的 不知道李清禅他们知晓了这消息 会难受成什么样子 而且如此一来 苍玄宗可谓是接连损失了两位丰主 这场苍玄圣印之争 局面对于苍玄宗 对于他而言 可谓是急壮直下 今日之局 若是搞不好的话 整个苍玄宗都将会破灭 而失去了苍玄宗这般背景后台 周园也将会陷入巨大的危机 甚至不仅仅是他 包括大周 或许都将会在顷刻间颠覆 周园拳头紧握 这一刻危机如潮水一般 自四面八方重重涌来 令得他都是感觉到了窒息 此局如何能破